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水浒第一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先演播 博菊 本书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第一集 一个身材挺拔的男子站在庭院当中 脑袋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 正思考人生呢 大观人 大观人 娘子给你重新做了碗莲子羹 甜味的 一个俊俏水灵的丫鬟 冒失失冲了进来 气喘吁吁 额头上布满了寒珠 男子一见丫鬟闯了进来 不由得摇头苦笑 发出了一声叹息 她 是一个穿越者 她现在的身份叫李庆 是本地的一个财主 家里开着一间不大不小的药材铺 家底挺殷实 有一个漂亮媳妇 和几个美貌的小丫鬟 按理说像这样的穿越开局 一定是艳煞众人吧 但李庆却渐渐发觉有点不对劲 首先 现在掌管天下的朝廷 叫做武周 周武王的武 周武王的周 听都没听说过 但是 在国都东京的皇位上坐着的 那个皇帝 叫做赵吉 没错 跟宋朝那位艺术家皇帝宋徽宗 同名同姓 就连行为喜好 也颇为相似 而李庆现在身处的地方 是京东西路 东平府的阳谷县 您可能听出来了 这正是水浒传里 武松剧情发生的地方啊 李庆为此 还特意出门转悠了一下 很快就在集市上 看到一个三寸钉古树皮 沿街叫卖吹饼 想必这位就是武大郎了 如此说来 这里应该就是水浒传的世界了 但奇怪的是 李庆却得知 这阳谷县之中 并没有西门庆这个人 接下来他又得知 自己家旁边就是花府 里面住着花子虚和李平儿 这心中就隐约 生起了一股不太妙的感觉 难道这个世界上 没有了西门庆之后 要拿我这李庆来顶替吗 想起此处 李庆可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可不想在狮子楼上 被武松咔嚓一下 斩掉头颅啊 那武松是谁啊 水浒传里武力之名列前茅的人 能徒手打死老虎的存在 岂是等闲之辈 惹谁也不能惹他呀 您可能会说了 你想避免被武松砍头 其实也好办 不作死 不勾引潘金莲不就行了吗 你不勾引潘金莲 不害死武大郎 你李庆就和武松无冤无仇了 那武松还有什么理由来报复你呢 没错 一开始李庆也这么想 可是 直到他发现了自己的金手指之后 才知道一切没那么简单呢 作为一个穿越者 怎么能没有金手指 这是李庆在穿越之后 内心深处对老天的一句天问 接着他就真的看到了自己的金手指 一个系统 一个拯救美女的系统 很快 这个系统就发布了第一个任务 拯救潘金莲 潘金莲自从嫁给武大王后 便生活在一片水深火热之中 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宿主前去营救 注意 任务期限三个用 将潘金莲从武大手里抢到手 即任务成功 完成任务后 宿主的体能 魅力 敏捷 三维技能 各增加十点数值 任务失败后 宿主原地爆炸 失败后原地爆炸 李庆心中有一万头羊驼奔过 除了任务失败之后的惩罚太过可怕之外 这个系统任务也怪怪的 明明是去挖武大的墙角嘛 怎么说的还挺正义式的 作为一个长在春风里 生在红旗下的四有好公民 怎么能做那种道德败坏的事情呢 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 李庆面临着两难局面 要么向系统屈服 去勾引潘金莲 然后面临着被武松砍头的威胁 要么坚守底线 坚决不从 然后原地爆炸 不管怎么做 看起来都是死路一条啊 对此 李庆也只能45度角仰望天空 把老天咒骂一顿了 穿越他看得多了 金手指也见识得多了 怎么到了自己身上 就这么坑爹呢 大官人大官人 娘子还等着你去吃莲子羹呢 小丫鬟一脸狐疑地看着李庆 睁大眼睛又喊了几句 她叫玉潇 是李庆的正房夫人 吴氏房里的使坏丫头 这个时候的李庆 虽只有23岁 但已经成过两次勤了 头一次娶的是陈氏 结婚没两年 就因病去世了 后来因为无人管理家务 又娶了本县杨谷左卫吴千户之女 作为济氏 这吴氏小李庆一两岁 因为是8月15月圆之夜出生的 所以娶了个小名叫月姐 她成为李庆的正妻之后 李府的人都顺口称她为月娘 李庆回忆了一下 原主记忆中那个月娘 这才心中烧定 原来啊 这月娘秉性贤淑 对李庆可以说是百依百顺 从没哄过脸生过气什么的 有这样一位女主人在家 李庆至少可以顺心很多 这个时候 她已经随着玉霄往主厅走去了 一路走过 但见这李府是树进出的宅子 布置讲究 假山环绕雕梁化洞 若非家底丰厚之人 是断然住不起这样的豪宅院落的 其实说起来 对于这一次的穿越 如果没有面临死亡的两难困局 在其他方面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从外表来说 形容李庆 风流倜傥 玉树临风 那绝不为过 而且家里面豪宅住着 贤妻美币伺候着 家财丰厚 衣食无忧 妥妥的就是一个人生赢家嘛 不一会儿 李庆就跟随玉霄到了主厅 指纹环佩叮当 蓝色富裕 接着 那趟帘子被掀了起来 一个貌美的妇人 在几名丫鬟的簇拥下 走了出来 这位美妇 就是李庆的妻子月娘了 月娘举止温暖的 从丫鬟手中拿过一碗莲子羹 向李庆走过来说 大官人 往常这莲子羹 你都是吃咸的 今天怎么改甜的了 说着 便将羹碗端到李庆跟前 李庆揭在手中 温度刚好 坐下来 吃了两口 味道极美 没别的 只是忽然发现 甜的才好吃 以后这样的饭或小吃呢 尽量改甜的吧 李庆一面答应着 一面观察了一下妻子 只见着吴月娘 生得面如银盆 眼如杏子 举止甚是温柔 总体上持重寡言 简直就是人妻典范呢 听了李庆的话之后 月娘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暗暗地 把夫君这个新喜好 记在心里了 只一会儿 李庆就狼吞虎咽地 把那碗莲子羹 吃了个金光 放下碗之后 只觉得肩膀微有些发酸 便抬手捶了一下 月娘见状 立刻指挥一个丫鬟说 没个眼力见 还不快去 给大官人捶肩 那丫鬟连忙 快步上前 伸出一双如玉式的小手 帮李庆捶了起来 李庆打量了一下 这个可人的小丫鬟 只见她的容貌 竟比月娘还要更胜三分 不由得嘖嘖撑气 可能是因为 刚刚穿越的缘故 原主的记忆 还没有完全消化 李庆一时想不起来 这个轻音体软的小丫鬟 叫什么名字 于是问了问吴月娘 月娘笑道 大官人倒是健忘 连春梅都不记得了 她可是你亲自为我买来的 使官丫头呀 春梅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浮堤大官人 作者 笔木鱼 明显演播 不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二集 春梅 这个名字有些耳熟 不过咱李大官人现在 可没有先功夫理会这么多了 她正舒适的躺在太师椅上 后面有春梅垂着肩 前面有玉霄捏着腿 身旁还有月娘在一口一口地喂着燕窝 简直舒坦极了 这个万恶的封建社会 在享受着片刻的舒适之时 李庆的心头又想起了目前面临的困局 生活是如此的美好 难道自己真要在几个月之后 任务失败自爆身亡 或者是被武松一刀砍下脑袋来 去他的 小孩才做选择题 老子全都 全都不选 那么 摆在李庆面前的生路 就只有一条了 去勾引潘金莲 解除掉系统那不可抗拒的死亡倒计时 再慢慢地应付来自于武松的威胁 武松能徒手打死老虎 武力直爆表 十个李庆也不够他打的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可不是光有了武力就可以横行于世的呀 岂不闻双拳难敌四百之手吗 李庆觉得 四个人不够武松打 四十个人不够武松打 四百个人还不够你武松打吗 他能想出的唯一办法就是利用数量优势 李庆觉得 就算是四百头猪一块上 也够武松一通手忙脚乱的吧 而且他还琢磨着 武大郎的性格懦弱可欺 真把他的墙角挖了 也未必就会你死我活吧 所以 除了准备武装起自己之外 李庆觉得 或许还可以用一些文明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吗 既然决定要勾引潘金莲了 那么李庆便试图为自己找一些借口 来掩饰这种恶行 想了许久 他这么安慰自己 说自己啊 这不是律武大郎 而是在解救潘金莲 千百年来 所有人都替武大郎感到可悲可惜可叹 但是很少有人会替潘金莲想一想 替他考虑一下 嫁给了武大郎以后 潘金莲无论是心灵上还是身体上 全都得不到慰藉 先说身体上 武大郎身不满无耻 相貌丑陋 头脑可笑 在清河县有个绰号 叫三寸丁古树皮 以这样的短小身板 想必在那事上也不起劲 当然了 武大光是外貌丑陋也算了 如果在为人处事上豪爽得体 那还说得过去 可关键是 武大的性格也很成问题 潘金莲在原著中有一段话 可谓是道尽了对这位夫君的看法 常言道 人无刚骨 安身不劳 奴家平生快性 看不得这般三答不回头 四答合身转的人 武大郎为人懦弱可期 跟了他以后 潘金莲吃了不少苦头 就比方说 他们夫妇本是清河县人 为什么大老远的搬到阳谷县来呢 那是因为 武大娶了潘金莲之后 清河县那些浪荡子弟们 总会时不时的到他们家门口叫嚷 好一块羊肉都落在狗头里 这要是换了有刚骨的男人 听了这话 还不得直接打出去 至少也得大骂一番 而武大郎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 直接 搬家了 不在清河县住了 拖家带口的搬到了这阳谷县来 所以李庆就想 潘金莲这么一个娇艳的美人 整天守着这么一位 那日子过得该有多难受 所以他觉得 自己的形象 应该是那种童话当中 拯救公主与水火的白马王子 这么一番自我安慰之后 他的心情顿时好了很多 不得不说呀 这李庆确实也是个逻辑鬼才 这么一件道德败坏的事情 被他说得这么光明伟岸正直 这要是一般人 可没这么厚的脸皮 敢这么去想 既然目标已经明确 思想工作也做好了 那没说的 开始行动吧 勾引潘金莲 走起 就在李庆打算着 和人打听一下 潘金莲的住所紫石街 在什么地方 忽然 家里的小厮戴安尔 前来禀报 说是他家那药铺的主管 富尔书求见 说到这儿 咱们得提一句 李庆现在的财路有两条 一明一暗 明面上开着大生药铺 在阳谷县生意非常不错 药材生意啊 古往今来都是有暴力可图的 正因为有这么一个聚宝盆 李庆才有了不俗的财富积累 而在暗地当中 李庆还进行着放债的业务 也就是俗称的高利贷 挣的也不少 行情好的时候啊 比药铺挣的还多呢 当然了 要想从事放债业务 光靠李庆是不行的 在手下还要养一些泼皮无赖 另外县衙里面 也要打通好关系 现在来求见的这位傅二叔 叫傅明 因为在家中排行第二 所以人称傅二叔 李庆平日里 一般是不过问药铺的日常琐事的 不然哪有时间和女人鬼混呢 这个傅二叔呢 就是药铺的主管 很得李庆的信任 他一听是这人来找 不能不见呢 于是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重新坐了下来 他可是好不容易才鼓起了勇气 去寻找潘金莲的 这下全完了 让傅二叔进来吧 不一会儿 小思戴安儿 领着一个年近四旬的 寿高男人走了进来 这便是傅明傅二叔了 傅二叔上前 公身向李庆唱了个诺 这个时候 月娘等女眷 已经回到内屋去了 李庆便让傅二叔对面坐下 又让丫鬟上了茶来 傅二叔 今日找我什么事情啊 李庆开门见山的问道 傅明低眉顺眼的回答 大官人 这月的账本 已经让人整理出来了 我是来向你报账的 说着 恭恭敬敬地 把要破的账本 递到李庆跟前 接着小心翼翼地说 这月与上月相比 盈余少了四百两张 李庆一面翻看着账本 一面皱着眉头说 怎么突然少这么多呢 傅明一听 这心里咯噔了一下子 要是换了以前 多四百两少四百两 李庆从不会关心的 今天是怎么了 他连忙整理了情绪 然后说 是我们的对接 那河山药铺 最近又挖到一种新的药材 治相同的病 他家的价格便低了不少 所以吸走了部分客人去 是吗 什么新药材啊 李庆饶有兴致地问了一句 这个时候 傅明的脸颊上 已经渗出了几滴汗珠 心里开始焦躁不安了 他实在想不通 为什么今天的李庆 在处世风格上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其实今天呢 他是踩着点来报仗的 以前这个时候的李庆 要么急着去勾篮里 寻礼娇儿打热 要么去南街 找那个卓丢儿卓二姐寻欢 又或者是去飘风戏月 调戏妇女 选这个时候来报仗 李庆哪会多问半句 往往茶还没喝呢 就完事了 但现在 李庆却问东问西 颇有些打破 杀过问到底的意思 毫无准备的复明 瞬间就傻眼了 他哪里知道 此刻在面前的是一个被纠占雀巢的主 而且还知道 他复明的黑历史 根本就不会轻信于他 那么 这位富二叔 有什么黑历史呢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第一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先演播 不诀 本书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三集 这位富二叔的黑历史 李庆的原主不知道 现在的李庆 可是一清二楚 为什么呀 因为他看过原主啊 在水浒传里面 武松杀了潘金莲之后 便要继续去杀西门庆 但是他不知道 西门庆在什么地方 便直接去了大声药铺 逮出这富二叔 问他 你要死还是要活 要死的话 我一刀解过了你 要活的话就告诉我 西门庆在什么地方 当时这富二叔一听 直接就准确无误地告诉了武松 西门庆在狮子桥下一家大酒楼上喝人吃酒呢 就这样 武松轻轻松松地找到了毫无防备的西门庆 三两下就把他脑袋割了下来 从这件事上也看得出来 这富二叔对李庆的忠心实在是有限得很 他要是对武松说个谎 拖延那么一下子 事情或许就不一样了 可以说 如果西门庆不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面对武松 他应该不会被那么轻易地杀掉 所以对于西门庆的死 这富二叔可谓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位富二叔啊 当年可是受过西门家的大恩惠 很多年以前 他所在的府县闹饥荒 他跟随流民逃到了阳谷县 要不是当年西门庆的父亲收留了他 他早就不知道饿死哪个角落里面了 说回当前 李庆一见 这富明说话吞吞吐吐的 神色还有些异样 当下也起义了 原本他真的就只是好奇 那个和善药铺弄了什么新药材 把他的客源抢走了 根本没多想什么 但是现在看起来 这里面好像有什么猫腻啊 这并非没有可能 依李庆来看 园主对药铺的管理是很成问题的 所有大权系于富明一身 要是这个家伙 想来个明暗障期上瞒下 简直不要太容易 富二叔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李庆忽然盯着富明冷声说道 没 大官员 在您面前 我哪敢有什么隐瞒呢 富明一边回复着 一边不停擦着脸上的汗水 李庆没理他 转身对小思戴安儿说道 戴安哪 你到药铺去 找来所有账皇先生 立刻来这 小思戴安一听 立刻应声去了 这戴安儿一向是伶俐乖觉 是李庆身边的贴身服饰 做这种跑腿的事情 当然绰绰有余 一旁的富明一听 李庆要把账皇先生找来 瞬间脸都下白了 有些腿脚发软 强撑着站起来 颤颤的说 大官员 我家里还有些急事 他一边说着 一边往门外走 李庆也不喊人拦他 端起茶杯来 轻轻戳了一口 淡然地说 如果现在 你走出大门的话 我保管你活不过今晚 你信还是不信 富明听了 立刻站住了脚 身体打了个冷战 很显然 李庆这短短的一句话 对他很有震慑力 诚然 以李庆的才是 在这阳谷县城中 可能还排不进前十名 但是 他可控制着很多 泼皮无赖呢 里面不乏亡命之徒 不由得富明不畏惧 于是 他就这么站立当场 呆呆的 流也不适 走也不适 就像只热锅的蚂蚁 而李庆 继续喝茶 又把那可人的小丫鬟春梅叫出来 帮自己垂肩膀捏腿 过了不多时 戴安尔 领着三名年纪不一的帐房先生 匆匆走进大厅来 富明健壮 终于是撑不住了 直接转身 跪在李庆面前 大惯人饶命啊 都是我的侄儿 用我的名义 偷拿了五百两 去花天酒地 我一时糊涂 才在账本上 做了些手脚 原来 富明的亲儿子 早就死在那一场饥荒当中了 这些年来 他虽又续了闲 但一直无所出 不过 他的兄弟却很能生 还都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 其中排行第三的 叫富有才 如今住在富明家里面 打算以后过几过来 作为义字 富明盼着 富有才给自己传续香火 养老送中 所以对这个孩子 百般宠让 那富有才呢 就慢慢地 灌出了一身毛病 终于给富明 招来这么一场祸断 听了富明的一番讨饶之后 李庆板着脸 正要说话 家中另一个小丝平安走了进来 禀报说 婴二叔和谢大叔来了 见此处有事 已经在院子外面等了半晌 李庆沉吟了一下 说道 让他们进来吧 也不是外人 原来 此刻前来的二人 都是李庆的死党 小丝平安口中的婴二叔 姓婴明伯侯 自光侯 原是开绸缎铺 婴缘外的第二个儿子 落了本钱 跌落下来 专在本司三院帮瓢贴食 因此得了个混名 叫做婴花子 看他的本名 父母应该是 希望长大以后 可以封侯得绝的 但这个婴伯侯啊 战阵的东西半点不会 倒是踢得一手好气球 而且双路棋子 渐渐皆通 而那个谢大叔 姓谢明熙大 自子纯 乃杨古未千户官的应习子孙 自幼父母双亡 游手好闲 把前程给混丢了 这个人啊 也是个帮贤琴 弹得一手好琵琶 还会唱曲 要是在后世啊 可以到娱乐圈去发阵 但是在古代 却基本上没什么乱用 所谓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只看这两位 李庆元主身边 最合得来的死党 就知道 这位元主 是个什么德行了 过不多时 平安带领二人走进厅堂 只见英伯侯 头上戴一顶 新盔的悬罗帽 身上穿一件 半心不救的 天青夹皱纱褶子 脚下撕斜镜袜 在他身侧的 就是泄息大了 二人走进厅来 看到傅明贵在地上 都愣了一下 谁不知道 这李大官人 平日里最为信任 最为重用的 就是这个傅儿书啊 如今是怎么了 李庆招呼他们 在身边坐下 把傅明的事 简单说了一遍 问道 这个狗才的侄子 我平时没有注意过 你们有什么耳闻吗 英伯侯道 傅二 他侄子叫傅信 今年才十九岁 时常出入 勾兰瓦斯之内 出售十分大方 我们远都以为 是傅明与大官人 看上的多 哪知 却是他私自挪用药铺的 男的胆子也太大了些 李庆瞎了一口茶 看了看跪在地上 战战兢兢的傅明 你本是我父亲 从流民中收容的家奴 一直不存亏的 如今却胆大包天 欺上满下 吞没家财 那便容你不得了 大官人饶命 大官人饶命啊 傅明本还存有些侥幸心理 想着平日李庆待他 如家中长辈一样 或许这一次 严厉的训斥几句 发几个月心凤 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看李庆的话头 似乎想把自己 往死里整 顿时吓得脸色煞白 不住的磕头求饶 如鸡前碎米 而这个时候的李庆 也在心里思考着 该怎么处置 这个富尔书才好呢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欲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堤大官人 作者笔木鱼 领前面播 不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四集 该怎么处理这个 中宝私囊的富尔书呢 李庆有些犯难了 这个家伙 可不是一个普通奴仆啊 对李庆那些见得光的 见不得光的财路 可以说是知根知底 这样的人 可是万万不能 让他活着去外面的 否则的话 这丝单是把大声药铺的药材来源和销路 给竞争对手们一说 那大声药铺就亏大了 可是 如果仅仅因为挪用了几百两银子 就痛下杀手 把人灭口的话 未免也太暴虐了些 毕竟李庆是一个 从现代社会穿越过来的人 还有些法治观念 做不出那样的事情 于是最终 他决定来个恩威病师 一手胡萝卜 一手大棒子 姑且看在你 服侍李府多年的份上 饶你一条老命 不过 这大声药铺的主管 你可不能再当了 是 是 多谢大官人 傅明一听 李庆没把自己当场打死 就已经是万幸了 哪还管什么主管不主管的呀 只在那儿唯唯诺诺 点头不迭 李庆继续说 要不的事情 你继续管着 不过 我会另派一个人 专门管理钱财 一切收支用度 也和那人商量 其实说实话 一时之间 李庆也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 来顶替傅明管理药铺 倒还不如 让他继续管着 再另找一个人 分走财政大权 两个人互相监督 分权制衡 只与你那个侄子 挪走了五百两银子 你要给我补齐了 要是没有余钱的话 以后 从奉银里扣除 李庆还打算 彻底清查一下 之前的账本 看一看 除了这次之外 傅明还有没有 在其他月份 动过手脚 如果有的话 到时候要他 一并偿还了 对于这些 傅明自然只有 唯唯懦懦地听着 不敢多说 一个不字 听完李庆的处罚之后 傅明公身 往外面走 李庆又说了一句 以后只要你好好 做事的话 那个代管室的代字 就可以去掉 但是如果你再犯 这样的错误 我能饶你一次 不会饶你第二次 是 大官人 我一定牢记您的告诫 一旁的英伯侯和谢西大 此刻看着 李庆把这傅二叔 训得服服帖帖的 背脊不由的直冒冷汗 他们也知道 李庆这个人做事 向来是鸡身诡计 但那些手段 都是对付外人的 李庆对身边的人 可以说是十分宽松 所以他们两个人 对此也没有 很深刻的认识 平时在李庆面前 也是嘻嘻哈哈的 但现在亲眼看到 李庆如此一番操作 把这个一件 有些主仆不分的傅二叔 收拾得服服帖帖 既是敬佩 又心生了几丝 畏惧之感 而李庆呢 似乎已忘记了 刚才的事情 笑着对谢英二人说道 你们呢 连日不来我府上 都忙活些什么呢 英伯侯整理了一下情绪 说道 能有什么忙活 还不是照常那样 四处私混 不过 昨日在李家 讨酒吃的时候 倒是 在他家院中 看了位好姑娘 就是大官人 勾兰那常去的 那李娇儿的侄女 换作贵姐 才一两年没见 就出落得 好不标志了 李庆的原主 可不是什么纯良子弟 从十六岁起 就开始出入勾兰了 成亲以后 这个习惯 依然没有任何改变 平日当中 他最常去的一个姚姐 便叫做李娇儿 而李娇儿的侄女贵姐 此刻的李庆 倒有些印象 不过是一个 娃娃脸的小姑娘罢了 难道真如 英伯侯所说 出落得十分标志了吗 只听一边的谢西大笑道 那个贵姐他妈呀 昨天硬拉着英二哥的手不放 要他寻一个好子弟 来疏弄他女儿来 英二哥认识的 头一个好子弟 不就是大官人吗 李庆听了之后 内心狂悍 这两个人 说了半天 原来是给自己拉皮条的呀 他是那种 见了好看女人 就卖不开腿的人吗 况且现在 他哪有心思 理会别的女人呢 还有潘金莲 等他去勾引呢 于是李庆敷衍道 这事不急 以后再说吧 若是别的人 见李庆态度如此冷淡 就觉得没戏了 但是英伯侯 谢其大却觉得 李庆真的是一个 见了好看女人 就卖不开腿的 或许现在啊 是因为傅尔书的事 扰了兴致才会这样 以后换一个合适的时候 又或者 安排那个贵姐 直接给李庆瞧一瞧 保准就能成事了 关键是 那个贵姐生的 韦石是十分有颜色 大官人见了一定喜欢 哪有不花钱来疏拢的 而李庆插开了话题 昨天在李家 前几天呢 做什么了 便是那牛之道兄弟死了 他家又除了寡居的娘子一人 又没别人 咱们就去帮着乱了几日 总算是把他安稳地送走了 李庆头脑之中 这才浮现出此事来 那牛之道 也是平日当中 和原主私混的 游手好闲之辈 年纪和李庆差不多 但是半个月之前 得了一场风寒 一病不起 在前几天彻底咽了气 这个时代啊 医疗水平就这样 一些后世常见的小痛小病 都能治人死亡的 一个常在一块玩耍的人 几天没见 然后再一问 可能人就没了 谢席大道 牛兄弟家那位呀 再三和我们说 多亏大官人 送了谢楚殿李过去 他才能把丧礼风光办完 大官人啊 这些天忙 他没能亲自答谢 甚至过意不去呢 这事是应该的 有什么好过意不去的 李庆随意地回了一句 说起那个牛制道 兄弟的遗孀 也是个有姿色的 嗯 李庆惊了一下 奴隶回想着 园主和这位遗孀 有没有什么瓜葛 确认两人实属清白之后 这才暗自松了口气 李庆可不希望 以后有一个女人 冷不定和自己说 以前陪我看月亮的时候 就叫人家小甜甜 现在新人生旧人 就叫人家牛夫人 接下来 三个人又谈了些 有的没的 李庆也趁这个机会 侧面了解了一些 关于这个世界 更多的信息 眼看着日渐西斜时 嬴伯后和谢其大 便告辞离开 李庆起身相送 到了大门附近的时候 嬴伯后又想起了 什么事 大官人 月前你说的结拜之事 还弄不弄了 原来啊 李庆以前想找 十个亲近的人结拜 后来呢 因为牛之道生病 便耽搁了 眼下牛之道已经死了 此事还不知道 能否继续 故而嬴伯后 才有此疑问 按照他的想法 应当是继续的 大不了再拉一个人 顶替牛之道 他看隔壁花府里的 花公子花子虚 就很不错 但是李庆却摆了摆手 哎 未先结拜 兄弟便先死了一个 此事就此作罢吧 英波侯见李庆态度坚决 也不好再说些什么了 当他们走出府门的时候 李庆也想起了什么事 问英贤二人道 你们可知道 此事皆在哪儿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浮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先演播 不误局 本书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五集 其实那条紫石街 距离离府并不远 穿过几条街道 再过一座小桥就是了 第二天清晨 李庆头戴鹰子帽 身穿绿罗者 手摇撒金穿扇 风度翩翩地 就往那紫石街走去 这紫石街 虽和李府相隔不远 但是过了石桥之后 周围的风雾 却是陡然一变 李府附近 几乎都是杨谷县的 高门大宅 街道又干净又宽敞 而那紫石街 却是典型的脏乱差 百姓大都面有菜色 十分贫困 没想到 仅仅是一桥之隔 差别却如此巨大 现在这个年月 底层百姓的生活 普遍不怎么样 再多过几年 有很多地方 甚至还会有 活不下去的百姓 揭竿而起 作乱一方呢 咱们先话少讯 李庆现在到了紫石街 有些犯难了 他虽然知道 潘吉莲和武大 在紫石街住 但却不知道 具体在哪一处住 而这事呢 也不好问别人 他堂堂一个李大官人 无端端地打听 武大家住什么地方 任谁听了 都难免起疑心呢 李庆想了想 一拍脑袋 想起来了 原住里面 武大郎的家 是位于王婆的茶坊 隔壁的 找到王婆的茶坊 不就成了吗 这条紫石街 总共也就两三间茶坊 而王婆那家 只有他一个老婆子 很好认 而且王婆这个人 还和李庆打过照面 也算是认识的 一阵嚎爪之后 李庆在一处 位置叫偏的地方 看到了王婆的茶坊 远远地就瞧见 一个老婆子 在里面百无聊赖地 打着苍蝇呢 一个客人也没有 李庆整理了一下情绪 便要抬步走进茶坊 去找王婆 问一些关于 潘吉莲的事情 要知道 勾引人妇 可是一门技术活啊 但是李庆一个人 未免利有未待 如果能得到 王婆这个臭名昭著的人 和他狼狈为奸 这事就成了一半了 就在这个时候 旁边的一处房门 忽然打了开来 一盆脏水直直地 朝李庆扑了过去 李庆慌忙一闪 但一有些来不及了 衣服的下摆 被脏水泼湿了一片 还沾上了些地上的尘土 谁这么不整眼 弄脏了衣服 怎么见潘吉莲呢 为了力求给潘吉莲 留下一个深刻的第一印象 今天李庆在出门之前 可是让几个婢女 帮他收拾了好长时间 才满意的 而这个时候 被人用脏水泼了 这不是白准备了吗 李庆这个时候 带着些许怒火 朝那个泼水的人 看了过去 却未曾想到 竟是一个 美貌妖娆的妇人 但见这名美妇 盘着一席乌黑的发迹 脆弯弯的新月眉 粉红的樱桃小口 直隆隆穹瑶鼻 更有粉隆隆红艳塞 脚滴滴银盆脸 轻鸟鸟花朵式的身子 李庆一见这美妇 只觉得全身上下 便先酥了半边 刚刚还几乎要抱走的怒气 早已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在王国茶坊边冒出的美妇 难道就是潘吉莲 李庆顿时心中安息 想着这应该是 八九不离时了 毕竟像这种姿色的美人 同时在王婆茶坊附近 出现两个 那概率实在太低了 这事倒也真巧 李庆暗想 也许老天在帮他呢 潘吉莲和他李庆 注定是一对天造地设的 金妇淫妇 要我然的话 在原柱里面 潘吉莲怎么会拿着插杆 放窗户帘子的时候 刚好一阵风刮过 把插杆刮倒 而西门庆又刚好 打那路过 这插杆又正正好好 砸在了西门庆的脑袋上 而现在的情景 虽和原柱不打一样 却也颇有些 异曲同工之妙 那美妇一见 脏水泼中人了 自知李亏 连忙一插手 向李庆深深拜了一拜 说道 吴家打扫了半天屋内 一时急了 没看仔细 窝到了官人 爱情勿怪 而这个时候的李庆 早已换上了一副笑容 回道 无妨 娘子请自便 却未曾想 这里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已经被茶房里面 正在百屋辽赖 苍蝇的王婆看在眼中 这个时候 她出来在一旁笑着插话 我看这还怪 大官人自个儿打无言过才是 那谁啊 泼得正好 李庆忙道 是是是 不怪我自己走了匆忙 还望娘子勿怪啊 那美妇听李庆这么说 倒有些不好意思了 官人请勿自责 就在这三个人 互相说话的时候 李庆的眼睛 全程没离开着美妇的身上 但她也知道 在大庭广众之下 实在不该多待 于是就故作轻松地 摇着手上的扇子 离开了 只不过 她离开之后 只到附近的酒楼里 待了半赏 又抄小路 回转到王婆茶房来 快步到水帘里面坐下了 王婆一见 李庆去而复返 似乎也并不惊讶 笑道 大官人可是口渴了 老孙这里 可没有上好的茶 给你招待 李庆也不绕弯子 直接问道 王干娘 我且问你 刚才那位貌美的妇人 是谁家的老小啊 虽然心中已猜到了八九分 但还得确认一下 如果勾引错了 那可就搞笑了 咱们顺带提一句 这个时候的人 称呼年长女性的时候 为了显示亲近 都会称作干娘 跟后世的干娘 可不是一个意思 王婆现在年过五旬了 在这个时代 也算是半只脚踏进棺材里了 李庆喊的一声干娘 他自然担当了起 听了李庆的话之后 王婆没直接回答 大笑说 她就算是东海里的龙女 阎罗王的妹子 也是有主夫的 与大官人你有何干 李庆也懒得闲扯 直接掏出五两银子 递了过去 干娘莫要说笑 我是认真问你的 王婆一见那银子 眼睛一瞪 那神情啊 就和刚才 李庆见美夫的时候差不多 大官人 他家那位 你想必也见过 每日在县里四处卖吹饼的 五大郎便是了 王婆说完 便自觉地把李庆手中的银子 拿了过去 往衣服上蹭了几下 眼神痴迷地端详着 而李庆在确认了 那美夫便是攀金莲之后 心中的一块巨石 也终于是安稳落地了 既然目标已经锁定 接下来就得动手了 但还是那句话 勾引人妇 可是门技术活啊 得把王婆这个家伙 拉上贼船才行 于是李庆故作轻松地喝了几口茶 看似随意地问道 王甘娘 您儿子如今做什么货姬呢 王婆并非是孤家寡人一个 还有个叫王朝的儿子 今年已经十七岁了 他呀 之前在一个富商身边当跑腿的 前些月跟着跑怀寺去了 许久未回 也不知是死是活啊 那等他回来时 让他跟着我吧 我在药铺里面 给他安排个好差事 保准一辈子吃穿不愁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弦演播 补局 本书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第六集 王婆一听 这李大观人能提携自己的儿子 顿时心花怒放 笑道 大观人看抬举我家那小子 真是他几世修来的福分 李清这一手下得是文准狠 通过许诺将来 抬举王婆的儿子 再啃使些银子 王婆这次是想不上贼船都难呢 李清点一点头 把茶杯放下 打着鸡风旁敲侧击 王干娘 你这里可有煤汤吗 王婆故作惊奇地反问道 老身虽然帮人做了半辈子的煤 却不知这煤汤是什么呀 干娘耳背了些 我说的是吃事 你却说什么做煤 耳朵可差得远了 哦 倒是老身听差了 既然干娘与人做了半辈子煤 认识很多良人 不如也给我说一个吧 你家大娘子 若是得知我帮你说没 保准让人给我一大瓜子 嘿 我那娘子出了名的能容人 又因她一直无所处 不瞒干娘说 昨晚还主动劝我 那几名小妾呢 王婆听了之后 依旧没有应诚 不断地推诿 顾左右而言她 李静见此知道 王婆啊 是在耍手段的 心想 可不能顺她的意走 于是便一言不发地 起身先出门去了 直到日落时分 王婆在查访门口 不时地向外张望 神色有些焦急 心中安详 我本想掉下那李大官人的胃口 还赚足了她的风流前好养老而已 难道却真把她给气走了 左等右等 还是不见李静的人影 王婆这才无奈地叹了口气 收拾了一下准备关门 就在这个时候 李静忽然走了进来 一边摇着扇子一边说 王干娘为何唉声叹气啊 王婆顿时眼前一亮 脸上的笑容对着跟菊花似的 大官人嫩得清些 李静从袖兜里面掏出了五两银子 忘了给你茶钱了 哪需要这么多 几个铜板就行了 王婆嘴上虽这么说 但一双手 却早把五两银子收入袋中 捂了个严严实实的 李静没再说话 端起茶杯走到窗边 不时地往五大郎家张望着 只可惜 那里现在门窗紧闭 根本看不到那个娇美的夫人 一会儿 李静又掏出两定大银来 在王婆眼前晃了一下 王干娘 我现在有一桩心事 若不解决了 即便吃山珍海味也不香 你若猜中了是什么 这些银两便都是你的 巧了 老身这人别的本事没有 就最善了猜测人的心事 我也不需三至五猜 只一下就能猜中你的心 大官人 你可是记挂着隔壁那人啊 李静笑了笑 也不耍赖 豪爽大方地将银两地了过去 干娘 我也不瞒你 自从早晨见了她之后 也不知怎的 只觉得活都丢了 你可有手段 助我成就好事吗 王婆收足了银两之后 再不推诿 直言道 好叫大官人知道 我这茶坊 大半年来 还没真正卖过半盏茶呢 若靠这个存活 怕不是早就饿死街头了 哦 既是这样 那想必干娘 还有别的剧下了 不错 除了卖茶外 老身头一件本事 就是帮人做梅 又会做鸭婆 也会抱腰 也会瘦小的 还会说风情 更会做马伯六 李庆还真没想到 这王婆除了卖茶之外 还做这么多行单呢 所谓的鸭婆 就是人口贩子 不过不是那种 非法拐卖人口的 也算正经营生了 这个时代啊 大户人家想买小妾 婢女 雏娘 割鸡等等 都是通过鸭婆来买的 至于说抱腰 收小的 则是帮人接生的意思 而说风情和马伯六 就不那么正经了 专门指啊 撮合男女之间 搞一些不正当关系的勾当 跟后世的皮条克差不多 只不过高级一些 撮合的男女双方 基本都是清白之身 而非出来卖的 所以说 对于如何勾引人妇 王婆这个老家伙 可以算得各中高手了 难怪原著里面 那位西门大官人 在他的撮合之下 最终能顺利得手 李庆心想 看来找他 一点错没有 别看李庆是个穿越客 见识丰富 但像这样的事情 即便是两室为人 他也是歇子拉屎 头一回 那水浒原著里面 怎么说王婆啊 文中说他是 开盐七路甲 出口胜随河 陆甲是谁 汉出的政论家 慈父甲 随河呢 是汉出的说客 两个人都以 能说会道著称 而这王婆呢 又能欺骗陆甲 还能胜过随河 那是什么口才 这个评价呀 是借西门庆的口说的 有夸张成分在 但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这张嘴 的确够厉害就是了 而在金瓶眉里 更加夸张 说这王婆啊 能让寡妇官男 一席话 搬梭捉对 略施妙计 使阿罗汉 抱住比丘尼 还能 教唆的织女害相思 调弄的嫦娥 寻配偶 您瞧瞧 这口才 多厉害呀 听了王婆的话之后 李庆说道 干娘 您若帮我说成此事 我再送您两定大银 作为棺材本 如何 大官人 你先不忙说成与不成 许知道 这偷情之事 乃人世间最难的事之一 得有五件事拒权才行 哪五件呢 李庆隐约地记得 王婆有一个著名的偷情秘籍 被后世的情场浪子 风月灌贼奉为经典 而具体的却不大记得了 王婆逐一解释道 这五件事啊 乃 潘 吕 邓 小 贤 即使 要有堪比潘安的容貌 有吕一般大的横祸 有邓通般有钱 要像小珍藏在棉里那样 能忍耐 另外呀 还要有闲功夫 李庆听后 仔细品了一下 这潘驴邓小贤 偷情五大秘籍 愈发觉得有道理 这五个字 少了哪个字也不行啊 若是长得不行 你人第一眼看了你就不感兴趣了 如果床上功夫不行 那还偷什么情啊 如果是个穷光蛋 穷困潦倒 就难以吸引人 若是个急性子 这事啊就容易搞砸了 要是没有闲功夫 哪有时间来等待机会 李庆整理了一下情绪 然后说道 王甘娘 事不相瞒 您这五件事 我恰好俱全呢 我虽无法冒比攀安 但也算玉树临风了 虽没有驴一般的行货 但自小被那过世的老爹 用药材打磨身子 养得好大龟 我家财也颇为丰厚 虽不比汉石邓通 但是在阳谷县城里面 也排得上号 另外我这个人别的不敢说 面对女人时 耐得住性子 而平日里 也是最为空险了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衔演播 博菊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七集 王婆听后 一拍大腿 既是这样 那老身 便为大观人献上一记 保准你与那美人 如神女会相亡般 会上一面 什么计策 李庆问得着急 王婆却没有道出妙计来 反而向李庆问道 大观人 你知道那辞日的底线 对于潘金莲这个后世 几乎家喻户晓的人物 李庆自然是知之甚多的 不过他不太确定 现在这里的 是水浒传中的潘金莲 还是金瓶梅中的潘金莲 这潘金莲在两部明柱中 可有着不大不小的区别呢 于是李庆便向王婆讨教 这潘金莲有何底细 王婆道 那此日啊 平日黎玉老山最是说得来 所以许多话都跟我说了 他与那五大 原来都是清河县人士 小名金莲 娘家姓潘 被卖到张家大户里当使女 后来啊 主家张大户见他日渐长成 便起心想收用 金莲呢 就是去告诉了主人婆 一下不肯依从 那个大户 以此记恨于心 于是专门寻到了 丑陋不堪的五大 不仅不要他一分钱 还倒赔了些钱财 白白的许配给了他 听到这儿 李庆便清楚了 这是水浒传里的潘金莲呢 因为在金瓶梅中并没有说 潘金莲有抵抗过张大户 只说那张大户将潘金莲收用之后 因为年纪大了 从此不知不觉间 这身上添了四五件病症 一是腰酸背疼 二是眼睛多泪 三是耳鸣轰轰 四是鼻涕横流 五是尿贫尿急尿不静 有了这五件病症之后 他的原配很快察觉出了不对劲 有情况 于是每天叫叫嚷嚷嚷 打打闹闹 张大户不得已 就把潘金莲下架给五大了 还经常等五大出去之后 偷入房中和潘金莲私会 五大有时一时壮见 但因为性格懦弱 而且本来 这潘金莲便是从张大户那儿 白白得来的 所以也敢怒不敢言 如此还过了一段时日之后 忽有一天 张大户身体发虚 得患阴寒病症 积极地就死了 所以两相一对比 李清便知道 这儿的潘金莲是水浒转立的 这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 金平梅里面 因为有张大户 潘金莲为人更加开放一些 对偷情什么的并非头一回 李清觉得想必会更加容易一些 而水浒转中的潘金莲 心中或许还有些底线和家所存在 难免会多些屈指 这也正是所谓好事多磨吧 他只能这么劝自己了 王婆将金莲的身世一一叙说之后 又继续讲了起来 他虽微末出身 却道百灵百利 会一首好弹唱 百家歌曲 双鹿象棋 无所不知 更难得的是 还精通真指女工 老身的计策 便由他精通的女工 开始筹算起 夕阳已经完全落下 李清从王婆茶坊里走了出来 往家府中走去 他从王婆那儿 已得了个步步设套的 绝妙偷情大计 原本是很高兴的 但出了门之后 总觉得有什么遗漏之处 他一边想一边走 眼见着快到家门口了 仍没有个头绪 觉得或许自己多虑了 他甩了甩脑袋 决定不再多想 快快回家里去 去享受那温柔相好了 就在这个时候 呼听街边一家小面铺里 有两个行商在交谈着 我过几天打算带些好词 去大明府卖 听人说现在这货 在那里价格奇高无比 大有赚头 另一人听了 连连摇头 往北走的话 势必经过景阳岗 那处地方 现在可不好走啊 真的 难道有新的强人 在那里戳摸 哎呀 强人倒是没有 不过刚上最近呢 新出了一只 吊金白鹅大老虎 时常出来吃人 可商过注 好生难走 必要成熏街火时 才能小心谨慎地通过呀 这 这倒如何是好啊 官府也不管管 那官府老爷 只管催促周围的猎户 献期捕杀老虎 又张贴榜文 还能如何呀 听到这儿 李庆愣了一下 在景阳岗上 已经出现那只 吊金白鹅大虫 那打虎的武松出场 还会圆吗 李庆转了过去 向那个刑商 仔细询问起 景阳岗老虎的情况 才知道 那吊金白鹅大虫 出现才不到七天 就伤了五六条大汉了 李庆听后 心中这才烧地 按援助的话说 那大虫祸害地方许久 伤了几十条人命 估计有那么三四个月之后 武松这才会 喝醉酒 赤手空拳地 将老虎打死 虽说如此 但勾引潘金莲的事情 还得尽快办妥 以免夜长梦多呀 正当李庆眉头紧锁地 到了府宅门口的时候 忽然一个机灵 终于想到了 偷情大忌中 遗漏了什么东西 王婆献上的计策 应该是和原著里 没有什么差别的 那么自己按部就班地进行 事情就可以像 原著剧情一般发展吗 之前 李庆心里不是很踏实 总感觉遗漏了些什么 现在终于知道了 他遗漏的一点就是 那个打虎英雄 武松武二郎 现在这个时间点 和原著里面 李庆巧遇潘金莲的时间点 是不一样的 原著里面 潘金莲和西门庆相遇的时候 那还在武松 景阳刚打虎之后 武松当了阳谷县都头以后 那个时候 他被武大郎当街碰到 于是带回紫石街家里面 去见潘金莲 言语中满是自豪 但潘金莲见了武松以后 看到同样父母生的弟兄 差别如此之大 心里顿时失衡了 于是主动地勾引起武松来 可谁知落花 有意随流水 流水无情 恋落花 对潘金莲 武松完全不感兴趣 不仅没有上钩 反而是义正言辞地 把他训斥了一顿 最后搬了出去 单独住了 原著里面的潘金莲 便在这样的郁闷情绪之下 和西门庆相遇了 最后被这个情场浪子 一顿勾的 又有王婆这个专职 马不溜在幕后指点 事情自也水到渠成 但问题是 现在这件事情 还没有发生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李庆去勾引潘金莲 真能顺利得手吗 他在心里面 不忧地打了个大大的问号 呦 再等一些时候 这个念头 只在脑海中出现了一小下 就立刻被李庆否决掉了 系统任务的时间 只有三个月而已 谁知那武松几时几刻 敢赴锦阳钢打虎 李庆可绝对不敢 把这条小命寄托在 这种不确定的事情上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低大观人》 作者笔木鱼 领先演播 不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八集 大观人 大观人 不知什么时候 丫鬟春梅出现在府宅门口 叫了李庆几声 把证陷入沉思的李庆 给叫回过神来 李庆索性不再想那个问题了 快步向前走去 向春梅问道 你换我何事啊 娘子在等大观人吃晚饭呢 春梅一边说着 一边歪着脑袋 偷偷看了一眼李庆 似乎在琢磨着 这位大观人 刚刚为什么在门口待立了这么久 如果换了以前 他就直接问了 但是昨天 李庆言成了向来代之十分亲厚的父儿书 在无形之中 便在府中上下树立了威严 所以春梅这个 向来没大没小的丫鬟 便不由地收敛些性子 话又说回来 春梅这个小丫头 在李府的地位不一般 几乎是众多丫鬟小私们的头 这还是因为 原主李庆曾口头说过 会在春梅十六岁时 将她收入房中 所以在无形之中 她便比其他丫鬟高出了一头 就连月娘身边 另一名使唤丫鬟欲消也不能比 能成为李庆的小妾 是春梅的最大心愿 自从有李庆口头承诺之后 她便一天天的掰着手指都算日子 眼看着离十六岁不远了 但现在 这李庆却忽然性情大变 春梅的心里就有些空唠唠的 李庆性情的变化 别人或许察觉不出来 但春梅却感受颇深 比如现在吧 要是换了从前的时候 李庆肯定是会和她一路打闹着 玩笑着走 一双手也绝不安分 但此时的李庆却完全不像那样 只偶尔说句话 全程眉头紧锁 也不知想些什么 就更不要提对春梅动手动脚了 难不成是外面有哪个骚狐狸 将大官人的魂给勾走了 春梅在心中暗自猜想 还别说 她所猜测的和事实也差不太多 倒并非春梅这丫头有什么仙俭之名 而是以她的见识 首先能想到的也就是这个了 当李庆走进主厅之后 月梅早在饭桌处等候多时了 园主李庆有一个习惯 无论在外面再怎么再怎么浪 一般都会按时回家吃晚饭 就算偶尔不回来 也会派人提前告知月娘的 所以这个时候 虽吃尘不早 但月娘仍没有先吃 她一见李庆 连忙起身招呼 地上洗手洗脸的应用之物 又吩咐出娘 把餐桌上面有些凉的菜 再回去热一下 烧庆 大家都就做吃饭了 吴月娘这才拿出了一份情节 隔壁花府那位 使小孙拿铁来 要请你吃酒 由于李府和花府 仅仅是一墙之格 那花子虚又和原主李庆 臭味相投 所以一块在外面 花天酒地是常有的事 李庆看了一下情节 见花子虚相约的时间 就是今天晚上 这个时刻按照后事的时间 也就七点不到 还早得很 要知道 在前世的时候 李庆每天不过十二点 是绝不闭眼的 而这个时代的人呢 每天天黑之后的唯一活动 就是黑羞黑羞 但那种事情 也不能消磨好几个小时 不是吗 所以李庆决定 赶赶赴花子虚之约 顺便也见识一下 这个时代的夜生活 是什么样子的 这五周朝有一点 比前朝好的地方 那就是城市普遍不实行 宗监 夜里一整晚都可以自由活动 要是换了唐朝或是以前 天黑了之后 各个仿石间大门就会关上 普通人若还在街上乱窜 是会被抓起来的 于是李庆吩咐丫鬟 服侍着换了一身新的衣帽 叫上小丝带安儿跟随 先往花府走去 打算和花子虚一道出发 谁知道呢 花子虚此刻刚好不在 而他的妻子李平儿 刚刚吃过晚饭 在庭院中纳粮 由于没想到会有外人闯入 又是初夏之时 所以穿的不多 只见着李平儿 带着银丝发迹 藕丝对金衫 白纱挑衅乡边裙 裙边露一对红冤凤嘴 尖尖小脚 李庆忽然在庭院中出现 他和李平儿各自都愣了一下 随后李平儿压得轻叫一声 连忙以衣袖遮脸 匆匆转入李屋去了 李庆知道 是自己唐突了 按理术应该先叫小四来通报一声 于是连声告罪 索性李平儿并没有生气 只吩咐贴身丫鬟出来 和李庆说 花子虚有事出去了一下 很快就回来 果然过不多时 花子虚就回来了 这个人和李庆一样 也是一副浪荡公子哥打扮 不过却高高瘦瘦的 走路时脚步虚浮 脸色有些苍白 一看就是一个 早就被掏空身子的人 李庆的原主 虽也经常混迹于风月场所 但由于家中开药铺的缘故 颇懂些滋补之道 所以房事方面颇为强悍 他今天跟王婆说自己养得好大龟 绝非虚言 事实上 昨天晚上 李庆已经在妻子月娘的身上小事牛刀了 结果颇为满意 弄得月娘飘飘欲仙 连连求饶 这才罢了 哥哥请勿见怪 小弟是才有件急事 出去了一下 进门以后 花子虚连忙和李庆告罪了一声 于是客厅里面 两个人分宾主坐下 小厮上了一些茶点瓜果 花子虚道 今天是吴四妈家的吴银二生日 所以请哥几个一同去吃酒庆祝 原来这个时候的风月场 像后世电视里演的那样 几十上百个节 同处一处的青楼 其实并不多见 也只在东京 富甲之地杭州城 等大城市多一些 而在阳谷县这样的小城市 更多的还是那种 小门小户型的勾篮 这勾篮 原是唱曲听曲的地方 但基本的卖艺的 也都同时卖身 不过一般情况下 又并非有钱就能买得到的 你出了起钱的同时 还得姑娘心甘情愿才行 这种勾篮呢 都是一个老妈子 带三五个女儿 有亲生的 也有不是亲生的 像李庆原主常去的一家 就是杜家勾篮 他和那的李娇儿 打得最为火热 至于花子虚所说的 吴四妈家 园主以前也常去 不过基本上是单纯的 听曲喝酒罢了 很少在那过夜 倒是花子虚本人 在那里经常流连望返 乐不思数 甚至有时 一住半个月也不回家 而那吴银儿 便是吴四妈家里 最为出色的一个节了 有一副好嗓子 唱着曲儿 堪称杨古献一绝 今天是他的生日 自己也不好空手过去 于是 李庆吩咐戴安儿 回得府去取些银子回来 也好一会儿去那钩篮 见那吴银儿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先演播 补局 本书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九集 花子虚笑了笑 既然是小弟请哥哥吃酒 今晚的一切用度 当然由小弟来出 怎会劳烦哥哥破费 李庆连忙道 礼物是少不了的 不然下次再听吴银儿唱去 面子不好看啊 花子虚听李庆这么说 便不好再多说什么 以免被李庆误以为 自己是卖弄家底什么的 还真别说 别看李庆财路亨通 来钱路子广 而这花子虚和妻子李平儿 都不是生产 但是花府的财富 却未见得比李庆少 这是为何 只因这花子虚的钱财 都来自他叔叔 花太监 花太监在生前也算一号人物 当过宫里的御前班职 又做过广南镇首等地方显职 着实捞了不少的明知明高 因为他是杨谷县人 老了便归来家乡 安享晚年 死后 乌儿乌女 那些钱财便全都归了 一直在身边侍奉的侄子 花子虚 再加上 花子虚的妻子李平儿 来历也非等先 嫁他的时候 带了好大一份嫁妆过来 所以即便花子虚每天是大手大脚的花天酒地 家中的余才仍然颇为丰厚 只过了一小会儿 小厮待安儿便娶了银梁返回 李庆与花子虚起身出门 一路摇着扇子前往无死麻家而去 两人各带一个小厮走入院子 一个半老徐娘便笑着迎了出来 便是此间的主人无死麻了 鹰伯侯谢西大等人也早已到此处 另外还有几个别的富家子弟 都和李庆花子虚打着招呼 这无家院子有一处高台 专门唱曲的 台对面设有许多座位 李庆和花子虚和众人纷纷见过李之后 便各自坐下了 无死麻前让一个大女儿上台唱曲 活落一下气氛 至于那无银儿则在后头准备着 一会儿才会登台 只听得在银针玉板声中 那女人放娇声弹唱着花娇乐宴 李庆穿越过来之后 头一次品味这样的歌曲 倒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听了半场小曲之后 那个无银儿终于梳妆打扮好 抱着琵琶登上高台 他这一上台 原本还有些闹哄哄的院子 顿时安静下来 大家也不再交谈了 打算静静地聆听无银儿唱曲 李庆端详了一下这无银儿 只见他一副端庄富人打扮 姿色也算不错 不过和今天见过的潘金莲和李平儿 都差两个档次 只是这无银儿浑身上下 散发着一股成熟大方的气质 就像一只能掐出水的蜜桃似的 所以另有一番风韵 无银儿做好之后便要开始唱曲 就在这个时候 外边传来一阵轰闹声 接着众人便看见 七八个甚是健壮的脱皮 用着三两个公子哥 一路先捉踢凳的互相打闹着 走了过来 无银儿 咱哥几个都没来呢 你就开唱啊 也忒不够意思了吧 当中有一人言语放浪的大声笑着说 另有人附和道 真是个厚此薄皮的骚娘们啊 哥几个以往来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这么勤快 李庆等先来的公子哥 一见这个情况 全都皱了皱眉头 来这个地方听曲的 基本都是图一个雅兴 而现在忽然出现这么一帮子人 无疑是打扰了他们的好兴致 今晚做主请客的花子虚眼神当中 更是浮现出怒火 向身边的人沉声问道 几个不开眼的 是谁家的子弟 不带花子虚身边那个人回答 那伙人当中为首的公子哥 便自顾自摇着扇子 以一种傲慢的口气说道 小爷也不是别个 姓杜明星 狮子桥上 狮子楼的掌柜便是家父了 一旁的李庆听到这杜星的名字 还以为是梁山好汉中 那个鬼脸杜星呢 但一听他说 家父是狮子楼掌柜 才知道只不过是同名同姓罢了 真正的鬼脸杜星 这个时候应该在独龙岗的杜家庄当着管事 年纪也比这个人大多了 但即便是这样 这个人不是鬼脸杜星 李庆身旁的花子虚一听着名号 眼神中却闪过了一丝忌惮之色 这是为什么呀 原来那狮子桥 是杨谷县中最为热闹的所在 每天商旅僧客络绎不绝 而那座狮子楼 能开在这样的黄金地段 作为掌柜的 当然不是毫无背景 像花府 礼府 是近些年才兴起的 但这杨谷度假 却是上百年的地方豪强了 他家不仅在城中开设酒楼 绸缎铺 还在城外拥有众多良田 产业可谓众多 手下还养活着很多恶奴 所以绝不能等闲逝制 当然了 杜家知凡夜貌 这杜星和他那个爹 也不过是其中较为受重视的一脉而已 并不能代表整个杨谷杜家 那杜星一看 原本想出头的花子虚 被自己的话吓不住了 神色中满是得意之色 以前他但凡和人发生争执 只要像刚才那样 把自家的名号爆出来 保准对方会忌惮 而且无往不利 杜星嘲弄般的 看了看花子虚等人 接着大声说道 干巧了 今天也是我的生产 这地儿今晚上我就包下了 你们这些不相干的 都去别处寻欢吧 死言一出 月儿那顿时吵成了一片 很多人对杜星怒目而视 觉得他实在太霸道 太羞辱人了 而花子虚更是暗暗握紧拳头 一双眼睛怒得 像喷出火来似的 杜星把话说完之后 并没把众人放在眼里 直接跳上高台 一把揪住乌银儿 便要往房里去办事 乌银儿自是百般不情愿 眼泪汪汪的 向花子虚投意求助的眼神 可惜花子虚怒归怒 却一直坐在那儿 稳如泰山的 并没有半分要出头的意思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李庆呼了站了出来 在众人的一片惊呼声中 也跳上高台 一拳将杜星打翻在地 又往他小腹猛踹一脚 只把杜星打得大声哭号 李庆冷眼看着 躺在地上的杜星说道 你爹没告诉过你 遇到我的时候 要收敛一下性子吗 杜星被李庆打得有些懵 只不过 他在阳谷县里横行霸道 多年都没事 便是懂得欺软怕硬的本领 不该惹的绝对不去招惹 他此刻一见 眼前这个公子 与其霸道之极 自己又受制于他 实在不知底绩 于是没先着急反击 颤威威爬起来之后 用手捂着肚子 十分艰难地 回到了同伴的身边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浮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衔演播 不过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十集 杜兴退回到同伴身边之后 十分不满地向众坡皮问 刚才打我的那恶贼是谁 从始至终 这些个向来蛮横的坡皮 都没有吭声 更别说上前帮忙揍人了 那个呀 是李大观人 城里有好多坡皮 都帮着他放官吏债呢 可不好惹 星爷 咱这回还是别出眉头了 这杜兴从小到大 都只有他打人的份 没有被人打的份 而今天 在李清面前吃这么大亏 又怎会甘心 一声不吭地就此离开呢 他又问道 他可有官身在 你县里那几位相公 关系可是十分亲密 这李大观人 本也是破罗户出身 哪有什么官身呢 他放债的钱 每月抽出些份额 浸润给县阳几位相公 至于有多亲密 咱就不知道了 杜兴听后 您笑一声 没有官身的破罗户 我怕他做事 他每月都有浸润给县阳 国家难道就没有啊 你们都给我去 将他狠狠地打了 有什么事 都算我的 脱皮们一听 暗暗叫哭 星爷 不是咱不愿出手 实在是咱们若动了他 以后恐怕 没法在阳谷县呆了 要不您回家 找这家奴再过来 这是没用的东西 行日里拿我赏钱事 怎么不见这边推脱 脱皮不听他的 杜兴十分不满 不过他一见到 这些平素胆大包天的 泼皮 着实是害怕李庆 现在要他们动手打人 也是不可能的 于是 他恨恨地瞪了李庆一眼 接着一言不发地向外走去 打算回家召集家奴 再来找李庆算账 这吴家院子 终于又是恢复了平静 花子虚等人 纷纷为到李庆身边 大肆说这些恭维的话 那吴银儿 更是对李庆感谢万分 连声道谢 一双眉目 再看向李庆的时候 比起刚才 已多了分轻目的神色 毕竟 别看这么多男人 刚才肯出手 为自己出头的 也就只有李庆一人而已 与之相对的 则是花子虚 则让吴银儿大失所望 他平日里 对吴银儿出手 甚是大方 谁知在关键时刻 却是个怂祸 少清 众人重新就坐 吴银儿也终于 弹着琵琶 唱起小曲来 这个时候 花子虚 却对李庆道 我看那个杜兴 是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 我看哥哥你 还是先回家 去赞陛下锋芒吧 难道是怕我 多喝你的好酒 哥哥好没道理 我只是为你担心而已 李庆白了白手 你不必担忧 我自有分寸 说着 拿起酒杯来小酌几口 继续安静地 听着吴银儿唱去 花子虚心想 这李大官人 名头虽想 但哪个度假斗 只是 我也不好多劝了 待他吃了亏后 就知道 会不该听我言语了 花子虚 施打心底里认为 李庆刚才的出头 实属不至之举 他觉得女人嘛 只要有钱 还会缺吗 虽说这吴银儿 是他在外面 最喜欢的女子 而方才 杜兴的所作所为 也确实惹恼他了 但却完全没有必要 为一个女人 而跟杜家闹翻了 花子虚这个人 有一个最大的本事 就是懂得隐忍 否则 他家兄弟有好几个 哪会只有他一个人 获得了 花太监最后的遗产呢 那花太监 是有名的坏脾气 对身边的人 动不动就非打击骂 花子虚 却硬生生的 忍了这么多年 这忍功 实在是了不得 当台上的吴银儿 唱到第三个曲子的时候 李庆酒也喝了两杯 便不再喝了 这酒虽非烈酒 但喝多无益 所以李庆向来不贪杯 就在这个时候 打院子外面 又传出了一阵 急促的脚步声 花子虚心头莫名的一喜 知道是那个杜兴 去而复发了 他也不知为什么 刚才反而一直期待着杜兴 能打压一下李庆 或许就是因为 如果杜家 真给了李庆一记 当头棒客 就能衬托出 刚才他花子虚 没为吴银儿出头 是多么明智的选择 吴银儿听到声音 也放下琵琶 一脸担忧之色 看向李庆 今天是他的生日 本来以为是个欢快的日子 没想到却飞来横祸 还把李大官人连累了 这使吴银儿心中 充满了自责之情 而此间的主人吴死妈 急得团团转 显得有些束手无策了 倒是李庆本人 却老神在在 淡定无比 只不过花子虚觉得 他只是在故作镇定 不一会儿 杜兴的身影 便出现在庭院当中 但是 有些出人意料的是 这杜兴身边 并没有什么恶仆跟着 反而多了一个老者 是他爹 也就是狮子楼的掌柜 杜成 这杜成似是出头 已是头发半白 又不是以武力见长的 他来能给杜兴出妻吗 接下来发生的事 更使花子虚等人惊诧不已 只见那杜成 率先迈大步 到了李庆身前 恭恭敬敬地施了一礼 而后说道 大官人 小儿少不更事 刚才冲撞了你 我在这儿带他 给您赔个不是 还想见谅 杜成说着 又打个鸡手一败 李庆也并没摆架子 连忙把他扶了起来 杜掌柜 这是折煞我已 他不止你我的交情 犯错难免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望大官人海寒 杜成又转身 朝杜兴喝道 畜生 还不快过来 给大官人赔罪 那杜兴早就没了 先前的跋扈气焰 温顺的像一只小绵羊一样 不过眼神中 还有那么一丝不情愿 他此刻的肚子里 只一肚子疑问 原来 当杜兴回到家里 召集奴仆 拿起棍棒的时候 在家的杜成就问他 出什么事了 当听说儿子 要去找李庆的晦气时 杜成立刻 杀了杜兴一巴掌 然后解散奴仆 带了谢礼 然后一声不吭地 让人压着杜兴 往无死妈院子赶来 直到这个时候 杜兴猜清楚 原来这李庆是那种 他根本惹不起的人 否则他爹 也绝不会这么 郑重其事的 所以 即便心里有再般不情愿 但还是恭恭敬敬地 向李庆行礼道歉了一声 看在院子里 其他众人 全都呆住了 震惊的同时 花子虚也感到疑惑不已 李庆是什么家境 他最为清楚了 父亲虽开了一间小药财铺 但传到李庆的时候 已经有些入不敷出 他便算是破落户出身 论及家庭底蕴 是远没有杜家雄厚的 而这些年来 虽说李庆凭借着 机身鬼节 打开了局面 赚了不少钱 又和城中 许多脱皮无赖交往 关系密切 但是也不至于 让杜成这样的人 都如此忌惮吧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第一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先演播 不诀 本书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十一集 当杜星离开 五死妈家院子的时候 才终于敢问他爹 为什么怕李庆 这个破落户呢 杜成有些恨铁 补成钢的 看着这个儿子 沉生说道 那人在县里面 开了这么大一间药材铺 又与人放债 都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若他没点倚账 他这些财路 能做那么久吗 也不动一动脑子 说完 见儿子还有些愤愤不平 杜成怕他惹事 又多说了一句 我只和你说 若饿了这李庆 我这狮子楼 便不好开了 若咱是杨古社的主家 自可以以示压人 但咱们只是旁支而已 犯不着平天劲敌 你也莫要平时 装枪做事惯了 就以为自己多厉害了 杜家父子不知去了多久 五死妈家的几个吉儿 又轮番献唱了几曲 李庆也听尽兴了 眼看着时候不早 李庆站起身形 准备和花子虚 一起告辞离开 但转眼一看 不知什么时候 这花子虚都喝醉了 连路都走不稳了 五死妈见此便说 既然花公子已是醉了 今晚便让他留宿在这儿吧 花子虚在此过夜 也不是一晚两晚的事情了 李庆也懒得一路掺他回去 便点头同意下来 而此刻的吴银儿 则用他那双诱人的桃花眼 看向李庆 细语轻声地说 今晚大官人 可愿也在这儿留宿 听他这样说 但凡在风月场中 混迹的人都会明白 只要开口答应下来 今晚一定 就可以和这吴银儿 共度春宵了 所以很多人 都向李庆偷来羡慕了眼神 因为这吴银儿的闺房 可是出名的南晋 迄今为止 他的入木之宾 可谓是屈指可数 别看花子虚在这儿 砸了那么多银两 但他能睡到的 也只有其他节 还尚未采摘到 吴银儿这朵鲜花呢 然而李庆的回答 却出人意料 不了 我家里还有些事 也回去处理一下 吴银儿愣了 接着便有些恼羞的红了脸 朝李庆扶了扶身子 便匆忙转身离开了 这要是换了之前的原主 方才万没有拒绝之理 能和这吴银儿共度春宵 时代美事一见 但凡混迹风月场的人 谁会拒绝 但此刻的李庆 他心里惦记的 只有子时街的那位 而且对家里的月娘 也是刚刚品出些味道 对别的女人 实在是没有多余心思去理会了 临走的时候 李庆忽然想起了什么 对花子虚身边的小厮天福儿说 想必花夫人不知道 花兄弟今晚留宿于此 你跑回去 与他告知一声吧 天福儿心中嘀咕 我家公子留宿外面 几时告知过家里娘子 但既然李庆开口吩咐了 他作为一个下人也不敢多嘴 立刻加快脚步往外面跑去 当李庆回到府中的时候 周围一片安静 月娘早就睡去了 李庆本不想打扰月娘 但是她刚刚推门而入 在外面睡的春梅 便第一时间睁开了朦胧睡眼 接着又连忙起身 先是点亮屋内的油灯 又上前去为李庆摘下帽子和外衣 好一阵忙活 原来在这个时候 但凡是大户人家 主妇的使唤丫头 是睡在帘子外面的 方便里面的主人随时使唤 服饰起居是最基本的 若是男主人半夜撒尿磕谈什么的 也要随时能起来半夜湖地摊云 甚至有些人家在行房事的时候 使唤丫头还需要在一边擦拭汗水 帮忙推力 在这房间里面还有另一名丫鬟 玉霄 只是这个丫鬟相比于春梅来 反应慢了很多 春梅都已经服侍李庆换好衣服了 她这才慌忙起身 所以说 原主更加偏爱春梅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李庆走入门帘里面时 月娘正起身穿衣服 李庆连忙上前 把她肩膀按住 睡就睡下了 还起来做什么 月娘却坚持道 我嘱咐厨娘煮了醒酒汤 这就却热了 端来给大官人吃 李庆听了 不由得对月娘这份贴心 感到十分感动 她也不服月娘的好意 于是便让玉霄打一些醒酒汤端来 仍留下月娘陪伴自己 在床上打打闹闹 说说笑笑 不一会儿 月娘被逗得花枝乱颤 心中大为惊奇 大官人也不知怎的 这两日 倒是贴心有趣了许 原来以前的李庆 对这个月娘正妻 虽是尊敬有加 但在她面前 基本都是一本正经的 相比于和春梅 与勾兰内那些女人 相处时的浪荡 截然不同 更不会专门的逗她发笑 吃过醒酒汤以后 李庆竖了口 又叫春梅欲消退了下去 俯身亲了亲月娘的小嘴 今天一天之内 接触了很多女人 着实是把李庆的浴火 给勾了出来 但是 就在李庆 要进一步行动的时候 月娘却红着脸说 大官人 我今天 月室来了 李庆一听 郁闷不已 而月娘也显得 十分自责内疚 忙说道 要不大官人 去把春梅那丫头收了 李庆摇了摇头 她才十六岁不到 太小了 我当年嫁给大官人的时候 不也才十五 原来在这个年代 十四五岁便成亲生子 实属正常 到了十八岁 就算老姑娘了 要是过了二十 还不能出嫁 说梅的时候 别人心里会嘀咕 二十岁还没嫁人 难道是身体有毛病吗 所以啊 月娘却李庆收了春梅 是一点毛病都没有的 反而是李庆说春梅太小了 会使人觉得理由牵强 月娘低头看了一眼 为难道 既然大官人 还不肯收春梅入房 那该怎么办呢 此刻的李庆 也很憋得慌 可不想委屈了 自家兄弟 她看了看 月娘那诱人的英唇 忽然心头一热 便附在耳边 轻声说了一句 月娘听后 脸蛋顿时飞红 有些难为情 但是 她向来不忤逆李庆意愿 况且这也是 作为人妻的职责所在 于是 便点头答应了 第二天清晨 丫鬟欲消 在服侍李庆与月娘 穿好衣服之后 见四下无人 便把春梅拉到一边 小声问道 梅儿姐姐 昨晚娘子睡下后 为什么又要起来疏口 往常可没这习惯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浮地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先演播 补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十二集 春梅把小脸一板 言声说道 问那么多做什么 我们身为下人 规规矩矩 做事就是了 况且你问我 我又问谁去 玉霄平白挨了一痛骂 露出一副委屈的表情 我是借你昨晚竖起耳朵 听了许久里面的动静 以为知道些什么才问你的 要是娘子以后 都要漱口两次 我就该记下她这习惯才好 春梅被拆穿了 昨晚的小动作 顿时有些恼羞成怒 不过她也知道 玉霄这个丫头 向来娇憾无比 跟她多说也无意 跺了跺脚 就走开了 昨晚帘子里 发生了什么事情 春梅当然知道 因为她时刻准备着 被李庆收用 枕头底下 还压着一本 偷偷买来的春宫图 所以对男女之事 并非是一片懵懂 虽然 她也并没有亲眼窥见 里面的情景 但光听个声音 也能猜个大概了 吃过早饭之后 李庆让戴安儿跟着 去筹部店 买了一匹蓝筹 一匹白筹 一匹白娟 再有十两好眠 让人拿了 便往子时接而去 将这些筹部 都交予王婆之后 李庆也没有逗留 很快就离开了此处 也正是从此刻开始 李庆勾引潘金莲的计划 便算是正式开始了 王婆接下筹布 放好之后 便打开后门 往五大郎家走去 王婆的茶房 虽挨着五大的家 但却是茶房的后门 对着五大的正门 前面比较热闹 后门这儿 就清静很多了 王婆敲了敲 五大的门之后 正在家里的潘金莲 便开门 把她迎了进去 干娘 今天怎能有空来我这里 二人落座之后 潘金莲笑着问道 王婆不停地垂着肩膀 神色有些萎靡的样子 娘子 这可有历日啊 有的话借我看看 老身要选个才艺的日子 潘金莲一听 连忙起身 把历日拿了出来 一边还问着 干娘是要做什么衣服吗 老身一年过五十 最近身子 长十痛九病的 难保有个天云不测 所以想 提前做好送中医来 做送中医 便是勾人计划中的 一个由头 此刻王婆说出来 为的就是 请潘金莲来帮忙 若是潘金莲肯答应 那么这事情 才有了一成希望 否则的话一切皆休 只听王婆继续说 万幸 老身遇着个才气大的官人 见老身孤苦无依 便不时与我一套 衣料仇布 放了也有好几个月了 一直没时间做 今儿难得是润月 老身便去裁缝店找人 谁知那裁缝 却似是显老身 给不起他银两一样 只一味地推脱 没时间 说到此处 王婆停顿了一下 脸上满是凄苦之色 但一双小眼睛 却不住地瞄向潘金莲 潘金莲果然结话笑道 又怕我的真心手艺 不入干娘的眼 若是不嫌弃的话 我就为干娘 做这送中医如何 王婆一听 这一成希望有了 她按住心中喜色 忙堆起笑脸说 早知道娘子 有一手的好针香火 只是一直不敢相邀 若是娘子肯出手 老身就算死了 也有个好去处了 潘金莲于是拿起历日 凑到王婆身边 两个人一看 只见明天就是个万事皆宜的 黄道吉日 这不是正巧了吗 于是王婆便说 既然明日就是黄道吉日 那娘子明早就到老身那里去吧 让潘金莲到王婆那去做衣服 就是整件事情的第二个关键之处了 若是潘金莲肯答应 那偷情的事便又多了一成把握 而如果他拒绝的话 此事便得就此作罢了 只见潘金莲迟疑了一下 干娘 我在屋里也能帮您做衣服呀 只因老身也要在一旁帮娘子打下手 但那茶坊又指得老身一人 没人看着可不行啊 若到老身那里做的话 就能两头坚固了 潘金莲听了觉得有道理 于是说 既是这样 那我明日饭后便去干娘那儿吧 王婆听后又是一席 千万谢地下楼去了 接着便把有两成把握的事情 告诉了李庆 按照计划 之后的两天时间里 李庆先不要出现 等到第三天再去查房 若是潘金莲刚到王婆查房 帮做衣服 李庆便出现了 未免也太过显露痕迹 所以这里他需要耐住性子才行 不过这两天时间 李庆可并不打算闲着傻等 前面提到过 李庆察觉出了 王婆计划里的遗漏之处 思索了这么久之后 便有了些想法 打算与这两日之中进行 和那王婆一块 来个齐头并进 李庆要做些什么 为原计划 实陋不移呢 其实 他的想法也很简单 武松事件 无非是让潘金莲 对武达的不满到达顶点 然后彻底放下心中 最后一丝阻拦 要想达到同样的效果 其实也并非非要发生 武松事件才行 李庆此刻的打算就是 刨制出有类似效果的事情来 于是 王婆请潘金莲做兽医的第二天 李庆又来到紫石街上 不过这一次 他没去王婆的茶坊 反而在一处酒楼上 吃些酒水点心闲坐 不时地往楼下眺望着 坐不多时 只见一个小子 十五六岁的样子 挽着一篮子雪梨 打着李经过 李庆将手一摆 打发酒楼的伙计 把那个人带了上来 此人姓乔 因为他爹是在临近的 运州当兵时生了他 便取了个名字 叫做运哥 这些年来 乔老爹多有病痛 一个月里面 有个十天八天 是躺在床上的 所以这运哥年纪轻轻的 便出来赚家用和医药费了 所幸他也生得甚是乖惧 在这县里面许多酒楼里 卖一些食心国品 又懂得赋予人家钱好赚的道理 时常在一些富家公子面前转悠 说一些吉利的话 讨得不少钱 这才勉强把这个家 给支撑了起来 以前这运哥在李庆面前 也得过赏钱 所以这个时候 一件事李庆 以为又有好处了 顿时大喜 按喜今天 又可以挣几个银子来使唤了 于是他急忙上前说 我说今早门前的树上 怎么会有喜鹊在不停鸣叫 原来是告知我 今天能遇到大官人您啊 还别说 这运哥的嘴巴真够甜的 会说话 别提谄媚不谄媚的 反正人听了以后就很舒适 不过 李庆把他叫上酒楼 可不是为了听这些好话的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浮第一大官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前面播 不过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十三集 李庆吩咐酒楼的伙计退下之后 搬起脸来说道 我听人说 你得了我的赏钱之后 不仅不存半点感激之心 反而说我的坏话 这事也不是 运哥一听 顿时大呼冤枉 大官人 我实在是不知道 哪个海鸟胡思 跟你那样说的 我运哥 要是有说过您半句坏话 就 就喝水时呛死算了 李庆笑了笑 这世上 有谁喝水呛死的 你这毒誓也发得不响亮啊 看来你是心虚 运哥眼珠一转 说道 那世上 有几个人是被雷劈死的 毒誓无非是在表明心计 大官人 您要怎么才肯信我 李庆并不说话 只是默然地看着运哥 让他顿时感觉浑身压力倍增 运哥当然知道 自己和李庆不是一个层次的人 都觉得他保准没好果子吃 但是他不明白的是 别说这嚼舌根的事是屋中生有 就算是真的 这位李大官人也犯不着 跟他这样的小人物置气 运哥自己不知道 他这个小人物 在李庆的眼中 可有着大作用 这运哥在原著中 您可能也知道 有着不小的戏份 而且对剧情的发展 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袁助理 西门庆和潘金莲成功勾的之后 自然每天过着没修没臊的幸福生活 那武大呢 自顾自的卖吹的 如果这件事这么平静的发展下去 李庆与潘金莲 瞒他个三年五年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而事情的转折 就发生在运哥的身上 他为了从西门庆那儿得到赏钱 便直接闯进王婆的茶坊去 直言要寻找西门庆 而王婆哪肯让他进去 撞到西门庆和潘金莲的事情呢 于是二人爆发了冲突 最后运哥一栏水果都被打翻了 于是就这么怒火中烧的 把事情全告诉武大 还叫做武大去捉奸 而潘金莲 西门庆和王婆 为什么会定计要除掉武大郎呢 就是因为 武大郎捉奸的时候 反被西门庆一脚踹中 伤到了心窝处 只剩下半条命了 归家之后又威胁潘金莲 说是等兄弟武松回来以后 便如何如何如何 这才使人瞬间恶向胆边生 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所以说 在整件事情之中 运哥是一条导火锁 一点不为过 当然了 李庆此刻找运哥过来 也不是为了清算那些 在这个时空上没有发生的事情 因为运哥和武大的关系 并没有多好多好 这个家伙 其实是完全可以拉到 李庆这边来的 稍请 李庆开口说 今儿我心情好 暂且信你一次 若以后再让我知道 你乱嚼舌根子 我定让你 见识一下我的手段 你可记住了吗 是是 小的记住了 大官员 我能走了吗 运哥觉得 今天在这不怒自危的李庆面前 压力实在太大 简起肯放过自己 便一心想着急离开 李庆却掏了几个碎银出来 扔给运哥 这是赏你的 以后好好为人处事 知道吗 运哥万没有料到 今天还能得赏钱 顿时是又惊又喜 接着一阵千恩万谢 就差给李庆磕头了 最后还把胸脯一拍 说李大官人 以后若有可用之处 他保准是随叫随到 李庆眼睛一睁 很显然 他等的 就是这句话 他又从袖带里面 拿出了几两成色 很足的银子出来 还真巧了 我现在正好用得找你 运哥 你若帮我做成的话 这些银子便是你的了 今后你父亲的医药费 全由我帮着出了 死花当着 运哥有些呼吸急促地 看着李庆 李庆手里的银子 倒还是其次 主要是李庆答应了 帮运哥老爹 出医药费这一点 对运哥的诱惑 实在是太大了 在一处 人来人往的街道上 武大郎正挑着吹饼袋 在街上走着 沿街叫卖吹饼 走累的时候 他就会停下来 就地卖吹饼 只不过那样 客人不太多 大多数的时候 还是流动着卖的 由于武大的身材 比那吹饼袋 也高不了多少 所以乍看之下 会让人误以为 是那吹饼袋 在自个儿移动着 也算阳谷街道上 一处独特的景色了 这个时候 武大看到 一个年轻小伙子 约有十五六岁 朝自己迎面走来 正是那运哥 他们说过几次话 也算熟悉了 于是 武大把手一扬 打了声招呼 运哥 今天卖得好不好啊 运哥却不答话 反而是鬼鬼祟祟的 凑到武大耳边上 武大 你可知 你家娘子 在王婆的茶房里 做什么呢 武大疑惑地回答 你为何问这个 他在帮王跟娘 做送中医呢 我好心提醒你 刚才我见到一个男的 头头摸摸 钻进王婆茶房去了 里面孤男滑女的 武大脸色一变 严生说 运哥 这种事可不能乱说呀 你果真见到 我娘子与人私会吗 运哥脸色不悦说 我倒倒了个没劝 好心提醒你 反遭怀疑 你不信也罢 说完 转身要走 武大把他拉住 好兄弟 刚才算我一时发蒙 说错了 你觉得我现在 该怎么做 你也不要慌 我们且去那茶坊 探上一探 若果真你家娘子 与那男人私会 咱们把他们捉了 见官 若只是个误会 你也好放下疑心 不是吗 武大听后觉得有理 于是挑起担子 和运哥一块 往回走去 他先是回家 放下担子 接着在茶坊外不停张望 却根本看不出 有什么动静来 造神的运哥一个不小心 弄些声响出来 把里面的潘金莲 和王婆给吸引出来了 一见自家的丈夫 潘金莲大为诧异 大郎 你这是不在街上卖饼 却在这鬼鬼祟祟的做什么 武大郎一时不知所措 忽乱说道 我刚好打这军过 别想来看看娘子 潘金莲一脸的疑惑 你的担子呢 还有 既是想看我 直接进来便是 却偷偷摸摸地做神 武大郎一时被问得语色 吞吞吐吐地打不上来 而潘金莲 其实也猜到了些什么 于是有些生气地 问向一旁的运哥 运哥 你来打我 此刻的运哥 似乎已经是做贼心虚 被吓傻了 颤着声音回答道 是 是武大 他怀疑你在里面偷汉子 所以 拉着我帮忙 来捉献刑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衔演播 不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十四集 听了运哥的话之后 潘金莲气得脸色通红 大口大口呼着气 一时间都说不出来话了 武大也急得不行啊 心想这运哥 怎么也不知道帮忙掩饰一下 还全部吐了出来 而且自己 是听他的话之后才过来的 如今照运哥的口风 自己倒成主事的人了 武大正要出言辩解 王婆已经先行反应过来 他大步上前 一把将武大拉住 不容分说的便往里走 边走边置气的说 好啊 既然你怀疑老申这里 是个藏无纳垢的地方 那老神便带你瞧瞧 看里面到底有没有别的汉子 武大连声叫道 王甘娘 却放手 我怎会不信自家娘子呢 都是一场误会罢了 王婆却不放手 一边拉扯着武大 一间房一间房看过去 连茅房都没错过 结果自然是空无一人呢 武大暗自叫苦 于是又是一阵连声讨饶 请求妻子和王婆 原谅自己的过错 潘金莲 是在茶坊窗边坐着 遍过头去 也不看武大 默默生着闷气 他的心里此刻在想 本以为我守着这三寸钉骨树皮 就够凄苦了的 谁知我本身的遵循妇道 操着着这个家 却平白的还要受他猜忌 真是闷得晦气 另一边 武大见妻子不理自己 只得兴兴地退了出去 他们两个以前 也吵过很多次架 每次遇到这样的事情 武大便装坨鸟不说话 时间久了 金莲气也消了 他想这一次也不会例外的 当武大走出茶坊的时候 才发现运哥那个家伙 不知几时已经溜走了 他觉得 今天这事全怪运哥的 别看这小子 平时零牙利齿口齿零利 关键时刻和秦武阳一样靠不住 这武大呀 常在一家酒楼下面卖吹饼 常会听一些说书的讲戏文 最近正好听到了 金科刺秦王的故事 金科刺秦王的时候 原本是有个同伴 叫做秦武阳的 那是个十二岁便敢杀人的狠角色 但是一进秦王宫 这秦武阳啊 就腿脚打颤 那运哥和这个人 还不有些类似吗 武大却不知道 其实方才运哥全都是装的 不知过了多久 在查访窗边坐着的潘金莲 终于回过神来 却猛然发现 王婆正在收拾着做衣服的绸布等物 她忙走了过去 干娘 今天时间还早 怎么就急着收拾了 王婆叹了一声说 唉 潘娘子 多谢你肯出手 帮老申做这送中医 但既然发生了刚才那事 老申若再留你 可不让你难做吗 这事我看就算了吧 潘金莲本还有些疑虑 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的 但现在听王婆这么说 心里反而坚定下来 干娘 你管那憨货做什么 咱不必理会她 她说着 从王婆手上夺下绸布 拿起剪刀针线 重新坐下 神情专注地坐起衣服来 王婆一见目的达到 便不再多说什么 也默默地在一旁坐下了 只是刚才这件事情 李庆并没有提前告知王婆 但此刻这老婆子 也慢慢有些回过味来 猜到了这恐怕是李庆的安排 她也不知道李庆的考虑 所以在她眼中 这么做是没必要的 她相信自己的计划 就已经足够天衣无缝了 不过也正因为这件事情 让王婆忽然觉得 自己似乎看不太透 李庆这个人 即便她献出了偷情打忌 并全力帮忙施展 但自己的作用 也仅仅是个棋子 而非戏文中的军师 真正掌控全局的那个人 是李庆 此刻的李庆 正在家中院子里 听着运哥的小声汇报 最后满意的一点头 虽说他这个计划 也没有多高深 主要是因为五大好糊弄 但是这运哥 能完美地将事情办妥 李庆是很高兴的 于是按照承诺 把赏钱都给了她 运哥把钱掂量了一下 心中顿时喜不自胜 道谢了好几声之后 才告辞离开 就在运哥要踏出门口的时候 李庆盯着她 你最好一出门 便将此事忘个干净 要是被我知道 你把这事传了出去的话 运哥一听 连忙派着胸口保证 大官放心 我运哥可不是那种长舌妇 他这话可并非什么敷衍之词 不说在酒楼上 他吃了李庆一顿胡萝卜加大棒 心里面对李庆多有畏惧 光是看在以后 老爹的医药费的问题上 这运哥对李庆的事 就只有维护的份了 通过把运哥这个原助理的敌人 拉上自己的贼船这件事情 让李庆体会到了 原著的剧情 并非是不能改变的 而化敌为友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 像这次一样 直接和对方进行利益捆绑 运哥走以后 李庆又把事情 前前后后 左左右又思考了一遍 潘金莲现在 平白被武大一通冤枉 心里面对武大肯定气急了 相信接下来 自己再执行王婆计划的时候 又能多几分胜算了 想起潘金莲 李庆脑海中边 不由浮现出的前些天 在王婆查放的时候 那惊恐一瞥 心头不由的一阵火热 武大和运哥闹查放的事情 又过去了三天 按照原定计划 李庆要在这一天 去查放偶遇潘金莲 这天一清早 李庆裹了顶新头巾 穿了一身整齐衣服 带了三五两碎银子 轻摇小扇 就往这紫石街走来 在刚刚过去的几天时间里 王婆还做了一件 计划内十分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某一天的中午 留下潘金莲 并安排了些酒食请的 这件事情 关乎着后续的其他手段 如果潘金莲喝酒之后 第二天以此为推托 说身子不便 要在自家做衣服 那这事就有些悬了 而如果第二天 潘金莲依然照旧 去查放做衣服 那么这事就有三成胜算了 事情的结果就是 潘金莲喝酒后的第二天 照常去查放 否则李庆今天也就不用出门了 此刻早已经日上三竿 到了查放门外之后 李庆轻轻咳嗽了一声 叫道 王干娘啊 怎的年日不见呢 王婆早在暗中等候她了 不过装着十分意外地说 是谁才叫老身呢 说着连忙赶了出去 一见是李庆 立刻满脸堆笑 嘿 我倒是谁呢 原来是施主大官人 你来得正好 妾随我进去看一看 那宋中医做得如何了 接着 她就不容分说地 把李庆袖子拽住 往屋子里脱去 对潘金莲笑道 这个便是那 不失仇步于老身的官人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堤大官人 作者 笔木鱼 领衔演播 不过局 本书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十五集 李庆见了潘金莲 便上前唱了个诺 潘金莲连忙放下手中针线 还了万福 却依旧坐在那 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其实 二人见面这一环节 也是计划中 相当重要的一步 若此刻潘金莲一见 李庆忽然出现 便起身跑了回家去 王婆和李庆 还能拖住他不成 若是那样的话 此事便只能暂且作罢了 但如果潘金莲见李庆进来 却不动身离开 此事便有了四成把握 所以这个时候 王婆和李庆见到 潘金莲没动身子 便不着痕迹的对视了一眼 眼中的欣喜之意 不明而愈 王婆指着李庆 向潘金莲道 潘娘子 你认得这官人吗 潘金莲低眉道 奴不认识 这个大官人 是咱杨谷县的一个大财主 县衙里的那些个 知县相公 才子家人 也都和他有来往 叫做李庆大官人的 便是啊 王婆只顾吹嘘李庆的厉害 吹捧起来 连眼都不带眨的 她在县里开了个药材铺 又有诸多的裁员门路 所以家里攒下了万贯钱财 正是钱过北斗 米烂陈仓 尺的是金 白的是银 圆的是珠 光的是宝 也有犀牛头上脚 亦有大象口中牙呀 一旁的李庆听了 自个儿先不好意思了 王干娘严重了 说这话的时候 她不住地把眼睛 飘向潘金莲 只见金莲正低头缝针线 神色间似乎动了情思 显得更加诱人了 上次和潘金莲相见的时候 匆匆忙忙 没仔细看 此刻李庆走近了 终于能细细地 打量着潘金莲了 只见金莲 那乌黑的发际上 插了一根小簪子 头上携带一朵病头花 排草疏厚压 弯弯的柳叶梅 衬着两朵桃花 穿着毛青布大绣衫 外加短衬香裙 再往下看 便是尖翘翘的 三寸金莲小脚了 李庆越看 心头越是喜爱 恨不得 马上将潘金莲 搂入怀中 但她也知道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还是得按下心中急躁 慢慢来才行 王婆这个时候 倒了两盏茶 走了过来 一盏给李庆 另一盏给了潘金莲 说道 娘子相待大官人泽个 潘金莲接过茶之后 服了一服 而后喝了 喝罢了茶 屋子里便觉得 有些眉目送情的意思了 王婆健壮 便看向李庆 伸出五根手指 在脸上挠了挠 李庆一见这个手势 便知道 这是有了五分成算了 还是那句话 欲速则不达 今天的事便只能到这了 他也不多待 又小坐了一会儿 便起身告辞 离开了茶坊 不过 李庆离开之后 这心里 扔不住念想的美妇 而那美妇 接下来 在做针线活的时候 也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 还一不留神 被针扎了指尖 李庆刚从王婆茶坊 回到家里面 小思戴安儿 便迎着说道 大官员 吴四爷等候您多时了 四十有什么急事 他口中的吴四爷 名叫吴典恩 本是县里的阴阳声 所谓阴阳声呢 就是观测天文 和气候现象的官吏 后来因为犯了事 被革职 于是被李庆收罗到手下 做事了 现在吴典恩负责的事情 便是在县里和官吏打交道 此外与人保债的事宜 也由他来打理 和之前那个傅尔书 并称是李庆的左膀右臂 所以这个时候 李庆一听说 吴典恩有事找自己 便急忙加快脚步 向前走去 到了客厅里 一名男子正在里面夺步 男子年纪四十上下 一身的文士打扮 像极了后世影师剧中 常见的那种狗头师爷 此人便是吴典恩了 他一见李庆 顿时如释重负 上前叽叽喊道 你可算回来了 李庆慢条思理的 在主位上坐下 对吴典恩道 有什么事情慢慢说来 天还能塌下来不成 吴典恩一听 这才做到下手 李顺了气之后才说道 那个叫张子清的年轻子弟 大官人可记得 李庆回想了一下 原主的记忆 说道 有些印象 此人家里面 原也十分富裕 但其父死后 家业传于他手 便迅速挥霍了 在咱们这儿 点压了不少好物件 这个张子清 说白了 就是个典型的败家子 他爹留下 入大哥家业给的 结果没两年就败光了 这张子清是怎么败家的呢 只因他喜好做两件事情 一是好赌 二是好面子 好赌败家好理解 好面子又怎么败家呢 原来张子清父亲在世的时候 他在县里面 就是个阔公子 十分有名 混迹勾拦的时候 出手十分大方 大把大把的银子 泼水式的驶出去 直到后来 家境渐渐困难了 却仍不改这个习惯 反而为了继续充门面 不停的把家里之前东西 拿出去变卖 又或是找李清 直接换取钱财 所以这张子清以前 便算李清一个大主顾了 所以李清对他 还是很有些印象的 只听吴典恩继续说 那张子清家里值钱的 也就城外的上百亩好甜了 因田气一直握在他老娘手里 这才没被他败掉 前些个月他老娘也被他气死了 那田气就拿了出来 到我们那点压着换了些银子 要说李清这放债的勾当 和后市的高利贷 其实还是有些不同的 最大区别就是 要看人放债 还有事物做点压 以免收不回本钱来 所以 若是一个家徒四壁的人 去李清那儿借钱 是很有可能 讨不到半个铜板来的 一句话 李清这勾当 是不做穷人生意的 走的是高端路线 赚赚那些有家底的人的钱 可能有人会疑惑了 有家底的人 怎么会找李清去放债呢 一来 是这县里面 像张子清这类人可不少 二是 这些做生意的 难免会有资金短缺的时候 那个时候 就只好去找李清这样的人了 吴典恩继续说 今日张子清借债的日期也到了 没有偿还 于是我便带人拿了田契 去城外 接受良田 谁知 谁知那些田 却被羊徒子的人给占了 这个羊徒子 原名叫什么 已经没人清楚了 只知他早前是开猪肉荡起家的 后来凭着一股狠劲 也涉足了放债的行单 只不过他和李庆不同 细分市场不一样 他所走的是 低端路线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先演播 不诀 本书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十六集 在这个世界上 但凡是有利可图的事情 一定会有人去做的 李庆不做穷人的放债之事 还有大把人抢着做 那羊徒子就是这一类人了 听了吴典恩的话之后 李庆感觉甚是古怪 那羊徒子为什么 敢带人先占良田呢 我也是问过才知 原来是张子清那浑人 竟一份田做两处抵押 也去羊徒子那里借了钱 李庆沉吟了片刻 而后说道 田气在咱们的手上 告到衙门去 是咱们占领 他羊徒子凭什么跟我们争呢 但羊徒子 有张张子清 签字花牙的凭证 衙门也是认的 我来之前找了相熟都问过了 县令相公叫我们与羊徒子 自行解决 他两不相帮 李庆眉头微皱 心里很是不满 这县令平时从他这儿 没少得钱财 关键的时刻 却说什么两不相帮 实在是不讲道理 他的心里面 顿时生起了一丝疑惑 按理说不应该这样了呀 以那羊徒子的实力 还不至于令谢令袖手旁观才对 当然 现在还并不是按字复议的时候 还得尽快将此事解决才行 李庆又问 张子清的死 如今何在 这个人是肯定不能轻饶的 否则以后大伙都学他的话 李庆这生意也做不下去了 吴典恩道 我们的人早打听清楚了 他如今就被羊徒子捏在手里 李庆心中暗自盘算 看来无论如何 都得续合了张徒子会上一会了 他还真好奇 这丝有什么胆子敢和自己作对 张徒子现在 就在城外原先的张家庄院里 李庆便让吴典恩 着急泼皮无赖到那里集合 接着 吩咐戴安儿 到马就牵了匹马过来 骑着出门去了 在那个时代 一匹好马自然是珍贵的好物 不过 以李庆的才是 还不至于买不起 他家现在 养了一公一母两匹马 前世的时候 李庆也骑过马 而且现在 胯下这一匹母马 十分的温顺 他又不急驰而行 倒也能够轻松驾驭 由于骑得不快 小四戴安儿 可以在后面紧紧跟着 出了城门不久 李庆便见到了 与城内截然不同的风物 一条粗糙的关道 坑坑洼洼的通往远处 一眼望去 关道之外的地方 都是一片草木横生 满是香叶的气息 此刻在关道上 倒是有不少人迹 除了往来的商旅之外 泼皮无赖占大多数 手拿棍棒 都是听了李庆的号令 前往张家庄院的 那些泼皮无赖 一见打马经过的李庆之后 自然汇集而去 畅生肥诺 与他一道同行 李庆环视了一圈 身边聚集的众人 心中莫名的 升起一股豪情来 这种一声令下 上百人跟随的情景 显然来自后世的他是 无法体会过的 感觉还真不错 也难怪 是个男人就梦想着 能醉卧美人兮 行掌天下全呢 那张家庄院离城并不远 不然也不会那么 炙手可热了 李庆骑马走了半赏之后 眼见着快到了 背后忽然一阵轰闹 竟似有人推打了起来 他连忙乐住马 回转过去 只见众人围住一名大汉 这大汉体型肥壮 而周围东倒西歪的 躺着七八个破皮无赖 李庆皱一皱眉头 找人问道 发生何事了 那人苦着脸道 大官人 这浑汉子也不知 从何处来的 听说大官人要找人晦气 便要加入我们 好得赏银 咱们说 这得问了您才行 他却好没道理的 撒起泼来 把我们人打伤了 李庆听了 先松了口气 他刚还以为 这个人是那个羊徒子派来的 只见这名大汉 体格不俗 身手又好 若是羊徒子那方的人 必是一个大麻烦 而现在的情况 就好办得多了 于是 李庆朝身边这人 示意一下 此人便朝大汉呼喊 乌那汉子 咱们大官人便在此处 你想得赏钱的话 还不快过来 全场就李庆一个骂的 身份不言自明 那大汉立刻看了过来 大踏步走上前 他停在李庆身前 瞪了好一会儿 才瓮声瓮气地说 俺帮你打一架 你给俺多少银子 李庆笑了 怎么 你很缺银子吗 大汉挠一挠头 除了你这些财主 银子谁不缺的 这确实是一句大实话了 银子谁不缺呀 即便是李庆 他的财富 也只在阳谷县城中排的上号 在其他地方 根本不算什么 李庆道 你跟着我便是 只是不知 你要赚一票就走 还是要跟着我 长期赚银子 大汉好奇地问道 长期的银子 又怎么个转发 你也看到了 我身边缺一个好护卫 这护卫你若当了 以后保准你不缺银子 原来 李庆一看着大汉体格 甚实不俗 一出手达到那么多人 便起了招揽的心思 倒也不为别的 如果以后 李庆真和武松 发生了冲突 至少这名大汉 也能阻挡武松片刻 让李庆有机会开溜 而那大汉 似乎不大愿意的样子 俺只是路过此处而已 只因盘缠没了 听人说你是本县的财主 破皮无赖帮理 做事以后都不缺赏赐 果然来此想赚一些盘缠 好上路的 确实他们却推诿着 不让我加入 一听此人的理由 李庆觉得倒也还是算了 总不能强行 让别人留下吧 那不成了强买强卖了吗 若是留了一个 不情不愿的人 强在身边保护 关键时刻肯定靠不住啊 即便这人再厉害 也是白搭呀 谁知 这大汉紧接着话锋一转 大汉其实也是四处瞎转悠 倒也不妨在此处 逗留三五月的 再做打算 李庆一听 好有些无语 没想到 这个汉子长得挺壮实的 很粗壮 但说起话来扭扭捏捏的 你只说答应了不就成了吗 好 那这么说定了 对了汉子 你姓沈明谁啊 说了半天 李庆还没打听他叫什么呢 那大汉答道 俺叫交亭 在江湖上有个混号 叫没面目 李庆一听 顿时大为惊讶 他万万没想到 竟会一个不小心 将一个后来的梁山好汉 招揽到身边了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低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先演播 不语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十七集 虽说这交亭 在梁山好汉中排名倒数 位列第九十八 不过却是个相扑高手 出场的时候 遇到了李逵 二人扭打起来 李逵这个杀人魔王 竟被他一连摔倒两次 当然了 也并不能就此说 这交亭比李逵厉害多少 因为李逵的一身本事 全在那双沾满血迹的 鲜花板斧上 拳脚功夫 其实并非其所长 大一只下 被交亭摔倒也属正常 于是 李清让交亭跟着 继续前往张家庄院 随口问道 你这混号听着颇为奇怪 是怎么来的 哦 只因暗原是中山府人士 祖传三代 都以相扑为生 但到我这里时 便到处投人不着 流落于山东河北之间 常言平生最没面目 所以人都这么叫我了 相扑这种职业 后世似乎只在某岛国存在了 但其实在那个时候 却是相当繁盛的行当 一些豪门巨户 大都养着相扑高手 节庆日时 让他们上台表演 热闹一下气氛 也有专门来赌博的 类似于后世的地下黑拳 参赛者往往以命相搏 过程相当血腥 按理说 以这交挺的身手 不该偷不着人呢 还得了一个这样的混号 让李庆感到很有些奇怪 不过 他也没那个心思细究原因了 反正有了交挺当护卫 他便觉得人身安全性 陡然增加了不少 李庆想着 是不是以后 也将一些更为厉害的 梁山好汉 往罗到身边来 到时候 左一个卤质身 右一个轻面兽阳质的 还怕他武松吗 李庆也知道 就是想想罢了 无论卤质身 还是轻面兽 哪是那么轻易 便能招揽网罗的呀 不多时 那张家庄院已经在望了 李庆的身边 也已经汇聚了六七十个 泼皮无赖 个个面色不善 手持棍棒 也算颇具声势 令附近村民们 个个避之不及 此刻 张家庄院的一处偏门之后 一个扶浪公子哥模样的人 正偷偷的 透过门缝 往外瞄着 当他看清外边的形势之后 腿脚顿时发颤 快速把门关延 往后跑去 杨爷 李庆那家伙带了好多人来 这位扶浪公子哥 一路快跑 到了一个面色凶悍的人跟前 说话都不利索了 你怕个什么 一切自由我洋徒子 帮你撑着 这个凶神恶煞般的人 竟就是那洋徒子 而那个扶浪公子哥 便是将一份填气 作为两处抵押的 张子清了 以张子清的所作所为 原本应是同时 饿了李庆和洋徒子 两个人才对 吴殿恩即便打听到 这张子清在洋徒子这 也以为 他是被囚禁关押起来了 但是现在一看 这洋张二人的情形 哪像有仇有恨的呀 这个时候 洋徒子也没多理会张子清 吩咐身边人几句 庄院里 便很快响起了一阵 邦邦邦的铜锣交瘁声 许多泼皮无赖和庄客奴仆 立刻从各处往这边蜂拥而来 最后竟把弱打一个院子 挤了个满满叉叉 只怕不下两百号人 比外面李庆的手下 比外面李庆的手下还多了两倍不止 张子清见此情景 顿时吓得愣在原地 杨爷 你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少 洋徒子冷哼一声 哼 做什么一点手段 我敢跟着李大观人叫板吗 原来 今天这件事 就是这洋徒子做的一个局 为的就是 把李庆和听他号令的泼皮无赖 全部招引过来 然后以示压人 逼迫李庆让出放债行当的部分财路 别看着洋徒子 每天的放债次数比李庆多多了 手段也够黑够狠 但赚的钱远没有李庆那么多 所以对李庆的财路早就十分炎热了 这一次他是铁了心的 要把李庆手中的肥肉咬下一大口来 忽然之间 张家庄院大门豁然打开 洋徒子带着两百号人 气势汹汹的向李庆一方疾奔而至 李庆身边那帮泼皮无赖 一见对方的声势 瞬间有些慌了 这群泼皮无赖可并非什么正规军呢 打起架来 向来是以多欺少便猛如虎 个个似天神下凡 以少敌多便气如虫 个个如丧胆小鬼 所以这个时候 他没见对方这么多人 之前的气眼立刻先吸了三分 有人甚至眼神不定四处张望 很显然在愁化着 一会儿开溜的路线 李庆这个时候 心中也暗自骂娘 其实只要啃使钱 叫一两百号人 他也叫得出来 甚至可以更多 但问题是 他事先并没有料到 这个羊徒子会有这么多人 他还以为 这六七十个脱皮无赖中的精英分子 就足够应付了 看来这一次 还是自己太过大意了 但李庆这个时候 也不好灰溜溜的 就此率先离开 否则传了出去 他以后甭想抬头了 虽然心里慌得一批 但是表面上 李庆却十分平静 这个时候 哈哈大笑了一声 哈哈哈哈 羊徒子 喊了这么多人 是来迎接我的 还是要吓唬我 羊徒子听了 那满脸横肉抖动几下 大声喊道 李庆 我也不与你废话 你日落前 拿出五千两过来赔罪 又让出手上的部分债务于我 我今天便放过你 和你身边的众泼皮 否则我这一二百人 手上的棍棒 可就要不讲情面了 其实按照原本的计划 羊徒子 本该是拿了李庆一些债权 见好就收的 但是现在话到嘴边 还有临时改口 再要李庆五千两文银 因为在羊徒子看起来 此刻的李庆 已经是一块 沾板上的肥肉 自然是想怎么在 就怎么在 李庆一听 他这个脏狮子 还要大开口 心中顿时暗器 五千两雪花文银 无疑是一笔巨款 也亏着羊徒子 真敢提出来 他身旁的交挺 问声问气的说 大官人 你只需给俺五两 俺就过去 帮你把纳斯 脑袋拧过来 李庆听后精神一震 怎么就把交挺 这新招的猛人给忘了呢 于是他在交挺耳边 吩咐两句 接着向其他破皮无赖传话 待会儿开打之后 坚持一注相不逃的 回去以后便可赴酒楼吃喝 若战斗突出者 不仅可获赏银 还可以去勾篮过夜 这番话传了下去 那些原本还打算 一开打立刻跑路的人 瞬间坚定下来 想着至少 坚持一注相再开溜 也不迟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第一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衔演播 补局 本书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十八集 张家庄园外面 气愤陡然一几 羊徒子一见 这李清如此不识相 您笑一声 既然咱李大观人 这么不见棺材不落泪 那我们也就别这么客气了 说着 把手向前一挥 身边那些泼皮装刻 各个手挥棍棒 冲向前去 李清这一发 众多泼皮也大吼一声 迎上前去 双方人马瞬间打坐一团 惨叫声爆喝声四起 场面一片混乱 羊徒子一发 人数占绝对优势 所以只打到了一会儿之后 便呈现出了一边倒的态势 若不是有李清之前的承诺 大部分人这个时候 都已经开始撒腿开溜了 羊徒子见此情景 脸上咧嘴一笑 知道 只要再等片刻 李清那些泼皮就坚持不下去了 那巨大财富 依然在向自己招手 可就在这个时候 羊徒子却猛然看见 一个又高又壮又肥的大汉 正大跨步地朝自己逼近 凡是阻拦他的 先被他随手 像抓小筋儿似的拎了起来 然后摔了开去 这员大汉 不用说 就是李清新招的护卫 没面目交挺了 他再怎么说 也是园主中的梁山好汉之一 又有摔倒李逵两次的彪汉战绩 对付这些泼皮无赖 自是绰绰有余的 当然了 让交挺一低白 那也不行 但此刻 羊徒子的手下们 都已经派散了出去 泼皮们打架 都是不听号令的 羊徒子现在 想叫人重点围殴交挺 都不行了 瞬间 交挺离羊徒子已是不远 羊徒子眉头紧皱 不由地后退了几步 他身边还有几名亲信家仆 之前一直没派出去 现在不得已之间 只能把他们派上去 拦住交挺了 交挺健壮 身体微微向前一倾 接着双掌一拍 大喝一声 整个人像一发人形炮弹似的 朝羊徒子那几名心腹 扑了过去 轰了一声响之后 那几名心腹 全被交挺拍倒在地上 有人肋骨被撞断了 躺在地上痛苦的嚎叫着 羊徒子大惊失色 显然没想到 这名大汉有这么好的身手 这么猛 要知道 他这几名心腹 都是专门找全师练过的 比起一般破皮无赖来 厉害很多 平常都是最后关头才出手的 没想到这名大汉 一下全给解决了 羊徒子不得已 蹭了一下 把腰间那把杀猪刀抽了出来 朝交挺晃着 你不要过来啊 不然我就要动刀子了 交挺根本没停下 继续大踏步地朝他走去 羊徒子这个人 向来有一股狠劲 他这把杀猪刀是痛过人的 等交挺离他 只有两三步的时候 他把心一横 挥刀 朝交挺劈砍过去 交挺体型虽然肥胖 但却十分灵活 这时快速地一闪 堪堪躲过杀猪刀 接着呼的一拳 砸在对方手腕之上 羊徒子吃痛 手一松 杀猪刀掉落在地 他见识不妙 立刻转身往庄园内跑去 就在羊徒子 即将窜进庄园大门的时候 有一道人影忽然出现 只一脚 然后翠翻在地上 原来是李清 不知何时 已经等在当场 看准了时机之后 果断出脚 这才没逃跑了羊徒子 那羊徒子 倒地后还想爬起来 后面交挺走了过来 照着腹部 框框垂了两拳 把他打得眼睛发白 再也不敢挣扎了 李清从地上 把那把杀猪刀捡了起来 往羊徒子搏进上一架 朝四周大声喊道 都给我住手 周围的众人一见 一向凶狠的羊徒子 竟被李清给支住了 全都一片惊恶 那些看清情况的人还好 知道羊徒子被抓 那是交挺这个猛人的功劳 但是大部分人 没留意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还以为是李清单枪匹马的 在混乱中一举 把羊徒子制服 所以才更加震惊了 因为这李清 平素里虽会切拳脚功夫 但从来不以这个出名 大家恭敬他 听他的 是看在银子的份上 说白了 他要是个穷光蛋 保准没人理他 更别说天天大官人大官人的 这么尊敬地称呼他的 不过此刻众人一见 那李清把羊徒子制服了 心中不由地 升起了一股 由衷的敬畏之感 觉得 这位李大官人 原来拳脚功夫如此厉害 而对方那群脱皮无赖们 这时候一见羊徒子被服 全都乖乖地 扔下了掌中的棍棒 自家老大被人刀架搏镜上了 还有谁敢乱来 李清不紧不慢地 朝吴典恩示意了一下 吴典恩便带人闯入庄院 很快把躲在里面的张子清 给救了出 之前张子清看到 这羊徒子有这么多手下的时候 还以为这次准保无忧了 谁知最后是这么一个结果 胆都要吓破了 联盟向李清求饶 大官人 这实在不关我的事啊 全都是羊徒子 他逼我这么做的 那羊徒子这时已有些缓过气来 不懈地吃笑了一声 都是你自个儿利益熏心 或想还债 主动找上门来的 我羊徒子几时逼迫过你啊 你 你胡说 之前还有说有笑的两个人 立刻吵得脸红耳赤的 他们这些互相推脱的话 李清没心情听 向张子清问道 你签字画鸭的字句呢 藏什么地方去了 张子清正带立功 好当着李清表现一下 于是说了个具体位置 吴典恩带人进去 立刻搜了出来 李清拿过那字句 当下撕了个粉碎 这里的凉田和庄院 从今天起 只能有唯一的一个主人 那就是他李清 接下来 李清再没看杨徒子 还有张子清一眼 向吴典恩问道 这两个人一般怎么处理 张子清一处田产 做两处底呀 清则吃一顿皮开肉绽的乱棍 重则打断手脚 至于杨徒子 杨徒子一听 赶忙接话 我愿将家里的钱财 都拿出来 孝敬大官人 以后见了您 都主动避让 不避了 李清不带他说完 便出言打断 吩咐道 把张子清 一条腿打断 再把杨徒子的 一双手给挑了吧 于是 在一阵惨叫声中 张子清被打断了一条腿 以后便成了瘸子 杨徒子手筋被挑断 以后再也握不了 他那把杀猪刀了 对敌人的仁慈 便是对自己的残忍 李清觉得 自己这番处置 并不算什么 如果这一次争斗 失败的是自己 他落在杨徒子手上 下场一定会更惨的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第一大观人 作者比目鱼 领衔演播 不诀 本书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十九集 从张家庄院回来之后 李清吩咐人安排 让交挺在靠近 大门的偏院住去 又给了他十两赏银 以筹谢他今天的功劳 交挺一看 李清出手这么大方 又住得舒服 便安心下来 至于他之前说的 只待几个月 转够盘成就走的话 早就被抛在脑后去了 其实这交挺 也投靠过很多豪门大户 但最终都选择了离开 因为那些人 犒赏起来都太小气了 倒也并非是 交挺贪财 他只是觉得 通过犒赏这件事 便知道 那些人没怎么看中自己 那待着也没什么意思了 但是在李清这儿不同 他第一次感受到了那种 难得的被看中的感觉 所以他选择留下 此外 昨天这一战 李清也是成果颇丰 不仅在阳谷县内 名头更响了 还得了几百亩上等良田 和一处庄院 价值相当不菲 以前的那个原主 似乎不太喜欢购置田产 但凡到手的田气 全部转手卖了出去 换成了雪花白银 在家里放着 所以李府 基本是没有什么田产的 李清却打算 把这些新得的良田 全部握在手中 还派人过去 把张家庄院的匾额 给摘了下来 换上了李家庄院 他又让吴点恩 去招募些庄客 冲入庄院之中 都要掀老师本分的 泼皮无赖 一概不着 原本不少泼皮 一听说李清要招募庄客 都想着混一口饭吃 最后却只能是失望而归 如此又过了两天 李清这才让丫鬟春梅 帮自己换上新衣裳 大扮得风流倜傥 风度翩翩的 往紫石积而去 春梅看着李清离去的背影 真想偷偷跟上去 一探究竟 一般的时候 李清不怎么注重仪表 一旦这么郑重其事了 那就一定是出去 看外面某一个狐狸精了 所以春梅十分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女子 有如此大的魅力 把李大观人 迷得这么神魂颠倒 捂靡三道的 不过 春梅纠结了一会儿之后 还是不敢跟上去 万一要是被李清发现了 他可承受不起 这个闲可不能冒啊 而且春梅也知道 这个疑惑 不会持续太久的 李大观人看上的女人 哪个不会娶回家了呀 干娘在吗 给我来一碗煤汤吃啊 李清说着 走进了王婆的茶房 额头上满是汗珠 就好像是外出办事 路过的似的 其实 他打出了家门之后 便四处拽有了好久 直到走得出汗了 这才到茶房来 为了就是不显得太过突兀了 他一进屋 一双眼睛便落在潘金莲的身上 只见潘金莲今天云记叠脆 粉面生春 穿着白布衫 桃红裙子 披着蓝笔甲 端得是妩媚动人 正在那儿做衣服呢 如此一个美艳妖娆的女人 却配了个三寸钉 真是暴殿天悟啊 王婆一见 立刻起身迎了过去 大官人 怎么连日不见呢 这两日事多呀 今日碰巧打此经过 便想起了干娘的煤汤 一下子口水连连 脚就忍不住 往这走来了 好啊 老身这就煮煤汤去 大官人请稍呆片刻啊 王婆说着 便转身去了厨房 留下屋里的李庆 和潘金莲 这两个男女 共处一室 潘娘子这两日 过得还好吗 李庆坐下以后 装作随意地问道 潘金莲只顾低头 穿针引线 细声细语地说 穆劳大官人问候 奴过得挺好 李庆又随口 说了几句有的没的 然后问道 我听说你家里 有一个兄弟 身长八尺 手能亲龙腐虎 不知娘子可见过否 潘金莲抬起头来 满脸疑惑 奴虽知他有个兄弟 但却从未见过 更不知他那兄弟 有什么本事 大官人是从哪里得知的 原来这五大郎 基本没在潘金莲面前 提起过武松 因为武松是打伤了人 才离家出走的 说起来也不光彩 直到原住里面 武松打了老虎 又被县令授予 都头之职 武大于有容焉 这才兴高采烈地 把兄弟领回家去 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告 自己有一个能打虎的兄弟 所以这个时候 潘金莲对武松的了解 可以说基本为零 李清一见潘金莲反问自己 便随口说 是听了几个走南闯北的 破皮无赖说的 潘金莲听了以后 便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说起老虎 我听过一个笑话 不是潘娘子听过否 李清清摇指扇说道 什么笑话 潘金莲眨了眨眼睛 看向李清 显得十分好奇 于是李清讲道 一个猎虎和儿子 进山打猎 父亲被虎咸在口中 他儿子要救他 便拿起了刀 去杀了老虎 那个人呢 在虎口里喊了起来 儿啊 小心点砍 别砍坏了虎皮啊 潘金莲听了之后 顿时眼嘴而笑 这人真是 死到临头了 还垫定着虎皮好坏 李清一见 他笑起来的时候 更加动人了 不由得一呆 一时情忘了回应 潘金莲察觉出 有些异样 下意识地 抬头看向李清 只见对方正 痴痴地看着自己 脸颊顿时 飞红一片 就在潘金莲忍不住 要起身离开的时候 王婆十分及时地 手端煤汤走了出来 打破了屋内的 尴尬和暧昧 李清也瞬间 恢复如常 咳嗽一声 把煤汤接在手中 喝了起来 一边喝煤汤 李清还不经意地 朝王婆打了个手势 王婆看了以后 便知道 这是有六成希望了 原来 刚才让李清 与潘金莲 共处一室这件事情 在计划中 也是重要的一环 如果潘金莲 不肯跟李清 孤男寡女在一起 王婆去厨房的时候 她也离开 那这事 也只能暂且罢休 但是 潘金莲不但没有起身 还和李清 相谈甚欢 便又在之前的基础上 又加了一成把握 吃完煤汤之后 李清 没什么理由 待下去了 于是付钱给王婆 便起身告辞 就像王婆一开始说的那样 勾人这件事情 得有免力藏针一样的忍耐才行 此刻虽有六成把握 但还远不是抱得美人归的时候 不过相信 那一天已经不是很远了 李清走在路上 不由得感到全身一阵燥热 回到家后 把月娘一把拦腰抱起 往内屋走去 月娘发出一声惊呼 满脸通红的说 大官人 天还没黑呢 原来这个时候的夫妻 很少有在白天行房的 白日轩吟是要受魏道士批判的 但是李清来自后世 又哪会管这些呢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堤大官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先演播 补举 本书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二十集 吴典恩在客厅里等了许久之后 才终于见到李清 穿着一身宽松的衣服 走了出来 李清坐下以后 先喝了一口茶 才问他 师班的如何了 吴典恩这两天 都在忙活着招募 装客的事情 这个吴典恩 显然比刚犯过错的 傅尔叔更得李清的信任 故而有什么要紧事 都会给他来办 按照大官人的吩咐 从原来张家庄院的店户里 招募了二十个身强体壮的 又从刘明里招了三十个人 共五十人 大官人几时去瞧瞧 吴典恩恭敬地答着 心里却有些不太理解 李清为什么要招揽 这么多庄客 五十个庄客 光是每天的吃喝用度 就要花不少 又都是泥腿子 这一打起架来 跟那些常年和人争斗的 泼皮无赖们一比 差远了 也不知招来有什么用 李清当然并不是 钱多的没地方是 自有他的一番考虑 那天他见到 泼皮无赖打架的时候 全程乱糟糟的 一点章法也没有 全凭一股血勇支撑着 根本没发挥出该有的战斗力来 便生出了一个想法 要亲自培养出一批训练有素的打手 这五十名庄客招募的目的就是这个了 之所以只招募五十个人 一是以现在的情况来说 五十人已足够拆遣 另外也因为李清并没有很大的信心 能把他们训练好 毕竟他在前世 又不是什么军人或者特种兵兵王什么的 顶多算个半调子的军事发烧友 而且古今条件也不相同 也不能全照后世的经验来办 所以最终 这五十名庄客训练成什么样子 李清心里面也有些玄乎 所以暂且只招五十人来试一试 然后再说 如果真的不行 那便只能请一些专门的教头来帮忙了 现在刚刚是下午 于是李清换了身衣服 立刻打马出城 跟五点恩一到 来到了李家庄院 那五十名庄客早有消息 全部站在空地上 等候李清的检阅 李清看过以后 默默点一点头 心想这个五点恩果然半事牢靠 招募的这五十个庄客 没有一个是面黄鸡瘦的 即便不是个个强壮无比 至少长得也很结实 而且这五十人里面 没有一个是流里流气的 大都是憨厚老实 看向李清的眼神也满是敬畏之色 这样便保证了 这五十个人能听李清的话 训练起来要相对轻松一些 至少让他们做什么的时候 不用费劲的去解释很多 于是李清向他们发出了第一条指令 全体都有 绕庄院外墙 跑二十圈 中庄客一听 果然没人说什么 乖乖的闷头就跑 那些想在李清面前表现的人 更是争相跑在最前面 这庄院其实并不大 所以前面七八圈 大伙跑得基本还很轻松 但是十圈一过 就开始有部分人落在后面了 十五圈之后 大部分庄客都已经跑不动了 只因不想在雇主面前丢人 这才咬牙坚持 但也只能是小跑着 慢慢挪动而已 又过了一会儿 第一个跑完全程的人 终于站到李清面前 是一个长得很精壮的小伙子 皮肤有黑 牙却很白 你叫什么 李清问这个小伙子 回礼的官员 我叫陈阿四 小伙子颇有些紧张的回答 因为这李清在他的眼里 可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大人物 不想今天有机会 跟这样的人说话 李清笑着又问道 你以前做什么的 跑这么快 我以前是在山上帮人放羊的 需要很早就从家里跑出去 到了饭点时 又要匆忙跑回家里去 不然就得饿一天肚子 原来是个跑惯了的人 难怪跑完这二十圈 别人都趴地上了 他还能语气平静地和李清交流 又过了一阵子 其他人也陆续跑完了 一片东倒西歪的 有几个甚至痛苦地 发出了阵阵哀嚎 李清大声道 都给我站起来 如果以后再有人跑完了 直接躺地上的 全部逐出庄院 重庄客一听 逐出庄院这四个字 顿时打了个激励 全部快速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只有一个最后跑完的人 仍躺在那叫着 大官人 我腿脚实在是没力气了 且容我多躺一会儿啊 李清向吴点恩挥了挥手 吴点恩带两个人 把那个庄客架了起来 在他的哀求声中 直接扔出大门去了 其他庄客一见 心里瞬间一变 这才明白 这个地方 可并非什么 无忧无虑的所在 一个不小心 就会被逐出去啊 吴点恩招募他们的时候 开出的条件是 包吃包住 每个月还可以拿一份利签 像这样的好差事 打灯笼也难找 他们之前可是挤破脑袋 才被挑选上的 所以 谁也不想成为下一个被赶走的人 现在的五周朝 民生凋敝 每到清皇不接 或者天灾的时候 到处皆是流民 不愁找不到庄客 所以当下赶走一个 李庆啊 没头也没皱一下 吴点恩只出去了一会儿 便带了一个新人回来 接下来 李庆把这些庄客 分成五个小队 每队十人 并设一个队长 刚才那个第一个跑完的陈阿四 便是其中一员 陈阿四显然没有想到 自己还能当上队长 人都懵了 回过时来 才激动地握紧双拳 昂首挺胸 暗下决心 绝不辜负李庆如此看重 李庆也知道 这些庄客 体力大都已经透支了 就让他们下去休息了 并且嘱咐庄院的管家 安排丰盛的晚饭 今天这跑二十圈 只是小小的测试而已 正式训练 要从明天才开始算起 总而言之吧 够他们累的 这些庄客们当然还不知道 李庆脑袋里 有多少受苦的计划 在等待他们呢 他们正满心欢喜的 大口吃饭 大口啃肉 平常人家 一年也见不了几次婚姓 没想到 到了这里家庄月以后 第一天就有这样的待遇 所以每个人都觉得 之前的一切劳累 都是十分值得的 在吃这个方面 李庆自不会消气 若是人体耗费了很多体力 而没有足够营养来补充 那么那些高强度训练 便是压榨人体的潜力 是得不偿失的 所以这个时候 就算是最为正规的军队 也没有一天一练的 因为那样太耗费钱粮了 就这样 李庆开始了自己 别开生命的一套 训练计划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衔演播 补举 本书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21集 李庆在城外的庄院里 一连待了三天 这才返回府中 在这三天时间里 他所做的是让50名庄客 每天坚持跑步 锻炼体力 又进行了列队训练 让他们初步的 铭记律支进退 当然了 这些并非可以 以措而救的事情 没有三两个月 看不出成效的 现在的水平 顶多是说 让李庆不感到失望而已 而现在 他所以着急回城 是因为王婆 拆小丝戴安儿 送来消息 说他那套送中医 做得差不多了 最后的时机 已然来到 事情成语不成 就看着临门一脚了 回家之后 李庆先是让月娘安排人 给自己弄了热水洗澡 让春梅预销两个小丫鬟 在一旁帮忙搓背 在庄院的三天时间里 李庆也跟着训练了 可没干呆着 不是悠闲度假去的 所以洗了澡之后 这才一片舒坦 洗过了澡 他这才穿戴整齐的出门 一路摇着撒金穿扇 往紫石街走去 到了茶房外面 李庆咳嗽一声 干娘 换我来何事啊 王婆一见她来了 赶忙迎了进来 笑言道 今日这衣服也将做完 常言道啊 一事不凡二主 但我这事 倒是有个好法源 难得你们 一个出钱 一个出力 促成了这一庄室 所以老身呢 便想摆下一桌酒席 来款待二位泽客 潘金莲忙道 干娘 何必破费 奴生受不起 王婆忙说 都是应该的 就自故出门 置办酒水饭菜去了 又和上次一样 丢下李庆和潘金莲 两个人在这屋里面 李庆的一双眼睛 都不转睛了 只看着潘金莲 潘金莲 也把眼来偷看李庆 但眼神只稍稍触碰一下 便又急急低头 做着针线活去了 据王婆说 这三天之中 潘金莲在茶坊 做衣服的时候 便常常往门外张望 眼神直似望穿秋水 所以这个时候 再看到李庆 即便他再怎么掩饰 眉色之间 仍是难掩心中的惊喜 几日不见 潘娘子消瘦了不少啊 李庆坐下以后 热心地问道 金莲仍然低头左针线 大官人说笑 奴子来都是这样 何曾瘦了 李庆摇了摇头 确实瘦了不少 潘娘子自己没有察觉 家里那位没和你说起过吗 她每天只顾早出晚归的卖炊饼 就是真受了血 只怕她察觉不出来 李庆一听 心中安息 当一个女人 肯在一个男人面前说起 自家男人的不是时 那就很值得耐人寻味了 二人又闲聊起去之后 王婆回来了 买了些建成的肥鸭烧鹅 熟肉鲜作 细巧果子 进了屋里以后 把盘碟盛了 摆在房里的桌子上 而后对潘金莲说 娘子 暂且放下手里的针线 来吃些东西 潘金莲扭涅道 干娘 有你陪大官人一起吃就是了 奴做完这些最后的 就回去了 王婆一听 连忙上前扯着金莲 往桌子走去 正是买来专门款待你的 说什么话呀 潘金莲就这样 被半推半救地坐到一边 李庆和王婆也各自就座 把三人面前的酒杯挣满了 李庆率先举起酒杯来 对王婆说 劳烦干娘 想带潘娘子满饮几杯 潘金莲连忙推托 奴不胜酒力 吃不得 大官人请自便 那天中午 娘子与我吃酒时 可是数杯不醉的 今儿怎么就吃不得了 王婆说着 就把酒杯递到潘金莲面前 潘金莲没奈何 只得接酒在手 向二人各道了万福 用袖子遮挡一下 然后一口喝了 常言道 三杯花作合 两盏色梅人 酒水向来是最好的梅人 潘金莲这一杯下肚之后 屋里的气氛 顿时就变得有些 暧昧难清了 李庆拿起个空盘 对王婆说 干娘替我劝潘娘子 多吃些菜 王婆接过盘子 进家些好的给潘金莲 又一连蒸了三次酒 金莲的脸上 不由得泛起些许红韵 看着甚是诱人 这时 王婆起身 拿着酒去烫热 李庆便向潘金莲道 一直不敢动问 潘娘子献金 青春几何啊 女子家的岁数 即便放在后世 也是一个相当私隐的事情 一般哪能告知其他男人呢 但是潘金莲却没有多想便到 奴今年二十一岁 哦 与我家娘子同岁啊 她也是叔叔的 她是这年八月十五中秋佳节生辰 大官人这是将天比地 真是折扇奴家了 王婆这时已烫好了酒回来 听到潘金莲这句话 笑道 娘子过谦了 她把酒放下之后 又对李庆说 大官人 你可不能不知道 潘小娘子 可不仅会这针线活 诸死百家 双鹿象棋 折牌道字等 皆是精通 端的是一个百灵百利的 妙人 李庆听后赞叹道 此等妙人 世上能有几个 若有第二个 我纵使散尽家财 也要讨回家去啊 她这句话的暗示意味 已经很明显了 金莲听后 只低下了头 默默吃着东西 其实 经过方才的一系列试探 事情已增值有八成把握了 李庆想着那事 又有几杯酒下肚 全身顿时一阵燥热 王婆健壮 便再次起身 提着酒壶说 酒却没了 老身再去打扮进来啊 干娘 不必再吃了 怕什么 大官人又不是别个 趁今儿高兴 你就陪她多喝几杯吧 说着 坚持拿起那仍有一半酒的酒壶 走出了门去 临出门的时候 王婆瞥见 那美妇因三中酒下肚 又被方才李庆的话所挑动 已是被哄动春心 愈发显得娇艳愈低了 于是就顺手把门给关上 还把锁拴上 关她二人在屋里 这就是九成把握的关键所在了 若是潘金莲在王婆拽上门之后 感到害臊 跑了归去 那这事就休了 万幸的是 潘金莲此刻虽焦躁无比 不幸都有些发红了 但终归是没有挪动身子 看了这个情形 李庆心中一口巨石 总算落地了 现在十成一有九 就差最后的临门一脚 便全看李庆自个儿的本事了 她暗自深吸了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有些激动的心情 以免在最后关头 却因操之过急而误了事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浮堤大观人 作者 李沐鱼 领衔演播 不诀 本书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二十二集 潘金莲本是和李庆打对面坐的 但王婆离开之后 她拖到另一侧去 不过 仍时不时地偷偷把眼看向李庆 李庆又厚着脸皮 在金莲对面坐下 问道 倒忘了问娘子 尊夫贵姓啊 潘金莲心想着李庆前几天 还提过自家丈夫的兄弟武松呢 今天怎么就忘了姓氏啊 不过 还是细声细语地回答 姓武 姓巫 这个姓氏到头一次听啊 李庆只装作没有听清的样子 潘金莲听后 忍不住笑了一下 大观人耳朵可是聋了 卢家刚才明明说的是武 你却偏说什么 罪过 罪过 确实我听差了 自罚一杯 李庆说着 便将桌面上这最后一杯酒 喝了一干净 李庆的耳朵记不聋 也清楚地记得武大的姓氏 只不过是借机逗潘金莲发笑罢了 他接下来又说了几句调笑之语 让潘金莲笑得不由得捧住小腹 之前那有些紧张的气氛已在悄然间消失不见了 说真的 遇到李庆之后这几天时间里 潘金莲笑的次数比近年来价在一块还要更多呢 他之前哪里碰到过 几句话便能把自己逗乐的男人呢 这就是李庆对付女人的高明之处了 要是换了个矛头小子 又急又躁的 即便别人有意撑起好事 也非要被吓跑不可 又过了一会儿 气氛愈发的暧昧了 只见这美妇已经吃饱 放下筷子 在那低头弄裙子的花边 不时地斜溜李庆一眼 李庆觉得时机已经成熟 便借口说喝酒后身体有些燥热 脱下身上的绿沙褶子 对金莲道 娘子 且帮我将这个搭在窗边杆子上 潘金莲却不接着绿沙褶子 低声笑道 奴家又不是你的婢女 你的手又没折断 怎的便要指使人 好好好 不指使你就是 李庆说着 便将那绿沙褶子 向王婆床边的杆子抛去 却一个不小心 把手边的筷子 打翻在地了 也是够巧 那双筷子正好落在 潘金莲的一双小脚边上 李庆却假装没看见 低头四处找寻 潘金莲见词 便使劲地 把脚尖踢了一下 笑道 看什么呢 这可不是你的筷子吗 李庆一拍额头 哎哟 原来在这儿啊 让我一通好找 说着便蹲下身子去捡 但拿到筷子之后 却没有立刻起身 还在金莲的绣花鞋头 捏了一下 这其实就是 王婆计策中的 最后一次试探了 若是李庆 捏了潘金莲脚之后 他立刻大怒闹起来 那此事只好作罢 反之 若是潘金莲不恼不怒 那么这事 才真正的 有了十成十的把握 只见着潘金莲 不仅没有恼怒 反而咯咯一笑 把自己的小脚缩了一缩 绣红着脸道 毛手毛脚的 你再这样 奴就要叫嘞 李庆离见金莲如此反应 便知其心意了 哪还不知道该怎么做呀 他赶紧起身 一把将每副搂在怀中 娘子 此见你起 我就魂不守舍的 还请成全美事 接着不容分说 俯身亲住了 金莲的一张小嘴 潘金莲轻轻地 用手拍打李庆 肩头两下 之后便再无抵抗 反把一双嫩手 如蛇一般 紧紧缠住李庆的脖子 激烈地回应着 两人一边亲吻 一边往王婆那床炕挪去 脱衣解带 共枕同欢 直似天雷勾地火 又如九汉之地 逢甘林 潘金莲在此之前 就只和五大义人欢好过 所以在人伦之道上 可以说从未得个爽利的 现在 遇到李庆这个风月酒惯 本事高强 又多了一事见识的 顿时就好像 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心中如何能不喜 但各种妙处具体如何 或许就只有当事的二人 才知道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 李庆和金莲 这才收了云语 潘金莲侧着身子 将脑袋 枕在李庆肩膀上 脸上的红韵尚未消退 痴痴地感叹道 奴金天方知 身为女人的乐趣 可恨这么多年 都白过了 老天怎能不让我 早些遇到官人 终于把这妇人追到手里 此刻的李庆 自然舒畅无比 她一搂金莲的乡间 安慰道 你我从今日起 开始成双入对 也不算晚 以后有的是时间 共赴乌山 献杀那些天上神仙呢 只是 只是 潘金莲 支吾了一会儿 却没将口中的话 说出来 不过李庆却已经明白 他显然是在担心 武大郎那里 这件事情 李庆思考了这么久 自然是有头绪了 不过 他心里的计划 也不必和金莲明说 只是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娘子不必担心 我自有安排 保识让你安心的 和我在一起 真的 潘金莲睁大双眼 看着李庆 似乎是有些不大相信 直到李庆十分正宗的 向他点头确认之后 这才满心欢喜的 主动献上一吻 李庆被金莲这一挑动 瞬间又勾起火来 一个翻身 再次把他赋于身下 房屋之中 于是又再一次绽放春色 二人从不到中午便开始云语 直到日渐稀邪的时候 李庆这才神清气爽地 从茶坊后门离开 期间已数不清是 没开几度了 要是一般的男人 哪有这个体力 也就是李庆这具身体 自小便用上等好药打呕过 才能做到如此久经战争 其实王婆一直在门外把守着 李庆离开之后 才转进屋里 看着潘金莲笑而不语 意思不言自明 金莲知道 这事肯定没瞒住王婆 她又不是龙子瞎子 于是羞得红了脸低了头 发出蚊子般的声音 干娘 我这该如何是好 她之所以如此问 便是想知道 王婆有没有告诉五大的意思 王婆挥着手劲 既然木已成舟 那娘子还多想什么呀 好好跟着李大官人过活就是 咱这李大官人 有钱又讲情面 肯定不会亏待你的 金莲一听王婆这样说 便瞬间放下心来 又与她闲聊了好一会儿 这才告辞回到家去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第一大官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弦演播 补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二十三集 潘金莲回到家之后 仍心心念念着李庆 恨不得每时每刻 都和着李庆在一块 于是 在阁楼的窗边闲坐了很久 晚饭都没心思做了 五大麦丸吹饼进屋里来 见自家娘子在窗边坐着 面色微红 便问道 你又在王干娘那吃酒了 潘金莲嗡了一声 然后起身到厨房做饭去了 二人吃过晚饭 五大早都不喜 便将充满汗味的身子 向金莲走去 要与之行房 但潘金莲今天 和李庆成就了好事之后 哪有心思和五大做这些事呢 将五大一把推了开来 只推托自己身体不舒服 当晚更独自去了另一间房睡 五大也不以为意 他们夫妻之间一往也是一两个月才弄一次的 他对男女之事也不怎么太惦记 若不是刚才 看潘金莲喝酒之后 甚是娇艳欲滴 恐怕也不会被激起欲望来 当晚无话 第二天 潘金莲早早起来 一心想去王婆的茶坊 和李庆继续私会 但五大却磨磨磨蹭蹭的 迟迟没有出门 可把他挤坏了 到了日上三干的时候 潘金莲终于忍不住问道 大佬 怎的还不去卖炊饼 昨天运气好 卖了许多 今天便想着多休息一会儿 到了中午再去卖 接着 他有些奇怪地问 娘子以前从不问我 卖炊饼的事 今天怎么突然关心起来了 潘金莲一听 急忙找了个借口 我也不指望你什么 只希望你上进些 怎么能因为昨天多赚钱 今天就偷懒半天呢 这样下去 咱几时才能买下这处房子来 原来 五大这处房子是租赁来的 每个月都要付一笔租金 此刻一听金莲这样说 也觉得有道理 于是去收拾了担子 挑在肩上 出门去卖了 后人对此事有一个评价 称其为 劝夫上进潘金莲 闲话少说 那潘金莲到了王婆查放的时候 李庆早已经恭候多时了 忙把他小手拉起 并肩跌骨而坐 二人现在 正相当于是新婚燕耳的时候 此刻见了 自然又是一阵你浓我浓 王婆这马某六 进来送了些水酒点心 然后把门关上 到外面放风去了 李庆和金莲交杯畅饮了一会儿 在细细看他的时候 发觉比初次见识还更加标致 不知是否是因为受了滋润的缘故 金莲吃了酒之后 粉面上透出红白来 两道水瓶描画得长长的 端得平漆神仙 晒过嫦娥 真倒是动人心红白肉色 堪人爱可一群差 群托着翡翠沙衫 绣碗泥金带 喜滋滋宝记斜歪 恰便似月里嫦娥下市来 不枉了千金也难买 李庆心中夸之不足 便把他一把搂在怀里 掀起裙子来 只见他的一双小脚 穿着老鸭段子鞋 恰刚半叉 心中甚是喜爱 于是将美妇的鞋子脱下 将那一双金莲小脚 在手中慢慢把玩 初见潘金莲时 李庆已想这么做了 现在总算得偿所愿 心中的畅快 自是不用多说 潘金莲的小脚 其实甚是敏感 只被李庆把玩一番后 便全身发软地倒在他的怀里 只用一双眼睛汪汪亮地 看着李庆 官 官人 你今年贵庚了 潘金莲好不容易 才问出了这个问题 李庆道 今年二十有三了 七月二十八日 此时生的 家中有几位娘子 家中只有酌妻一个 她倒是劝过我那妾的事情 只是一直没有忠意的 直到看到了你 潘金莲一听 李庆这么说 心中像吃的蜜一样甜 像李庆这样身份的人 哪一个不是妻妾成群的 但她却只有正妻一人 别的全看不上 只看中了自己 潘金莲却不知道 若这个李庆没有被灵魂夺赦 她只怕没有多久 就会将那些个什么 李娇味 灼丢味 通通弄回家 做小妾了 那原主 可不是什么专情的人 喜心厌旧四个 自形容她 最正确不过了 而现在的李庆 虽然也不是那么专情的人 但还不至于喜心厌旧 更不会吃锅望盆 得龙望鼠 金莲又问道 家里有几个玩 家中娘子并无所处 所以直接也没个玩 这时的男子 普遍十五六岁成家 到李庆这个年纪的时候 有很多都有一堆儿女了 像李庆这样 还没个一男半女的 实属少见 潘金莲之所以不停询问 李庆家里的情况 当然是迫切地 想离开这紫石街 进入李府 和李庆长相厮守 二人又说了一会儿话之后 李庆因早上出门急了 没吃什么东西 这个时候忽然觉得 有一些饿了 于是便向秀中取出 银川新金果面盛着的 香茶木稀饼来 这是李庆临出门的时候 月娘强塞给他的 月娘当然知道 李庆出去是寻花问流了 但不仅没有丝毫怨言 反而怕他饿着了 还为他背下了这个 如此宽宏大度的正妻 试问上哪找得到啊 这李庆真是 几世修来的好福气 吃了两块饼之后 只见金莲直勾勾看着自己 那小肚子还咕咕叫了两下 显然也是饿了 李庆笑了笑 却没有直接给他 而是用嘴巴咬住一块饼 用舌尖地狱着美妇人 两个相搂相报 鸣扎有声 如此取乐玩闹了半场之后 二人又吃了一点小酒 气氛正浓 李庆一看 见金莲早被自己撩动春心了 于是也不再调笑 与之宽衣解带 引美妇先手先弄 接着便是一阵 颠戴捣缝 春风几度 又和昨天一样 直到夕阳夕下 才收了云雨 轻轻爽爽地回到家里 李庆难得地扫了一眼系统任务 不由得有一些郁闷了 原来此刻 这任务还是没有完成 他原本以为 与潘金莲成几好事就可以了的 谁知最新提示却说 要把潘金莲取回家里 才算完成 所以接下来 不论如何 那五大 总是绕不过去的 那么 要如何才能把金莲取回家中 而不受到五大的阻拦呢 难道真要像圆柱那样 来个一不做二不休 把五大干掉吗 这个方式也太极端了 李庆万万不想这么做 除非是到了 气筒给定的最后期限 马上要自爆了 否则李庆是不想杀人的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先演播 不语 本书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24集 现在离任务领 领布才过去了半个月时间不到 李庆的时间还是很充裕的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采用那种极端的方式 大家都是斯文人 何必非要打打杀杀了呢 而且 如果杀了五大 那李庆便是彻底的和战斗力爆表的武松 不死不休了 不杀她的话 或许还有一些余地 正在李庆思考着最佳良策的时候 忽然瞥见 小丝戴安尔 在屋外头不停地张望着 似乎是有什么事情 又怕打扰自己 所以不敢进来通报 于是李庆把手一挥 把这小丝换了进来 有何事啊 卖翠花的薛嫂说 有事找大官您 这翠花可不是个人 是指女人头上带的翠珠花钗 专门有小贩挑着翠花担子 走街串巷 沿街贩卖 这个薛嫂就是干这个的 由于这薛嫂通过卖翠花 能接触到很多女子 所以她也兼职做媒人 以前那个园主李庆 就常常要求这个薛嫂 帮忙物色女人 着实通过她 获得了不少艳遇 李庆吩咐戴安尔 把薛嫂换进来 赐了一盏茶盒 然后问她找自己什么事情 那薛嫂进来之后 便满脸都是谄媚的笑容 哎哟 前阵子大官人不是想纳妾 托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吗 现在啊 我便寻找一个好人 保准大官人 你满意 李庆听后心中有些纳闷 怎么老是有人 给自个儿介绍女人呢 上次那个英伯侯和谢西大 也和自己说那李娇儿的侄女 换做贵截的 一两年没见 出落得很标致 要帮她疏拢了 那事还没着落呢 这边薛嫂又过来 要帮她牵线搭桥 李庆此刻的心思 全在潘金莲身上呢 闲暇的时候 还要和月娘这正妻 增进感情呢 哪还有精力 再招惹其他女人呢 所以啊 李庆喝着茶 漫不经心地问道 是谁叫女子 这薛嫂笑起来满脸褶子 十分难看 也不知道她自己清不清楚 这个时候她又笑着回答 就是在南门外 做贩布行当的那个 杨宗希的正头娘子 这杨宗希 在李庆原主脑海中 倒是有些印象的 说起来 那个杨宗希 也算是个敢拼敢闯的人物 往来于南北卖些绸布 渐渐地赚了不少家当 还和原主喝过几次酒 但可惜的是 前年他贩布的时候 死在外边了 听说是遭了强盗 就心窝里吃了一刀 当下毙命 尸首被乡人火化之后 给带了回来 这个年月 外面很不平静啊 落草为寇的人非常多 外出做生意 差不多相当于 把脑袋摘下来 拴在裤腰带上 十分危险 只听薛嫂继续说 她守寡一年多 身边又没子女 家里只有一个小叔子 才十岁 青春年少 守她做什么 杨家还有一个长辈 是杨宗西兄弟的姑姑 便要主张着她嫁人 这娘子 今年不上二十四五 生得长挑身材 一表人物 打扮起来呀 就是个灯人 有百灵百利 当家利计 真知女工 双路棋子 不消说 接下来 就是薛嫂使劲吹捧 那杨家寡妇有多好看 有多能干 就差说她是嫦娥 是织女了 李庆听了有些不耐烦 直接问道 这女子原名叫什么 不瞒大官人 她娘家姓孟 排行第三 所以呢 都叫她孟三姐 她如今就住在臭水巷 可能是乔出了 李庆有些不耐烦 这薛嫂也没有再啰嗦 最后说道 这孟三姐 还会弹一首好乐琴 大官人若是见了 晚情一见就上舵 以前的李庆 最好听女的弹琴唱琴 现在的李庆 一来是受原主记忆的影响 二来是 在这个年代 也确实没有 其他娱乐活动了 所以也喜欢这个 于是她想了想 勉强说道 啊 行了 这事我记下了 等有了空闲 便和你一块 见一见孟三姐 薛嫂一听 有些迟疑地说 嗯 那大官人可得捉紧了 她家里 有前夫留下的许多钱财 恐怕不下千两百银 加上她又实在长得好看 便捷的人可一点不少 不得不说 薛嫂这次给李庆介绍的这个人 各方面条件还是都很不错的 既会弹琴唱曲 长得还好看 还自带一笔丰厚的嫁妆 这要是被原主听了 那肯定立马取回家来 而此刻的李庆 其实也有那么一点动心 不过还是那句话 潘金莲的事还在心上压着呢 这可是关乎自家性命的大事啊 不解决掉了 哪有别的心思啊 于是只承诺薛嫂自己会尽快去见孟三姐的 至于这尽快有多快 那就得看五大郎实不实相了 把薛嫂打发走之后 李庆又沉思许久 这才领小厮出了门 就往紫石积而去 他这一次没先去王婆查访 而是上了一处酒楼 又派戴安尔把运哥找了过来 他让运哥喝了杯酒润润的猴 才语气冷淡的说 我这里有一桩事用得着你 运哥一听 立刻正襟危坐 大官请吩咐 凡是我运哥做得到的 绝对不会推脱 要说这运哥投靠了李庆之后 他这生活可谓是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不再为老爹的医药费发愁了 不用每天在走街串香卖鲜果了 更不用四处哈着笑脸去讨人赏钱了 所以说 对李庆这个粗大腿 运哥是肯定要死死报警的 于是李庆与他父儿几句 自然是关于武大郎的 不然也用不着他 运哥听以后 想都没多想 把胸脯一拍 立刻保证下来 李庆让他吃了些酒肉 又给了一些赏钱 才打发他离开酒楼办正经事去了 运哥转过了几条街之后 很快到了武大的面前 没等他开口 武大怒目而视 喝道 你这鸟狐孙还敢来见我 上次我可被你害惨了 我家娘子至今对我还没有好脸色呢 运哥对武大的谩骂也不恼怒 只冷声道 武大 你将有大祸临身 我是看在上次事情上 才来冒险告诉你的 武大先是一惊 随后皱了皱眉头 你这虎孙 又用大话宽我 这一次我才不上当呢 运哥摇了摇头 发出一声叹息 唉 那就当我多事了吧 说着就要转身离开 武大终究还是没忍住 把他一把拉住 你 你且说 我能有什么祸事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欲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浮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先演播 不诀 本书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25集 运哥清了清嗓子 说道 我喉咙不说着 这里也不是说话的地儿 武大于是挑起担子 引着运哥 找了一个小酒店 歇下袋 拿几个吹饼 买了些肉 讨了一瓢酒 请运哥吃着 这家酒店虽小 却也是五脏俱全 台上还有个说书先生 正说评书呢 各位 话说在春秋战国之时 有个叫虞书的人 得了块宝绿 虞公见了十分眼热 便向他索取 虞书没给呀 但很快有些后悔了 因为他知道 当地流传着一个谚语 叫做 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 听到这以后 运哥一拍大腿 说道 真是光巧了 五大 你的祸事 跟这评书里说的 倒有些相似 五大一听 立刻摇起头来 摇得像波浪鼓似的 你又胡说了 我若是有块宝玉 还用得着每天 上街卖吹饼吗 别人是怀避其罪 你却是怀色其罪 你这说的就更离谱了 我五大哪有什么美色 你这话要是说了出去 被别人听了 怕是要笑掉大牙呀 运哥咕咚咕咚的 一口气把一大碗酒喝掉 然后盯着五大说 你是美美色 你家娘子却有 五大这才听明白 运哥要说的是什么 顿时有些坐立不安的说 你的意思是 有哪个恶人 看上我家娘子了 所以想要害我 运哥点一点头 正是这样 所以我才会说 你现在是大难临头了 五大听了 顿时目瞪口呆 久久不能言语 过了不知多久 五大才骂了一声 我 我平时老是本分的 招谁惹谁了 运哥砸了一口酒说 所以刚才这戏文里 才会说什么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啊 你有这么个美貌娘子在 便注定不得安守 当初不就因为这个 才从青河县 搬来了这里啊 不行 我 我得离开这阳谷县 五大说着就要起身 运哥一伸手把他拉住 啊 你能逃到哪儿去 那恶人打手众多 我保准你出城后不久 便会毙命以外 五大不得已重新坐下 想了想 对运哥道 你既知道恶人是谁 何不跟我去见官 我就不信 这还没王法了 运哥苦笑 我的也有 你岂会不知 王法从来都不是 为你我这种小老百姓 预备的 那恶人常与谢灵相国 一起吃酒 我们去了衙门 不是去找死吗 五大更加焦虑不安了 挠头搓手 那你说我现在 该怎么办呢 你何不像 这戏文里的那个余术一样 将家里的美誉献出去 五大听后顿时大怒 你 你这出的什么烂主意 世上哪有人 把自家妻子献给别人的 你仔细想想 若将这美誉留在身边 你每天都得提心吊胆的 就算是躲得过这次祸事 以后保准还会被别人惦记上 你能从清禾躲这儿来 又能躲到哪儿去呢 所以我看你 还是将它献出去为妙 大不了再娶一个不太耐看 却能持家的就是 五大一听 被这番话说动了一些 说到底 这潘金莲是在天上掉馅饼 白白得来的 他对潘金莲 其实并没有多少感情 更多的还是心里气氛不过而已 自取了潘金莲之后 他就没过过什么安省日子 好不容易搬来这阳谷县了 难得的清静了一段时日 谁知道现在遇上这一事 运搁这个建议 除了玉器难消之外 其实也不失为是一个好办法 琢磨了半天 五大又叹道 我赚的钱 大都用在了房租上 积攒下来的不多 若是没了这娘子 以后恐怕是 没钱再娶别个了 运搁往他脸边一凑说 那恶人承诺 给你五十两雪花冠银 这钱 你卖半辈子炊饼 也赚不到 还愁娶不到妻子 五大一听 有五十两文银可拿 顿时又异动了几分 我 我在考虑考虑 这个时候 那说书的继续说道 这虞书啊 将宝玉献给了虞公之后 那虞公贪心不足 又向他索求宝剑 虞书这次没有再妥协了 奋起发兵 一举攻下虞公的领地 五大听后有些患得患失地说 若是我献出了宝玉之后 那恶人也像这鸟鱼宫一样 继续向我索求宝剑 那该如何是好啊 人家榆树有宝剑 你除了宝玉外 却什么都没了 别人还能向你索取什么 道理虽是这样 但是五大却不由得骂了起来 我兄弟若在身边 哪容得别人来这么欺负我 定能像虞书那样 把那恶人赶跑了 运哥听后心里一动 问道 你那兄弟 现在何处 五大摇了摇头 他前些年跟人打架 一时失了手 把人家眼睛给打瞎了 只能躺到外面去 早已为了阴性 运哥这才暗松了一口气 他也曾隐约听起过 这五大说 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兄弟 若是被五大联系上 有了依仗 便不会轻易地向人服软了 所幸的是 五大这唯一的依仗 现在却不知身在何处 韵哥瞧出来 五大被自己说的 已有了七八分心动了 只是仍然没有下定决心 这个五大 向来并非果决之人 看来还需要 再添一把火才行呢 韵哥当下无话 只让五大尽快做决定 然后便与他一块 出了这小九四 五大现在 也没心卖什么吹饼了 挑着担子回到家 只见金莲正在屋内打扫 便叫他收拾行李 潘金莲一脸狐疑地问道 怎么突然要收拾行李 五大难得地 拿了些男子气出来 摆了摆手说道 你别问这么多了 尽快收拾便行了 接着 他去别人那儿 借了一辆牛车 把家当全部安放上去 让金莲坐在一边 自个儿驾着牛车往城外赶去 原来五大还是有些侥幸心理 觉得自己或许可以像上次 离开清河县那样 离开阳谷县这个是非之地 但是他这牛车还没走多远 车咕噜便被人撞掉了一个 脱落了 把他弄得是进退不得 当五大满头大汉的 修车咕噜的时候 还猛然发现 四周多了不少凶神恶煞的人 正脸色不善地在那儿盯烧呢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低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先演播 补局 本书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第二十六集 五大越看越不对劲 觉得附近这些凶神恶煞的人 都是那个所谓的大恶人派来的 甚至于他这个牛车咕噜 也是别人故意撞坏的 好不容易把牛车修好之后 他也不敢再继续前进了 只得匆匆调转方向 返回了此时机 把行李搬回原地 五大一脸颓萨 坐在门槛上 想缓一缓神 却猛然发现那木门上 竟多了几道刀痕 他瞬间吓得脸色煞白 他知道 这是别人对自己的警告啊 这个意思就是 如果下次还敢带潘金莲 试图逃离这儿 这些刀痕恐怕就要砍在自己的身上了 五大是越想越害怕 最后还是忍不住站起身来 往运哥家走去 运哥的家也在此时接住 走了一会儿就到了 不过 五大敲了好一阵子门 运哥才过来开门 五大惊讶地发现 这运哥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很显然是被人打了 兄弟 你这是怎么了 运哥忙去关门 五大 我算怕你了 你还是别与我联系吧 省得让人误以为 咱有多要好似的 五大堪堪挤了进去 有些惊讶地说 打你的 是那个恶人的手下吗 你跟我聊完之后想逃走 别人还以为是我教的呢 可把我害惨了 运哥说着 一脸郁闷之色 其实啊 他脸上这副惨状 是李庆吩咐人帮他化妆的 不过这运哥也算演技精湛了 妆得愣是毫无破绽 五大纠结了一下 叹了口气 你去帮我跟那恶人说 这事 我同意了 运哥听后 心里这才暗松了一口气 忙活了这么久 李庆的任务 总算没办杂了 你可真想好了 别我为你去通报了 你到头来去反悔 非得把我害死不可 运哥一脸狐疑地看着五大 五大白了白手 你放心着去吧 他哭笑道 事到如今 我不同意还能怎样 运哥又试探着问他 你就不去问问你家娘子的意见 五大说得理所当然 女人家的问他作甚 那个时代的女性 就是男子的附属品 在一些小事上 五大或许听潘金莲的 但是 涉及身家性命这样的大事 他可不会考虑潘金莲的意见 运哥一看 他逐意已决 便不再磨蹭 让五大在家中稍等 然后快步出门去了 他静止到了之前 和李清见面的酒楼上 李清一直在这儿 遥控局势呢 以李清的身份 自不必什么事情都亲自出马了 只需要一句话 便有大把人听他吩咐使唤 大官员 那五大搭用了 运哥一见李清 难掩兴奋的说 李清一听 也有些激动 立刻站了起来 其实他这个计策呀 也没有多高明 说白了不过就是 以示压人罢了 虽然过程安排得很精妙 比如说特意 在那个小酒馆里 让说书的 讲了个匹夫无罪的故事 但是具体会怎么样 其实李清心里是 没有敌的 他还真怕 那五大是个死脑筋 死活不肯妥协让步 真要是那样 李清也只能无奈之下 来应的了 万幸的是 这五大还算实实物 接下来 李清吩咐交亭 拿了五十两雪花官银 和运哥一道 去了趟紫石街 五大一见交亭 下意识地以为 他就是那个 所谓的大恶人 只见这个家伙 身体肥壮 更加不敢多说什么了 他拿了银子 回到家里面 叫了街坊邻居过来 又喊运哥 请了一个会笔墨的 穷酸书生 在众人见证之下 写了封修书 并按下了手印 众街坊们 当然十分好奇 五大为什么修妻啊 是不是潘金莲 做了什么 有为妇道的事情啊 五大自然拾口否问 若真这样说了 他自个脸上也不好看 只随便找了个借口 说是自己要出一趟远门 可能三年五载不回来 不想耽误了金莲 不如修了他 让他再嫁算了 总街坊听了 自幼是一阵苦劝 但最后一看 五大主意已决 而且整件事情 透支一丝古怪的味道 便渐渐的 没人再多说什么了 潘金莲全程默然而逝 心里却早已乐开了花 当亲眼看到五大 在修书上 按下首印的时候 更是激动的 一阵天旋地转 不能自已 虽然说妇人被修 绝不是什么好事 会被人又指又点的 但是现在 潘金莲可不在乎 因为他知道 自己马上 就可以和那个冤家李庆 长相厮守在一块了 也不必住在这 狭窄恶臭的紫石街了 又何必在乎 他们的眼光呢 五大将修书地狱金莲 便一刻也不想再待了 直接把那租的牛车 买了下来 然后又把家当安放上去 独自一人消失在了 这紫石街的尽头 只不过 五大离开阳谷县之后 并没有走多远 只在南边不远的 运城县就停了下来 甚至还在机缘巧合之下 认识了运城的鸭斯 江湖人称 及时雨的宋江 宋公明 五大怎样 咱们暂且不表 单说潘金莲 他重获自由身的当晚 还是在原住处过着夜 只不过 住在里面的男人 却由五大变成了李庆 这美妇 其实没料到李庆会来 因为五大收拾东西 把这家里啊 翻了个底朝天 十分的乱 官人 要不我们去王哥娘那里 金莲一边整理东西 一边问李庆 李庆听了 把他一把抱了下来 往阁楼上走去 不啦 今晚我们在这睡 你也别收拾了 明天我喊花叫过来 抬你入府 韩金莲听了之后 顿时喜不自胜 便也没再坚持 李庆抱着妇人 上了阁楼之后 在那床上躺下 扎嘴亲吻了一会儿 才躺下说些情话 他忽然看到 在墙壁上挂着一面琵琶 便饶有兴致地问道 娘子会弹唱这个 且唱两嗓子 让我听一听啊 奴子又粗绝一两句 不十分好 你却休要孝耻 原来这潘金莲 从小被鸭婆买走后 便是当得上好的丫鬟来培养的 所以无论是针线女工 还是弹琴说唱 都会上一些 李庆一面取下琵琶 搂妇人在怀 看着她放在膝盖上 轻疏欲损 款弄冰弦 慢慢弹着 低声唱道 官儿不戴 编书装 济碗青丝云并光 金叉鞋叉在云雾上 万枚香 开龙香 穿一套素稿衣裳 打扮的是西施模样 出秀房 梅香 你与我卷起帘儿 烧一炷夜香 唱得性十分动听 完全不输那个 勾篮里的名角 吴银儿 李庆顿时喜不自胜地 把怀中的妇人 搂得更紧了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堤大观人 作者笔木鱼 领弦演播 不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二十七集 到了第二天 李庆和潘金莲二人 一直睡到日上三竿 才起了床 这一天是当月的初八 也是个诸事皆宜的 黄道吉日 李庆先安排了一桌酒席 请了王婆这个媒人 接着用一顶轿子 四个灯笼 街上已换了一身 艳色衣服的金莲 再让王婆送亲 戴安尔根教 把金莲给抬到家里来 在这个时代 明媒正取取正妻 算是大事 凡文辱节的十分多 但是纳妾就没那么多讲究了 光明正大的接进门就行了 顶多再喊几个亲朋好友 吃上一顿 庆贺庆贺 潘金莲被接到李府之后 李庆早让人收拾了府内花园的 楼下四间宇的座房 由一个独独的小脚门进去 院内设放花草盆景 白日间人迹罕至 是一个极为优批的去处 李庆接着又花了十六两银子 买了一张黑漆欢门描金床 大红螺圈金万丈 宝像花简装 桌椅棉垫 都安排好小丝丫鬟 摆设整齐了 潘金莲起先看着 李庆为自己安排的住处 十分幽静一人 心下便无比欢喜 再看见 这屋子里众多精美摆设之后 脸上更是笑语连连了 李庆还叫薛嫂 买了俩丫鬟来服侍金莲 一个叫小玉 一个叫秋菊 起先 李庆打算娶潘金莲进门的时候 和妻子月娘说过一声 月娘本就常劝李庆纳妾 这么一听自然答应 还打算把使唤丫头春梅 送给潘金莲 不过李庆想着 潘金莲独自一人来到此处 而春梅这个丫头 却是在府里长大的 十分强势 所以怕出现主不压仆的情况 就没有同意 一把潘金莲取过门来 李庆便在她房中速歇 如鱼得水 美爱无家 原本李庆还计划着 每天坚持锻炼几个时辰 要去城外庄院训练庄客的 但现在却根本管不了其他的 只顾和潘金莲私混 颇有些从此君王不早朝的味道 到了第二天 金莲梳洗大半 穿了一套艳色喜庆的衣服 由丫头小玉捧茶 来到后边大娘子吴岳娘房里拜见 弟见面的邪教 什么叫见面的邪教啊 这个时代的新家妇人 第一次拜见家中的大妇 及诸姑姊妹的时候 都必须奉上自己亲手刺绣的邪面 作为见面礼 称之为见面邪教 岳娘接过那邪教 看了一看 只见做工十分精细 口中不由地称赞了一句 她坐在座上 仔细观看向潘金莲 见着妇人年纪和自己相仿 眉似初春柳叶 脸如三月桃花 仙妖鸟挪 弹口轻盈 长得着实甚是标致 岳娘不由地心想 这么标致的小娘子 当然是人尽人爱 难怪我家那强人 最近挺挺往外面跑 金莲给岳娘 递交了见面邪教之后 又与她磕了头 最后从小玉手中接过茶来 恭恭敬敬地递了过去 岳娘把茶接过来喝了一口 便算是认了金莲了 由于李庆父母已亡 家中又再无别的小妾 潘金莲便不用再去别处行李了 倒也省事 于是金莲在岳娘旁边坐下 与她说些话 只见岳娘又温婉又大度 和自己说话一点没失脸色 就暗暗地放下心来 此处旁边的房间里 李庆正一边品着茶 一边默默感受着身体上发生的变化 将潘金莲取进门之后 那个系统任务自然是已宣告完成 她也不用再时刻面临着自曝的威胁了 而且任务完成之后 她也如愿地获得了奖励 体能 魅力 敏捷这三项技能 各增加了十点数值 原本因为这几天 李庆始终在和潘金莲 过着那种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 一天之内也不知没开几度 但俗话说得好 世上只有更坏的牛 没有更坏的地 潘金莲现在倒是愈发的滋润了 不过李庆即便身子再好 今天也觉得有些发虚了 但是在得到系统奖励的一刻 她瞬间像打了鸡血似的 只觉得浑身上下都是劲 还能再和潘金莲大战三百回合 李庆此前都没正眼瞧过这系统奖励 觉得无非是可有可无的 她又不期望自己可以一个打十个 但是现在看起来 通过系统奖励来增强体能这一点 还是相当不错的 就从这一点 李庆也决定 以后啊 得努力的把之后的任务全部完成了 哎 下一个任务是什么内容呢 李庆这么想着 把目光看向任务栏 看完之后 整个人都目瞪口呆了 任务 拯救李庆儿 李庆儿貌落天仙 但丈夫花子虚 却只顾在外面张花惹草 好几个月不回家一次 让他只能除首空房 夜夜哭泣 作为重要的化身 速度只能做出过率 任务领地 体能 魅力 敏捷 三维技能 各增加十点素质 任务是为征服 宿主将会被当街雷劈一下 许久之后 李庆才反应过来 回过神 忍不住又大骂了一句 这坑爹的系统 那花子虚 可是自己的好兄弟 好吧 其实也没有多好 算是表面兄弟塑料矫情 但是不管怎么说 在一起似乎了那么久 前些天还在一块 在乌斯妈那小院里 听过小曲呢 两个人这么熟 让李庆 怎么好下他手去抢 而不是 去拯救他的妻子 李平儿呢 不过 如果任务失败了 就要遭雷劈 比上一次 那个原地爆炸 也好不了多少 虽说被雷劈了 也不一定肯定就死 比如说 李庆在前世的时候 在网上看到过 国外有一哥们 曾经被雷劈中七次 却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但是李庆却不大相信 自己的运气 能像那哥们一样好 很显然 他可不愿意 拿这条小命做试探 所谓死道有不死贫道 被雷劈这样的事情 还是让别人尝试去了 至于花子虚 李庆只能是尴尬 而不是礼貌的 说声对不起了 反正他在原住里面 也是被西门庆给弄死的 现今这个未灭 遇见自己这个 不喜欢打打杀杀的斯文人 也算花子虚走了好运了 君不见 那五大郎本要吃皮霜的 现在呢 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而且花子虚这个人 李庆也不知说什么好 家里面有这么一位 美貌的妻子在 却整日在外面 花天酒地 鬼混不回家 简直是抱殲天物啊 就像系统说的那样 他李庆对这样的情况 怎能做事不理呢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第一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先演播 博局 本书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二十八集 好不容易才说服了自己以后 李庆开始琢磨起那李平儿来 那天晚上在花府 虽只匆匆披了几眼 但是 那李平儿的风姿样貌 在李庆心中仍是记忆犹新 和潘金莲一样 李平儿也是姿色绝佳 潘金莲在身材上 比起李平儿要娇小一些 气质上 李平儿则更加温婉成熟 二人可谓是各有千修 那么 用什么样的方法 才能把李平儿弄到手呢 其实李庆心里面 已经有些复稿了 他现在对勾人这种事 也算有些惊艳了 自是不用再请教 王婆那个马伯六 其实 除了潘驴邓小贤 这五字真言之外 最为主要的一点 还是俗话里说的 苍蝇布丁无缝的蛋 离不劳时犬会钻 试想一下 如果潘金莲和武大郎 本就是相亲相爱的 李庆怎么可能半个月不到 就把他举过门了呢 而李平儿和花子虚的情况 其实跟潘金莲和武大 也是有些类似的 花子虚这个人 虽然相貌还算不错 家里也颇有些钱财 但他自己却经年累月的不着家 李平儿才刚刚二十出头 却独守空房 心中难免会有些空虚寂寞 而这 无疑给了李庆一个极大的机会 如此 再做出一些精细策划的举动来 撩他几下 李庆就不相信 李平儿不上钩 不过 这事先不急 任务依然有三个月期限 还十分充裕呢 他现在才刚去潘金莲过门来 正打得火热 李平儿的事情 过个十天半月 再理会也不迟 李庆正打算起身去隔壁看看 月娘和金莲二人交谈的如何了 小次戴安儿来报 说那薛嫂又来了 李庆听后眉头一皱 这薛嫂便是前些天 想给他介绍杨家寡妇孟三姐那个 这来的也忒勤了点 李庆不是很耐烦 叫戴安儿把人领了过来 正带开口质问 这薛嫂却抢先解释起来 大官人 非是小人耐不住性子来催您 实乃事情又发生了些变故 才不得已来找您商量啊 哦 什么变故啊 李庆颇感惊奇 一问道 薛嫂来时十分的急 这时猛得喝了好几口清茶 理出了一下气 这才说道 哎 现在多出了两处人来掺和这事 一处是孟姐娘家唯一的一个嫡亲舅舅 前日找上了她 说要为她包办婚事 将她嫁给自家的一个侄儿 她那舅舅几年不走动 您说现在为何这么热心呢 这不是图孟娘子的嫁妆 李庆一听 这事也不算稀奇 她也知道这薛嫂还有后话 便只顾听着 另一处人就更让人气愤了 是城外杨家兄弟宗族的人 就在今日来了十多个人 说他们要抚养那个 只有十岁不到的那个小叔子 要逼孟娘子静身出户 独自搬出去 得 这又是一波想抢杨家财产的人 大官人 你可知 我为何说那杨氏宗亲的人 最令人气愤不过吗 只因那杨家兄弟 许多年前 父母都病死后 家宅田地 全都被宗族的人占去了 杨宗西不得已 只好背着才三岁大的弟弟 杨宗宝 跑到了城里来乞讨 杨宗西几年后发了计 常想把祖宅给要回来 却不得 甚至还到衙门打过官司 现在这杨氏宗族的人 却搬出道义来 搬起了功悲友善 这谁看得下去啊 薛嫂说到最后的时候 已是气愤地插腰大骂起来 李庆心想 怪不得世人都说 人性在金钱面前 会彻底暴露出丑陋一面来 现在看起来 这话确实不假 杨宗西一死 什么流鬼蛇身全冒出来了 竟相抢夺其遗产 薛嫂又道 孟娘子就附导人家一个 哪应付得了这些人呢 还请大官人帮忙拿个主意 李庆只沉吟了一小会 心中便有了定计 于是他起身 打选衣帽整齐 拿了一段上好的绸布 又买了四盘羹果 装作一盒蛋 叫人抬了 接着跨上马去 让薛嫂头前领路 代安平安两小丝跟随 竟往杨家兄弟还在世的 那个嫡亲姑姑家去了 这个姑姑便是整件事的 关键人物 只要把他搞定下来 其他的一切都好办了 因为无论是杨氏宗族的人 还是孟三姐那个舅舅 话语权都没有 这个杨家兄弟的姑姑中 他才是现在杨家真正的长辈呢 李庆虽没解释什么 但那薛嫂像人精似的 来到这以后全明白了 不由得给李庆按条大母哥 于是李庆先于院外等候 薛嫂先进了里面 通报与杨家姑姑 跟那婆子汇报 说前些日您老婆是托付我 帮三姐找一个好亲事吗 现在好了 我寻了本县一个大财主 县下就在门前 这位官人为人十分谦恭 非要我闲进来提前说一声 他才肯进来 哎呦 这老婆子一听 连忙说 哎呀 如何不早说 快去将人请进来吧 可别怠慢了 他说完 立刻吩咐丫鬟主查去 以免让薛嫂去把李庆领进来 往屋里走去的时候 薛嫂在李庆耳边小声说道 这婆子原先嫁给了那个半边街 徐公公房子里住的孙歪头 孙歪头死后 这婆子守寡了三四十年 身边没有个一儿半女 只靠他侄儿养活 他为人 及时爱财 大官人只需将银子洒出去 所求的事 他便没有不应允的道理 李庆点一点头 将这话记在心里 进到里面之后 李庆向婆子行了一礼 互相恭维了半上 这才分宾主做下 那婆子斜眼瞧见 李庆派人抬进屋中的见面里 心下甚是欢喜 露着笑脸问道 大官人贵姓啊 薛嫂抢着帮忙回答 啊 她是咱们县里数一数二的财主 李大官人 钱过北斗 米烂陈仓 闻得咱们门外大娘子要嫁 特来见姑奶奶 讲说亲事 婆子一听 心下已同意了七八分 但是 仍想从李庆这里 再多拿些好处 于是也没有一口答应下来 只是回道 我侄儿在时 挣了一分钱财 不幸心死了 如今都落在她手里 说少 也有上千两银子东西 大官人想娶她 做大做小 我也不管你 只要与我那侄儿念上个好经 又与我一个棺材本 老神便远了这门亲事 李庆听了 哪里还不懂这婆子的意思 笑着将手一摆 小丝带安儿便捧着匣子过来 打开以后 露出了里面的六钉三十两雪花观银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第一大官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先演播 不过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二十九集 那婆子一看 李庆拿出的这三十两雪花观银 眼睛都直了直 瞬间笑得合不拢嘴 哎呦 有这钱财 老神十副棺材本都够了 相信我那侄儿宗兮 若是泉下有之 也定会让我把三姐儿托付给大官人 李庆年不和他闲扯 又与他商定了一些事情之后 便利索地出了门 在削扫的指引下 直往南门外去 到了杨家门首 这才停了下来 这杨家宅子坐南朝北一间门楼 粉青照壁 虽没有李府那么气派 但在最近几条街中 也算是最有格调的所在了 薛嫂常在此处出入 倒也不用那么客气 清李庆下了马 一同往里走去 只见里面面一门罩墙 竹墙离影币 院内摆设流树盆景 台基上金刚一溜 打不瞪两条 薛嫂推开诸红阁扇 三间道座客位 上下桌椅光鲜 连龙潇洒 薛嫂请李庆坐了 一面从门帘而入 到里边的房间去了 片赏后才出来 在李庆耳边说 三姐儿熟悉未了 大官人请稍等一会儿 李庆也不是什么急性子 当然等得了 只见一个小厮 拿出一盏福人泡茶来 李庆翘着腿一边喝茶 一边打量厅中的布置 薛嫂闲着没事做 又在李庆耳边吹捧起 那孟三姐的种种好处来 那杨宗熙本身不识字 她开的那些布匹店 染房 其实都是三姐儿 在帮忙打理的 杨宗熙去三姐儿的时候 家业还小 但娶了三姐之后 就开始裁员滚滚了 故儿以前的人啊 都说她是个能忘夫的 忘夫不忘夫的 李庆并没怎么放在心上 倒是薛嫂说 这孟三姐儿帮忙 打理过布匹店和染房 让她颇感惊奇 正待细问的时候 只听环佩叮当 蓝色富裕 薛嫂知道 是孟三姐儿来了 忙起身 把帘子掀开 果见一位美妇 在两名丫鬟的陪同下 走了出来 李庆盟睁眼看向了妇人 只见她月化烟苗 粉妆玉琢 脸庞不肥不瘦 翘身材难增难减 素额斗鸡点微麻 天然美丽 香裙露一双小脚 周正堪怜 端得时 行过处花香细生 坐下时 奄然百昧 前几天 听薛嫂大肆吹捧 说这孟三姐儿长得 有多么多么好看 李庆还只道是 她夸大其词 现在才清楚 原来并无半分虚言 说实话 直到刚才的前一刻 李庆对于迎娶 孟三姐儿的事情 心里面都不怎么热气 就当是闲着无聊 打发时间了 要是看不对眼的话 那就算了 但是 现在一种真容之后 瞬间便多了七八分的心思 孟三姐儿走到堂下之后 望着李庆 不端不正地 倒了个万福 然后在对面椅子坐了下来 李庆目不转睛地 又朝他看了一回 夫人有些不好意思地 把头低了低 李庆咳嗽一声 正色道 我与娶娘子过门 不知遵义如何 迎娶孟三姐的事情 是光明正大的 无需偷偷摸摸 不用像之前 接触潘金莲那样 反复试探 所以李庆现在 也不管玩抹角 直接就问了 对方不愿意的话 那就算了 也不用浪费双方的时间 那夫人偷眼看向李庆 见他意表人才 风度翩翩 心下已经十分忠意了 所以转过脸来 问薛嫂道 这位大官人 今年贵庚 李庆也不用 薛嫂代为作大 我今年虚岁二十有三 敢问娘子青春多少 奴今年二十五岁 原来大我两岁 一旁的薛嫂 怕李庆介意这个 赶紧插嘴说 大两岁好 不然为何人都说 七大两黄金日日长 七大三黄金鸡如山 七大两黄金日日长 这句好像有些不搭顺口 也不知道 是不是这薛嫂献编的 但李庆显然是不介意 女方大自己两岁的 他正在回话的时候 有一个年纪不过十二的小丫鬟 横着三杯蜜剑金橙子泡茶 走了过来 孟三姐忙起身 拿过其中一盏茶 先用先手抹去斩边上的水渍 以防烫到人 然后才将茶递给李庆 倒了个万福 所以说 只有这个年纪的妇人 才会这么贴心的 像这种细节 若是换了个小丫头 是肯定注意不到的 因为孟三姐这个举动 李庆的好感度 是猛然直线飙升 趁孟三姐站起来时 薛嫂轻轻地把她的唇边掀了起来 正露出孟三姐一对钢三寸 恰半叉 尖尖翘翘金脸角来 穿着一双大红遍地金云头 白鳞高底鞋 原来啊 以前的园主 跟现在这个穿越的李庆 有一个共同的嗜好 就是个足控爱好者 这薛嫂素来知晓这个 所以才专门让孟三姐 显露出来 给她看一看 李庆还真就吃她这套 看了之后 顿时心中一阵火热 已经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 也要把这名妇人 给娶回家去 想一想以后 若一边搂着潘金脸 一边搂着着孟三姐 那该是一件何等美妙的乐事 孟三姐又把第二杯茶 递给了薛嫂 自取了第三杯来喝 李庆也让小四平安 把锦帕二方 宝钗一对 丝绸树皮等歼面礼 递了过去 几人正待继续交谈 却听外面有人走了进来 粗声喊着 三姐可在里头啊 孟三姐怠眉一皱 满脸的厌恶之色 是我那数年没怜惜的老舅 这些天总劝我 嫁给他那驼背侄儿 烦也烦死了 李庆听后笑道 如今有我在这 像此等事情 尽管推来我身上便是 他话音刚落 便见一个大富翩翩的男子 自顾闯入内来 想来便是孟三姐 那个舅舅张龙了 张龙进来之后 本想上前和三姐打一声招呼 但却猛然间瞥见 李庆这个男子 腿脚瞬间一掷 他眼睛只一转 就猜到了 李庆肯定是过来 和孟三姐说亲的 只见这李庆 长得一表人物 比那个驼背侄子 不知好上多少 心中按道了一声 糟糕 自古寡妇醉喜福浪子 这孟三姐现在 遇到眼前这等男子 哪里还肯去身于 自己那个驼背侄子呢 不过 这杨家的财产 张龙是垂涎已久 哪肯这样轻易放弃 他先是不动声色地 对孟三姐道 三姐 这位官人是谁啊 孟三姐这些天以来 着实是被这个自家老舅 纠缠得不厌其烦 于是便索性 赵李庆刚才所教的那样 说了一遍 这位是县里开 大声药铺的李大官人 我现今已决定下嫁于他 望舅舅 别再提起你那侄儿了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浮堤大官人 作者 笔木鱼 领贤演播 不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三十集 听了孟三姐的话之后 张龙心中顿时有了些想法 于是立刻转身 对李庆说 这位官人 可否让我和自家外省你 单独说一些提起话呀 李庆看向孟三姐 询问他的意思 若他实在不愿意单独面对着张龙 李庆便不会离开一步的 而孟三姐恰好想借此机会 跟他这个舅舅把某些话说清楚 以免再来烦自己 于是朝李庆点一点头 李庆便起了身 故作亲密地在孟三姐耳垂边上 小声说 我在外面院子里 有什么事的话 换我一声就行 孟三姐脸色羞红地轻轻嗡了一声 算是答应了 李庆和薛嫂出了门之后 张龙便故作痛心疾首地说 哎呀三姐啊 你怎能匆匆便接纳了此人 这四可不是什么 可以托付终身的良人呢 孟三姐却不是什么 人云亦云的人 只轻咒戴霉道 舅舅有什么想说的 便一并都说出来吧 哎 此人是破落户出身 虽说现在 明面上开着个药材铺 暗地里却做一些 与人放债的黑心勾当 就是个雕头泼皮呀 而且你知道吗 他家里面 还有个正牌娘子 三姐你何苦过去 嫁做小的呢 此人常年混迹于勾兰之间 也不知勾搭了多少女人 以后保准都会收入宅里 那么多人 你以后难免平白地受气呀 还别说 这张龙确实有些口才 若是一般的女人 听了她如上这些话 心里肯定会打起鼓来 但这孟三姐却不同 她是个一旦下定决心 石头牛也拉不回来的人 她既已认定了李庆 便不会轻易动摇了 于是她一条一条地反驳道 现在做生意的 哪个不跟那些泼皮 无赖打交道 就算我们家的绸布店 染房也免不了 她若能将那些 泼皮收拾得服服贴贴 倒也是一桩本事 另外 自古都说船多不爱路 若她家有大娘子 我情愿让她做姐姐 别说她房里 现在还只有一两个人 即便再多 只要丈夫能在家里做主 若是丈夫喜欢自己 多亦何妨 而丈夫若不喜欢 便只奴一个也难过日子 况且富贵人家 哪房家里没有四五个人 你老人家不小多虑 奴过去自有道理 料不防事 张龙顿时被孟三姐反驳的 有些瞠目结舌 她显然没料到 自家这个外甥女 这么多年不见之后 竟变得如此有变才 如此有主见了 她急忙又说 哎呀 那李庆有什么好的 我那侄儿虽背有些图 但却是书香门帝出身 在那县里面 也算颇有些才气的 早晚会考取公明 就算是一些 大户人家的黄花闺女 也不愁娶不到啊 不等她说完 孟三姐便面色不愉悦地说 你那侄儿纵是有千般好 奴也没看上眼 您老还是让她去取大户人家的黄花闺女吧 卢实在是没那个福分 张龙又是一致 这才反应过来 刚才那最后一句话说的确实不太好 她觉得 还是得抓住李庆这个人 来打四贬低才行 于是又说 我还听说 李庆这丝最喜欢打气虐气了 以前也娶过几个人进门 但一旦忤逆于她 哎呀 就打死了丢井里面 或是迈到青楼去 你不害怕吗 其实这些话 都是张龙凭空捏造的 为的就是唬住孟三姐 一般女人听了 哪有不心生畏惧的 但她却不知道 孟三姐以前 常年帮助丈夫打理生意 又怎会看不穿 她这匆匆忙忙之下 编造的谎言呢 舅舅您老兄要胡说 奴看李大官人 绝对不是那种 打气虐气之人 就算他真的是那种人 我到了他家后 一定会把家安定下来 听他这样说后 张龙还想继续胡编乱造 但是孟三姐 却有些不耐烦了 他直言道 舅舅 您就别再操心我的事了 当初我跟宗西成亲的时候 您不也连一杯喜酒 都不来喝吗 张龙一见 着实是说不动的 又被这妇人 抢白了几句 脸上顿时没了颜色 只得愤愤然起身 走了出去 屋外的李庆 正抬头观赏着 庭院内一株桂花树 张龙一见 心中怒火难消 路过李庆身边的时候 压低声音说 我知道 你也打着富人钱财的主意 别人怕你 我张老四雪不怕你 我不会让你轻易得逞的 扔下这句话之后 这张龙才愤愤不平地 走了出去 我老舅刚才跟你说了什么 这个时候 孟三姐一脸疑惑地 走了过来 李庆笑了笑 他说啊 我和他一样 来这里呢 是为图摸你钱财的 孟三姐听后面色一变 对身边的丫鬟 还有小丝说道 以后那人再来时 不许给他开门 很显然 他直到现在才最终确认 这个自家老舅 对他是没安好心的 以前还只是心有疑惑而已 听了孟三姐的吩咐之后 丫鬟小丝们连忙应声答应 从始至终 孟三姐都没问李庆 是不是打着和他老舅张龙 一样想法的话 李庆对此颇为欣赏 点一点头 觉得这真是个聪明的妇人 于是几个人又回到屋内 继续交谈起来 然而 邓子还没做热乎的 打外面又传来一阵喧闹之声 小丝来报 说是杨氏宗族那帮人又来了 孟三姐一听 脸上满是厌恶之色 很显然 这杨氏宗族的人给他的印象 甚至比那个舅舅张龙 还要糟糕很多 只一会儿后 一帮人便不顾小丝的阻拦 闯了进来 为首的是两名白发苍苍 拄着拐杖的老者 另外有几个衣着光鲜的中年人 还有七八条身强体贱的标形大汉 为首的老头 先是扫了李轻衣 冷笑道 宗兮这在死去多久 你这妇人就这么急着找男人出嫁了 真是不知廉耻 孟三姐听后 一不急二不挠 平静地回答 人死不能复生 活着的人却得继续活下去 我为宗兮披麻代孝 守寡了一年多 此时出嫁 与礼法上并无不同 那老者顿时神色一致 他们其实也只是在两三个月之前 才得知杨宗兮死掉的消息 接着 又过了一些时日之后 他们才偶然得知杨家现在的情况 看到了争夺钱财的机会 倒不是很清楚 这孟娘子竟已守寡一年多了 从这也看得出来 这些杨氏宗族的人 从没真正关心过那杨宗兮的死活 眼里除了钱 就再无其他的了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浮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衔演播 不诀 本书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三十一集 那老者一见 无法在道德上攻心孟三姐 便转而说道 你这妇人要嫁给谁 我可管不着 也不想去管 但宗西置办的这宅子 还有染房 布匹殿 都是杨家的 都敢由他兄弟 宗宝继承 你全都不能带走 这就是问题的 关键所在了 孟三姐并没为 杨宗西生下儿女 所以现在 杨家的一切 真正的合法继承者 便是杨宗西的弟弟 杨宗宝 孟三姐一听 有些气愈地说 我何时曾说过 要将这宅子 还有染房 布匹殿 据为己有 这些东西 我都会留于小说 不劳你们操心 老者一听 把大手一伸 既然这样 还不快将房器 都交出来 宗宝年幼 你出嫁后 他自个儿 哪能管理这些呢 我们宗族里的人 自会帮他代管 到他成年的 孟三姐当然 没那么天真 以为他们会 这么好心 忽然一开始 早把东西交出去了 他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这些房器 到了这些 杨氏宗族手中之后 肯定很快 就会更名改姓 绝不会属于 成年之后的 杨宗宝 不过 他却没有 太好的理由 来拒绝 毕竟这些人 打着宗族的旗号 但现在的情况下 却实有着 帮忙带管的名义 就在孟三姐 苦心寻找 借口的时候 一旁的李庆 却忽然笑道 就算该交出房器来 又为什么一定要交给 你这个老家伙呢 那杨氏老者一听 李庆出言不逊 便大声呵斥 这是我们杨氏宗族内的事情 你这个不知哪儿 冒出来的野男人 有什么资格开口说话 我有是没有这资格 却不是你说了算的 老者和身边的人一听 都哈哈大笑几声 这是笑话 如果我们都没有资格 谁又会有这个资格呢 老身就有这资格 忽然 响起一道略有沙哑的声音 接着 那杨宗兮杨宗宝的姑姑 便在一个丫鬟的搀扶下 走了进来 哎呦 您老怎么来了 孟三姐连忙起身相迎 心中惊喜无比 我真是等下黑 怎么把这老给忘记了 他不着痕迹地看了李庆一眼 眼神中满是钦佩和赞赏 显然明白了 是李庆派人 把这个老姑姑请了过来的 杨室宗族的人 却互相看了看 显然 对这个忽然冒出的老女人 并不认识 原来 这老婆子虽也出身杨室 但嫁了人以后 就再没回去过 年老之后容貌大有变化 就更没人认识了 为首那名老者 没好气地质问道 你是什么人 那老婆子 黑着笑了一声 自顾自 坐到主位上 我老婆子就小人物一个 哪像你这羊马子 以前就知道 跟在我后头哭着讨糖吃 现在老了 却气派多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县太爷在这儿呢 你是宗西宗宝的姑姑 这老婆子怎么还没死 那个被称为羊马子的老者 听他这么一说 一瞬间就认出了他来 这个老婆子 还大他五六岁 本以为早就坟头草 比人高了 谁知道还活着 故而他大为惊诧 婆子笑了笑 都说好人不偿命 恶人活千年 一只羊马子 不也没死吗 接着又变脸似的 拍着大腿哭道 可怜我呢 好侄儿宗西哟 好不容易闯下诺大哥家业 都没想得几天福 死后留下的家财 还要被这些牛鬼蛇神惦记 杨氏宗族的人一听 这老婆子指桑骂怀的一番话之后 脸色都不大好看了 但他们也知道 自己在这名老妇的面前 可完全站不住里 于是羊马子连声道 您可别误会 咱都是怕这妇人把属于杨家的财产带走 这才出面干预的 而且你一个妇道人家也不懂得打理不是吗 年纪又这么大了 我看还是让我们族内派人接管没妥啊 老婆子听后立马就生气了 妇道人家怎么了 以前这些生意 还都是三姐这妇道人家 帮我那侄儿打理的 我告诉你们 有我这老婆子再世一天 你们就别插手我们家的事 我人虽老 眼睛却不瞎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主意 这个老婆子常年跟街坊吵架 嘴皮子功夫可不简单 堂堂堂一连几句话下来 把羊麻子呛得脸色红一阵白一阵的 他身边有一个羊胡子中年男人 朝着使的个眼色 示意是不是该让身后几名大汉出来 恐吓一下的 羊麻子心里正没主意 刚想点头同意 忽然李庆大喊一声 交互为何在 在门外闲等多时的交挺听到 立刻冲了进来 他这些天来都没怎么动拳脚 手扬得很 正想寻人打架 活一活筋骨呢 李庆用手一指 羊氏族人那边 道 把这两个人给我扔出去 交挺听后二话没说 上前一把 把其中两名大汉肩膀抓住 一手一个扔垃圾似的 就给摔了出去 这几名大汉 还没能反应过来呢 就已经全躺在外面的院子里 哀叫起来 剩下的羊氏族人们 几时见过这么凶猛的打手啊 个个吓得瞬间进入寒蝉 不敢多说一句话了 李庆冷眼 看了看了羊麻子 关于这件事情 你们最好按规矩来 如果想动粗 或者耍别的手段 我保证 你们逃不到半点好处 羊麻子间事已至此 便知道今天是无论如何逼不了孟三杰交出房契了 于是一声不吭地掉头就走 到院子外面 搀扶起族人 狼狈之极地离开此地 杨家宅子瞬间又恢复了原有的平静 孟三杰也终于大松了一口气 别看在此期间 他没有半点窃场 还针锋相对对付那些人 但是那颗心其实一直是紧绷着的 特别是那些 从开始起就占据了大义名分的杨氏宗族人 他觉得十分棘手 甚至做出了最坏打算 幸好如今有李庆帮忙 事情才最终化险为一了 这孟三杰 虽一向颇有些女强人的味道 但此刻却深刻体会到了 有一个男人做依靠的好处 李庆又在此做了片刻之后 便作词起身 薛扫送李庆出了相口 问他 大官人 你看这娘子 可合您的心意 嗯 此你不仅姿色出众 更难得的是 对内温柔体贴 对外应付得体 我心是是喜欢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堤大官人 作者 李沐鱼 领先演播 不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三十二集 薛扫听了李庆的回答之后 总算是彻底放下心里 李庆上了马 又对薛扫道 此事你若办成了 没人礼金等等 少不了你的 薛扫听了 瞬间没开言笑 你老人家前几年 敬我买春梅时 许了我几匹大布 至今还没余我 要不明日一并尝谢了吧 李庆听后心中狂悍 没想到 这园主还做过 如此赖账的事情 估计是一时忘记了 这薛扫也是厉害 过了这么久还记得 听过了李庆 口头应允的好处之后 薛扫便让她先行 自个儿倒了回去 询问孟三杰的心意 虽说薛扫也知道 孟三杰是由九成九 看中李庆的 但还是要得到 这妇人的明确答复才行 果然 听了薛扫的问询之后 孟三杰答道 奴方才观这位 李大官人 处事谋而后动 沉稳而不搅坐 确实是个能托付终身的 薛扫大喜 既是如此 那便早选良辰吉日出嫁吧 孟三杰当下便给了薛扫一些钱 托付他找人择一个好日子 选到了这个月的十四日 又转述给了李庆知道 这个日子就在三天之后 李庆虽恨不得立刻抱得美人归 但区区三天时间还是等得了的 话羞饶舌 三天时间一晃而过 这三天时间之中 李庆不是和潘金连腻在屋里造小人 就是到城外训练装客 又或是斗舞鸡六马 去沟兰内听人唱小曲 日子过得好不惬意 李庆在前世的时候 常在网络上看到 那些穿越前辈们 多是苦大仇深 不是谋算这个 就是历史要怎样怎样的 可现在的李庆 却没有什么志向 前世每天累得像死狗一样 这一世难得有这样的条件 自是要努力地享受一下生活了 当然了 人的想法在每个阶段 都是不尽相同的 或许以后 李庆会有所改变也不一定的 咱们单说这天一大清早 李庆骑了家里那一匹高头大马 叫人抬了一顶轿子 由薛嫂和几名小厮跟随着 只往孟三姐那儿走去 孟三姐那边 先请了十二个素僧念经烧灵 告慰王夫 然后又请了街坊邻居 来派发糕点方糖爱窝窝等等吃食 场面热闹而起庆 当初潘金莲出嫁的时候 恨不得立刻飞到李庆府上去 与街坊邻居之间关系又不大和睦 便没有这些举动 而且潘金莲是在有丈夫的情况下 和李庆好上了 估计心里也有些发虚 所以也不想太高调了 但这孟三姐此刻却是理直气壮的家人 自然多了些礼节 当李庆的街心队伍来至此处时 孟三姐便穿着一身红色喜服走了出来 在薛嫂的千伏下往轿子那儿走去 就当孟三姐正准备低头入教的时候 张龙匆匆忙忙的带着几个人在街口出现 脸色十分的不善 联想起他上一次 离开的时候对李庆扔下的那些狠话 很显然他是来阻止孟三姐嫁人的 不过这个时候 有几名泼皮忽然出现 把张龙的去路牢牢挡住 张龙一开始还左右挪腾一下 但无论他怎么挪 那些泼皮都会在身前出现 这才把头一抬 立声说道 滚一边去 别耽误了老爷我的正事 你才滚一边去 李大官人的亲事你敢打扰 真是招死 这些泼皮说着 便和张龙的人打成一团 原来李庆一直记得 张龙那天临走之前 对自己说过的话 就料定了他今天会来惹事 所以早早布置好人手 在此处恭候于他 所以说 像那种提前放狠话的行为 虽然说一时爽 但其实真的很愚蠢 这不是摆明了 让对方提高警惕心吗 此外 李庆还另有一伙泼皮没动 在防着杨氏宗族的人前来捣乱 但却一直不见人影 倒是他破绝有些意外 他总觉得 这群杨氏宗族的人 没那么轻易收手 难道是自己多虑了吗 单说孟三姐进了轿子以后 薛嫂在喜轿上挂了四对红纱灯笼 然后喊了声起轿 教夫便抬起轿子 跟随李庆那一匹高头大马 向前走去 孟三姐那个小叔子杨宗宝 这个时候头上扎记 穿一件青纱衣 也骑了一匹小马儿跟在后面 送他嫂子成亲 这些天以来 李庆和这个便宜小叔子 也十分熟络了 还相送了一匹锦段 和一柄玉韬 孟三姐嫁给李庆之后 这杨宗宝的嫡亲姑姑 就搬到了杨家去 代为看管他 李庆还安排杨宗宝上私塾 吃穿用度等等一切 都没有任何的亏待 至于杨家原来那些店铺 则依旧交由孟三姐来打理 原本孟三姐对于嫁人了之后 自己能否继续打理店铺 是有些迟疑的 毕竟在这个时代 大部分男人都喜欢让妻妾在家里面 乖乖的相夫教子 而不喜欢让他们在外面抛头露面的 但是李庆没这些教条 他是主张 女人闲暇的时候 有自己的事情做 而非整天躲在深宅大园之中 慢慢的成为一个宅斗高手 比如潘金莲现在就常常陪着月娘一起 学不同地方的刺绣 又或者是派人把吴银儿请来 教自己弹古琴 每天小日子过得也十分充实自在 所以这孟三姐既然有称为商业女枪人的前置 李庆也十分乐意看到 除了小叔子杨宗宝跟着送亲之外 孟三姐以前房里的蓝香和小鸾两个丫头 都跟了来铺床叠背 至于以前身边的小丝秦童 因为再过几个月就要满十六岁了 被他打发去筹布店里面做一个小管事 教子一路抬进李府去 李庆早已经派人在西乡房里面 收拾了三间屋子与孟三姐作房 当晚便和孟三姐一到在房中安歇了 期间孟三姐对李庆是百般迎合 无论什么姿势都肯 各种滋味之美妙自是不用细说 事后李庆搂着孟三姐白玉式的乡间 问他道 娘子可有闺名吗 孟三姐面上的红润仍未消退 戏声软语道 奴因出生于玉楼花盛开之时 所以小时候便有个乳名叫玉楼 长大后就没用了 这玉楼花就是牡丹花的一种 和孟三姐的个人气质倒是颇有几分相合 李庆于是拍手称赞 这个名字起得妙啊 那娘子以后便继续用玉楼二字吧 孟三姐也很高兴能用回自己的名字 于是欣然答应了 不过他在礼府之中在金莲之后排在第三位 所以从此之后 府中的丫鬟小丝们都称她为孟三娘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第三十三集 到了第二天 当李庆睡醒的时候 一眼就看到孟与楼已坐在梳妆台前 在两个小丫头兰湘小兰的服饰下梳着头发 她那一袭乌黑的长发完全垂下来之后 竟极致双骨 宛如瀑布一般 从李庆此刻的位置看过去 背影十分的惊艳 孟玉楼似乎耳力很灵似的 李庆刚一醒过来 她便听见了动静 忙起身走了过去 掀起连杖道 官人可是要起来了 李庆一伸手 把她拉在怀里 笑道 先不忙起来 说着便亲吻下来 孟玉楼啾啾地回应着 一会儿才横着脸说 等会儿还要去拜见大娘子和二娘子呢 第一次见面 去晚了恐怕会被误以为 弄是失宠而叫 哎 即便是要见他们 能容这么早啊 李庆一面说着 手没停下来 三下两下便除去了 孟玉楼的衣服 孟玉楼满脸的无奈 知道自己刚才的头发 算是白熟了 直到日上三竿的时候 李庆和孟玉楼 这才双双起床 在被玉楼服侍穿衣服的时候 李庆手里把玩着一串 谈香木香金念珠 这是孟玉楼的一件嫁妆 拿在手中有提神的作用 价值相当不菲 说起孟玉楼的嫁妆 确实是足够丰厚的 单单是雪花观银就有四百多两 铜壁也有三百多关 另外还有两大箱子的字画 珠宝古丸 总价值绝对超过千两了 而除了这些之外 原来杨家那些店铺 既然是依旧由孟玉楼搭理 那所赚的钱自然 也要收入礼服当中了 所以李庆这一次 绝对是发了一笔大横财 又有美人在怀 可以算是真正的财色兼收了 以前的李庆 并不太满足于线下的财势 还总是想着 等几时有空了 再多弄几条赚钱的门路出来 现在这么一看 娶有钱的女人过门 可不就是一条最为轻松 最为快捷的赚钱门路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 像孟玉楼这样美貌多金的女人 整个阳谷县里 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来了 诶 好像不对 李庆忽然想起 隔壁花府里的李平儿 似乎就是另外一个 只不过 李平儿和孟玉楼的不同之处在于 她现在的丈夫还活得好好的呢 说起来 这李平儿 还是李庆下一个任务目标呢 这日子过得真是 难道是要李庆 夜夜当新郎吗 李庆在心中默念了一声 阿弥陀佛 罪过罪过 然后又亲吻起身边的美人来 孟玉楼之后 自然去见了月娘和金莲 端茶行礼 地上见面斜角 一如那天潘金莲的行事 月娘对此自是没有半点情绪 倒是金莲一见到 玉楼的姿色完全不亚于自己 心中多了些危机感 担心日后 李庆来找自己的次数 会不会就此减少 不过几天之后 他这个顾虑就被抛之脑后了 这是为什么呀 是因为李庆 虽不能每晚去金莲房中 但他毕竟在房室方面 能力相当强悍 白天照样 能和潘金莲共赴乌山 所以李庆现在可以坐到雨露均毡 把金莲喂的宝宝的 自然是再无任何顾虑了 总而言之吧 从这个时候起 李府中便有了三位娘子 至此夜夜升歌 好不快活 简直能献煞天上的神仙了 咱们单说这一天 李庆骑着马 在交艇的陪同下出了城 来到李家庄院 这李家庄院现在 可是十分的热闹啊 那五十名庄客 依旧是勤练不错 庄子外面 还有十几名工匠 在加固围墙 在院子的四角 增建了放哨塔 时刻有人把守着 而庄院大门 也换成了铁制的 要是没有专门的工程武器 单凭人力是难以打开 另外 李庆在庄院之内 还养了两条恶犬 一有陌生人靠近 准会狂飞不止 这两条恶犬 一条拴在门口 另一条拴在暗处 就算你能飞檐走壁 也掏不出他的察觉 这一处庄园到李庆手上 也就半个月时间左右 但是在防御性方面 却陡然提升了好几个等级 很显然 李庆是把这个地方 当成自己另一个老巢了 他这庄院现在的建造布局 其实是属于违规了的 若是在本朝开国前期 这或许会被官府定为 意图谋反 抓起来杀头的 但是现在 武洲朝天下崩坏 到处民不聊生 盗贼四起 官府又大都无所作为 所以地方的百姓们 也唯有捷物自保了 比如 同样是在东平府境内的 独龙岗 住家庄 建的和城池一样 还有吊桥 护城河什么的 里面有庄客数千人 那官府也没拿他们怎么样啊 李庆这处庄子 和那住家庄相比起来 简直是小儿科 小屋建大屋 所以啊 就更没人管了 李庆之所以要加固庄院的防御 是想着 人在江湖飘 难免得罪人 所以这儿啊 相当于自己的安全屋了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被武松得知 他的嫂子被自己夺来了之后 气不过来找自己算账 实在打不过的时候 便躲到这儿来 那武松到时候 又能耐他李庆如何呢 当然了 这只是到最后 才迫不得已使出的乌龟大法 为了应付将来潜在的威胁 李庆还会准备 其他的应对措施 比如说 增强自己的实战能力 但李庆可没期望着 能打得过武松 只求别像援助中那样 被武松三五个回合KO就行了 只有做到 不被人在两三合之内 立刻秒杀 他的后招才能派得上用场 不是吗 这个时候 李庆下了马 自有庄客主动上前来 把马迁去马厩 接着 李庆召集庄客过来 开始了今天的训练 他也没再让庄客们继续跑步 而是让他们站好队列 听口号 练习前后左右转 这一点 看着很简单 后世的学生军训都会练 但这个时期的人啊 大部分是不分左右的 所以要练起来 着实不太容易 不过 这门训练 却是李庆在训练 庄客的计划中 必不可少的一环 因为这可以训练 庄客们 服从命令的意识 也便是所谓的 另行禁止 而这一点 正是乌合之众 和正规军队之间的 明显区分 就像那天 和洋徒子一方交手似的 众扑皮 单对单 个对个 虽比较能打 但却是各自为战 根本不听别人指挥 所以有十成战斗力 只能发挥到五成不到 要是那天洋徒子的人 能够听从指挥 恐怕李庆啊 早被他给生擒了 又哪会有之后的这些 快活乐事呢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弦演播 补局 本书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三十四集 由于很多庄客 都是分不清左右的 所以李庆刚开始训练的时候 自然是一阵磕磕碰碰 闹了不少的笑话 李庆拔脸一板 每次有听错口令转错的 都得把手伸出来 挨他一鞭子 转左边错的就打左手 转右边错的就打右手 打得疼不疼 倒还是其次 主要是 这被打的人觉得 在这么多人面前 丢失了颜面 所以很快 再也没有人敢嬉皮笑脸了 全都紧绷着神经 听后口令 这一众庄客里 也没有蠢人 即便是一开始分不清左右 鞭子吃多了 想着手上疼 那自然而然的 就慢慢都懂了 所以说 只练了三天不到 这前后左右转 总算看起来有模有样的了 不过 这样的部队 和李庆心中的目标比起来 还是相差甚远的 他是准备把这些庄客们 当作正规军队来训练的 而对于真正的士兵来说 要想上阵杀敌 没有足够的体力 是绝对不行的 所以在之后的日子里 李庆在训练中 又加入了一些新项目 长跑 深蹲 负重行军 这长跑 练的是耐力 深蹲和负重 则是练力量 每一天呢 把这些庄客们都练得嗷嗷直叫 日复一日如此辛苦的训练 有一部分庄客的心里面 也不由得生出了埋怨之意来 甚至于 有些人心生退役 打起退堂鼓来 想要离开这里 但是 每当训练结束的时候 吃着那热乎的食物 所有人都觉得 这一天的疲惫 是完全值得的 现在在外面 每天鸡不果腹的人 多如牛毛啊 他们在庄院里训练 累是累的点 但是每天不仅能吃饱 隔三差五的 还能吃到肉 更别说每个月 还有力钱可以拿了 这种好事 除了这个地方 别处哪找得到啊 这么一想 庄客们那点心中的埋怨 便瞬间烟消云散 个个都继续咬牙坚持着 这一份坚持没有白费 如此又过了五六天之后 一众庄客们的精神风貌 和行为举止 顿时为之一变 平时每个人走路 都是挺直腰板子 给人一种干练爽朗之感 再不似之前那样 打得咧咧吊朗当的了 可见于后世的练兵手段 还是自有其高明之处的 对这样的成果 李庆也颇为满意 不过现在 也只不过是小漏成效而已 要想真正的训练成军 还有相当漫长的一段路要走 李庆刚从城外庄院 骑马回家 小思戴安儿就赢了上来 说今天晚上 花子虚在家里面 摆酒会茶 派人送帖子来请李庆 李庆正想见一件 花子虚的妻子李平儿 于是立刻决定 赶赴这插酒会 他也不吃晚饭 与房里三个妻妾 打闹调笑了半赏之后 才由戴安儿陪着 往花府走去 这花府和李庆家 就隔了一堵墙 听说以前啊 两座府宅里住的是 分了家的兄弟 还有一扇小门相通 只是后来 这两兄弟都家道中落 纷纷把宅子给卖了 那小门才请工匠 用石砖给堵上了 当李庆走进花府的时候 里面有了十好几个人 都是平日里和李庆 花子虚等人十分骄好的 除了英伯侯 谢西大 污典恩这三个人之外 还有一个叫 注石念的 婊字贡成 另一个叫 孙天化 婊字伯修 有个绰号叫 孙刮嘴 这个时代的人啊 戏称耍贫嘴的 叫做 说刮嘴 这孙天化呢 所以有这么一个绰号 是因为平时 最喜好耍嘴皮子 他和注石念 都是破罗户出身 也没个正经差事做 每天就只知道 到处私混着 此外 在众人之中 还有一个 云参将的兄弟 叫做云离守 自飞去 还有一个叫做 长智杰 婊字兼出 一个叫白赖光 婊字光汤 这三个人啊 都是谢礼有名的 清福子弟 所以说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只看那原主李庆 叫的是些什么朋友 就知道 他原本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了 英伯侯与谢熙 大着两个人 李庆接触后 觉得还算 可以一交的 而吴典恩 是帮自己做事的 也颇为精明 其他的人 李庆就不想 和他们继续攀敲下去了 有损无益的朋友 还是少交一些为好 众人见李庆到了 都站起身子 又是一阵 蓄理让座 花子虚这个主人 当然做主位了 首席 则一致给了李庆 别人都没他的分量大 都坐下了以后 李庆往四周扫了一眼 没见到李平儿的身影 不由得有些失望 原来这个时候 凡是男主人 白酒请客 女主人 至多是在开始的时候 露一下脸 之后就会归入房内 少有始终在外 做陪的 倒是小妾 会一直做陪 某些人家的小妾 还要跳个 舞住个姓什么的 更有甚者 会把小妾送去 给十分要好的 友人暖床 所以在这个时代 妾的地位 是十分低下的 但是李庆不一样 他对家中女人们 从不区别对待 把她们都视作妻子 当然更不会作减她们 要她们陪客人什么的 见不着李平儿的美妇 李庆的兴致 顿时没了大半 酒过三巡之后 便找个借口 要回家去 与其和这帮人在此闲扯 还不如回家去 和三个美妻戏耍呢 不过那花子虚 似乎也是早有安排 只见这个时候 他对身旁的小妾 吩咐了一句 很快 从房屋里面 走出两名女子来 分别抱着琵琶和征琴 其中一个 李庆一眼看了出来 正是吴四妈院子里 那个吴银二 另一个 只十六七岁的样子 罗伊叠血 宝记堆云 樱桃口 杏脸桃腮 杨柳腰 虽说和金莲玉楼相比 还是要略逊一筹 但也算颇有姿色了 不过李庆对她 没有半点印象 即使有人唱曲 李庆也不着急离开了 二女朝众人做了个万福 然后各抱琵琶 征琴坐下 开始弹唱起来 有时还配合着 一人弹唱 一人伴舞 声如枝上流英 舞态偏迁 影似花间凤转 看得李庆很是高兴 众人又喝了三巡酒之后 这两名女子 唱跳了两套歌舞 放下乐器之后 朝众人扶了一幅 李庆命小丝戴安儿 给了两封赏钱过去 二女得赏之后 便败泻着推了下去 李庆问花子虚 那个自己面生的女子是谁 一旁的英伯侯 抢着回答说 大观人好没记性 她不就是前些天 我跟你提起过的 李娇儿的侄女 贵姐吗 哦 原来竟是此女 李庆听后 顿时大感惊讶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浮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先演播 不诀 本书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三十五集 李庆又与花子虚 等人闲聊了一会儿 喝了会儿酒 那吴银儿和贵姐儿 便双双换了一身衣服 出来殷勤劝酒 贵姐儿更是一双媚眼 不离李庆左右 貌似像把李庆魂钩走似的 李庆回忆了一下 原主的记忆之后 敲他笑道 你三妈与姐姐贵亲 还有姑姑娇儿 最近做什么呢 贵姐儿道 安妈从去岁不好了一场 至今腿脚半边通不动的 只能扶着人才能走 安姐姐被怀上来的 一个客人抱了半年 常接到店里住 两三日不放家来 至于姑姑 说到姑姑李娇儿的时候 贵姐儿迟疑了一小会儿 才继续说 因为大官人 你已经许久不去找她 姑姑天天以泪洗面 还因此还病在床 家中因此无人赚钱 安妈便让我连日出来共唱 真是好不辛苦 李庆一听 李娇儿因为自己而生病了 心中顿时狂悍不已 她自从穿越而来之后 不是忙着勾搭 潘金莲梦雨楼 便是在城外训练装客 又或是在家里面 和每期月娘细耍 所以去沟兰的时间 和原主相比就缩减了很多 即便偶尔在夜里外出 也都是正经的 听一些小曲什么的 从没在外面留过夜 所以此刻的李庆 和花子虚等人一比 简直是个模范好丈夫 至于那李娇儿 本是原主在沟兰里面的老乡号 不过这段时间 李庆哪顾得上他呀 确实未曾想 竟因为自己的冷落 那李娇儿就此得病了 李庆对此也很是无奈 一旁的孙寡嘴笑道 咱大官人最近啊 忙着当新郎呢 哪空去你姑姑那儿啊 住十年 云离手等人听后 都不由得发笑 李庆却眉头微皱 对孙寡嘴开着这个玩笑 甚是不悦 他不喜欢别人 拿自己私生活来开玩笑 孙寡嘴这一次的嘴皮子 可以说直接踩到了 李庆的马蹄上 李庆此刻明面上没什么反应 心里却更加坚定了 远离此人的想法 所以以后孙寡嘴在李庆这儿 是落不到任何好处了 那英伯侯和谢西大 则一直惦记着 让李庆疏拢一下贵姐 好把那笔好处费拿到手 所以趁此机会 劝李庆在酒席之后 把贵姐送回家去 贵姐忙道 大官人是贵人 奴怎配让他专门送回去 奴待会儿一个人抱着琵琶回去就行了 他虽口头上这么说 但是看向李庆的眼神中 却充满了期待 李庆当然明白 这英伯侯和谢西大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了 他又不是那种一贱女子就卖不开腿的人 本是不想答应的 但见着贵姐一团和气 说话乖绝临辩 娇嫩的脸庞上 又带着些许苦楚 颇是惹人联系 那些想着拒绝的话 便一时说不出口了 即使你姑姑病了 那我便看一看她 顺便送你回去吧 最终李庆这么打倒 主要还是担心 那个李娇儿会因为自己而死 所以想去见一下 好打开这女子的心急 就算以后再也做不了露水夫妻了 也要和人家说明白不是吗 那贵姐一听 顿时大喜 忙说道 爹修哄我 你真肯用贵人脚跟奴一起 踏进咱家那间地 我不哄你 等会儿啊 我随你一块回去 贵姐一听 李庆亲口承诺了 这才满心欢喜的 又陪她喝了两壶酒 脸上泛起了一圈红润 显得郁郁发的娇嫩了 又过了烧情 众人都喝罢酒 花子虚和祝石念 云里守 长志杰等人 去外面的五死妈家院子进行下半场 李庆呢 没和他们一块 而是与英伯侯谢其大二人 陪着贵姐往他家走去 贵姐早派人回去 提前通知了一声 所以当李庆到了他家门首的时候 贵姐的姐姐李贵青 已在台阶处宫后多时 把众人接入堂中了 接着 李贵青又去里面 把老妈扶了出来拜见 不多时 那前婆扶拐而出 半边胳膊都动弹不得 见了李庆 到了万福 说道 天哪 姐夫贵人 哪阵风刮得你到这里了 李庆笑了笑 一向沉柔 没曾来的 老妈羞怪 听贵姐说 娇儿病了 故特来探望 那前婆一听 李庆提起了娇儿 便只顾抹眼泪 姐夫贵人 可是嫌弃我家娇儿了 为何近一个月 也不来这里一次呢 李庆颇有些尴尬 解释道 说是是太忙了 忙得臭不开身来 老妈羞怪 听李庆这么一说 前婆也不再纠缠 吩咐贵姐 贵青两姐妹 带着李庆 往李娇儿房里走去 到了门外 李庆拍了拍门 里面并无响应 于是贵青喊道 姑姑快开门呢 是李大观人 专专看你来了 只听里面 有人咳嗽了几声 接着便是一阵 稀稀苏苏 穿衣服的声音 又过了一会儿 李庆明显感觉到 有人走至了门边 但是仍没把门打开 只听一道 女子的声音响起 美人自古如名将 不许人间见白头 怒陷在兵的脸色苍白 仇也仇死了 实在无言见大观人 大观人请回吧 本想开口的李庆 语气一致 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了 那李贵轻一听 急着劝道 别呀 姑姑 你最近不是一直 盼着大观人来吗 现在好不容易来了 怎么缺又不见呢 里面的李娇儿 又咳嗽了几声 大观人能来看我 卢就很高兴了 这病 一定能很快好起来 到时再打扮好看了 来接见你 李贵轻一见 自家姑姑对此事 甚为执拗 也不好再劝了 李庆也只好说了一句 你好好养病 过几天 我再来看你吧 于是 几人又退回堂内 李庆有一些小女们 便没有什么兴致 再多加逗留了 给了前婆挤两银子 要她买些补品给李娇儿 接着便起身要离开 前婆一见 忙将李庆的衣袖蜡烛 挽留道 姐夫贵人 何必这么急着离开呢 今晚就留在这过夜吧 我要贵亲贵姐儿 他们姐妹服侍您安歇 李庆顿时愣了一下 让姐妹花服侍自己 这倒没尝试过 她的心头闪过一丝火热 但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不是我不肯留下 家里实在是有事 还要等我回去处理呢 那一心想让李庆 说拢自个儿的贵姐儿 在一旁听后 脸上不由的大失所望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明显演播 不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三十六集 那贵姐儿自离开李庆之后 便时刻盼她再来 每日打扮得粉装玉拙 好齿朱唇 无日不在大门首 以门而望 只等到黄昏 在失望的归入房中 而这贵姐儿的姑姑李娇儿 则因李庆内晚的到来 气色变得见好了一些 也盼着李庆能来 但可惜 李庆却似乎 又把她给忘了一样 一连十多天都不见人影 因为李庆在之后的 这段日子里 都忙着勾在隔壁的李平儿呢 所以 勾兰里这一对姑侄 她就暂且给放下了 现在 离这个任务的发布 过去好多天了 也是时候抓紧时间来完成了 虽说上次李庆分析过 觉得李平儿 还是比较好勾引的 但现在 她却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那就是 不太好接触 就好像 她昨晚去花府的时候一样 待了老半天 却压根没见到李平儿 认得李庆有千般计较 却是无处施展 所以说 像这样的事情 还需有一个 从中牵线大桥的 马伯六 才好行事 可惜的是 王婆这个职业 马伯六 到现在 却无法发挥任何作用了 因为她和李平儿 连见都没见过 完全不认识 怎么能帮到忙呢 李庆琢磨了好久之后 忽然 想起了薛嫂这个人来 觉得 她或许会有法子 于是吩咐戴安尔 换薛嫂来至李府 却说薛嫂这一天 在家带孙子呢 一听到李庆传唤自己 立刻匆匆赶了过来 这李庆取了梦浴楼 过门之后 为了酬谢这薛嫂 赏她一定大银 够她家大半年的用度 开支了 薛嫂一看 李庆如此大方 对她的事 自是十分上心了 就想着 再从李庆这 捞得一些赏钱来 大官人 你老人家找我什么事啊 见了李庆之后 薛嫂脸上堆笑着问道 如此热切的称呼 李庆有些不大适应 不太习惯 她年纪轻轻的 怎么就成了老人家了 不过她其实也明白 这其实就是一个 打心底里尊敬的称谓 并不是明面的意思 总之这个时代的称呼 与后世相比 很多是大相径庭的 就比如昨晚 那李贵姐高兴的时候 不也喊了李庆一声爹吗 李庆吩咐丫鬟 给薛嫂上了一盏茶 然后把他们打发出去 才低声问道 你给了隔壁的李平儿 卖过脆花吗 卖过呀 薛嫂一边打着 一边眼珠急转 琢磨着李庆吴端端的 为什么会这么问呢 她见识精明 很快便看破了八九分 只想了一小会 凑到李庆耳边 小声道 大官人 您可是看上这李娘子了 薛嫂也知道 李庆所能用到她的 也不过是帮忙撮合 这男女间的好事 李庆此番主动还她前来 又故意支开的闲杂人等 这才小声询问 肯定不会没有缘由的 除了看上那个李平儿 薛嫂也想不出其他理由来 所以一猜就终 而李庆也懒得拐弯抹角 直接把一钉大银放到桌上 移了过去 趁声道 不错 我图谋着夫人许久了 薛嫂若能帮我促成此事 少不了李的好处 薛嫂眼急手快 把那钉银子收进绣带之中 不再半点迟疑地 立刻答应下来 而后又思索了片刻 笑着说 大官人你放心 那花子虚 既然是个经常不回家的 这事就注定不难 常言道 厨子好做 寡妇难熬 像李娘子这种活寡妇 更是难上加难 老身也是过来人 当年首个丈夫死后 每到夜里跪入房中 灿枕围 凤台无伴 经常一整夜都睡不着觉 那个苦啊 接下来 这薛嫂青絮絮叨叨地讲起了 她做寡妇的经历和感受 李庆半点兴趣也没有 听得呀都快打瞌睡了 就在李庆行将睡着的时候 薛嫂终于说到了主题 大官人 你不是与那个花子虚 经常到外面喝酒吗 这样 你接下来弄醉她几次 都亲自把她接送回去 交与那李娘子 趁着机会 撩拨她几下 待时机成熟后 我便从中 为你们牵线搭桥 保准能让你成就好事 李庆听后 默默点头表示赞许 她现在所缺的就是一个 接触李平儿的机会 薛嫂说的这个主意 确实妙极了 果然不愧是今年累月 做此等龌龊事情的人 计策既定 李庆也不再磨叽 当下便打算出门 去找花子虚喝酒 事情也是凑巧 无巧不成书 还没等李庆找花子虚呢 花子虚倒先派了小厮天福尔 来请李庆去醉香楼小聚 这醉香楼里的酒 在阳谷县是出名的好 但凡是去那儿的人 没有不喝个痛快的 所以听了天福尔的话之后 李庆当下便骑上马 在小四的陪同之下 往那醉香楼赶去 这醉香楼和狮子楼 只隔了几条街 都是本县最好的酒楼 由于相隔不远 两家常为抢客员的事情 而针锋相对 甚至一度大打出手 花子虚本来以前 也常去狮子楼摆研席的 但自从那天晚上 在无死妈家院子里 和狮子楼掌柜杜成的儿子 杜兴起了一次冲突之后 他就再没光顾过狮子楼了 倒是成了这醉香楼的常客 所以醉香楼的掌柜 十分庆幸 杜成生了这么一个好儿子 让他额外的赚了许多钱财 当李庆来到醉香楼大门跟前的时候 自有眼尖的伙计跑过去 扶他下了马 然后把马儿迁去 酒楼后面的马厩喂养 李庆想了想 觉得这样的伙计啊 其实和后世那些星级酒店里面 专门帮客人停车的泊车仔 似乎是一样的 看来这五周朝的服务业 已经发展得相当有水准了 李庆报了花子虚的名字 便另有伙计带着他 去了顶楼一处雅尖里 推门而入之后 只见里面约有十来个人 已是一片公愁交错 孙寡嘴等几个破罗户倒是没在 来的都是颇有些钱财的扶浪子弟 每个人怀里抱了一个漂亮姑娘 互相劝酒调笑 打闹不止 花子虚见李庆来了 随手一摆 便有一个身材颇为丰满的女人 上前挽住李庆的手臂 进到酒席处坐下 李庆一看 这花子虚已然是半醉状态了 微微摇头 心里想 看来今天都不用自己特意去惯 这位自个儿便会喝一个烂醉如泥了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浮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衔演播 不诀 本书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三十七集 李庆正在小口喝酒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年轻公子和他主动交谈起来 听说大观人前些日子 踢了杜星的浑人一脚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李庆看了看这个人 脑海中没有半点印象 于是问花子虚 这位面生得很 不知是哪家公子 花子虚道 大观人你不知道也正常 他家是刚从别处搬来咱们阳谷县的 那位公子主动笑着解释 必然姓薛明腾 出来着阳谷宝地 还望大观人以后能多多关照才是啊 好说好说 李庆举杯示意了一下 随口应道 那薛腾又有话没话的和李庆闲扯了几句 这才慢慢的吐露真意 听说大观人最近新得了几间筹布店和染房 却无人打理 只能让家中妇人出面 李庆听到此话之后 方才认真打量了一下这位薛腾 明白了 今天花子虚找自己来喝酒 原来是另有目的的 他也不说是或者不是 只喝了口酒 冷淡地回答 你有何意 直接明说就是了 薛腾直了直身子 是这样 我家新败了这阳谷县 虽然家里颇有几定银两 但总不能坐实山空嘛 便想置办下一些店铺来 于是你们想做筹布生意 又不想从头起家 所以便想从我这儿捡个县城的是吗 正是此意 大观人如果也有意脱手 我们家可以多出市面上一半的价钱 没等薛腾说完 李庆出言打断道 抱歉了 其实那几间铺子 是我那三娘子先父的兄弟的 他只是帮忙带为打理罢了 情况我也了解 他那小叔子才十岁不到 一切还不是大观人你说了算了 一旁的花子虚也劝道 富到人家就该相夫教子 出来打理生意 平白的招人闲话 这些店铺 在大观人你手里 就是些累赘 我看还不如卖个好价钱 来得实在 李庆依旧摇头 我这个人嘛 从不干预府中女子的喜欢 我那三娘子喜欢经商 也便随了她 说实话 在我的眼中 那几间铺子不算什么 即便她最后弄一个惨淡经营 能不太一乐的话 那也是值得的 薛腾见李庆不像是开玩笑 神色顿时不由得一致 她家中有兄弟四人 举家搬来此处后 该置办什么家业 一时各有各的想法 薛腾作为家中的次子 上有大哥 下有右弟 可谓姥姥不疼 舅舅不爱 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 此刻正想借此机会 好好地出一次风头 以便加强自己 在家里的话语权 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 听到有人在羡慕 极度恨地说着 李庆取了梦与楼 财色兼收的事情 心里一下觉得 这是群岛一个机会了 她的其他兄弟们 所给出的建议 全都是白手起家什么的 繁琐之志 真想等赚到钱 还不知要猴年马月 而李庆 他心得的店铺 却都是现成的 接手之后 就可以立刻赚钱 如果说 能从李庆处成功买来 定能让家族的其他人 对着薛腾刮目相看 薛腾原本以为 这是一件十拿九稳的事情 哪会有人愿意 让自家娘子出来 抛头露面的 但偏偏这个李庆 却是个奇葩 搞得薛腾现在 颇有些措手不及 使得连忙 向花子虚使了个眼色 要他再帮忙劝一下 于是花子虚 凑到李庆耳边 小声说 这薛家 别看是外来户 不过当初刚到的时候 却是县主部亲自接待的 来头恐怕不小 我看大官人 不如就暂且 卖给他们一个人情罢了吧 李庆冷笑道 他若是想以示压人 我自有手段对付 花子虚见劝他不成 心中愈发郁闷了 李庆满脸奇怪地 看了花子虚一眼 问他 这薛腾讯你什么好处了 花子虚一听 连忙推脱 哪有什么好处 不过是朋友之间 帮个忙罢了 而且我确实也觉得 这对大官人你 不是什么坏事 李庆却是根本不信 以着花子虚的尿性 可不是会热心 帮别人忙的人 李庆猜得确实不错 花子虚昨天去薛家赴宴的时候 在那薛腾院里面 撞见一个丫鬟 甚是喜欢 期间甚至还找了个机会 拉着人家到暗处亲嘴 就在花子虚准备拔剑入鞘的时候 薛腾忽然出现 大怒之急地说 要把他拉去见官 花子虚自是一阵求告谢罪 薛腾这才松口 不过却要他来帮这个忙 若非如此 这薛腾的事情 花子虚可懒得管 哪会像现在这样 几二连三地劝说李庆呢 不过这个时候的花子虚 也有些回过味儿来了 觉得昨晚的事情 颇为蹊跷 故而此刻 劝了李庆几次以后 花子虚便觉得够尽力了 于是向着薛腾 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接着楼亲女人继续喝酒 就不再理会其他了 薛腾心中暗自气愤 与李庆又话不投机半句多 很快就起身愤然离席 走下酒楼去了 这薛腾在事情还没成的时候 就曾在其父亲兄弟面前 拍着胸脯保证过 而现在呢 吃了这么大一个憋 要是被他的兄弟们知道了 少不了会被嘲笑 心中愈发的恼恨起李庆来 李庆自是没想到 他的仇人就此又多了一个 可即便是知道了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如果刚才与李庆出面交谈的 是薛家真正拿主意那个人 他或许会慎重考虑一下 但像薛腾这种分量的人 却根本还不够资格 李庆也根本没将他放在心上 在薛腾离开之后 又与花子虚继续喝起酒来 当然了 李庆劝人喝酒的时候 大多数是自己只喝一小口 便把酒杯放下吃东西 花子虚可没留意到这个小举动啊 往往一口就干了 所以喝到最后的时候 花子虚已是鸣鼎大醉 李庆本人却什么事也没有 花子虚既已经喝醉了 便让他身边的女人扶着他 去酒楼的房间睡去 不过李庆却打发了女人离开 让戴安儿帮忙扶了 连声劝道 家中还有嫂子在等你回去呢 花子虚口中喃喃道 李那女人作诗 但李庆却不听他的 让戴安儿扶着花子虚 往楼下走去 花子虚醉得都不成样子了 迷迷糊糊的也不知是去哪 只能任由李庆 把他送回了府上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把他扶大门前面的时候 已经是夜晚时分了 花子虚暂由李庆扶着 带安儿上去扣动门环 叫开大门 几个人这才扶着醉汉 到客位坐下 过了一会儿 李平儿和丫鬟 长着灯 款款而出 看了这个情形 急忙忙把花子虚搀扶进去 李庆张了张嘴 看着李平儿的背影 连一句话都未曾出口 这和事先设想的 好像不大一样啊 没办法 他也不好继续在原地傻等 于是只好郁闷地 起身往外走去 正当李庆走至大门前的庭院时 背后呼地传来一阵脚步声 他急忙转身 带着满心的期待看过去 果然是李平儿又和丫鬟一块 长着灯竹往这边走来了 李庆心底一喜 脸上却毫不显露 疑惑地问道 嫂子还有何事啊 李平儿道 卓夫不才贪酒 劳累了大官人送他回来 奴真是万分感谢 这都是应当的 嫂子何必客气呢 李庆一边说着 一边细细打亮眼前的夫人 在原主的记忆中 似乎和李平儿接触的不多 对他的印象十分模糊 几天前那次只是匆匆一瞥 只觉得甚是勾人 却也没能仔细端详 现在趁此机会一看 才发现这李平儿生的 比之前所遇的任何一个女人 都要更加白净 俗话说 一白遮白丑 何况这李平儿一点都不丑 体态轻盈 瓜子面 细弯弯两道眉 配合着这白玉式的肌肤 就更加使人百般留恋了 李平儿这时又道 卓夫磊月在外部回家 大官人往后 但与他在沟栏中 好歹看在奴的脖面上 劝他早些回家 每次这两个小思 就都跟去了 只是这两个丫鬟和奴三人 夜里家中空荡的吓人 李庆听后心中大喜 心想如此一来 以后不就有正当理由 来见着李平儿了吗 故人满口答应 嫂子放心吧 这以后啊 我定和他同来同去 此需方才啊 本来是要留宿于 乐性堂门手粉头 正爱乡家的 还是我再三拦住 劝他说道 恐家中嫂子放心不下 这才勉强扶他回来 不然啊 准又一夜不回来 李平儿听后 又满是感激地 谢过李庆 李庆接着 又替着李平儿 打抱起不平来 哎 嫂子在上 有些话本不该我说 我就觉得 此需也是糊涂啊 嫂子如此年轻貌美 若打家业 如何就丢了 成业不在家 适合道理 听了李庆的话 李平儿掏出手帕来 擦拭了一下眼角的泪水 正是如此 奴卫他这等在外弧行 不听人劝 也是气了一身病痛在这儿 以后还得忘大官人 你多费心才是 奴婢有重宝 不敢有望 李庆又再三承诺 李平儿这才把他送出门去 回自家府宅的路上 李庆细细品味了一下刚才的事情 心中越想越是欣喜 经过方才和李平儿的一番交谈 一条大路算给他打开了 以后再想开船入港去见那夫人 便要省事了不少 自此 李庆就屡屡和花子虚出去喝酒 一连数日 都把他灌得烂醉如泥 拂回花府去 每次都趁此机会 和李平儿说些话 偶尔调调几句 也常常惹的 本来紧皱带眉的李平儿 笑得花枝招展 又或是在不经意之间 说一些撩拨人的话语 把李平儿弄得脸色发红 如此过去了七八天之后 李平儿再看向李庆的眼神 已比之前多了些 晦涩难明的味道 这天下午 李庆刚神经气爽的 从金莲屋里出来 迎面就看到 他那三娘子梦雨楼 正满脸愁容的赶路 也不知想些什么心事呢 只等李庆走到跟前 他就才回过神来 官 官人 梦雨楼有些慌乱地 抬头看着李庆 李庆笑了笑 把他玉手牵起 一同回了屋 躺在床上亲吻了一会儿 他才把妇人抱在怀里 问道 方才忧心合适 瞧我的玉楼啊 眉头都皱了 李庆说这话的时候 还伸出手 去梦雨楼带眉间抹了一抹 外面的烦心事 梦雨楼本不想带给李庆的 但架不住对方再三询问 这才说到 最近县里新开了几家染坊和仇布店 把我们的匠人师傅管事挖了过去 产出的布匹又压低了价格来出售 把大半的生意都抢了去 李庆沉吟的片刻 又问 那几家新开的店 主家是谁 是否姓薛 梦雨楼听后 无比惊奇地看着李庆 官人是怎么知道的 他家正是姓薛 听人说是最近才搬来在阳谷县的 李庆于是把前几天 最像楼里薛腾的事情 和梦雨楼说了 我倒是没想到 这薛家的人得不到我应允之后 竟使出如此伎俩 真是下三烂 看来他们也非什么正经到货人家 梦雨楼这才知道 还有这样的插曲 心里不由得大为感动 若是换了别的男人 有人愿意出 比这市面价高一倍的价格 买这些店铺 那肯定早就出手了 哪会像李庆这般 拒绝得如此果断呢 梦雨楼觉得 这世间再不会有别个男子 像李庆这样 会说什么 即便那些店铺被自己弄了个惨淡经营 但若能不得一乐 便是值得的 这样的话 落在梦雨楼耳中 简直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美妙的情话了 把他听得一时间也大为动情 躺在李庆怀里的身子 便不由得扭动几下 李庆见此 立刻为御楼宽衣解带 御楼却羞红着脸说 官人不是刚从二姐那里出来吗 是又如何 你家官人体力好着呢 接着 李庆二话不说 便和御楼翻云覆雨起来 若是一个完全不按人事的小姑娘遇到李庆 或许会以为 天下男子都像李庆这般厉害呢 也可能不懂珍惜 不过梦雨楼是成过一次亲的 首个丈夫的防侍能力就不是很行 所以对李庆现在是真爱的不得了 就当梦雨楼感到 灵魂都快要升上云端的时候 他感慨 老天对自己真是不博眼 竟有幸嫁给李庆这么一个 又贴心又有本事的男子 因着李庆的功劳 本为薛家那糟心事 而扰心了一整天的梦雨楼 此刻也终于暂时舒展了身心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第一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先演播 不过局 本书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三十九集 且说这一天早上 李庆陪着三娘子梦雨楼 来到了位于城南的仇布染坊 不匹做出来之后 无论你是什么材质 如果直接就卖的话 价钱肯定是不会高的 反之 若染上不同的颜色之后 那价钱就能翻个好几倍了 所以在这个时代 但凡是做不疲买卖的 大多数都会开染发 以免这门生意的大头 被人给白白赚走 原本杨家这些店铺 从归了李庆之后 他一直还没来巡视过 只交给梦雨楼来打理 不过在昨天 他既然听闻了 自己三娘子的仇事 自不会坐视不理 所以今天一大早 就陪着妻子来到此处 染坊的伙计们一听说 男主人来了 纷纷向李庆 投来了好奇的目光 一见到这李庆 竟是个风度翩翩的男子 不少人在小声议论着 原来孟三姐找了个小白脸啊 哎呀可怜那杨大娃 辛苦了半辈子 却死在了外面 妻子只给他 少了一年多的寡 就带着他挣来的钱 嫁了出去啊 这些人都在窃窃私语 声音不大 孟雨楼倒没听见什么 不过李庆 从完成了上次的任务之后 只觉得耳清目明了很多 这些话他听了个一清二楚 这些染坊的伙计们 基本是孟雨楼的前夫 杨宗熙一手招募 一手提拔的 对他至今仍怀有感激之情 而在这个时代 女子死了丈夫之后 守寡一年多就算合了礼法 但是也有守三年以上 或是就此终身不嫁的 所以有一部分 对杨宗熙死终的伙计 现在对孟雨楼守寡一年多就嫁人 有些心生怨念了 而且孟雨楼此前 所以一直帮忙打理着生意 不过他为人平和 所以在众人心中 并无多少威严 有一些自诩是元老的人 甚至还敢跟孟雨楼顶嘴 李庆这个时候 把这种种情况看在眼中 听在耳里 不由得暗自摇头 所以说 玉下之道 还是得讲究个恩威病师 老是一味的施恩 并不嫌威 那么那些吓人的尾巴 就会翘起来 甚至会反噬主人 社长方的伙计们 都到齐了吗 李庆忽然问孟雨楼 孟雨楼看了看 不是很确定 于是将目光 看向了这里的管师 一个三巡左右的中年男人 这管师连忙打倒 周二家的张老头 还有无赖子没来 其余的人都在了 孟雨楼轻皱带眉 我不是昨天就提前告知了 要全部人到这儿吗 他们三个做什么去了 为何不来 那管师的迟疑了一会儿 才说到 周二家的原本是来了 但刚才听说 前间那儿有便宜的羊肉卖 他就又跑了去 张老头呢 昨晚喝了一碗的酒 现在还没有起来 至于无赖子 我就不知缘故了 这个时候 有人插嘴道 无赖子跟人打架 脸都肿了一块 现在在家里养伤呢 嘿嘿嘿 你们说这无赖子啊 瘦得像个马猴似的 却偏偏常和人打架 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其他人纷纷哄笑一团 染坊里瞬间是一阵笑闹 李庆侧身向孟宇楼道 今天一看才知道 这染坊里面的哪里是伙计啊 分明是一般大爷嘛 孟宇楼脸色也不好看 对管师的说 这三个人 叫他们以后也别来了 他这话一出口 染坊里的众人 神色皆是一顿 显然没想到 会有这么严厉的处置 只片刻之后 那些染坊的伙计们 像炸开了锅似的 又再次交头接而起来 有一个身形精壮的汉子 最为激动 他高声道 我爹是宗西刚返布的时候 就跟随左右的 你凭什么不让他来染坊 原来 这名汉子的父亲 就是那个张老头 这个汉子叫做张聘 有几个人听了他的话之后 也随声附和 是啊是啊 张老头虽是经常喝酒误事 但也是有公欲养家的嘛 张聘一见 有人支持自己 胆子瞬间大了 斜眼一瞅孟一楼 你嫁了别的男人 就要赶宗西的老人走 小心被人戳起难骨 孟一楼面不改色 染坊店铺都是开门 做生意的地方不养闲人 这三人拿着我给的工钱 却时常见不着人 我以前看在宗西的情面上 已是容忍了多时 这次却是说什么 都不会再宽恕他们了 张聘一见 说不动孟一楼 便索性把心一横 一转身形 面对其他伙计们 大声叫嚷道 这孟娘子 嫁了个小白脸后 心早就黑了 我看她就是借机 要把我们这些 宗西留下的老人 都一一贴出出去 今天她能把我爹 吴赖子 还有钟二家的赶走 明天就能赶走你们 听张聘这么一说 其他那些原本还觉得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人 瞬间也有些心慌了 于是张聘趁热打铁 继续大声道 我看哪 咱不如现在就早离开得了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现在那薛家 不是也正在招募染防伙计吗 我们一起都去他们那 张聘说着 就把外面的围挂摘下 往地上一摔 带头向外面走去 其实 他自然不是真的要走 不然在前些天 薛家来挖人的时候 他早就离开了 哪会现在才走呢 他这一招是以退为进 通过假意带着部分人离开 来逼迫孟宇楼让步 要说张聘这蛊惑人心的能力 还真有两下子 他这一走 顿时有十五六个人 跟在他身后了 孟宇楼并不知其中真假 此刻一见 有近半的伙计都要离开 顿时有些慌了 向一旁的李庆 投以求助的眼神 李庆轻轻拍了一拍 他这三娘子柔软的肩膀 故意提高音量劝得到 不必担心 他们要走的话 让他们走好了 三条腿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人还不好找吗 而且咱们的染坊 给的价钱是最为公道的 明天只需派人 到集市吼上一声 保准人权朝齐了 那些正准备 跟张聘一块离开的人 一听李庆这么说 顿时有些后悔了 他们本就不过是 头脑发热而已 于是都迟疑起来 一双往外走的腿 也不由得放缓了些 说白了 这儿大部分是一些 没有什么主见的人 自是看谁 说中了心坎的话 就信谁的 张聘一听 冷横的一声说道 真是格笑 咱都是经年累月的熟练伙计 集市上随便招募来的 什么都不懂 能跟咱们比吗 哼 等我们离开后 你这染房还不知几时 才能正式恢复生产呢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第一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衔演播 不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四十集 听了张聘的冷嘲热讽之后 李庆的情绪丝毫不为所动 也不理他 只对梦雨楼说道 听招的伙计是什么都不懂 可以慢慢教吗 谁不懂这么过来的 只要伙计没有全部离开 咱们这染房就停不了盛产 梦雨楼点一点头 转过身子 对张聘等人说道 你们要走我也不拦着 都找管事 把这半月的工钱结一下吧 他说着 便向身边的管事 示意了一下 那管事的无奈 只好掏出一个本子来 喊道 谁要结工钱的 都过来吧 我 张聘首先走了过去 但只向前走了两步 他便察觉到 有些不对劲 原来 刚才那十几个 还纷纷叫嚷着 和他一起离开的人 现在 竟全部的 落在他身后去了 你们 张聘顿时有一种 被人背叛的感觉 大弄道 你们怎么能退缩呢 还有没有点骨气啊 有人小声回答他 三姐给的工钱 还是很公道的 又不像其他染缝那样 要到日落才收工啊 是啊是啊 我们在这里做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去薛家那 人生地不出的染缝 薛家给的工钱 也不比这儿多呀 说起来也是搞笑 这些人此刻 竟都七嘴八舌地 纷纷念起 梦雨楼的好处来 谁能想到 他们在前一刻 还大声说着梦雨楼 种种的不适呢 这张聘本也没想要离开 只想借势逼迫梦雨楼而已 但现在 要求结算工钱的 只有他一个人 就显得很尴尬 哎呀张娃子 还不快点过来 拿钱走人呢 那管事的 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张聘眼珠转了两下 最后抢颜欢笑道 谁 谁要结算工钱了 二叔 我刚才在闹着玩的 这里是闹着玩的地方 梦雨楼娇脸一寒 难得地大声训斥了一句 然后对管事的说 给他结算工钱 打发出去 吩咐完之后 梦雨楼便不再理会 这小丑事的人物 继续陪着李清 向别处走去 那张聘还想继续再闹 但管事给他半月工钱之后 让两三个汉子 把他架起来 给赶出染方了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染方里的其他伙计们 都变得小心翼翼的 再没了之前的 轰闹情形发生 而他们之后 再看向梦雨楼的眼神 也比之前多了一丝敬畏 谁也不敢再小声嘀咕 他的坏话了 单说李清跟着梦雨楼 转了染方一圈之后 对这里的状况 也有了一个大致了解 染方染的布 主要是以灰色 黑色 褐色 等偏暗的色调为主 至于红色 粉色 青色 等鲜艳的布 他也染 不过却比较少 因为染暗色调 做工简单 染料也便宜 而鲜艳颜色的布相反 往往需要经过 好几道工序 才可以做成 所以鲜出 自然就少了 至于金黄色的布 这染方更是没有生产 一来是因为 金黄色的布 是皇家专用的 没有官府许可 是不能随便生产的 另外 即便是能生产 在染方里 也少有工匠会染的 李清想了想 忽然问道 娘子 为何没有紫色仇布啊 紫色的仇布 非皇家专用 但工艺之复杂 却完全不在 金黄色之下了 别说是我们这里了 整个东平府 董德燃紫色的工匠 都屈指可数 李清听后 一拍大腿 好 那咱们呢 弄出紫色布来 对外售卖 一定可以大卖特卖的 到时候把那个靴架 甩在身后去 谁知李清话音刚落 不吃一声 在他身边 跟着的染方管事 忍不住 发出了一声痴笑 其他的伙计们 也纷纷向李清 投一笔一的颜色 都在想 这家伙 真是什么都不懂啊 孟玉楼连忙解释道 别说 会染紫色仇布的工匠 难以找到 就算是找着了 这事恐怕也不太好做 原来啊 孟玉楼早派人打听过了 想把绸布染成紫色的 主要有两种办法 一是直接用蓝色和红色染料 混合而成 但是染色效果不大理想 经常会出现染色不均 颜色劣质 而且极容易褪色 现在在市面上 最多的紫色绸布 都是这么来的 在价格上 和其他鲜艳布匹相比 并不算贵 第二种办法 则是在海里捉海螺 海背什么的 来提炼紫色染料 这样染出的紫色绸布 光鲜且不易褪色 所以那些达官贵人们 大都十分喜爱 而价格在众多绸布里 是最为顶尖的 不过 这样得出的绸布 耗费的成本相当大 而且染方无疑不是在 沿海地区 他们这阳谷县 离大海远着呢 即便是千辛万苦 找到了工匠 但由于缺乏海螺 海贝等物 也根本没法做出来 所以 染方的管事和伙计们 听见李庆刚才的话 才会忍不住发酵 梦浴楼也同样 颇为尴尬 觉得一向精明的自家官人 这次确实是犯糊涂了 李庆却毫不在意 轻声笑了笑 错到三娘子耳边 小声说 我有独家配方 能低成本的 弄出紫色染料来 真的 梦浴楼睁大双眼 看着李庆 脸上写满了 难以置信的神情 如果李庆说的是真的 那么 他们这仇布的生意 别说超越薛家了 就算是走出阳谷县 席卷整个东平府 也不是问题 真到那个时候 就真的是 裁员滚滚来了 李庆一笑 真的 你家官人我 什么时候骗过你 这个地方人多眼杂 不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信任的 所以李庆并没有 把他所谓的秘方 直接公布出来 梦浴楼也知道 这事事关重大 且出于 对李庆的绝对信任 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不过 染房里其他人 却是不信 觉得这个李庆 肯定是吹牛呢 带着满脸的好奇和疑惑 梦浴楼随着李庆 离开了染房 回到府中以后 只见李庆 让家里面几个小厮 在一些阴暗潮湿的所在 四处搜刮一种苔藓 也不知是有什么用处 梦浴楼当然不知道 这种苔藓 在后世有一个学名 叫做石蕊第一 石头的石 花蕊的蕊 大地的地 衣服的衣 这种东西 能提取出蓝色的色素 部分溶于水之后 便会显出紫色来 这种石蕊第一 在阴暗潮湿之处 是到处可见的 根本没人在意它们 而到了后世 还是在约十八世纪的时候 被一个英国人发现出来 用以提炼染料 给绸布染色 效果出奇的好 一点不比传统工艺差 而在现在这个时空 除了李庆这个穿越者 自然是不会再有别人知道 这个蕊含着惊人财富 密码的大秘密了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第一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先演播 补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四十一集 变送了 变送了 小丝戴安尔 眼看着碾碎之后 配合着煤炭等物 在锅内熬煮的石锐第一 慢慢地渗出紫色液体以后 激动地大喊起来 原本还半信半疑的梦浴楼 见此情景 一颗悬着的心 总算是安定了 李庆派人 把锅中的紫色液体 过滤出来 并没歇现 又往里面加入了一种 叫做明凡的东西 继续熬煮 此物可使染料效果 变得更加明显 让染出的衣服 变得更加明亮 当最后得到了 紫色染料的成品之后 李庆把一片白色绸布 放进去染色 染色完毕以后 再吩咐小厮取出绸布 放着太阳底下晾晒 当绸布晾晒干之后 一块明艳生动 高贵典雅的紫色绸布 便出现在众人眼前 梦浴楼 把那紫色绸布拿在手中 轻轻浮动 眼中满是喜爱之情 他兴奋地笑着和李庆说 官人 这跟市面上最昂贵的那种紫色绸布 是一样的 梦浴楼看向李庆的眼神 此刻已多了几分崇拜 只觉得自己的丈夫 实在是太厉害了 只用了这么一些普通的东西 就做出了紫色绸布来 就跟变戏法似的 啊不 不是戏法 简直是仙法 是神法啊 他手里这块紫色绸布 至少是那些普通鲜艳布匹 价格的四到五倍啊 李庆笑了笑 练着织法呢 你也看清楚了 找一些工匠师傅 考了注的那种 去做吧 哎 记住啊 一定保密 奴家醒的 梦浴楼点一点头 小脑瓜一转之后 继续说 我打算以后 每天都叫人买一罗筐 海罗海贝去染方 嗯 这是为何 李庆倒是一时没想明白 他为什么还要多词一句 杨谷县是临河不临海的 每天呢 倒是有不多的海产品 从河道运过来 不过价格不菲 一般只有大户人家 才能享用 孟宇楼一笑 咱们这紫色绸布一出来 别家染方肯定会 百般手段出来打听 奴这招便是为了 扰乱他们的视听 李庆刮了一下 娘子娇嫩的小鼻子 大家赞赏 还是我家三娘子聪明啊 孟宇楼满脸羞奶地称怪道 有下人在呢 他总觉得 自家这个官人就这点不好 总在有下人看着的时候 做一些轻浮的举动 实在有失庄重 而与孟宇楼恰好相反 潘金莲反而是最喜欢李庆 做这样的小举动 每每李庆一抬手 他便像一只温顺的小猫似的 主动凑过去 即便有人在 他也毫不在乎 孟宇楼离开李府之后 自去寻了信得过的伙计 还有工匠师傅 开始按照李庆这个方法 制作其紫色布皮 三天之后 第一批紫色布皮 正式在店铺开售 由于质量上乘 价格又远低于市面家 所以已经开售 顿时引起了轰动 店里的货没过多久 就全被抢光了 而薛腾 有些焦虑不安的 在他家新开的筹布店 走来走去 他觉得今天实在是太不正常了 以前这个时候 店里少说会有七八个人 在挑选布料 现在呢 大半天过去了 连个人影都没有 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 薛腾啊 终于忍不住了 派了个人 四处打听起来 许久之后 终于由伙计探明了情况 急匆匆回来 和他禀报道 回二爷 是孟家娘子的店 在出售紫色布皮 客人们都被吸引过去了 紫色布皮 他们怎么会染 这种颜色的布啊 而当他得知 孟玉楼店里卖的紫色绸布 比市面还要便宜时候 就更加一头雾水了 他卖这个价钱 也不怕亏大本 薛腾一时拿不定主意 只得回家去 把这个情况 告知了父亲和其他兄弟 薛家的人经过一番讨论 觉得孟玉楼此举 只是为了吸引眼球罢了 注定不会长久 而阳谷县其他开绸布店的 也基本上是做此判断 甚至有人公开嘲笑 说孟玉楼这个辅导人家 就是见识短 除了这样的烂招 就不会其他的了 从别处买来紫色绸布 降价出售 倒要看一看它 能支持多久 然而 一连五天过去了 孟玉楼家的店铺 依然还有紫色布皮 在出售 甚至还卖出了阳谷县去 薛家和其他店铺老板们 见此情景 终于坐不住了 又开始费尽心思地 打探起各种猫腻来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这些人很快就打听到了 这些布皮 是孟玉楼的染坊 自个儿染出来的 竟然不是像他们猜测的一样 是从别处买来的 接着他们又打听到了 孟玉楼每隔几天就会派人 买进一筐海螺海贝 于是下意识地认为 它是用传统方法做染料的 心中就更加疑惑了 那么一点点海螺和海贝 能染出这么多布皮来吗 在随后的日子里 这些人又是手段百出 一心要打听出 孟玉楼有没有什么秘方 可惜经过李庆提醒之后 孟玉楼早有防备 这些人费尽了心思 却什么也无法打听出来 而这一切的一切 李庆始终没怎么关心 反正从他献出秘方之后 筹布店就已经转亏为盈 每天大把钱财进账 自家三娘子再也不用紧皱带眉 李庆便也放心了 反正在李庆的眼里 挣钱什么的都是小事 泡妞哄自家女人开心 才是最为重要的 而在这段时间里 李庆依旧是时不时的 和花子虚到外面去喝酒 喝完了 就送着烂醉如泥的花子虚回府 趁机不着痕迹的 辽伯李平儿 如此周而复始 到了现在 李庆自觉 是时候做出一些试探性的举动来了 于是这天傍晚 他趁花子虚出门之后 没跟着去 反而故作漫不经心的 在花府门前散步 这个时候 恰好李平儿 带着两个丫鬟 在大门内的院子闲逛 李庆一见他之后 便故意扬声咳嗽了一声 紧接着便又回身往东边走去 但很快又往西边走 其间又偶尔对门站立 把眼睛不住的往门内看 李平儿的身影在门的里边 每当李庆路过门口的时候 便快速的闪进里面去了 但是当李庆从门过去之后 他又忍不住探出头去瞧 而就在李平儿探头去瞧的时候 刚好就看到了并没有走远的李庆 二人的目光瞬间触碰到一块了 李平儿一下羞红了脸 晃晃茫茫的又躲了回去 然而经过他刚才这样的举动 李庆心里面已经是有了 七八分底了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浮堤大观人 作者 比目鱼 明显演播 不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四十二集 且说这一天傍晚时分 李庆吃过饭之后 又故作随意地在花府门前晃悠 他家和花府比邻而居 这举动看起来也算正常 他若住在别处 那才使人怀疑呢 当李庆路过花府门守的时候 呼见李平儿身边的小丫鬟秀春 来请自己入内 李庆问他 你家娘子请我做事 你们老爷呢 在不在家里啊 秀春打道 我们老爷不在家 娘子请大观人去问句话 李庆一听 这颗心顿时活跃起来 跟着丫鬟秀春进了花府 到客厅坐下 过了不多时 李平儿书席打扮好了出来 朝李庆倒了万福 在主位处坐下 这些日 自多成观人后裔 每每劝卓夫回家 奴民刻于心 只赶不尽 不过 他前些日子又出去了 一连三五日都不回家了 不知大观人 曾会见过他没有 最近几天 李庆故意 没跟花子去一块喝酒 为的就是这个 他这个时候 故作气愤地说道 我最近忙了些 便没和他在一起 昨天晚上 倒是在路上 又看他往那个 乐星堂门手粉头 正向爱家去了 怎的没了我的劝阻 他又数天不回家了呢 李平儿 用手帕抹着眼泪说 正是这般说 奴也是吃上了他在外边 棉花卧柳 不顾家事的亏 外人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这里是外事 那什么正爱香 才是他正气呢 听着这富人大吐苦水 李庆心中安息 这一幕似乎有一些 似曾相识的感觉 当初李庆勾到潘金莲的时候 火候到了一定程度 金莲也同样 在李庆面前说了很多 对五大郎不满的地方 这个时候 小丫鬟断了一盏茶出来 李庆喝了两口 因为担心花子虚会突然回来 所以不敢久留 便起身要告辞 毕竟男主人不在家 女主人擅自请男子入府 即便是有在为正当的理由 待久了也是不大好的 李平儿又千叮万主 央求李庆 不管卓夫在哪 好歹劝他早早归家 又一定恩有重报 绝不敢忘了大官人这恩情 说这番话的时候 李平儿泪眼婆娑 娇美诱人 简直能将世间任何男人的心 都融化掉 若非李庆颇有自制力 肯定也舍不得迈开腿 往府外走 他也真是不明白 那花子虚有这么一个美妻 为何却天天在外不归呢 那花子虚外面的粉偷 李庆其实都见过 论及姿色的话 和这李平儿相比 基本都差了不止一星半点 难道说 这便是所谓的 家花拿有野花香吗 此日 花子虚果然从外边回到了家里 李平儿埋怨道 你在外边贪酒恋色 多亏了隔壁李大官人 两次三番顾目你来家 你买份谢礼 谢谢他 方不失了人情 花子虚却只觉得 这李庆多管闲事 心里哪会有半分感激 不过 耐不住妻子再三劝说 这才派小丝天喜儿 去置办了一份礼 给李庆送了过去 在家里面 花子虚做了没有半场 又听了妻子的念叨 心里很是不耐烦 于是又偷偷地 从小门溜了出去 其实花子虚之所以不爱回家 一大原因就是因为 人受不了李平儿 整天在耳边说这说那的 这可能是物极必凡所致吧 以前花太监还在世的时候 就常对花子虚耳提面命 甚至动辄打骂 花子虚现在终于熬死了花太监 便半点唠叨也不愿再听了 外面的女人可能没有李平儿好看 不过身处勾拦的女人 最懂得奉承男人了 面对花子虚只会说一些好言好语 所以这花子虚才会经常不顾家的 过了好一会儿之后 李平儿这才发现 自家丈夫回来没有多久 又偷偷溜走了 心里自是又一阵气哭 心底深处 那不为人知的火苗 也慢慢燃烧了起来 这一夜 心里思绪万千的李平儿 躺在那一张大床上辗转反侧 到深夜都没睡着 于是趁着月色正好 独自一人起身走到府宅的花园里 款步花台 忽然间李平儿听见 从甲山里面传出了一阵古怪的声音 皱着眉头轻轻走了过去 最后竟发现 是小丝天喜儿和府里的厨娘 在做那种事情 他下意识地转身就走 远离那甲山之后 才一阵气恼 暗下决心 明天一定把天喜儿和厨娘赶走 不过这些天以来 李平儿本就被李庆撩拨得 有些春心懵动 再加上今天 花子徐又气了他 心中更是烦躁不安 现在经过方才这事以后 方心竟变得顿时愈发的迷乱了 回房的路上 李平儿有些精神恍惚 路过一片小池塘的时候 盯着水中的月亮 正正地出神看着 也不知看了多久 那月亮在李平儿眼中 竟慢慢地变成了李庆的脸庞 正冲他发笑呢 李平儿心中一颤 这才猛然惊醒 再细细看去 池塘里有的只是月亮 哪有什么李庆啊 李平儿的心砰砰直跳 于是匆匆回房 只是依旧辗转难眠 直到天空泛起余度白之后 也没能睡着 如此又过了数日 这天下午 花子须难得地从外面回到家里 只见家中池塘荷花盛开 一时兴起 叫来两名粉头在花园唱曲 接着他觉得 一个人戏耍也没什么意思 便又让小厮去请了李庆过来赏荷花 另外邀请了英伯侯 谢西大 祝石念 孙天化等四人相陪 传花鸡鼓 欢乐饮酒 也不知是不是鸡鼓的粉头 故意还是怎么的 每次种人的花 传到花子虚的手上时 鼓声便突然停止 所以每每都是罚花子虚喝的酒 过了班上 花子虚便也是喝得半醉 竟站起来高声唱起厌词来 还不知从哪儿拿了个铜锣 自顾敲着 震得李庆啊 都快聋了 正在后屋打算午睡的李平儿 听到动静 便派了丫头秀春前来传话 让花子虚小点声 花子虚正耍得尽兴了 听后不由得大为恼火 猛地扇了秀春一巴掌 狠狠地大声骂道 这妇人真是 我不在家时 她便常差人去请我回 现在回来了 却有诸多挑剔 真是呱噪至极 滚 消耀再来扰了我的好兴致 秀春平白吃了一个耳光 脸都红肿了 眼眶里泪水直打转 不过却不敢顶撞花子虚 只得眼着面 匆匆跑回去 向李平儿哭诉起来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欲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浮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先演播 补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四十三集 李平儿在这个家里可不弱势 他见自己的使唤丫头平白无故 被花子虚打了一掌 顿时气焚不过 让小厮把花子虚叫至跟前 气急败坏的大骂不绝 花子虚心中 无名夜火也瞬间冒起三张稿 更是李平儿 甩下一句 以后巫妖再欠人来换我归家 之后扭头便走 自顾自地搂着两名粉偷 摇摇晃晃地出门去了 李平儿见此情景 气得直在原地打颤 过了许久后 却忽然似想通了什么 专门远远地 往池塘边的李庆望了一眼 然后才默默转身离开 池塘边的英伯侯 谢西大 祝时念 孙天化四人 先是面面相去了一会儿 才纷纷起身往外走去 郑主花子虚都已经不在了 他们还继续留在此处 也颇为无趣 李庆却一直惦记着 刚才李平儿看向自己的眼神 于是借口说 喝酒多了 尿急 要借花府的茅厕一用 让英伯侯四人先走 英伯侯四人 则是不宜有他 只说会在门口等候李庆 李庆匆匆小姐后出来 抬头四处张望了一下 人影也不见一个 心中暗自纳闷 难道是我会错意了 他不可能在此过久逗留 以免让外面等候自己的 英伯侯等人生疑 于是只得满怀失望地 往门口积积赶去 当穿过回廊的一处 转弯处的时候 李平儿也刚巧迎面走来 李庆闪避不及 与他撞了个满怀 那富人的郊区短暂入怀之后 便又迅速挣扎着起来 满脸通红地低头 匆匆离开了 李庆看着美妇的背影 一阵怅然若失 因为李平儿 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他心里仍是颇感失落 不过就在李庆打算着 往外走去的时候 却猛然发现 地上多出了一块手帕 想来是李平儿 方才落下的 李庆捡起来一看 只见手帕上还绣着图案 分明就是文君夜奔的故事 心中这才大为欣喜 这文君夜奔 讲的是汉代的卓文君 清心于司马相儒 但是其父却不同意 于是夜里便和司马相儒私奔了 李平儿故意留下此方手帕 其意义自是不言自明了 李庆当下把手帕贴身收好 然后走出了花府 会合了英伯侯等人 英伯侯等人打算继续去勾兰内寻欢 李庆却说自己喝多了 脑袋有些发晕 执意要回家休息 听李庆这么说 几个人也不好声托硬拽 只能目送才回到府中 只是 英伯侯在离开的时候 摇着头小声嘀咕 大官人平日里酒量一向很好 今天怎的 这么容易就醉了 却说李庆一回到家里 立刻就从摇摇晃晃的姿态中恢复如常 眼清气明 哪里有半点喝醉的样子 他接着到了潘金莲的院子 这里不仅安静 花院边上那一堵墙 就是跟花府共用的 此刻太阳已经落下 潘金莲却不在房里 他最近刚学会打叶子牌 常去月娘那里叫上春梅玉霄一块玩 虽说排气不怎么样 却迷得不行 现在估计仍打得不一乐呼 李庆在金莲房中脱下了外衣之后 便听得花府那边正在赶狗关门 小丝丫鬟们轰闹了一阵 便又复归平静 李庆一世走到花院 坐在亭子里侦查字印 他知道 如果李平儿真的有意 肯定会有所举动 自己只需要静静等候就是 又厚了不知多久 李庆耳朵一动 呼见一只通体发白的猫 目的在墙头出现 这一只白猫 李庆见李平儿在怀里抱过 想来是他养的 接着墙的那一边 便是一阵寻猫的声音传来 李庆的心瞬间变得火热了 那白猫在墙头走来走去 不时地叫着 很快就把寻猫的人引了过来 随后李庆就看到 一张梯子架在墙上 接着 今天那个被花子虚打了一巴掌的丫鬟 秀春便爬了上来 把白猫抱住 秀春满怀深意的 往亭中的李庆看了一眼 什么也没说 就下去了 不过那梯子 却依旧停留在远处没动 李庆积年在风月中走 哪会不明白其中的深意啊 他立刻起身走到墙边 这墙起身也不怎么高 他从附近搬来一块石头垫着 然后纵身一跃 就上了墙头 也幸好 他现在的身体素质 与刚来的时候相比大有提升 否则也绝没有这么轻松 由此可见 要想高的女人 有一个强悍的身体 是有多么重要 闲话少许 李庆上了墙头以后 便顺着丫头秀春给了梯子下去 就这么又回到了花府 秀春果然仍在原地候着 怀里的白猫却不见了 想是抱下来以后 就随手放走了 当真以为秀春刚刚真是为了找猫 才爬上梯子的吗 此刻秀春红着脸 朝李庆蹲身行个万福 然后依旧是什么话都没说 转身便往内院走去 花府的下人本来就不多 而且这个时候 但凡是大户人家 都会规矩森严 主人所居住的内院 雏娘等杂役 是不能随便进出的 李平儿这内院 能随意进出的 除了他夫妇二人之外 也就是丫鬟秀春 迎春和小丝天福尔 老玉冯妈妈 原本还有一个叫天喜儿的 不过昨天 也被李平儿取了个油头 给赶了出去 那天喜儿正是 花子虚的跟随 用得向来顺意 被李平儿赶走之后 心中自是暗暗生气 这也是花子虚 今日动手打人的诱因之一 而此刻天福尔 也跟着花子虚出去了 迎春在内院门前把风 所以李庆此刻走到这儿 根本不需要担心 被不相干的人发现 只走了一会儿 李庆远远地便看见 那李平儿摘了罐 乱碗乌云 素体浓妆地立在川廊下 抬头张望 李平儿也看到了李庆 心中顿时欢喜无限 他早已经说服了自己 所以也不扭捏 忙上前去 把李庆迎进房中 灯珠之下 早已安排一桌 起整酒窑果菜 湖内满柱香酒 两人坐下之后 李平儿双手高琴玉杯 亲帝于李庆 深深到个万福 奴一向感谢官人 蒙官人又费心仇打 是奴家心下不安 今日奴赐制了这杯淡酒 请官人过来 辽静奴一点薄情 李庆接过酒 问道 紫须还没回家吗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浮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先演播 补局 本书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四十四集 李平儿道 官人需要再提这浑人 自从下午出去后 就再也不见人影了 还说让奴 不要再派人换他回来 李庆心想 那花子虚不回来倒好啊 酒肉兄弟一场 你家里的美妻 以后我就代为照顾了 李庆喝了一口酒之后 又看了看四周 问道 家里的下人呢 为何没怎么见 秀春在外候着 盈春在内院的门把守 冯妈妈 在看着宅子大门 他们是奴 从小就跟着的新妇人 说到最后的时候 李平儿还鬼使神差地 说了一句 秦后门都已经关闭了 保准没有别人能进来 说到这儿 她脖子都羞红了 不由地低下了头 李庆听后心中甚喜 于是主动过去 坐到妇人身边 并肩跌骨 交杯换盏 饮酒坐一处 这个时候 秀春拿菜进来摆上 又立在旁边 带围针酒 这秀春从小 被李平儿从牙婆那里 买来带在身边 即便今天没被花子虚打 也断无泄密的可能 酒吃得浓时 李平儿便向秀春 使了个眼色 丫鬟便去紧帐中 香薰冤备 设放珊瑚 然后撤开酒桌 拽上门 出去了 李庆早已心援一马 蠢蠢欲动 见了这后 哪还按着得住啊 他二话不说 起身一把 把这美肤抱起 只往紧帐走去 宽衣解带 在这个时代 大户人家的内饰 都有两层窗梁 外面围窗 里面围窗 关上里面两扇窗梁之后 就算房里长着灯烛 外边的人也看不到 半点里面的情形 就在李庆将要行事的时候 这美夫人忽然想起 窗梁还没关 便慌忙起身 披了白色的纱衣 去把两扇窗梁 关上之后 这才安下心来 李庆笑着摇了摇头 外面只有迎春秀春两个丫鬟 即便给他们看到 又能怎样呢 其实 这就是个人习惯了 李平儿做那事的时候 从不喜欢有丫鬟 在一旁侍候着 话说迎春这个丫头 今年已经十七岁了 颇支尸体 见他两个今夜偷欢 心中自是被猫挠了心窝似的 他本在那院大门处看着 借口说站久了腿酸 便要秀春替自己一会儿 秀春和他向来情同姐妹 根本不宜有他 爽快地就和迎春互换了位置 迎春先是假意 在廊下小坐了一会儿 接着便悄悄地走向窗下 用头上三子挺 牵破窗窗帽纸 然后往里窥视 只看了一眼 丫鬟迎春就如雷击般地 愣在原地 只见那灯光影里 娇嚣杖中 一个玉碧芒窑 一个金莲高举 一个鹰声利利 一个艳雨难难 好似君锐玉鹰娘 犹若宋玉偷神女 山盟海誓依稀而终 蝶恋风姿未能击把 正是背番红浪 灵犀一点透苏麻 丈碗银沟 没带两弯锤玉脸 丫鬟迎春也不知看了多久 直到里面的美妇人 传出了一声呼喊之后 才把她惊醒 秀春不知几时竟走了过来 一把将迎春抓住 压低声音换她一声 迎春差点被吓尿了 泪眼婆娑地哀求起来 好姐姐 别告诉娘子 不然她非得把我赶走不可 秀春自不会搞发她 不然也不会刻意压低声音说话了 离开这里再说 秀春说着就要拉迎春离开 但迎春却一动不动 满脸为难地说 姐姐 我 我腿发软 走不动了 秀春满脸的无奈 只得蹲下把这个丫头背了起来 远离窗边 房屋里面 事后的二人正搂抱着说话 李庆先问了李平儿的岁数 这个时代就是如此 两人若是没好上 你还真问不到一个女人的年纪 所以当做丈夫的发现 竟有其他男人知道自家妻子的岁数时 就得注意一下 头领的颜色又没有变化了 李平儿答道 努今年二十三岁 官人贵庚 我也二十三岁 咱们倒同岁啊 于是 二人又各自报了具体日期 原来李平儿是正月十五出生的 而李庆的生日是七月二十八 比李平儿大了近七个月 二人又闲聊了一小会儿 李庆又问了问李平儿名字的由来 李平儿说 是他出生那一天 有父母相好的友人刚好送了一对小小的于平儿来 而此后他哭泣的时候 只要父亲母亲把那对于平儿拿出来逗他 保准立刻破题为笑 所以就取了个小字叫做平儿 李庆听后 不由得嘖嘖撑起 这个时候 李平儿看着李庆 问道 你头里头过来这边 家中大娘知道不知 他会问你时 你怎收回答 我那大娘子最是好性子 想来即便知道了 也不会多问的 我过来那个地方 是二娘子的居所 是在花园里独自一锁的楼房 他也不会管我这事的 李平儿听后 这才放下心来 想了想之后说道 到明日 你讨到家中大娘和二娘的脚样来 你亲自为他们做两双鞋过去 以表奴情 李庆点头答应了 二人又说了一会儿话 便又有些躁动 于是再次缠绵起来 二人当下如胶似漆 一直盘缓到五更时分 窗外击窖 东方见白 李庆这才穿衣 准备离开 美妇人自是万分不舍他走 但也知道不可能 于是动情地 将头上棍顶的金毡 拔下两根来 为李庆带在头上 说道 问官员回去好 我要忘了呢 李庆抱了抱他 休说胡话 我怎会忘了你 明晚只要花子虚没回来 我便依旧过墙来 与你相会 妇人听后 当下和李庆定好暗号 只要花子虚不在家 这边就使丫鬟 在墙头上暗暗以咳嗽为好 或者先丢一块瓦片 李庆见这边无人 方才上墙 一切都说好之后 二人这才依依不舍地 暂时分别 李平儿柔情似水的 目送李庆翻墙过去之后 仍在原地呆呆看了许久 才转身回屋休息 本来他已一连失眠很多天了 几乎快要忘了 睡着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但与李庆成就好事之后 当下竟美美地熟睡了过去 睡着的时候 李平儿嘴角处 还一直挂着淡淡的微笑 也不知是梦见了什么美事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衔演播 补菊 本书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第四十五集 李庆翻墙回到花园之后 从头上拔下了 李平儿相送的两根金簪 拿在手中看了看 心想 难道这个时代的人 都喜欢把金簪送给青郎 作为信物的吗 他还记得 在《红楼梦》里 那贾真爬灰儿媳妇秦可卿 不就是因为金簪被妻子 由事发现 这才露出端倪的吗 李庆想到这儿 便将这两根金簪收好 可不能被人发现了 特别是那个花子虚 不过 就在这个时候 花丛中却呼地钻出一个人来 一把把李庆手抓住 娇声道 好啊 这金钗是哪来的 素素说来 不然定要拉你去见大姐 李庆一看 这不正是自己的二娘子 潘金莲吗 他笑了笑 也没多解释 将女人拦腰抱起 然后往屋里走去 潘金莲却仍故作 称怒地吹打李庆肩头 花心的贼子 是不是又偷上了别家的娘子 李庆也不惊奇 只笑着问他 你怎么知道的 潘金莲撅起小嘴 奴回来后 听丫鬟小玉说 你来过这里 但问了看护门手的小丝 又说你进宅后便没进出去 接着 我又在墙边上 看到一块石头是新搬去的 所以知道你这父亲的贼人 并是到墙内边去了 李庆听后 心中顿时一阵狂悍 难怪后世有人说 女人在桌奸的时候 个个是福尔摩斯 现在看起来确实不假 所以说 后世一夫一妻制的各位男子们 千万别想偷情了 想瞒住妻子多久 做那种事之前 一定要慎之又慎 否则最后 定会闹个妻离子散的 千万别那么干 但是李庆现在 却没这个忧虑 别看潘金莲这时 似瞻怀怒 但看起来 更想和李庆撒娇 根本不是真生气 潘金莲这个时候 还想再问什么 但是李庆 已把他抱回屋里 背里一阵翻腾 心早已升入云端 哪里还能顾及什么呢 收了云雨之后 潘金莲这才 妩媚地白了李庆一眼 粗喘着气说 你这没修的强盗 与隔壁花家那妇人 偷了几遭 一一说出来 我便罢休 但瞒着一字 以后 就要再碰奴依下 李庆一是笑嘻嘻地 央求道 乖小油嘴 尽声些 事不瞒你 昨晚还是头一早呢 潘金莲确实不信 仍故作生气 李庆也不和他说道理 又把他小嘴亲住 这便胜过一切 巧舌如簧了 许久之后 金莲终于不再闹了 只枕着李庆那宽阔的肩膀 细细把玩着 李平儿相送的两根金簪 只见这簪子 乃藩黄石田地 尚刻金玲龙寿字 分明是御前所致 宫里出来的 甚是蹊跷 花府有宫中的东西 并不足为奇 那花太监 本就是当过御前班职的人物 潘金莲看着这金簪 心中甚是欢喜 不由得发酸道 那人与你初次相会 就送了这好东西 做定情物 奴可拿不出来 李庆抱紧他一下 却说道 哎 你们各有各的好 何必去比较呢 当初你给我的手帕 我不是也小心地 一直保存着吗 听李庆这么一说 即连这才转称为喜 不再纠结于此了 李庆也趁这个空档 看了看那系统任务 件仍显示没有完成 看来啊 还得和上次那样 非要把人取过门才算行呢 这便使李庆很为苦恼了 要知道 这花子虚 可不是五大郎那般 懦弱可欺的人 而且花府的钱财 也不比李庆少 肯定不可以用钱财来诱惑的 此外 别看现在 花子虚和李平儿 关系如此之僵 但无端端的 花子虚定不会轻易修妻 因为这是一个事关男人脸面的事情 夫妻间闹到要休妻的第一步 要是传了出去 人们在背后保准会指指点点的 五大郎被迫修了潘金莲之后 之所以要马上搬离阳谷县 一是因为他被人胁迫 感到坐立难安 另外更是无言面对街坊 索性就一走了之了 总之之前 用在五大身上的一套手段 在花子虚这儿 肯定是行不通的 还得另寻妙计才行 李庆想了又想 却没有半点头绪 不由得见生焦躁 一旁的潘金莲却以为 他又想做那事了 笑着骂道 真是同魔方的倔驴似的 接着便乖顺地掀起被子 俯身过去 为他品名起来 李庆虽没有想出 让花子虚休息的办法 但却不妨碍他和李平儿 继续加深感情 于是从这一天起 李庆便常常踏着梯凳过墙 去和李平儿私会 切欲偷香 好不快活 他每一次都不从大门行走 端是神不知鬼不绝 街坊临射 谁能笑得 所以说 切欲偷香这样的事情 邻居之间最是好做 也难怪后世会有戏称说 防火防盗 防隔壁老王 这一天清晨 李庆又从隔壁翻墙归来 潘金莲似乎已养成习惯了 也是早早起来 把李庆接进房里 李庆打了个哈 从怀里面拿出一双鞋 递给金莲 这是隔壁的娘子 亲手为你做的 金莲接过之后 穿在脚上试了试 尺寸刚刚好 其手艺竟不比自己差上多少 当然了 鞋子好坏是无关紧要的 最为主要的还是 李平儿的一片心意 李平儿很会做人 这几日 还用着各种借口 分别给月娘 金莲 孟宇楼三个 送了不少好礼物 礼上往来之间 李庆的三位娘子 都对这位隔壁的妇人 好感大增 潘金莲这个时候 把鞋子收了 心中原本对李平儿的敌意 又减轻了几分 但还是傲娇地说 我才不稀罕他 做的这鞋子呢 他说着 又瞥着李庆道 你下次去的时候 把他的鞋脚大小告诉我 我也要为他 做一对鞋回礼 啊 好 李庆随意地应了一句 便困意满满地 倒在床上 合上眼睛就要睡觉 一旁的金莲 却往身上推了推他 眼神勾人至极 不用问 肯定是想和他云语了 李庆懒洋洋地打了个哈去 啊 乖 等我睡醒再说 实在是太困了 他昨天晚上 又是玩耍了大半夜 最近天天如此 即便身子是铁打的 也架不住困意 潘金莲很是不满地 撅了撅嘴 他也没有理由取闹 只是问他 我为你熬了鱼粥 你吃了再睡 还是醒了再吃呢 李庆里听金莲说起吃的 肚子的咕咕叫了几声 于是笑着和金莲一起 吃了两碗鱼粥 这才睡醒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浮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先演播 博菊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四十六集 李庆一觉醒来 都快到中午了 揉了揉 惺忪的睡一眼 只见潘金莲趴在那 正在看什么东西呢 李庆伸长脖子 扫了一眼 原来 是自己今天早上 从隔壁花府 带回来的春宫画册 这套春宫画册 一共有二十四幅大图 四十八幅小图 画得极其精美 也是从皇宫里面 带出的物件 李庆一开始 还觉得很是惊诧 他不明白 那个花太监身边 藏这样的东西 有什么意义呢 这不是无稽之谈吗 后来 经过李平儿的解释 才知道 原来太监虽不能人道 但是却并非没有 那方面的需求 事实上 皇宫里 但凡有些地位的太监 都会和宫女住一块 称之为对食 至于怎么个对食法 恐怕就只有天才知道了 说起来 那些宫中的宫女们 也是很可怜的 偌大一座皇宫里 只有皇帝是个正常男人 能从宫女身份 转换为嫔妃的 恐怕几百年 也出不了一个 所以说大多数的宫女 都是把生命中最美好的光阴 虚度在皇宫 幸运的 还能红颜不在的时候 被遣出宫去 寻一个好人家给嫁了 更多的人 却是在宫里面 就此孤身到老 李庆想到此处之后 不由得看了看 那坑爹的美女拯救系统 还说什么宗旨是拯救美女呢 却只顾让自己去妾香偷遇 若那天要自己去皇宫里面 把那些宫女全部解放出来 那才叫真的名副其实呢 不过李庆啊 也就想想罢了 以他现在的能量 哪有本事去宫里解救宫女呢 那东京城 号称有八十万进军 就算是吃空想严重吧 打个对折 三四十万总该是有的 一个人吐一口唾沫 都能把李庆给淹死了 李庆想到这儿 从背后抱住了潘金莲 只见金莲此刻 观摩的是一幅 圣下行乐图 潘金莲红着脸 催了一口 这些人推不要脸 竟在屋外做这种事 只要没外人看到 这有什么打紧的 咱们要不要学一学这画册啊 嘿 谁要学这些 你需要再说 明白玷污了人耳朵 潘金莲嘴上虽这么说着 但手上仍没有翻页 继续津津有味的细细看着 原来这幅圣下行乐图 是二十四幅大图之一 画面内容十分丰富 几乎在每个角落里 那些人都自成故事 令人浮想连篇 可不是一眼两眼 就能看得完的 这套春宫画册 李庆从李平儿处 拿过来之后 也没怎么看过 于是这个时候 也在一边看了起来 他在前世 可没见过这种东西 所以觉得很稀奇 而且这画面内容千奇百怪 同样令他眼界大开 频频发出感慨 古人还能这么玩呢 李庆潘金莲二人 看完这盛夏行乐图之后 便翻到了下一幅 标题叫做 女帝夜请梁国公 所谓女帝自是武则天了 而所谓的梁国公 便是武则天的 第一个面首薛怀毅 这幅图讲的便是 武则天和薛怀毅 在室内颠缆捣缝的 各种情形 潘金莲只看了一会儿 这身子就像被火点燃了似的 一双眉眼 直看向李庆 李庆笑了笑 心知妻子这是动情了 于是将这幅图画 在眼前展开 与他这位二娘子 学着画中动作 翻云覆雨起来 下午的时候 李庆正要出门 却见到交挺这丝 满脸醉意的 从外面回来了 二人正好打了个照面 一般情况下 李庆要做事吓唬人的时候 才会让交挺随身跟着 而这几天呢 他几乎都在和隔壁的李平儿 私会 交挺自是不用时刻跟随了 不过交挺也不耗酒 要是没什么事 一般是不会去喝酒的 于是李庆有些奇怪 问道 这大白天的 怎么喝这么多 交挺甩了甩头 努力地让自己清醒了些 哦 俺今早出门去喝茶的时候 在路上撞见了以前的一个香熟 江湖上都称他做金毛犬断井柱 哎呦 非要拉我去酒楼吃酒 俺推辞不过 只得跟着去了 你只能喝到现在才得以脱身啊 金毛犬断井柱 李庆一听 有些耳熟啊 思索了片刻之后 这才想起来 此人同样是梁山一百丹八将之一 而且还是排在最后的那一个 这金毛犬断井柱 平素以道马为生 在原著中 道德金国王子的坐骑 赵叶玉狮子 想去献给宋军 以做晋身的资本 谁知道 他路过增头市的时候 那匹豪马 却被增家五虎劫了去 段井柱没办法 只得逃往梁山 将此事告知了宋江 那个时候 宋江的铁杆 神行太保代宗 又恰到好处的谈论起 增头市曾经扬言 要荡平梁山 梁山大头领朝盖 还气不过呀 遂起兵 攻打增头市 结果万万没想到 在阵前中了一只毒箭 就此死了 于是才有了梁山一主 宋江成功上位的故事 所以这金毛犬断井柱 别看在水浒传里 毫不起眼 篇幅料料 但是 后面引发的一连串大事件 他可是个关键人物 不过李庆 又没想去梁山当强盗头子 梁山之主是谁 与他毫无关系 他现在只是在想 能不能从这个断井柱手里面 买几匹好马出来 李庆现在的家里面 虽有两匹马 但其中一匹已经是老马了 另一匹母马倒是能骑 就是有些温顺的过头 跑得不怎么快 他现在的骑马技术 也有了大幅提升 所以 想买匹快马来 到城外去驰骋一番 于是李庆让交亭 为自己引荐一下 要说这交亭和断井柱的关系 其实并没有多要好 而且还觉得 这个断井柱很烦人 本来是不想再见面的 不过一听 李庆要见断井柱 他也没有推辞 又强忍着醉意 重新出门去了 过了不多时 交亭便带了一个 贼眉鼠眼的男子走了过来 此人头发有些发黄 也不知是因为营养不良 还是有一族血统所致 难怪会有一个 金毛犬的绰号呢 这位官人找小人何事啊 断井柱满脸谄媚地笑着问道 李庆直接问他 听说你手里面有便宜的好马卖 不知是也不是 断井柱听后心中一惊 他虽然是靠道马为生的 但事情做得极为隐秘 明面上是个正经的行商 内情即便交亭也不知道 此刻万万没有想到 却被李庆一语道破自己的勾当 心中如何能不惊讶呢 他强颜笑了笑 小人只是个普通的行商啊 不知大官人从何处听说 我有好马卖的 李庆摆了摆手 你不必一身一鬼的 我只是想和你买一匹好马罢了 你有就卖 没有便算了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堤大官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先演播 胡菊 本书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第47集 听了李庆的话之后 段景柱眼珠转了几转 他最近还真的新得了一匹好马 但一时间没找到买家 他之所以在阳谷县城出现 本就是为了要与人交货的 但是那个买家财主 势到临头却突然变了卦 非要再降一百两价格才敢买 段景柱一气之下 便甩袖离开 出门没多远就碰到了娇婷 这才硬拉着他去喝酒姐妹 来此的路上 段景柱已向娇婷打听过李庆的情况了 知道以李庆的财力 要买自己那匹马 没问题 如果真的没有恶意 倒不失为是一个很好的主顾 大官人 我先有一匹好马 若从正经马贩那买 少说值两千五百两银子 现作价六百两给您 您要吗 我先先过来 先给我瞧一瞧 若合意了 我一定买 好 大官人稍等片刻 段景柱说着便转身出去了 他那匹马就在最乡楼里 像这样的大酒楼 一般在当地是有些背景的 而且十分注重看护客人的马匹等贵重物品 堪称是一个最为安全的所在 焦挺看着段景柱离去的背影 嘴里嘟囊道 我说他怎么长得贼没熟眼的 原来是个盗马贼 李庆笑道 你这个朋友啊 专在北地盗马 听说呀 还盗过一些王公贵族的马 就盗马的本事来说 也算绝无仅有了 焦挺一听 满脸的疑惑 我与这厮是好几年前在中山府结识的 却不是他底细 大官人 这些你怎么知道的 李庆也不好识说 只能故作神秘的说 是从别人口中听来的 那最乡楼离李庆的府宅并不很远 二人正说话之间 便听从外边 传了一阵响亮的马蹄声 李庆与焦挺走出大门子 们一看 指尖断井柱 骑着一匹通体雪白的马儿 闪电式的鸡翅而来 眨眼就到了门手 这匹白马停下之后 打了个响鼻 接着竟主动将脖子朝李庆伸了过来 李庆一抬手 摸了摸马的鬃毛 竟是一根杂色都没有 全是雪白雪白的 一旁断井柱笑道 这头憨惑 我陪他大半年了 他从不和我如此亲近 这一见了大官人 倒是见了主人一样啊 李庆十分喜欢这匹马 问道 你这匹白马有什么名头吗 因他通体发白 一打起响鼻来 声音如狮似虎 别的马儿都怕他 所以小人换他做白玉虎狮 白玉虎狮 这个名字写得好 李庆当下称赞一声 接着又说 我听说金国王子有一匹豪马 换作赵叶玉狮子 跟这匹马 颇有几分相似 就是不知哪匹更好一些 焦廷抢先摸着头 问道 金国是哪一国呀 段井筑提李庆回答 兄弟 你这些年啊 都在南边活动 不知道也不奇怪 那金国是近些年来 在那大辽国内兴起的势力 都是些如毛隐险的女真人 听说个个杀人如麻 很是强悍 接连打败了好几次 大辽皇帝的军队呢 哦 原来也是一个异族啊 让他们斗好了 焦廷听后 瞬间没了兴致 而段井筑也没有心思 先扯这个 满是好奇地问李庆 大官人刚才说的那匹 赵叶玉狮子马 是哪位金国王子的坐骑啊 因为在原著李 并没有提及 是具体哪位王子 李庆自然也不知道 只好推脱说 自己是听说的 并不清楚 段井筑有些遗憾 嘴里没说 但眼神中 看得出来 是蠢蠢欲动了 他此刻想着 等回到北地之后 再仔细打听打听 如果真的 有这么一匹好马 又有机可循的话 那自是不介意 再干他一票大的 他的心中所想 李庆也看了出来 对此只能摇了摇头 哭笑不得 却没多说什么 他当下 牵着这白玉狮虎 进了宅子 然后叫出妻子月娘 拿出钥匙打开内裤 要取六百两文银 给段井筑 六百两银子 可不是一笔小钱 月娘自是要过问的 不过 当月娘亲眼看到 那批白玉虎师之后 知道 这是一笔 稳赚不赔的买卖 就算自己不齐了 转手也能卖个好价钱 于是月娘不再过问 用钥匙打开内裤 让小厮取出六百两 交给了段井筑 钱财顺利到手之后 段井筑眉开眼笑 称赞道 大官人真是爽快 我以后若有马匹在手 还得找你 他一直都觉得 盗马其实容易 但是卖马难 但凡是有钱的财主 大都是奸诈无比的小人 总想着用最低价格 买走东西 你开价一千两 他能给你直接抹个铃 所以像李庆这样的爽快人 可着实是不作见 段井筑想了想 这山东地界内 除了这李庆之外 买马还这么爽快的 似乎也只有那运城县的 鸭丝送江了 他这回原本就打算 离开阳谷县之后 去运城碰一碰运气的 现在看下来 这一段路是不用走了 李庆对段井筑言道 好说 以后只要你有马 不论好坏 只管来找我便是 段井筑之所以有马难卖 是因为他弄不到正经的官府公文 不能光明正大的在马市上卖 所以只能偷偷摸摸的 以相对低很多的价格卖给别人 但是这一点对李庆来说 却是十分简单的 有一匹就可以用高价买一匹 而且李庆也打算 再多买几匹马来 给城外的装客训练 总之是不愁没有用处 于是二人当下就口头说定 又喝了一会儿茶之后 段井筑才拿着钱财起身告辞 当天就回转北方 图摸那匹赵叶玉狮子马去了 话说段井筑一开始卖马的那户财主姓孙 西里其实对这匹白马也喜欢的不行 只不过为了谈价钱 要故意亮一亮段井筑 他觉得段井筑是一个北地盗马贼 到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 只需亮个一两天保准他心慌 到时候再砍下一两百两的银子 是不成问题的 这个孙财主 本来是派的人一直紧跟着段井筑 而这个段井筑离开他府上之后 便和焦挺喝了大半天酒 丁烧的人一时犯困就打了个盹 再睁开眼的时候 人就已经不见了 当那个丁烧的再次寻找段井筑的时候 便见到他飞马及驰到了李庆那 这才感到不妙 匆匆回府禀告了孙财主 但这个时候 李庆和段井筑已是前祸两清了 当下又派五点恩去衙门补了些手续 把那匹白玉虎尸光明正大的据为己有了 村财主无奈 只得寒恨而归 心里则是暗暗地把李庆当作了仇人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欲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浮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明显演播 不诀 本书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四十八集 写书李庆将金毛犬断井筑送走之后 刚返回屋子里喝茶 便见那五点恩匆匆赶了过来 李庆吩咐丫鬟上了茶 说道 看你这副神色 是有什么钥匙吗 五点恩看了看左右 接着压低了声音 神神秘秘地说 大观人 你可想弄个观身来帮身 李庆胡一道 我文末不通 考不了见识 我不能杀敌 无法再马上获取功名 这平白无故的 怎么能获取观身呢 五点恩先笑了两声 然后说道 大观人你有所不知 此时天下施政 奸臣荡荡 禅宁朝有高杨同菜四个监党 在朝中卖官欲绝 贿赂公刑 玄称升官 指方补驾呀 说到这儿 五点恩停顿了一下 披了一眼李庆的脸色 李庆说 你刚才这番话 和我说一说便算了 出去以后切莫如此 不然的话肯定徒惹非议 李庆这么说可不是没有道理的 高杨同菜可是当今的四大全臣 五点恩说什么 说他们四个是奸党 这要是传了出去 不是找死呢 原来啊 这五点恩以前就是个愤青 因为喝醉的酒 网平实证 这才被除去了阴阳生的功名 此刻听李庆这么说 他连忙道 大官人放心 若不是在你府中 我也不会这样说了 李庆汉首 问他 你的意思是 要我出钱买个官身吗 有什么官身值得我买的呢 李庆并不想离开阳谷县 所以可选的官职 就大为受限了 而若是一些空头官身 得了也没有什么好处 他也不值得花那个钱呢 五点恩道 小人要跟您说的就是这个 前几日 本县提心所的千户 贺金贺老爷 生病死了 他的缺是个美差 大官人正好使钱补上 书中代言 这五周朝的地方五值 似乎是宋朝和明朝的混合版 李庆啊 一直搞不太懂 于是问道 这提刑所的签户 是个什么样的官职啊 提刑所属于各路提刑司管辖 掌管刑狱之事 案里该三年一换 但现在早没有这么严格 之前那贺老爷就在这个位置上 一坐就是十几年 李庆一听就明白了 这个官职相当于是阳谷县的公安局长 但这公安局长又并非是县令这一县之长的直接下属 五周朝的地方 线上一级是府或者州军 再上一级则是鹿 他们这个阳谷县就属于京东西路 而提刑所的直属衙门则是鹿一级的提刑司 如此设立的出发点 当然是为了保证刑狱之事有一定独立性 不受地方官吏的干扰 不过在这个世界上 即便有再好的制度 一旦立志腐败 也会完全变味的 而且后来的文人觉得 县令之府作为地方长官 却不能掌管刑狱 未免束手束脚 于是大闹过一阵 所以现在 在地方上但凡发生凶杀案 还是县令作为主审 审过之后再上报州府 州府审批之后 再交由提刑司提刑所复查 最终确定没有失误之后 才得出最终判定 除非是一个县令开始便觉得 案件疑点重重 左右为难 不知该怎么判 才会提前请提刑所的人介入 总之吧 提刑所签户这个官职 不大也不小 是个有权的官职 即便是县令都得一礼相待 李庆听这个 顿时有一些异动了 他现在的身份 说白了 在县令眼中 就是个人形提款机 并非是无可替代的 比如上一次 羊麻子那件事 就可以溃之一二了 如果说 李庆有了这个官身 那县令还会随便的因为别人 就交恶于他吗 当然是不敢了 于是李庆问道 这个差事 县令会有不少人图谋 咱们合计合计 看一看该如何占得先机 吴典恩却是早有筹算 不然也不会专门的 来和李庆说这事了 好叫大官人知道 小人原是城外 三十里无家村的人 这村子里 以宅无两姓为主 不过 在我年轻时 就发洪水冲了 当时我在城里 这才幸免遇难 就在李庆胡疑 这吴典恩好好的 怎么扯这些 不相干的事情的时候 吴典恩这才切入正题 不过 这村子也并非我一个人存活 村里有一个叫翟谦的人 被洪水冲走后 不仅没死 还被一个大官的家人 路途中救起 从此便在那大官家里 当起了跟随 现在还成了义府的管家 这个大官 就是当朝的太师蔡经了 李庆听后 顿时嘖嘖称奇 一个乡野村民 被洪水冲走而不死 本就是一件奇事了 还被蔡经的家人救了起来 就更难得 而这个叫翟谦的人 三混两混的最后 竟然还混成了太师府的管家 简直像天方夜谭似的 李庆颇有些怀疑地问 那你如何肯定 他是你乡里人的 这翟谦现在也四十好几了 但却一直无子 想来是老来孤苦 前些日子便派了人回来 专门寻我 说到这时 吴点恩又笑了笑 村子被洪水冲的时候 这翟谦家里 还有一个一岁多的儿子 他派人来找我 就是托我帮着看看 能不能把他的儿子给找着 李庆听到这儿 也不由得摇了摇头 这么小的孩子 别说断无存活的可能 就算真的活下来了 无凭无忌的 茫茫人海中 让吴点恩怎么去找呢 可能那翟谦自己 也只是抱了万分之一的希望 来托付吴点恩的 其实这也难怪 人若是拼搏了半辈子 创下一些家业 到老了却无人可以继承 难免是万分遗憾 吴点恩又说 大官人 咱现在正好拿着这个由头 去寻着择钱 说到这儿 他把自己的两个想法 唯唯道来 第一个法子是 直接找一个年纪相仿的人 冒充翟谦的儿子 儿子长什么样子 翟谦自个儿也不知道 这便给了吴点恩 操作欺骗的空间了 另一个法子是 找一个年轻好看的女子 给翟谦 吴点恩家里面 只有一个妻子 想来是不会拒绝的 听了这个主意 李庆想了想 说道 他能在蔡府当管家 应该是个精明的人 咱们勿要小瞧了 你的第一个法子 要是被看穿了 就拼添了一个仇人 还是算了 不值得 其实吴点恩 本来是倾向于这个计策的 但一听李庆这么说了 没办法 只好作罢 于是二人当下定下了 这第二条计策 不过 李庆特别交代了 去一些贫苦人家找 那些人家缺衣少穿的 不得不卖儿卖女 是自愿的 而且还要和人家仔细说明 是嫁给大户人家的管家 当小妾的 去不去 全凭自愿 而且最好是到了 东京城附近才找人 以免别人嫁得 山长水远 这对时下很多人来说 绝对是一件大好事 无异于天上掉馅饼 争着抢着想去的人 绝对不会少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欲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浮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先演播 不过局 本书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四十九集 李庆和吴典恩筹谋好 计策之后 就该决定去菜府买官 需要拿多少银子了 吴典恩的建议是 李庆给自己一千两 带去东京运作 那官身保准手到勤来 李庆却说 你拿一千两 别人也拿一千两 即便有宅管家帮忙 恐怕也不太稳妥 吴典恩知道 现在的李庆 变得特别有主见 再不像从前那样 对自己的建议 言听计从的 于是默默等待着 李庆的下吻 李庆沉吟了一下 继续说 这样吧 除了银子以外 我再寻一些金湖玉盏 锦绣蟒衣 等等珍奇异宝 一并带过去 吴典恩一听 惊讶于李庆如此大手笔 感叹道 大官人 既是肯如此破费 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李庆此次对这个官身 是势在必得 当然舍得下邪本了 钱财本都是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花了赚回来就是了 一直放在内裤里面 不用才是最浪费的 李庆想了想 又问吴典恩 你死前去过东京吗 虽然未曾去过 但小人也是出惯了远门 只要找个熟路的 带着去便是了 你也不用找别人 我的府上有一名家仆 换作来宝 常年在外贩卖药材 东京嘛 他去过几次 便吩咐他和你一块去吧 这么一笔巨款 足以勾起人性的贪婪 李庆即便再放心吴典恩 也不可能不做任何准备 在李庆这个府上 父辈起就跟着的家仆 都带一个来字 到了现在最为突出的 分别是来宝 来望和来星 这三个人 都不用再像待安平安 这样的小厮 随时听从使唤 已经被派出外面去 独挡一面了 其中这个来宝 便是负责在外面 贩卖药材的 而且来宝的儿子 也同样在 李府的药材铺里做活 而媳妇 是府里负责烧饭的厨娘 可以说 一家老小 都彻底和李庆绑定了 万分可靠 吴典恩是谁啊 人今儿是的人物啊 一听李庆这么说 就猜到意图了 不过他也没有点破 顺势答应下来 说白了 李庆有这样的举动 才是一个正常行为 是正常人 如果说李庆什么也不做 那吴典恩哪 才该心颤忧呢 正事都谈妥了以后 两个人又喝茶 闲聊了一些别的 过了半晨 吴典恩才起身告辞 李庆也起身送他 到了门首 又说道 此事办成以后 我打算帮着你 在县里面 某个一城的差事 您看如何 吴典恩一听 顿时大喜 多谢大官人抬起 小人若当了一城 每月从中得来的好处 定抽出八成来 孝敬你 要说一城这个职位 虽是不大 但是却是一个 有水十分足的美差 吴典恩一听 能当一城 心里自是十分高兴啊 李庆笑了笑 我劝你这么点孝敬吧 说完这一句 他便回府去了 吴典恩却十分激动地 继续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他之所以极力 教唆李庆购买这个官身 打的主意就是 如影随形 什么意思 他吴典恩 作为一个攀附李庆的人 李庆身份越高 他吴典恩的权力地位 也便水涨船高了 现在得了李庆的许诺之后 更使得觉得 自己的决定是万分正确的 有话则长 无话则短 几天之后 李庆备好了 一应珍宝和银两 大都是府中内库 原主不小心存放了多年的 雇来一辆马车 全给装上了 让家铺莱宝和吴典恩 压着往东京城而去 而李平尔得知 李庆在置办珍宝的时候 还偷偷地从房里面 拿了几件好东西给他 不然也不会这么快办妥了 虽说是乘坐马车吧 但他们这一去 少说两个月才能返回来 若是途中 遇到暴雨等突发状况 道路势必泥泞难行 那所需的时间便更多了 所以李庆暂且把这事放下 慢慢静候佳音 等待着莱宝和吴典恩的消息 其实 像这种要紧的大事 李庆本该亲自前往东京 一手操办的 奈何他现在 有李平尔的事拖着 有系统任务拖着 任务期限只有三个月 他哪走得开呀 不过这个时候 李庆已经暗下决心 等以后得了空险 必定会去武州朝的都城 东京城走上一遭 仔细瞧一瞧 那个地方 和清明上河图上画的 大宋都城 有没有什么区别 话又说回来 拯救李平尔这个任务 距离发布 不知不觉的过去一个多月了 还没有想出 稳妥办法的李庆 也不由得感到 有一些焦躁了 他咬着牙说 难道非要逼着我 是一些狠招吗 之所以李庆觉得 花子虚有些无从下手 无非是因为这个人 钱财不缺 非五大之流 可以相提并论的 但如果把花子虚 搞一个家破人亡 哎呀 那有点缺德 说白了 家破就行 人可不能亡啊 试想一下 如果真到了穷困潦倒之后 花子虚 还会死抓住李平尔不放吗 应该是不会了 以他的个性啊 恐怕到时候 就是大难临头各自飞 顾好自己就行 哪会管李平尔啊 李庆又想了想 眼看着这任务期限 你是不算多了 心里就发起狠来 便决定 如此行事 不过具体该怎么做 还得好好筹划一番才行 咱们单说这一天晚上 李庆照常翻墙 去撕毁李平尔 一见李平尔 却发现这美妇 总是拿一把绣花团扇 遮住一侧的脸颊 李庆把她的手一抓 挪开一看 只见李平尔 竟然面颊有些红肿 很显然是被人打了 那花子虚 为什么打你 李庆顿时怒火中烧 和这美妇 撕毁了这么久 李庆早已经把对方 当成自己的女人了 现在一看她被打 哪会不弃啊 李平尔垂了一刀 下午她回来后 要跟我刑罚 我的心现在 全在你这冤家身上 哪可以依她 愿推说说月事来了 她当下吃了一肚子气 接着又要搬 许多银子出去赌 我拦了她一下 就挨了好重一耳光 李庆皱眉道 花子虚向来只好酒色 这赌博的恶习 几时染上的 奴也是问过小四天府 才知道是最近几日的事 已将几百两银子 收了出去 再这样下去 这个家迟早被她败光 李庆心想 看来即便是自己不出手 这花子虚迟早也会作大死 那就别怪自己 推她一把了 于是她问李平尔 你是想和我做露水夫妻 还是长久夫妻啊 奴的心意 你难道还看不出来 我恨不得时刻与你在一起 自是希望做长久夫妻 得到李平尔这个回答之后 李庆向她傅尔说了几句 诉说起自己的计划来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浮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先演播 博菊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五十集 深夜时分 一处名为红运赌方的地方 仍是人声鼎沸 赌客来往不绝 这处赌方的格局和别处不同 内部的摆饰极为雅致 中间有一处高台 专门请了唱戏的班子 来轮番唱曲 而且这红运赌方的赌博方式 也有益于别处 除了赌方做装的传统玩法之外 若是有客人想上前做装 只需要你本钱够 也是可以的 此外 这个地方还提供一种二人对赌 何为二人对赌呢 就是双方摇头子 谁输谁赢 赌方一概不管 只是让人在一旁急账 顺便充当公正人 从中抽取一定的佣金费用 因为这些与众不同的地方 红运赌方虽只开设不久 却吸引了大量赌客过来 此刻 花子虚便在这里面 只见他一边喝着小酒 一面听着曲子 一手搂着一个解 惬意无比的和对面一个人 在赌头子呢 只看花子虚这幅情形 便知道 他并非那种嗜赌如命的人 而是纯粹把这个玩意 当成一种新鲜的乐子 而和花子虚打对面的人 体态偏瘦 名叫龙九 也穿着一身锦衣绸布 不时地讨好陪笑几声 时间就这么飞快流逝着 每赌完一局 旁边记账的 就飞速往账本上写下 谁输谁赢 赌资是多少多少 并不用立刻马上结算 所以一个晚上下来 花子虚根本不清楚 自己是输得多还是赢得多 当然了 这也是因为 他完全不在乎输赢 才会这样 否则是可以随时查阅账本的 不知不觉之间 天便有些微微亮了 花子虚打了个哈欠 感到有一些困 便起身搂起那个截儿 打算回住处睡觉 赌方的人一看 连忙拉住他 低眉顺眼地说 公子 您还没在今晚的账本上 签字画押呢 说着便将毛笔和墨水递了过去 花子虚接过之后笑了笑 人一犯困的时候 就容易犯糊涂 倒是差点给忘了 还要签字画押 签好了名字 按好了手印之后 花子虚便又自嘲道 来这赌方后 别的没长进 自己这名字 倒是写得愈发的好看了 说完之后 也没再过多的理会 很快就离开了这红韵赌方 龙九拿过账本来翻了几下 脸上早也没了之前 对花子虚那股谄媚之气 接着 也是面无表情地离开此处 最后竟走进了 李庆的府里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花子虚如无例外 几乎每晚都会去赌方 找龙九对赌 以此消磨时间 而在不知不觉之间 记录二人赌博的账本 也一天一天厚了起来 这一天晚上 或许是秋风渐气 天气也凉快了些 花子虚照常 搂了一个女子走进赌方 很快又和龙九对赌起来 不过这一次 他们赌了没有几把 那个记账的说话了 两位爷 你们不能再赌下去了 花子虚正兴起呢 哪里肯收手啊 皱着眉头问道 这是何过 诶 赌方有规矩 当双方记载账面的数额 达到八千两以上的时候 便需结算过之后 才能继续了 花子虚听后愣了一下 你怕不是说笑 我们两人的账面 怎么可能有八千两这么多 要说八千两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现在形容一个人多有钱多有财富 都会说他家财万贯 好几百个铜币穿在一起 就是一贯钱 有时是一千个 有时是七八百个 在另一个时空的明清时代 也称为一吊钱 一两银子在官面上是等于一贯钱的 不过现在这个时代 铜币颇多劣质 所以实际上 一两银子的价值 要比一贯钱多上一些 故而说八千两银子 也差不多算是家财万贯 万贯家财了 可以说 在这阳古县城之中 拥有万贯家财的人 一只手数得过来 花子虚就是其中一位 但是那得把他那些房子 古董字画等不动产算上才行 但是真金白银的话 他可没有这么多 记账了苦笑道 这种事情小人哪敢取笑啊 账本记得一清二楚 数额确实有这么多了 要不您来复查一下 花子虚粗声道 那我问你 这八千两是龙九输的 还是我输的 是花公子你输的 花子虚一听 这脑袋顿时轰的一声 好像被雷劈中了似的 只觉一阵天旋地转 口中难难倒 怎么会 这才一个月不到 怎么会输了这么多 这个时候 他对面的龙九 只是神色平静地坐着 端起茶杯来 吹着上面浮起的茶渣 看也没看花子虚一眼 过了好一会之后 龙九才有些不耐烦地 冲花子虚一笑 花公子 您是想先结算了这笔账 咱们再继续玩 还是怎样呢 花子虚有些慌张地说 龙九 你看这账本 有没有错漏的地方 其实花子虚心里也知道 以红韵赌方的信誉 账本是肯定不会错的 之所以这么说 便是希望 这龙九看在 他们二人的交情上 好歹减少些数物 然而 平素一向好说话的龙九 此刻想变了个人似的 冷笑道 哼 红韵赌方 伙计计的账本 怎么可能会有错 花公子 你不会是想耍赖吧 旁边那个记账的剑刺情景 便向赌方里的人 偷偷使了个眼色 瞬间便有不少人 面色不善的 朝花子虚盯了过来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到这儿进行二人对赌呢 除了环境好气愤家之外 还因为在这个地方 没人敢赖让的 花子虚当然也不敢 只好抢言欢笑道 我只是一时拿不出 这么多现银而已 你看 能宽限几天吧 不急 不急 三天时间 够了吧 花子虚也没闲心扯这个 答应了一声够了 便匆匆走出了毒房 那名陪他的女子 这个时候出主意了 公子爷 何不拿个几百两 去衙门疏通关系 然后赖掉这笔账 花子虚无精打采的回答 唉 你知道什么 这赌方 就是县令的舅子开的 不然 我会怕他 那姐听后 顿时没了言语 而花子虚 如行尸走肉一般 往家里走去 越想越觉得 这龙九好像是专门 来坑自己钱财的 可惜的是 他现在才觉醒 已有些太迟了 赌债也是债 那赌坊又颇有后台 可现在除了变卖家当还债 又还能怎么样呢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 多人小说剧 水浮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明显演播 不诀 本书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五十一集 花子虚回到家里之后 便去打开府库 让小厮天福尔清点财物 却只得了三千多两现银 连赌债的一半还不到呢 心里满是焦急的 找到了李平儿 我记得府库里 还有几大箱财物的 为何却不见了踪影 李平儿反而骂道 呸 王俩混沌 你成日放着正事不理 在外边 棉花卧柳 每天灰金撒银的 咱家就算是有金山银山 也早就被你挥霍光了 现在 到找我算起账来了 花子虚一听 顿时是哑口无言 她以前在外边 要用银子的时候 便只顾派小四来找李平儿去 根本没注意过 这府里面还有多少银子 花子虚只是觉得 以她家原先的财富 即便照之前那样的挥霍程度 也应该还有几大箱银钱才对 其实 花子虚想的的确是不假 但她不知道的是 李平儿早就偷偷地 从府库里边 取出几箱银子 让李庆从墙头搬了过去 此外 那个花太监当年临死之前 担心花子虚很快把钱财挥霍一空 于是暗地里 交给李平儿一批出自宫中的珍宝 让他秘密收藏着 遇到困境时 再拿出来 这批珍宝 李平儿担心 花子虚逼急的时候 到处乱找找到了 所以也让李庆一并搬了过去 就当是提前搬嫁妆了 这件事情 做得极为隐秘 花府里面 连同李平儿在内 知道的人不超过三个 单单是这些钱财 就足够李庆 买好几个提醒所签户的关身了 在此以前 他娶梦雨楼的时候 就感叹过 娶富婆是最为轻松的赚钱门路 现在这个想法被再一次验证了 再说着花子虚 讨了李平儿一顿好骂之后 也无心和他争辩 急忙把自己欠下巨额赌债的事情 跟他说了 问李平儿该怎么办呢 李平儿听后 自幼是一阵苦恼 细演得很自然 若是放在后世 这演技能吊打一众流量明星呢 过了好一阵子 李平儿这才慢慢地恢复了平静 向花子虚建议道 咱家里还有一些字画珍宝 维京之计 也只有将这些东西卖了换钱 若是不够 这宅子也一兵卖了吧 当铺那些伙计最是黑心 见你急着换钱 肯定把价格死命地往下扬 何不拿去找隔壁的李大官人换 他肯定不缺钱 又是相熟的 应该比典当行的要好 花子虚听后觉得此言甚是有理 便让小厮把那些字画珍宝都包裹好了 拿起来就往隔壁礼府而去 见到李庆之后 李庆当即派人 对这些字画珍宝估了一番价 最终给了花子虚2600余两 虽说这个价钱确实是要比典当铺高一些的 但也没多多少 算上之前的现银 总共才凑出6000两出头 还差了近2000两呢 花子虚一咬牙 打算把这所宅子也给卖了 他这套宅子当初是花了2000多两才买来的 现在估计卖个1000多两是不成问题的 剩下的钱呢 再四处搜刮一下 也该够了 于是他急匆匆的去找了专门的前客来帮忙 不然的话也不知该卖给谁 这所谓的钱客是过去的一种职业 相当于现在做中介的 替人介绍买卖 从中赚取佣金 试过两天之后 那名钱客却仍然没有任何答复 把花子虚急得不行了 因为再转过一天来 可就是最后的期限了 于是他火急火了的 去找那个钱客又问了一句 那钱客满脸无奈 哎呀 你那个宅子 想买的人买不起 买得起的人又不愿意买 好不容易有一两个买得起了 又想买的 却又不敢买 花子虚眉头一皱 问道 钱两种情况还好说 为何会有人不敢买 我那里风水甚佳 又非什么凶宅 钱客欲言又止 迟疑了一下 才说 你那个邻居 李大官人 暗地里做什么呢 你也知道吧 与人放债的 为人甚是强势 可不是什么人都敢和他做邻居的 花子虚听了以后 心中愈发郁闷了 急得团团直转 口中不停地说 这下该如何是好 这下该如何是好啊 要是卖不了房子的话 这剩下的钱 他上哪去筹措呀 要说这花子虚 以前形势还算有条理 但现在早已经晃了手脚 麻爪了 只觉得口干舌燥 脑袋一片发懵 所以说这人呢 只有到了面临大事的时候 才能知道具体的心性 到底是如何的 那前客见状 向花子虚建议道 花公子 我看馨儿金能买你宅子的 也只有那个李大官人了 你何不去找他问一问呢 花子虚一拍脑门 二话没说 就急忙转身离开了 原本因为两天前 李庆买他的字画珍宝 没给一个豪爽的价钱 让花子虚心里 对李庆颇为不满 觉得这家伙 也是个落井下石的人 不过现在的李庆 真真成了花子虚的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 李庆见了花子虚 问明来意之后 脸上却显出为难之色来 这宅子嘛 得住人才有用啊 我现在这个已经够用了 还有些是空着的 你说你那所宅子 我买来做什么呀 花子虚一听顿时急了 忙说 我也是急银子时 才找大官人您的 您买在手里 即便自个儿不用 也可以慢慢地找个好买家 转手卖了就是 总不会亏钱的 其实花子虚说的也在理 但李庆却说什么也不肯买 要花子虚找别人去 花子虚已经急红眼了 盯着李庆粗声道 大官人 你给句话 要怎么样才肯买 李庆放下了手里的茶杯 慢慢说 我也不瞒你 前些天呢 我派了五点N 到东京办事去了 花了好些银两 前些天你那些珍宝 又花了我两千六百余两 目前家中的现银嘛 只剩下六百两左右了 你要是硬卖的话 这六百两你拿去好了 要是不行 更多的银子我也拿不出来了 花子虚听了李庆的话 心中是暗器不迭 只有六百两银子 也亏他李庆说得出来 但是事逼到这了 他也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 只好强人怒火 深吸了一口气说 六百两就六百两 我这就回去 给你拿房契 花子虚说着 便回到了隔壁 很快把房契拿了过来 李庆也吩咐小厮 把雷文银六百二十四两 交给花子虚 数额有零有指的 好像家里面真的 就只有这么多现银了似的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浮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先演播 不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五十二集 且说这一天 就是花子虚 偿还赌债的最后期限 那龙九一大清早 便请了赌方的人 一块去了花子虚的府上 花子虚早已在客厅候着 厅里面 摆了几大箱子的银两 十分恍人眼呢 只是短短过去了三天时间 花子虚却为凑足银子 不知花费了多少心神 两边的面颊 也是塌陷下去 眼眶也黑得像大熊猫似的 虽说已经是疲惫不堪了 不过花子虚还是强打精神 上前对龙九言道 这里总共是七千二百两 剩下的一时间 实在是凑不起了 你看能给我免了吗 赌债虽然也是债 但毕竟是空手得来的 所以花子许久期望 龙九能看在自己一下子 拿出七千多两的份上 把最后的几百两给免除掉 不想龙九却阴含着脸说 若只是八十两 我还能帮你免了 但整整八百两 足够普通人家吃穿用度几辈子了 哪能帮你免呢 花子虚又是一阵哀求 撒泼打滚 丑相百出 但龙九却完全视而不见 最后只看着他 默然地说道 花公子 这最后的几百两银子 你若拿不出的话 我倒有个法子 什么法子 有不少大户的人 都颇好难封 这县里面 也有那么几家兔院 不如你过去 当兔爷好了 说不定一年半载的 便可以赚足八百两了 花子虚一听 心中一阵恶寒 连忙摇头说 这种事情 我可做不来 龙九黑黑怪笑几声 你若真的拿不出钱来 这事 可由不得你愿不愿意了 花子虚一听 顿时如坐针毡 如芒在背 如梗在喉 心中不停盘算着 该如何能度过此劫呢 龙九先自顾在一旁坐下 端起茶杯来喝着茶 过了一会儿才开口道 刚才我进来的时候 有一名妇人 出来招呼了我一下 可是你妻子嘛 长相倒是可以称角色呀 花子虚一愣 试探着问道 你该不会是想 龙九连忙摆手 我家里自有几方七七 对你那妻子 没有半点意思 只不过 以她的姿色 想来会有不少人愿意 出八百两买走的 花子虚听后 顿时愣在原地 脸上一时间阴晴不定起来 很显然 她在心里面 已经开始天人交战了 龙九继续说 现在摆在你面前 只有两条路 要么我派人 把你送去当醋仪 赚足八百两银子 要么 你就为你家那位妻子 选一个好人家 出了起价钱的 价了 花公子 你选哪条路 花子虚愣了许久 才缓缓道 这一时间 我上哪去找 肯住八百两的人 她既是这么说 便是选择后一条路了 果然到了关键时刻 她还是果断地 抛弃了妻子 其实李平儿 一直躲在屏风后面听着 一听花子虚 回答得如此果决 心中本还存着的 些许愧疚感 也抛了个一干二净 对那最后的八百两银子 李平儿清楚地知道 花子虚绝不是毫没办法的 她这个家里 还有不少东西 仍能卖钱呢 但花子虚却选择了 卖妻子这个途径 这是为什么呀 只因为花子虚 要为自己以后的生活考虑 经过这件事以后 她算彻底元气大伤了 首先一件事 便是要再买一个住处 总不能睡大街吧 买住处又得花银子 此外 她当富家公子哥当惯了 过不得一天苦日子 还得留一些银子 来维持日常开销呢 经过这么一筹算 即便花子虚 现在还能从别处挤出一些银子来 但是也不能用你还债了 所以便果断选择了 卖妻这条路 这样的事 虽说传出去以后 面子肯定是不好看 但是事已至此 花子虚顾不得那么多了 龙九一抬手 值了指隔壁的负债 我听说 那个李大管人最近 新去了两房小妾 那两个女子 都做过别人的妻子 想来她独好这一口 你何不去找她问一问呢 这个时候的花子虚 脑袋像一片浆糊似的 思考无能 一听龙九的话 便如行尸走肉一般 再次到了李庆的府上 这是最近几天之内 她第三次到这里来了 花子虚忽然 好像在冥冥之中 想到了什么关键事情似的 但此刻脑子嗡嗡作响 那信息灵光一闪之后 便再也无法抓住 只好暂时作罢 李庆一直在等的 就是现在了 她装模作样的 问了问花子虚是何来意 只假意推辞了几下 便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接下来 花子虚先管李庆要来笔墨 写了一份修期文书 又比拟了一份 李平儿的卖身器 坐价八百两卖给了李庆 并将此事告知了 附近的邻居们 那些街坊邻居听闻此事 自然对花子虚 背后一阵指指点点 口中还不听议论 于是从此以后 这周围的老人们 但凡要劝戒子孙的 便会把花子虚 作为反面教材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不思尽取 如果再赌博 保准落得和那花子虚 一样的下场 李庆把修期文书收好 卖身器则转身就立刻烧了 这东西完全没用了 自是不必留着 那花子虚 从李庆处获得银子之后 终于凑足了赌债 龙九也在没为难他 吩咐人抬起银子 就此离开了 总算让花子虚大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 他这才硬着头皮 去找到李平儿 吞吞吐吐的 把自己刚才 一把他卖了的事情 告知了一下 说是卖给李庆了 有些出乎花子虚意料的事 李平儿得知此事之后 并没有吵 也没有闹 只是站在原地 冷笑不止 弄得花子虚一头雾水 当天中午 李庆便用一顶大红轿子 把李平儿抬进府中 李平儿两名贴身丫鬟 秀春迎春 还有冯妈妈 都跟了过来服侍 花子虚一个人 在那已经归属李庆的宅子里 待得很不自在 一刻也不想再多逗留了 于是凑足二百五十两银子 买了狮子街 一所房屋居住 傍晚时分就搬了过去 在新居住下之后 花子虚倒是恢复了一些精气神 细细想了一下 近些天发生的事情 越想越感觉不对劲 那天要拿字画珍宝 换银子的时候 李平儿建议他去找李庆 要卖宅子的时候 前客建议他去找李庆 最后要卖妻子的时候 龙九还是建议他去找李庆 这 这怎么会如此之巧呢 他现在这么一回想起来 怎么这些人都好像是 串通好了似的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欲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第一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前面播 不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五十三集 花子虚现在 虽有些明白过味儿来了 觉得 这几天发生的事 恐怕和那个李庆脱不了干系 但是无凭无据的 他又能找谁说理去 如今是木已成了粥 他也只能是打碎牙齿 往肚子里吞了 经过这件事以后 花子虚愈发觉了气闷 于是每天借酒交仇 不离正事 不过 现在身上仅剩那点钱 没够的挥霍多久 便已经开始捉襟见肘 甚至还在酒楼勾篮里 奢起了账来 这样的日子 显然是不能长久的 最后 被人催仗催急了 花子虚便派小丝天福二 去李府找李平儿 希望他可以看在 以前的夫妻情面上 好歹借自己个 一二百两银子 用以救急 天福二从李府回来之后 都并非空手而归 只不过 只带回了五十两银子 花子虚 将这五十两文银 拿在手中 显得很是不满足 怎么才这么一点 天福二道 这还是我在娘子面前 嚎啕大哭了一会儿 他才不情不愿给的 娘子还让小的给您带话 说与公子您 现已分道扬镳 以后就桥归桥 路归路 莫要再派人找他了 臭婊子 花子虚顿时怒了 大骂了一声 但很快又觉得没意思 便摇晃着身子 往九四走去 天福忙上前 把这衣袖拉住说 公子 我看咱不如用这五十两 置办些营上吧 不然很快又花光了 花子虚回身 啪的打了天福一巴掌 恶语道 你这做下人的 也敢来管我 天福被打了这么一耳雷子 有些懵了 直到花子虚走远 才恨恨地回到屋里 他越想越气 又觉得 继续跟着花子虚 早晚会饿死街头 又或者是被卖掉 于是在当天夜里 就偷偷卷走了 余下的二十两银子 留了个无影无踪 花子虚在小厮天福而走之后 日子过得愈发艰难 又常有寨主堵住大门追寨 便觉得 在这阳谷县实在是待不下去了 于是 他向英伯侯 白赖光 谢西大等人 东拼西凑的 借了些许银子做盘缠 雇了辆马车 连夜赶往东京城去了 原来啊 这花子虚其实还有不少族人 但是他家里面就有兄弟四人 已在东京城落地生根多年 家族到如今也还算是有头有脸 甚至还有人出事为官的 那么为什么 这花子虚却从来不联系他那些兄弟们呢 这是因为当初花太监死的时候 花子虚怕族里的兄弟们 来跟他争夺财产 便故意隐瞒了很多事情 心里发虚 巴不得那些族人们 把他忘个一干二净 自是不会去主动联系了 不过现如今 他已经快山穷水尽了 也只好回去 同时心里也怀着滔天恨意 盘算着 到了东京之后 看看 能否挑拨一下族人 帮自己从李庆这儿 出一口恶气呢 花开两头 咱们各表一支 李庆用大红轿子 把李平儿抬进府的当晚 两个人颠乱倒缝 挥汗无数 一直狂到四更十分 方才旧亲 枕上并肩胶骨 只睡到次日饭时才起来 夫人且不疏头 丫鬟迎春拿粥进来 只陪着李庆吃了半碗粥 又拿来酒 吃了一小杯 这李平儿好马爬着 于是叫李庆坐于枕上 他自雇往来活动筋骨 两个正在美处 忽然戴安儿在门外打门 似是有什么急事 李庆仍没起身 只将戴安儿换至窗下 问他有什么事情 傅儿说 领着三个运程来的客人 在家中等了许久 有许多药材吸货 要与大官人商量 还要您签个一百两银子 抵押合同的造 这倒也是件正事 也不好让客人过多等候 于是 李庆便在傅人的服饰之下 穿戴起衣服来 你先暂且住于此处 等以后得空了 我派人寻一个 适宜动土之日 把这个地方 和以前的花府打通开来 再让你搬过去 李庆听后 心里一时无限欢喜 憧憬万分的建议道 打通的门 不如于二节那边的花园取齐 前边再起盖个山子卷棚 方便到花园耍乐 后边还盖个三间玩花楼 平高赏景 行行行 到时候都按你说的办 二人在说话之间 李庆已经穿好了衣裳 只往客厅而去 李平儿则留在房中 让秀春磨了墨 拿起纸笔来一阵勾勒 兴致盎然地筹划着 府宅的改造事宜 李庆来至客厅之后 见了复明和那几个 从运城县赶来的药材商人 一番客套之后 便直接问他们 有什么要紧事吗 那几个药材商一阵吞吞吐吐 似是有些难以启齿 于是把目光投向复明 要他代为诉说 复明只好道 大官人可听说过 运城县的豁达天王朝盖 李庆心想 这能不知道吗 只是这复明无端端的 提起这朝盖来做什么呢 啊 我知道 此人原是运城县东西村的保证 今年伙同他人 截去了大明府梁中书 送予蔡太师的十万两生陈钢 事发之后逃到水破梁山 落草为寇了 你替此人做事呢 要说这些事情 还是李庆专门找人打听到的 因为生辰刚的事情 就发生在今年 闹得沸沸扬扬 一度满城空洞 故而也不难得知 复明一见 李庆知晓曹盖的事迹 便觉得好说多了 那曹盖 现在已经成了那水破梁山的 强盗头子 冀州的知府还派了一二千官兵 前去绞杀 却反被打得大败而归 至此之后便再无人能治 形势愈发的猖獗 看来到了现在这个时间节点 梁山守卫寨主 白衣秀氏王伦 已经被林冲活病掉了 那朝盖已成功做了债主之位 并且闹出了不小的动静 最近那朝盖还偷偷派了几个楼落头抹 回了那东西村 过往的商客都得交上一笔孝奖 不然路途绝走不顺 那地方可是运程与我们阳谷县的必经之路 所以从那儿翻药材来这儿的商人 利益都受到了一定的损失 李庆听到这儿 才终于明白了复明想说的到底是什么 于是他看向那几名药材商人 你们几个是想从我这里分得更多的银子 用以弥补损失 是也不是 几名药材商连忙道 也不能说是分大官人的银子 只是觉得东西村这笔孝敬 该由大家共同承担而已 李庆虽说心中有些不快 但想了想之后还是答应了这个提议 不过他打算 最近这段时日要去一趟运程 一来是想 和东西村里的梁山头头接触一下 看能不能把这笔钱给免了 而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目的是 他的下一个任务目标 就在那运程县里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堤大官人 作者笔木鱼 明显演播 不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五十四集 在李庆取李平儿过门之后 系统任务当然是立即宣告完成了 他也再一次获得了增强各项机能的奖励 同时系统也颁布了下一个任务 而当李庆看清了这新的任务内容之后 整个人立刻呆住了 心中郁闷的差点突袭 原来系统要求下一个李庆去解救的女人 竟是那山东忽宝义及时与宋江的妻子 颜婆夕 李庆这次是真的郁闷 可不像之前两个任务一样 嘴上虽是不情不愿 心中却跃跃欲试 颜婆夕要说也好得手 毕竟在原著里面 他是给宋江戴了一顶好大的绿帽子 但是宋江这个人可不好惹 李庆是一万个不愿意和他来打交道的 宋江家是当地的豪门大户 宋江的爹宋太公和兄弟铁扇子宋青 打理宋家庄 方圆十里田地都是他家的 若不是如此 单靠宋江在运城县当鸭司那点微薄心风 又怎能出手如此阔绰 又怎么当得了及时雨呢 经过这么多年的及时行雨 宋江在这个时候 在整个山东地界 名声已经十分响亮 认识的亡命之徒江湖豪杰多不胜数 得罪了他 比得罪武松还可怕 武松虽然很能打 但毕竟只有一个人 但是如果得罪了宋江 那要得罪的可能就是一群人了 而且如果现在的宋江还和原助理一样 最后做了梁山之主 那么李庆在这山东地界 恐怕也待不下去了 别看现在梁山还没成气候 但在过几年 攻破筑家庄打败增头士以后 实力暴涨 有不中数万 连朝廷的军队都打败了 所以看到这个任务以后 李庆心里一阵发愁 他是真不想平白无故地惹宋江 至少现在还不想招惹 于是他在心里不停地想 有没有办法既不得罪宋江 又能把那个阎波熙 拯救到自己家里来呢 其实这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因为宋江对于娶颜波熙 一开始就是不大愿意的 只是因为耐不住 颜波熙那个老妈不断地穿动 方才应允了 而两人在成亲之后 头几天宋江还会去颜波熙那 到了后来 渐渐的就很少再去了 常常夜宿在衙门里不回去 这是为什么呀 原助理是这么说的 说原来宋江是个好汉 只爱学使枪棒 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 李庆心想 这说白了不就是个 那什么冷淡吗 跟好不好汉的关系不大 不过 要说那些梁山好汉们 似乎都有这个毛病 每天耍枪弄棒打拳的时间 远比陪在妻子身边的要多 所以李庆此刻在想 既然宋江不喜欢人颜波熙 对他又没有什么生理需求 那又何苦娶人家过门呢 除此之外 那颜波熙其实也应该只是 宋江的妾罢了 并非正妾 所以基于以上这些原因 宋江对颜波熙 应该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态度 这便给了李庆一丝希望 但是具体该怎么办 现在的李庆也是两眼一麻黑 还得去运城县接触之后 再做计较 正巧现在 发生了东西村的这件事情 李庆于是决定 近日便启程赶往 反正两地之间隔得也不是很远 不过 再过几天便是中秋了 中秋那天又正好是 潘金莲嫁于李庆之后的 首个生日 所以无论如何 都得过了中秋再出发 闲言少许 到了中秋节这天晚上 李庆早已包下 最乡楼顶楼的两处雅尖 带着月娘 金莲 玉楼 平儿四个妻妾 还有一众丫鬟小厮 一块去那儿庆祝佳节 并且为盘金莲过生日 在这个年代 中秋节已经十分浓重了 即便是再穷的人家 也会尽量奢一些荤菜 来犒劳家人 阳谷县本地在夜晚的时分 还有赏灯的习俗 李庆和妻妾们登上 最乡楼以后 便搭扶着楼窗 观看花灯玩耍 一眼看去 整条街几乎家家户户 楼檐前面都挂着香帘 悬着灯彩 那灯室中人烟凑极 十分热闹 当街打数十座灯架 四下围猎猪班买卖 玩灯男女 花红柳绿 车马轰雷 吴月娘此刻 穿了一身大红装 花童绣袄 焦绿断裙 雕鼠皮袄 可以说雍容华贵 孟宇楼李平儿 潘金莲 都是白领袄 蓝断裙 孟宇楼是绿遍地金笔甲 潘金莲是大红遍地金笔甲 头上猪翠堆营 奉拆半信 四个妻妾 打扮各异 各有姿色 真是美艳动人 但凡从街上走过的 遥遥看到这一幕 无不对李庆这个男主人 头一羡慕的言神 众人看了一会儿花灯之后 酒楼便把好酒好菜 美味真修 一一端上桌来 李庆换了两名唱曲的女子 分别叫做董娇儿和韩金钗 与几名妻妾坐下 一边吃着东西 一边听他们唱曲 一时间都甚为尽兴 特别是潘金莲 她长这么大 其实还是第一次过生日 不仅收了李庆 还有月娘等人诸多礼物 又专门来这酒楼庆祝 高兴得整个人 都有些飘乎乎的了 吃过饭菜以后 众人又来至高楼窗边看灯 月娘天性喜敬 四处又甚是嘈杂 于是只看了一会儿 便回到桌上 跟李庆还有孟宇楼 一边吃甜品 一边打牌 唯有潘金莲 李平儿和两个唱曲呢 只顾扶着楼窗子 往下看 那潘金莲 一竟把白领袄子 搂着 专门显出 她那遍地掏金袖来 搂着十指春葱 戴着六个金马凳戒指 盼着半截身子 口中嗑瓜子 把嗑的瓜子皮往下涂 涂在人身上 和李平儿两个嬉笑不止 她一会儿 手指前面的花灯 兴奋说道 大姐 你来看 那家房檐下挂的 两盏绣球灯 一来一往 滚上滚下 都好看 一会儿又到 官人 你来看 这对门架子上 挑着一盏大鱼灯 下面还有许多小鱼鳖虾 跟着她倒好耍子 接着又叫道 四妹妹 你看 这手里这个婆儿灯 那个老儿灯 凑在一起 模样笑杀人了 李庆和几位妻子 看到金莲如此高兴的模样 都是摇头一笑 这个时候 街上忽然刮起一阵大风 把那婆儿灯下半截 烧了好大一个窟窿 看了这个情形 潘金莲不由得大笑不停 阴惹的 那楼下看灯的人 纷纷挨肩擦背 仰望上桥 瞬间把这附近的街道 弄得挤扎不堪 引得一片混乱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堤大观人 作者笔木鱼 领前面播 不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五十五集 阳谷县所处的东平府 南边是冀州 那宋江所在的运城 就在这冀州境内 此地正处于 八百里水不良山的边上 附近历来有强人出没 打家结设的事情 时有发生 阳谷县和运城县 虽处不同州府 但两地之间 其实只隔了个寿张线 并不算远 如若快马加鞭的话 一天之内 便能走个来回了 李庆自不会骑马急奔而去 只雇了一辆马车 再让二十名装客和交艇 看护着 这才不紧不慢的上路 且说这一天的日落时分 一个面黑深矮的人 从这运城府县衙 他走了出来 正低着头往九四赶去 等等我 一起吃酒 这时从衙门里面 又急匆匆跑来一人 朝这个面矮深黑的汉子 低声喊道 原来 这面矮深黑的汉子 便是宋江宋公明 而那后面追来的人 叫做张文远 是宋江的同房压司 人都说官吏官吏 其实啊 这官和吏是有很大不同的 官少而吏多 官尊而吏卑 好像在一个县里 真正由朝廷任命的官 其实才料料几个 大部分都是些 没品没街的小吏 宋江所担任的压司一职 其实啊 就是负责案卷整理 或者文明工作的小吏 整个运城府衙里面 一共有八个人之多呢 不过 这小吏的位卑之说 也不过相对于官来说的 若是和普通的平头百姓相比 小吏再小 也是天然的高人一等 令人不由自主的 会产生敬畏之情 宋江在运城县里做压司 家里又银钱不缺 自是很容易的 便闯出了名声来 因为同为压司的缘故 宋江常合着张文远一块 去酒室吃饭喝酒 这个时候便停下身子 等了一等 与他同去 那张文远 换作小张三 生得眉清目秀 齿白唇红 平夕只爱去三瓦两舍 飘鹏福大 学得一身风流俊俏 又兼品竹愁思 无有不讳 与那面黑深矮的宋江 往一块一站 褪比起来甚是鲜明 二人来至酒室以后 刚刚坐下 张三便看到 有一个仪表不俗的人 打他们身边经过 忙惊喜地喊 李大官人 您也来这里吃酒 此人不是别个 正是已到了运城县三天的 李庆 而现在这一幕 也当然是并非偶然了 事实上 李庆和张三 之前是完全不认识的 要说勾得严颇西这件事情 最要紧之处 还在宋江这里 所以李庆到了运城之后 便先该考虑着 该如何接触一下宋江 贸然去相见 未免太过唐突了 刚巧 在酒室吃饭的时候 碰见了这张三 于是就刻意地去结交了一下 这个张三呢 为人最是贪财好色 李庆呢 给他一些银子 又请他去青楼里赚了几遭 狂了好几天 短短三天时间 便恨不得把李庆认作大哥了 让他帮忙在宋江面前引荐一下 那自是没有拒绝之力啊 文玥 李庆于此处 真是敢瞧了 李庆假惺惺地说 宋江于是提议道 既然都是相熟的 不如大家就凑一桌吧 好啊 李庆说着也不客气 欣欣然拉了一把椅子坐下 宋江一看可有些小郁闷了 他只是随口一说罢了 可没想到 眼前这个人答应得如此痛快 这么干脆 张三向宋江道 功名 这位是阳谷县的李庆李大人 家里开着药材铺 因此来咱们运城县 贩卖药材 运城县由于地靠梁山坡 多产名贵药材 像李庆这种身份的人 在这里出现也实属正常 宋江一听李庆的名号之后 似是有些耳熟 接着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 立刻变了变脸色 起身要走 张三一剑 忙把他衣袖拉住 功名 为何突然要离席啊 宋江斜眼看了看李庆 前阵子 我碰到一个叫武大郎的人 原来也住在阳谷县 后来 被一个叫李庆的恶霸 强占了妻子 乱棍打了出来 李庆可万万没想到 那武大郎离开阳谷之后 竟来到运城县了 还跟宋江说过这一事 所以一时间也颇为惊讶 不过 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摇头笑道 人都说 运城宋功名是一条好汉 没想到 不过也是一个 人云亦云的常人罢了 李庆说着 便也呼着起身 往别卓走去 宋江皱一皱眉头 你这话是何意 李庆没有回身 你只去到阳谷县 找人打听一下 就知我是何意了 事情分明便是 武大纳斯挨不了苦 想将美妻卖了换银子 便托人找到了我 假承亲戚找人家 从我这儿 要了五十两彩礼之后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李庆这番话 当然是假的 咱们前文书提过 不过他觉得 既然武大可以添油加醋地说 他是被乱棍赶出阳谷县的 那么自己也可以张口秀来 把那个家伙说成一个贪财小人 宋江一看李庆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顿时就迷糊了 也不知道谁说的是真的 正在局面有些僵住的时候 张三终于有机会插嘴了 郭明 你说的那个可是在河顺街 卖吹饼的那个人 可不就是此人 原来 那武大虽从李庆处得了些银子 但不像花子虚那样做吃山工的 依旧和在阳谷县时一样 勤奋致富 每天挑着担子卖吹饼 张三听后吃笑一声 我知道是谁 这人前些日子娶了街尾粗士婆子刘寡妇 摆了整整捂捉言席请街坊 若真是被人强占了妻子的 哪有这么急成亲的 宋江听张三这么一说 心里立刻偏向李庆了 脸色也恢复如常 连声道歉 看来是宋某错怪兄台了 我自发一杯 宋江说完便将杯盏针满 然后一饮而尽 算是给李庆赔罪了 于是三人重新坐下 九四伙计也很快的 把好酒好肉都端了上来 一阵推杯换盏之后 桌上的气氛也变得活络起来 之前那点小小的不愉快 似乎已被他们抛之脑后去了 李庆在喝酒的时候 还一边暗暗打量了一番宋江这个人 只见他样貌平平 体格也不健硕 要论起武力值来 估计比起自己还得差一些 现在的李庆 毕竟得过两次系统奖励了 穿越过来以后又时常锻炼 比起那个原主来 那体格可好多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 就是宋江这么一个看似普普通通的人 在原主里最后却当上了梁山之主 把李奎等等杀人如麻的人 都训得服服帖帖的 所以说这名声可真是件好东西 人的名竖着影啊 李庆琢磨着 几时自己也来孤名调狱一番 像宋江这样弄一些名声 好来傍身呢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堤大观人 作者笔木鱼 领弦演播 不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五十六集 所谓一回生二回熟 李庆之后又在张三的陪同下 跟宋江喝过几次酒 至此便有些熟络了 当然了 二人也只能算是酒肉朋友 并没有推心致富的交情 就和当初跟花子虚差不多 看水浒原著的时候 宋江遇到一些好汉 都是一副自来熟的样子 带人十分热情 但是为什么 到了李庆自己这儿 就如此不冷不淡的呢 其实啊 这便是宋江为人的精明之处了 那些江湖汉子 截然一身 你只需要带他好一点 付出的不多 将来他们便会肯为你抛头颅撒热血 就算暂时的不用他们那样 他们也会在江湖上帮着养你的名声 总而言之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但是李庆却肯定不会这样的 他是养古县的财主啊 论身份论财力 恐怕都不比宋江差 就算再怎么结交 也肯定不会为己收买所用的 所以啊 他也没有多热忱 要不是张三每一次 都拉李庆一块来喝酒 宋江定不会主动的 和李庆来吃饭喝酒的 咱们且说这一天 宋江难得清闲 又想着 许久未去闫婆西那儿了 便请了张三 顺带请了李庆 一块去闫婆西那儿 喝酒小倦 三个人走到 县西巷内的一处楼房前面 张三刚好 被几名胡蹦勾友看见了 硬要拉着他 去沟篮里私混 一阵推托不过 于是向宋江告罪一声 就去了 其实啊 这都是李庆暗地里 设计好了的 今天要去见闫婆西 那当然只能他自己去见了 因为在水浒原住里 您可能还记得 张文远张三这个家伙 便是那个绿了宋江的人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李庆可不能让他俩见面 张三走了之后 宋江也颇为无奈 只得单独请了李庆进屋 朝内室喊了一声 过了烧气 一个满头朱翠 遍体绫罗的妙龄小娘子 从里面走了出来 此人便是宋江的妾室 言婆西了 他刚出来时 还微微撅着嘴 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 不过 当他的目光 忽然瞥见李庆的时候 只见这个男子一表人才 英俊替躺 眼神顿时为之一亮 心中便已先欢喜三分了 畅言道 一不将 二不带 说的便是 不能随便把外人 带来家里做客 很显然 宋江不知道这个道理 如今把李庆带了过来 不正好撮合他们 勾得成双吗 就在李庆和宋江一阵推杯幻展之间 言婆西一听 李庆谈吐不俗 就更加忠意他了 不时地朝他眉来眼去 这些小举动都被李庆收在眼里 心中还是颇有些自得的 其实也难怪 想着言婆西谁也是的后生 只怕才十七八岁 正是妙龄之计 嫁给宋江之后 这个男人来一回得两三个月 恐怕早已熬成春归怨妇了 今天好不容易 撞见李庆这么一个 常年在风月场走动的人 就像是流落荒岛的人 终于看到船只经过一样 心中如何能不喜欢呢 李庆心中则暗想 恐怕只要自己再来此处撩搏一二 就能撑起好事了 比当初勾的潘金莲和李平儿 不知要容易多少杯呢 还是那句话 言婆西好上手 宋江却是难对付 宋江虽然和李庆没什么共同语言 但幸好李庆见谈 总可以挑起话题来 所以喝酒的时候 倒也一直没有冷过场 一旁的言婆西代为真酒 期间还去厨房 精心炒了几个下酒小菜 以前若单指宋江来的话 他都是懒得亲自动手的 或许是酒喝多了点 李庆这个时候略有些飘了 忽然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公明啊 听说你跟那拖塔天王朝盖 颇有些熟络 能否代劳引荐一下 李庆话刚出口 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暗道要坏啊 为什么呀 他和宋江的关系还没有多牢靠呢 这种贴心的话实在不该问出来 果不其然 宋江听了以后脸色顿时一变 猛的一摇头 哎 你喝醉了 宋江向来不使得什么朝天王李天王的 其实宋江当然认识朝盖了 当初生辰刚的事情泄露消息 还是他连夜骑马赶去东西村通风报信的 不然朝盖无用等人 只怕早就被抓了 哪还能从容逃脱呢 而朝盖当上梁山之主以后 感念宋江的恩情 还托人给他送了不少黄金作为谢礼 双方书信不断联系盛世密切 但是 无论在什么时候 勾结强盗 那可是要杀头的大罪 宋江和李庆 那相识不久 怎么会承认这个呢 李庆说完之后 也有些惊醒了 盲笑道 是是 确实是我喝醉了乱说话 功名勿怪啊 所以说 李庆平时之所以不贪杯 就是这个缘故 酒这东西 一喝多了 说起话就容易不过脑子了 奈何现在 得跟宋江虚语微疑 酒不喝当然是不行的 于是便闹出了 刚才这样的谈话失误来 宋江斜眼看了看 李庆 心中已有些疑神疑鬼了 怀疑他知道了些什么 又一心这个李庆目的不纯 于是又喝了两杯之后 便假托喝醉了 晃晃悠悠地往阁楼上走去 李庆见此 也不好多作逗留 起身便要离开此处 而那颜婆夕竟没有第一时间去扶宋江上楼 反而是向李庆盗了个万福 要送他出门 眼神勾人之急 听官人的口音 似不是阴城县人 颜婆夕的话说的娇声细语 李庆听的是心缘一马 要说这阳谷县和阴城县虽然相隔不远 但所谓十里不同音 百里不同俗 两地的方言仔细听还是有些差别的 刚才的颜婆夕一直听多说少 所以可以察觉出李庆的口音是有些许不同的 而宋江刚才全程都没介绍过李庆 李庆这个时候只好说 我姓李明庆 阳谷县人士 听娘子的口音也非此地人吧 奴是随爹娘从东京来的 原本是要到这山东地界 投奔一个官人 却寻不到人 于是 流落到了这运城县 爹爹 还染了一场病死了 阎婆夕说到伤心处 便不由地潸然落泪 颇惹人心生怜惜 李庆此生 最见不得女人落泪 于是盲劝慰的几句 阎婆夕用手帕擦拭了一下眼泪 休乃道 奴医时失了态 还望官人无怪 两个人在说话之间 已到了门首 李庆作了个衣 向盐婆夕道了声保重 然后便摇着扇子离开了 这小娘子在门口站立了许久 直到李庆的身影消失在街道尽头之后 才丢了魂似的返回屋里 依旧没上阁楼服侍宋江 躲到另一处房间里去了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浮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明显眼播 不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五十七集 李庆从盐婆夕那出来之后 便往附近的茶坊走去 打算喝一碗醒酒茶 把这一身的酒气驱赶一下 他刚刚走进茶坊坐下 便见临捉一名大汉 猛地抬手 把另一人打翻在地 凶狠地喊道 欠了我的赌债 为何不还 那人叫苦道 独套修要动手 我只是想再宽限几天而已 非是不还的赌债呀 那大汉毫没理会 对着那人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茶坊里的人 对这个情形都是侧目而逝 不过却没人敢上前多说半句 李庆一见 这名大汉身长七尺五寸 紫糖色面皮 有一部扇圈胡须 心中有些疑惑 便找身旁的查克小声问道 这名大汉是何人呢 查克道 你难道是外地来的 这雷恒雷独头都不知道啊 哦 原来是他 李庆顿时恍然 怪不得这大汉如此嚣张呢 这雷恒可是在梁山好汉中排名比较靠前的人物 现在则是运城县魏斯下属的步兵都头 管着二十个使枪的头目 十个普通士兵 专管擒拿盗贼的事情 因为这雷恒履历过人 能跳二三丈扩建 因此满线人都称他做插翅虎 这雷恒原是运城县的打铁匠人出身 后来当了步兵都头 才慢慢发迹 于是又是开队防 又是杀牛放毒 渐渐的也积攒了不小家业 算是本地的一霸了 李庆前世看水浒的时候 对着雷恒不怎么喜欢 只觉得他虽有一身好武艺 但心地却过于偏窄了一些 而相比之下 运城县另一名都头 美然公诸童品性就好了多了 算是梁山好汉里面少数的几个 真正的好汉之一 不过此刻 李庆一见着雷恒 眼前顿时一亮 按道 看来这梁山孝敬废的事情 便该落在此人身上了 原来这雷恒跟宋江一样 和梁山的人十分熟络 当初朝盖无用等人逃脱 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而和宋江诸童相比 雷恒出身更低 所以也更加贪财一些 所以李庆才有机会 从他这施展一些手段 他们二人此刻虽还不认识 但是李庆既有心和雷恒攀谈 又哪会做不到呢 只过了两天不到 李庆便与雷恒坐在一桌喝酒了 推杯换盏称兄道弟 看这情形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俩是多年的老友呢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李庆才一本正经的对雷恒道 雷独头 我这里有一条财路 不知你感不感兴趣 雷恒一听哈哈大笑 看你说的 有银子谁不喜欢呢 你尽管说来便是 即使如此 那我便直言不讳了 雲城县这里盛产忽盐 我观察到 有几处盐厂已经荒废了 被一些泼皮占着 咱们为何不过去 夺过来啊 雷恒一听沉吟般傻 问他身边的人 我有此事吗 那人点头道 回独头 确实如此 那些胡言 以前是由宫里 直接派内官过来管的 但是天下不太平之后 内官多有死在路上的 而梁山的强盗们 也时不时地去光顾一下 所以渐渐地 内官也不大愿意来了 几处为这较偏的演场 也就此荒废了下来 雷恒以前从未留意过此事 所以头一次听闻 心中不由的狂喜 盐可是好东西 就算天下大乱 价格也绝对低不下去 当然了 贩卖私盐 那可是大罪 要是换了清平年月 雷恒是肯定不做的 但是按现在的光景 官府管不了那么多呀 只要一切打点妥当 这其实也不叫事 若是猪童这样的人 肯定不会去碰他 但雷恒想也没想直接说 嗯 这财路嘛 倒是极好 只是具体该如何进行呢 李庆微沉吟 首先当然是啊 要从那些泼皮手里面 把演场抢夺回来 我这里出二十名装客 尽是时常训练的 雷独头 你再出二三十人 便足够了 这不成问题 别说二三十人了 就是再多的 我也能找来 雷恒嘴上怎么说着 心里则琢磨着 这李庆的装客 肯定不怎么中用 可别误了事 我索性 汉五十个人去好了 多个手工下来 分银子的时候 也分多些 李庆继续道 将演场占了之后 便要招募人手过来采盐了 懂这行的人吗 演场附近可不少 也不是什么难事 弄出原来以后 运程现已南地界 就由雷渡头 你来组织人脉 以北的由我来卖 赚着银子大伙平分 你看如何 雷恒自是不愿和李庆平分的 但随即又想了想 只要演场是在这运程地界 以后该如何赚银子 还不是我说了算 暂时答应他 倒也无妨 于是笑道 哈哈哈哈 很好 就这么说定了 于是二人各端起酒杯来 一饮而尽 李庆忽悠想起了什么 对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难处 东西村里面有人 专门找过往的商客 要孝敬费 那个地方是去往阳谷的必经之路 咱这演场开张之后 是不是需要提前打点一下 雷恒把手一摆 满脸不在乎 这事你不必操心 我自会处理好的 以后只要让贩夫走卒们 打上咱们的气候 保准路途无忧 李庆要的就是雷恒这句话 梁山的人 是肯定不会找雷恒要孝敬费的 以后只要打着雷恒的旗号 李庆店铺里面的药材 染料等货物的来往 就可以省下一大笔银子了 当然了 私言的事情 李庆也并非顺手而为 他带的一个庄客里面 就有一个 曾经是演场的人 是后来那衰败之后 才流落至阳谷县当了店户的 因为刚好顺路 便想回乡探望一下 这才跟李庆提起了此事 李庆那个时候就动了心思了 这私言买卖可是一笔万利的 现在的李庆虽也可以说是家财万贯 但也只能在小小的县城里 称一下威而已 放在整个东平府 根本不算什么 自是不介意再多几条财路了 不过 要是没有个地头蛇帮忙 势必会困难重重 所以一时没拿定主意 直到碰到雷恒 这才狼狈为奸 一拍即合 而雷恒的小心思 其实李庆也早有预料 毕竟大伙都不是什么纯粮大善人 那么最后到底是谁利用谁 就要看他们以后各自的手段了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浮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衔演播 不诀 本书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五十八集 且说李庆和雷恒商议妥当之后 便开始着手准备攻占演场的事情 李庆带来的交亭和二十名装客 已经随时待命 不需去召集人手 只是派了些人去打听地形 以及对方人员数量等等情报 但雷恒在四处召集人手的时候 有些人却嘴巴不言 把消息走漏出去了 让那处荒废演场里面的人知道了 运城县的演场 兴罗分布 散而乱 有大有小 他们那处荒废的演场 在一个叫上菜镇的地方 所以也由此得名 这上菜镇演场 所以会荒废下来 并非是说因为演采完了 而是因为这里位置最偏 离梁山又近 时常被强盗光顾 故此才没人来了 事实上 这个演场的规模还是很大的 埋藏在地下的湖盐 也远没有到枯竭的程度 上菜镇的演场 现在被一群泼皮 还有附近的农夫站着 每天从中可以得不少的银子 现在得知了 有人要过来和他们争抢财富 谁会愿意呢 俗话说得好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别说那些占据演场的人 并非什么善类 就算是老是芭蕉的农民 被人挑唆了几句以后 现在也纷纷急红了眼 个个拿起武器 准备和人拼命了 但是也有人心中打鼓 显得畏畏缩缩的 那李清不知什么来路 不理也罢 但雷恒那死 却是不好惹的 一身的好武艺 权限文明 又是县里的步兵都头 咱打得过他吗 听了这个人的话之后 不少人都是一阵沉默 要说插翅虎雷恒的名头 在这运城县 确实足够响亮 没人敢不忌惮一二的 而那个坐在主位的人 满头赖子 一脸横肉 这个时候 将一把柴刀 咔地劈在桌面上 大声喝道 我管他是谁 哪怕是天王老子 敢从我这里夺食 老子就要他的命 此人叫做赖头林 这个演场当初 便是他挑头带人霸占的 说得对 就算是想派人过来 这个地方 咱们也不能让出去啊 其他人纷纷附和起来 赖头林道 不过雷恒这人 听说还是有几把刷子的 我们也不能小敲他了 王麻子 你当过猎户 在正门各处 做布置些陷阱 张大牛 等会儿你拿些银子 去外面招二三十个渔民过来 那些人常年在水泊里飘荡 最是凶狠 只要守住演场 以后有的是他们的好处 被他点中姓名的 王麻子和张大牛二人听了吩咐以后 立刻就出门办事去 其他人也都没闲着 全被赖头林分派 去做各种事情 挖陷阱的挖陷阱 加固篱笆的加固篱笆 总而言之吧 这上菜镇的演场 顿时一片忙碌景象 李庆这边派出去打探情况的人 就是当初跑得最快的那个陈阿四 他看到这样的情形 立刻回去禀告给李庆 李庆沉思了片刻 问陈阿四 你觉得他们之中 是有多少人 要誓死守护演场的 陈阿四道 演场里的产出大头 都是赖头林 王麻子 张大牛几个拿了 其他的伙计 都是拿个普通工钱 谁做主还不是一样 犯不着跟咱拼命 这话确实如此 别看那些演场的人 把口号喊得何等响亮 但是真正意志坚定 决心顽抗到底的 根本就没有几个 有些胆小的人 立刻就趁大伙忙碌的时候 偷偷溜走了 而大部分人之所以选择留下 仅仅是因为赖头林 取下了种种好处罢了 总而言之 这是一群乌合之众 准确地说 是一群有了准备的乌合之众 不过即便是这样 李庆对此还是有些气恼 他本来还计划着 搞一个偷袭什么的 结果 被雷恒一方的人 泄露消息之后 偷袭这事是不用去想了 又过了两天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雷恒召集了六十几个人 大部分都手持棍棒 其中有十五个 拿着锋利的长枪 五个手里面有弓箭 那是雷恒在县玉斯里的手下 被他私用了 在这六十人当中 也算是精锐部队 这事要换了朱童 肯定不会做出这种 官兵私用的事来 但雷恒却不在乎 平时他也没少做 只是不穿官服就是了 而李庆那边 虽只有二十个人 但各个手里都有长枪 其中有五个 还配了一面盾牌 看着还真像那么一回事 不过雷恒却根本没把李庆的人 放在心上 他之前探过李庆的口风了 知道 除了交挺这个大汉之外 那二十名庄客 都是普通店户出身 此前一直在庄园内训练罢了 根本没真和人交过手 等会对阵的时候 不尿裤子就不错了 相比之下 他的手下们 常年跟着他 鸡刀追匪 个个身手了得 而那些临时招来的 也都是一些凶悍之辈 李庆那些人如何能闭眼 雷恒看了看双方 在人员的差异 心里面 忽然生出一条计策了 长话短说 当李庆雷恒一行人 赶到上菜镇年场前的时候 四周一片寂寂 也敲不出里面是什么情况 雷恒便指点前面 向李庆笑道 这延长四周 都是金鸡里巴围着 有南北两处大门可以出入 李兄弟 我看咱们不如分兵出击吧 雷恒这个提议 其实正合了李庆的心意 他根本就不想 跟这帮人一块行动 就算雷恒不说 他也会找一个借口提出来 于是索性一口答应了 雷恒接着又说 昨天我在茶坊里 听人唱曲的时候 那粉头唱了 项羽攻打秦国的时候 与诸侯定下 先入关中者为王誓言的戏份 李兄弟 咱们不若也效仿古人 打个赌 谁先攻入盐场打厅 这盐场就归谁说了算 你看如何 李庆已听心里一阵腻歪 别说其他了 他们现在不过是打一个小小的盐场罢了 雷恒却提什么效仿西楚霸王 这不是搞笑吗 另外 关于盐场的利益分配 事先早已经说好了 雷恒就算想反悔 也要等站了盐场再说不迟 现在可好 还没开打呢 就和李庆谈这个 吃香味免太过难看了些 不过 李庆还是微微一笑 好啊 不过是这样 我在的人手 不打南门恐怕寸步难进 可被耽误大事啊 原来 这盐场的南门 相当于是正门 对方肯定会重点不止人手 严加防控啊 雷恒一见 李庆答应了 心中一袭 接着满不在乎的摆了摆手 你带人去北门好了 这南门 就叫由我来处理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第一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先演播 不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雷恒等李庆 带着他二十名装客 往延长北门走去之后 便下令众人开始强攻 这雷恒常年击捕盗匪 还是扑直鞋章法的 手下人并非是乱哄哄的 一拥而上 而是颇有条例 有四名大汉 抬着一根大柱子 走在中间 准备撞门 五个弓箭手分立四边 只要有人冒头 就立刻射箭 十个长枪士兵 分为两个小队 随时准备突击抢弓 雷恒本人手持一柄利刃 明晃晃冷森森 虎视眈眈的看着前面的情况 这个时候 只听里面一声铜锣响起 低矮的土墙上 冒出七八个人来 都手持弓箭 朝雷恒这边一通乱射 可惜他们的弓箭 并非军中所致 力道颇有些不足 而且射箭的人 似乎也不够娴熟 八支箭倒有五支射偏了 只有那猎户出身的 王麻子会有些准头 飞出一箭 正中一个 抬住大汉的肩膀上 大汉吃痛 手一偏 拿柱子掉在地上 不过 在小小的混乱了一下之后 立刻便有人 冲上前去不好位置 大伙继续一块 抬着柱子往前进 这王麻子 还想再多射几个人 雷恒这边的弓箭手 也没含糊 朝他射了几箭 虽说都被躲了过去 但这王麻子 却再也不敢抬头了 于是 几名台柱大汉 很快到了门前 只撞了三两下 那大门就被轰然撞开 王麻子也不迟疑 立刻领着人 退到后面去了 雷恒带人蜂拥而入 见前面连人影都没有 一片空旷 以为他们是被吓破胆了 心中不由的暗自得意 他颇为豪气的 将手一挥 让众人直奔演场 大厅而去 然而 前面的人 还没走多远呢 脚底忽然一个踩空 露出一个大坑来 其他的人 都被身边人 及时拉住了 唯有最前面那一个人 因为一心着急立功 别人想救都救不了 整个人都陷了下去 就听一声惨叫 众人再往坑里一看 只见坑底布满了尖尖的木头 那个掉下去的人 身体多处被木头贯穿而过 血流了一地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看了这个情形 众人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所以跟着雷恒来这个地方 无非是为了得一些赏钱罢了 本以为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哪曾想到会为此丢了性命啊 要说雷恒召结的这帮人 比延场那些乌合之众们 虽要好一些 但打斗上也全凭一腔热血 此刻一见死的人 在气势上顿时弱了半截 甚至有些人还左顾右盼 显然心里面已经打起退堂鼓了 雷恒本人也是大怒 吼了一声 这帮狗崽子 等老子抓住他们 非把他们都宰了不可 他说完 拨开其他人 气势汹汹的走在最前面 那些原本打退堂鼓的人 迫于雷恒的威势 谁也不敢率先离开 只能硬着头皮跟在后面了 不过他们也担心再次踩中 那要人命的陷坑 走得都小心翼翼的 前进速度和之前相比 一下就放缓了许多 此刻在延长的北门方向 李庆带着人躲在一个隐蔽所在 并没有贸然行动 直到陈阿四回来禀报说 南门那边打起来了 他这才动身 经过观察 李庆早已经知道 对方在这里布置了三十几人的防守 但是那边一开打 这个地方迟迟没有动静 便又被抽调走七八个人 所以这个时候 北门的双方在人数上 已经相差不大了 而李庆也没有选择从大门突破 这延场的四周 大部分是荆棘和栅栏 不是什么正经围墙 而且因为荒废了许久 可谓是漏洞百出 李庆早就派人 去了一处栅栏塌陷的地方 这个时候便直接从那 悄悄闯进延场去 可惜里面甚是空旷 没有什么遮掩物 李庆一行人 只前进了不到百米 就被人给发现了 一阵铜锣交绪 原本还在大门处 傻傻等候的二十几人 立刻被那张大牛带领着 冲了过来 手持棍棒 镰刀 铁锹 菜刀等五花八门的各种兵器 李庆大喝了一声 都给我定神 不要慌 听我号令 这是庄客们第一次正式迎敌 大部分人都很有些慌张 不过幸好没有乱了手脚的 经过李庆这么一喊 也渐渐安定了很多 树盾 见敌人冲指跟前 李庆一声令下 那五名配了盾牌的装客 迅速地将盾牌竖了起来 那些嘶言恶汉们一看 顿时有些傻眼了 他们这会射箭的 都去雷行那边了 抽料过去的 所以 面对挡在面前的 这几面龟壳式的盾牌 一时间 不知该怎么出手了 还好那个张大牛反应不慢 把大手一挥 便要大伙分两侧去进攻 然而李庆这一方 也不会傻站着 让对方从容进攻的 只听队伍后面 李庆又一声大喊 举枪 突刺 这些庄客们 训练两个多月了 举枪突刺 两个简单动作 不知重复了多少个日夜 都快形成条件反射了 此刻一听李庆的号令 众人想也没多想 就下意识地 把长矛举了起来 向前猛地一刺 对面当下就有七个人 被长矛刺中身体 其中有五个刺中了胳膊 一个刺中小腹 不过入柔不深 但是另一个 却没那么好运了 正中新窝子 立刻就倒地不起 张大牛身边这些 丝颜恶 撼见了这个情况 顿时一阵胆寒 他们平时打斗 岁月十分凶狠 但哪见过这么血腥的画面 有两个人 显然吓破胆了 当下扔下手中棍棒 哭爹喊娘的扭头 撒腿就跑 其他人见此情形 也想逃跑 而张大牛却不甘心 他在严厂里面 是除赖头林之外最能打的 于是自视汉勇 先跳到一边 然后便朝着 躲在人群背后的李庆 虎扑了过去 他早就瞅准了 这个发号失灵的人 准备来一个 秦贼先秦王 从而一举扭转颓势 然而 他好不容易地 冲到李庆跟前 一直护在李庆身边的交亭 挥起哨棒来 呼了一下子 而后啪了一声 这一棒不偏不移 正中脑顶 把张大牛打的 瞬间翻倒在地 眼睛一白 直接昏厥过去 其他的延长恶汉们 见此情景 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顿时做鸟兽散 只一小会 就逃了个无影无踪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欲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堤大观人》 作者 李沐鱼 领衔演播 补举 本书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六十集 李庆的这场恶斗 从开始到结束 仅仅过去了片刻而已 当那些私盐贩子们 四处逃散的时候 庄客们都愣了一下 显然对着轻而易举的胜利 都感到有些措手不及了 他们不过是竖起盾牌 举枪突刺了一下 这就结束了 其实啊 这延长的精锐部队们 都被抽调过去 对付雷恒他们了 这里北门的 大部分是临时招募来的 虽然也很凶狠好斗 但却没有真正的直面死亡过 再加上 有两名胆小的人率先逃跑 感染了其他人 头领张大牛呢 想擒贼先擒王 结果反背齐擒 才导致队伍 瞬间就崩溃了 陈阿四这个时候 呆呆地站在原地 看着手上那沾满血迹的长枪 一动不动 刚才直接正中敌人心窝的一枪 便是他刺出去的 他以前就杀过些鸡鸭畜生什么的 几时杀过人呢 有敌人在的时候 陈阿四还麻木的没什么感觉 此刻却慢慢回过味来 只觉得肚腹中一阵翻涌 忍不住躲到一旁呕吐起来 等他吐完之后 李庆把手一挥 一言不发地带领众人 继续往演场大厅赶去 一路上自也有很多陷阱 不过前几天对方布置的时候 李庆早已派出了人手 从头盯到尾 早已经烂熟于心了 所以能够轻易地躲避开去 一路上又有些零星的恶汉前来阻拦 但都被李庆指挥庄克给打退了 不多时 李庆终于带领人马 闯进演场那简陋 却宽阔的大厅里 大厅正中 只见赖头林端坐 手持柴刀 一脸凶神恶煞之相 其实心里面 对突然杀到的李庆等人 都感到颇为震惊 他在打听到雷恒在南门指挥之后 便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南门上了 对北门方向 从头到尾就没有怎么在意过 按他的设想 既然雷恒出现在南门 北面即使有别的人 也不过是些小鱼小虾罢了 根本不足为虑 可谁知道 被他视为大敌的雷恒 现在还被堵着呢 在半路 这些原本的小鱼小虾们 却直接一路杀到跟前了 张大牛这寒货 果然靠不住 亏他刚才还拍着胸脯向我发誓 保证一个苍蝇都不会从北门飞过来 赖头林心中心念急转 他身边的手下们大部分派了出去 现在左右只有三个亲信 李庆那边那么多人 他根本不是对手啊 所以他下定决心 只能智取 不能立敌 他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故作畏惧地看向李庆 这位好汉 可否饶小人一命 我愿将埋藏在后院的珠宝 全都献出 赖头林一边说着 一边慢慢向李庆靠近 手里紧握那把柴刀 但是 他话还没说完呢 只听嗖的一声响起 一只弓箭横空飞来 十次入了他手腕之内 顿时血流如注 赖头林痛叫一声 手中那把柴刀 也随之掉落在地了 李庆看了看手里的弩箭 暗道真不愧是 部队的制式武器 威力还挺大的 远比弓箭省力多了 李庆素来知道 反派死于话多的道理 便懒得和这个赖头林瞎扯 先把对方武器打下来 再说不迟 李庆手中这把弩箭 是他专门托人 从衙门的库里弄出来的 其实啊 总共也没几支是好的 先被他使银子买走了 平时李庆在庄院里面 也练过弓箭 但是那玩意儿 一时难见成效 相比之下 这弩箭只需掌握了技巧 便可以拿出来使用 今天第一次对付敌人 效果很是不错 在李庆射出弩箭之后 一旁的交亭也不闲着 不等分子 立刻踏步向前 熟练的把手中哨棒举起 敲了下去 赖头林强忍着手臂疼痛 勉强躲了几下 奈何血越流越多 武器又掉了 渐渐的有些招架不住 最终被交亭逮住机会 一手棒给敲晕了过去 大厅里面 他那几个亲信 一见情形不对 早就掀起布帘 从后面逃走了 李庆也没理他们 李庆吩咐人 把这个赖头林 来了个五花大榜 然后到主位处坐下 悠闲地静等雷恒到来 而雷恒这边呢 又折掉两个人手之后 终于赶到大厅外面 不少人啊 身上都挂菜了 显然经过了一番恶战 不过雷恒觉得 都是可以接受的 他一想李庆那个家伙 可能这个时候 还没闯进大门来呢 这个日进抖金的演场 从今天起 就给他雷恒一个人所有了 心里能不高兴吗 他满怀激动 快步踏上台阶 走进大厅 却一眼就看到 正在大厅主位处坐着的 大官人李庆 还有被捆绑得 严严实实的 那个赖头林 雷恒的心里 顿时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甚至一度以为 自己看花眼了 李庆这些人 怎么可能会比他还早到 甚至还将赖头林 生擒活捉了呢 雷恒此刻想破了脑袋 也没弄明白 这李庆到底怎么做到的 而李庆这个时候 已经站起身形 赢了过去 笑道 雷独头 真是不好意思 想不到我先到了 不过咱们那个赌注嘛 就是个玩笑 你也不必当真 这演场的分法嘛 还是照老样子办吧 要是一般人的话 众目亏亏之下力的誓言 怎会有脸当场反悔呢 不过雷恒这个人 向来脸皮挺厚 本就不甘心被李庆毒吞了 此刻一听对方这么说 立刻就坡下驴 笑道 既然大官人如此豪气 不要再扭捏 都显到小家子气了 雷恒说完 立刻脸色一变 冷冷地看了一眼赖头林 手踢利刃 快步走了过去 赵准心窝一刀捅去 杀时间鲜血四剑 呸 这狗东西 害了我手下三条人命 死得这么轻松 倒便宜了 雷恒说完 朝尸身妥了口唾沫 一泻心中的愤懑 原本有不少刚才 还对雷恒心生鄙夷的人 此刻一见他如此凶狠 那些小心思 就全都收了起来 不过 雷恒那些手下们 此前对他都是敬畏有加 现在却徒有畏惧 敬重之情 陡然淡了许多 李庆瞥了一眼 那赖头林鲜血如注的尸身 心想此人作恶多端 死了便死了吧 他只是没想到 这雷恒会下手如此突然 果然是心狠手辣之辈 李庆暗自下定决心 看来以后得多留几手 防着这雷恒啊 幸好 他从始至终也并没有打算 跟雷恒合作多久 现在是暂时的狼狈为奸吧 等到哪一天时机成熟了 随时会把雷恒给剃除出去的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欲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第一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先演播 不过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六十一集 李庆和雷恒 强占了上菜镇严厂之后 先请了些工匠 把次处修缮了一遍 又在附近重新招募严工 打造器具 千头万绪的 想要正式产盐贩卖 还得再过一些时日才行 李庆吩咐精明的陈阿四 带着几个人驻扎盐厂 之后就没怎么再操心那儿的事情了 他的主要经历 仍然放在盐婆夕和宋江那儿 眼看着 到了运程十多天了 对付宋江的好办法 还是没有找出来 李庆心中也颇事无奈 咱们但说这一天 李庆往酒楼走去 顺路从盐婆夕的门前经过 刚巧 这小娘子和一个小丫鬟 买了些腌制水粉从外面回来 二人迎面撞见 于是靠近了行李说话 大官人 可是来寻我家那活人吃酒的 那盐婆夕一边说话 一双桃花眼勾勾地看着李庆 李庆本来想说是碰巧路过罢了 但转念一想 立刻改口 正是 此刻 顾鸣可在里面吗 他在 大官人请 于是 李庆跟着颜婆夕 往屋里走去 但进了门之后 李庆四处张浪了一下 却没看到宋江的人影 笑来这活人 又上阁楼睡觉去了 大官人稍等 带奴去叫醒他 娘子请自便 李庆说着 坐下来喝起茶 颜婆夕上去了许久才下来 换了另一身新的裸裙 略施粉袋 不过 仍不见宋江的身影 大官人羞怪 能出去时他还在 回来后 却又不知跑那儿去了 李庆一听 放下茶杯 站了起来 既是如此 那小声 那小声不打扰娘子了 说完就要告辞离开 当然了 李庆也并不是真想离开 仍用眼角的余光 看着颜婆夕 看他做不做挽留的举动 如果颜婆夕 什么都不做的话 那么今天便是 他李庆想多了 得马上离开这了 以后再寻机会 来图谋着小娘子 只见颜婆夕忙道 刚才怠慢了大官人 奴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已叫丫鬟备下酒席 还请官人 愿我向你敬酒赔罪 一听他这话 李庆心中当即会议了 若是那种真吉烈富 在家里面 男人不在的情况下 是断然不会挽留男客人 在家中逗留的 不过李庆 此不会那么傻地去说破 厚着脸皮又重新坐了下来 很快 丫鬟把韭菜端了上来 颜婆夕打对面坐着 二人于是一阵推杯换盏 谈笑不断 气氛也渐渐活络起来 李庆看了看的丫鬟 问颜婆夕道 不知娘子房中 几个人服侍啊 奴身边 就只有这一个使唤丫头 还是听话 后厨里还有一个厨娘 但不住在这里 每到饭点的时候 才会归来 也就是说 这个屋子里再没有需要 避讳的闲杂人等了 这倒也是方便了李庆行事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 那丫头早不知躲哪儿去了 颜婆夕轻扶了一下额头道 奴不胜酒力 要上楼去小气一会儿 大官人请自便 颜婆夕说完 竟扔下李庆 独自往阁楼上走去 到了上面的时候 还转身 眉目传情地 朝李庆看了一眼 李庆也不磨叽 当即尾随而上 到了阁楼之后 直接往墓障里钻去 只见娇小可人的颜婆夕 平躺在床上 双目紧闭 但睫毛却一动一动的 显然是在装睡 李庆也不言语 施展妙手 顷刻间解开了 颜婆夕的衣裙 品尝起这小娘子的 樱桃小口来 只一会儿 颜婆夕就再也装不下去了 将一双玉手 搭在李庆脖子上 主动迎合起来 目障之内 顿时一片春色 只见他们 一个柳腰款摆 一个身强体壮 耳边素雨一云情 镇上说山盟海誓 英姿蝶彩 以尼伯弄百千斑 狂云羞雨 娇媚失诚千万态 一个低声不住叫亲亲 一个搂抱未免呼打打 正是春色满园 关不住一只红杏出墙来 事后 二人躺在床上 说些闲话 互相问了一下 对方的年纪 和家里的情况 这颜婆夕不仅长得娇小 而且才刚过 十七岁生日 是目前 李庆几个女人中 年纪最小的 她父亲颜公已经去世了 还有个母亲 在附近居住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的亲眷 而颜婆夕 并没把宋江 算作亲眷 她此刻听说 李庆家里面 已有一个正妻三房小妾 并没有丝毫诧异 是当时一件 十分正常的事情 反而是饶有兴致的 打听起李庆 每一个娘子的喜好习性来 或许实在是太累了 颜婆夕听着听着 一双眉目 不由得慢慢寒了起来 竟熟睡了过去 李庆看着怀里的可人 心中也颇有些感触 当初勾搭潘金莲和李平儿的时候 还要反复试探 不断聊播 过了许久之后 方能有所进展 但面对颜婆夕的时候 她根本没费多少心思 就成功上手了 而在此过程中 颜婆夕表现得 甚至比李庆本人 还要更加主动些 可见宋江这个人 在男女之事上 是有多么失败了 李庆又仔细端详了一会儿 熟睡的颜婆夕 看着她精致的小脸 李庆心想 哎 若非我来拯救的话 这个小美人 便要死于宋江刀下了 宋江怒杀颜婆夕这个桥段 相信各位看过水浒的都知道 不过宋江所以会杀掉颜婆夕 并非是因为 他给宋江戴绿帽子 事实上 宋江察觉到 自软头顶发绿的时候 并没有多生气 不过是决定了以后 再不和颜婆夕接触了而已 真正促成宋江动手杀人的原因 是颜婆夕好死不死的 竟然看到了宋江和梁山的通信文书 而且还嚷嚷着说要去报官 虽然说 这运城县里面和梁山暗中私通的人也不在少数 但只要无凭无据 谁也不会多说什么 可颜婆夕手里呢 拿着证据 若真的见了官了 宋江饱准没好果子吃 于是当下恶相胆边生 对颜婆夕 弃了杀心 李庆想着原著里面和颜婆夕有关的事情 忽然灵光乍见 渐渐地竟萌生出了一个对付宋江的手段来 只是这个办法似乎有些不大厚头 得捡一个死不足惜的人渣来利用才行 而李庆是绝舍不得 让自个儿的女人来冒这个险的 就在李庆思绪不断的时候 颜婆夕醒了过来 主动把小嘴凑过去索吻 李庆便不再多想 又和这小妞一阵颠乱捣风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堤大观人 作者笔木鱼 明前面播 不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六十二集 直到了第二天早上 李庆方才有些脚打偏的 离开了颜婆夕的住处 之后 李庆便拍了个激警的人 悄悄地在宋江身边盯梢 耐心等待着一个坑他的机会出现 由于宋江两三个月才去颜婆夕那一次 所以李庆也不用担心他会突然闯进来 便时常到颜婆夕的阁楼里过夜 如此又过了七八天 李庆期间还回了阳谷县两次 以免冷落了家中几位娘子 一来一回也用不了多久 或许是因为他去颜婆夕那儿过于频繁了些 认识李庆行事再小心 总是会观察许久才进门 但还是被附近的一个人察觉出了些端倪 此人名唤唐牛二 明面上是一个小贩 但实则是个大泼皮臭无赖 还时不时地做一些诱拐妇女小孩的勾当 这个唐牛二常得宋江的赏钱 但凡有些公事去告诉宋江 总可以捞几款钱来似的 他这一天输了银子 手头颇有些紧 便到了颜婆夕的住处等着宋江 想讨几个碎银子哗哗 可没想到 等了好半天 宋江啊 连影子都没出现 这个唐牛耐心都不错 索性一边等着 一边把目光落在 过往的妇女小孩身上 看一看有没有合适下手的 要是能诱拐一个去卖掉 他就几天不用愁吃穿了 谁知左等右等 也没看到适合下手的人 于是这唐牛儿自认晦气 打算起身回去 恰好这个时候 李庆到了附近 东张西望了一会儿 最后敲门走了进去 唐牛儿躲在角落 看到这个情形 当下就明白了 肯定是颜婆西啊 偷汉子了 顿时感到眼前一亮 不过 他没想把这个消息 跟宋江说 又苦手了一夜 到了第二天清晨 李庆出来之后 他这才双眼痛红的 跳到李庆跟前 喊道 看你做的好事 勾得别人的妻妾 我非把你这丝 捉去见鸭丝 让他把你收尖了 李庆一开始 被这突然冒出的人 吓了一跳 但很快就镇定下来 他心里清楚 眼前这个人 如果真的 想把自己押去宋江那儿的话 就不会只顾 大喊大叫而不动手了 李庆吻下心神 先要试探一下 他是个什么嫡系 兄弟且慢 一些好说吗 不知你和宋鸭丝 是什么关系 我唐牛二 虽和鸭丝非亲非故 不过这样的阿杂士 既然碰到了 便断不亏坐视不理 除非 除非你能给足我好处 这唐牛二 本还想和李庆多扯几句 然后再说真实目的的 但是他没想到 这李庆啊 待了一夜才出来 他这点耐心 早就磨光了 所以一下没忍住 把那话直接说了出来 李庆听后不由的暗笑 眼珠一转 顿时记上心来 那么 想让你保密的话 需要多少银子 唐牛二伸出五根手指 至少五十 五百两才行 一看这个家伙 狮子大开口 李庆把双眼一眯 心想 是你自己作死 可别怪我心狠了 想到此处 掏出了几两碎银 丢了过去 我就这么点银子 你肯就此了结的话 拿去好了 若是不然 尽管去找宋鸭死好了 唐牛二本以为 这小白脸 早任由自己拿捏了 哪知道他如此硬气 发着狠问道 你真的不怕宋鸭死 抓你去坐牢吗 李庆摇着指扇说 你恐怕不知道 像这样的事情 宋鸭死啊 从不放在心上 你若把事闹大了 他脸上不好看 恐怕还会埋怨你 不管闲事呢 唐牛二一听 心中一阵抽搐不定 却仍是不甘心 只有这么一点碎银到手 而他的小心思 李庆早已看出来了 又说 你若嫌钱少的话 那就回去 静等几天 我保准送你一场 颇天富贵 到时候你少说 会有上百两黄金入账 唐牛二确实不信 你你休想框我 这整个运程县里边 能拿出百两黄金的人 恐怕没有几个 这样的好事 轮得着我吗 哎 我不骗你 这百两黄金嘛 就出在宋鸭死的身上 只因你和宋鸭死相熟 我才想和你评分好处的 只要你多等一些时日 就可以行动了 唐牛二一见 对方说得言之凿凿 心头便火热了几分 只因为这百两黄金 实在太过诱人了 唐牛二只要想一想 便觉得很疯狂 反正李庆说了 再等几天便会自有分晓 唐牛二便想着 姑且再等几天 若是许久也没有下文 再把他抓起来 见宋江也不迟 打定主意之后 唐牛二又问清了 一些其他事情 这才满怀期待地离开了 又过了几天 派去宋江那儿 暗中盯梢的庄客 终于看到 宋江随着一个 并边有猪杀技的大汉 鬼鬼祟祟地 去了一处酒楼说话 于是飞快地 向李庆禀报回去 李庆听后 顿时精神一震 赶忙起身出去 寻了一处披静的阁楼 踢墙偷听 宋江打死也想不到 会有人专门来窃听的 此刻正说着 朝保证兄弟们近日如何 兄弟 谁叫你来的 那边一个汉子回答道 朝头领哥哥 再三拜上大恩人 得蒙救了性命 现今山寨里有宋万 杜谦 朱贵 林教头 和俺们弟兄七个 共是十一个头领 拒得七八百人 粮食不计其数 音响着兄长大恩 无可报答 特使我刘唐 积一封书信 并黄金一百两 先献了鸭四 再去献那猪独头 这一段话的信息量 可是极大的 李庆听后 一时间思绪连篇 首先便是此刻 梁山上的情况了 头领共计十一人 杜万和宋千 是钱债主王伦的老头领 朱贵是水波边上 开酒店的 兼打听消息 而所谓的林教头 无疑 就是那曾经的 八十万禁军教头 抱着头临冲了 除了这四个人之外 其他七个 都是结生辰纲时的人物 分别是朝盖 吴用 公孙盛 阮氏三兄弟 还有刘唐 而此刻 跟宋江说话的 正是那赤发鬼刘唐 此外 此刻的梁山上 虽只有七八百人 但是因有十万的 生辰纲在 钱梁都不缺 此刻随随便便的 便可拿出百两黄金 来酬谢宋江 简直可以算 十分土豪了 那边的包间里 宋江对刘唐送来的黄金 坚决不接受 说自己家里不缺用度 如今梁山草创 正是用钱的时候 要刘唐把黄金带回去 只把那些书信给收好了 而刘唐呢 本就不是一个 善于言辞的人 哪说得过宋江啊 讨了一份回书之后 觉得也可以交差了 也就不再多说什么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堤大观人 作者笔木鱼 明显演播 不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六十三集 李庆在确认了情报之后 便不再多听 出了酒楼 把那唐牛儿找了出来 唐牛儿满脸火热的 再三问李庆 你说的那百两黄金 果然在宋鸭寺身上吗 李庆先没回答的 反问道 你可识字吗 唐牛儿颇有些自豪的回答 你别看我粗手粗脚的 年轻时也上过两年私塾 十个七八十个字呢 于是李庆吩咐他 如此 等会儿压私从里面出来 你就过去 把他的招文袋子夺过来 里面有一份文书 价值百两黄金 到时你看过之后 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了 这唐牛儿 早已经被金钱蒙蔽了双眼 此刻听完李庆的话 心中只觉得 如果对方说的是假的 反正把他抓来 向宋江赔个碎就是 也损失不了什么 于是便睁大双眼 死死盯着酒楼门手 只等了不多时 宋江便一个人 从酒楼里走了出来 由于赤发鬼流堂 是被官府通缉的人 早从后门先行流走了 所以没和宋江一道出来 唐牛儿早已按捺不住 都不需要李庆吩咐 便大跨步赢了上去 雅思 近来少见呐 唐牛儿笑着 和宋江打了声招呼 说话间便到了身边 宋江一见是唐牛儿 也不起疑 只心里想 这曹汉想必又缺银签事了 来打我的秋风 正要开口 那唐牛儿 故意一个猎倾 撞了宋江一下 趁此机会 把宋江系在腰上的 那个招纹袋子 摘在手中 嘿嘿嘿 雅思 我手头紧 给点银子给我使啊 唐牛儿说着 把袋子打了开来 宋江一见 顿时大惊失色 苦也 炒盖机的书信 还在袋子里面 我本于在酒楼上 留堂跟前烧了 只怕他回去 和众人说起事 直到我不与他们为孽 正要到别处烧了 却被这丝抢了过去 这该如何是好 唐牛儿把招纹袋 抢在手中之后 是觉得袋子有一些重 便把手张开一抖 抖出了一条金子 和一份书信 原来啊 宋江虽把那一百两黄金 大部分 叫刘堂带了回去 不过仍象征性的 从中留了一条金子 唐牛儿此刻一见 欣喜若狂 那心里的果然没框我 宋亚司机有一条金子 肯定便有更多呀 他忙把书信 打开扫了一眼 上面那字密密麻麻的 他也不全认识 不过 他却立刻捕捉到了 书信中 梁山 黄金白梁等字眼 对李清交代的事 就更加深信不疑了 宋江一见 急忙去伸手抢夺书信 但唐牛儿手脚利落 立刻闭了开去 这宋江平日里 虽也好练拳脚习棍棒 但因为从没得名师指点 所以不很精通 而唐牛儿天生力气大 此刻仗着身材优势和力气优势 宋江根本抢不会书信 宋江无奈 只好说 兄弟 且看在我以前对你多有阶级的份上 把袋子还给我吧 唐牛儿 唐牛儿红着眼 粗声说道 这书信上书了 那人给的你黄金白梁 我也不贪 你只需分我一半 这书信就还你 哎呀 你说的什么黄金白梁 我并不清楚啊 嘿嘿 宋亚斯 难道欺我不识字吗 那我告诉你 我不仅看到上边写了黄金白梁 还看到梁山 无用呢 最后这些话 是唐牛儿凑到宋江耳边说的 黄金还没到手 他也担心被闲杂人等偷听了去 宋江眼中精芒一闪 但很快恢复如常 深吸了一口气 沉着脸说 那好 黄金都给你 就在我的住处 你随我去拿吧 唐牛儿见宋江不再推诿 心中高兴无比 屁颠屁颠地跟着宋江 往他衙门附近的住处而去 一直在暗中观察的李庆 把这一切看在眼中 见他们走远了 也从后面跟了过去 安排下一步的计划 只单说宋江 把唐牛儿领进屋子里 杀心一气 但是仍不想下手 倒并非他舍不得 这唐牛儿的性命 此人死了一百遍 宋江也不会皱一下眉头的 他只是不想平白无故地 沾染自己的手罢了 杀人偿命 要是把唐牛儿杀了 他宋江以后就得亡命天涯 流浪江湖了 那他是一千个不愿意 于是他又说道 兄弟 实不相瞒 梁山的人确实要给我一百两黄金 但是我只抽了一条金子 其余的我都已经推辞了 若真的有 一定双手奉上给你 唐牛儿一见宋江又反悔 便急着说 人都说 工人见钱 如蚊子见邪 他人送金子于你 你岂有推转来去的 雅四 你这话说得像放屁似的 休想骗我 你也知道我是个老实人 不会说谎 你若不相信 献我三日 我将家中田产变卖了 换的黄金百两给你 你还了我赵文贷吧 你这黑三 把我当三岁小儿戏刷吗 这个东西到了你手上 琴可就烧毁了 到时候我哪还有金子拿 宋江满脸无奈 把手一摊 我现在着实没有这么多金子给你 不信你把这里搜个遍 看有是没有 唐牛儿索性动手 搜找了一番 刀叉棍棒倒是不少 黄金却一点不见 只搜出了十几两碎银 若是以前 这十几两碎银 也够他心满意足离开的了 但如今 他心心念念一百两黄金 这么大一笔破天的财富 如今这么一点碎银子 他的胃口根本得不到满足 于是他发着狠说道 一定是被你藏起来了 你果真不肯给我 宋江神色木然地说 我果真是没有这金子 唐牛儿把眼一瞪 等会到了公堂上 三堂会神的时候 难道你也说没有金子吗 宋江一听公堂二字 怒气直气 也是按捺不住了 瞪起眼睛怒视唐牛儿 你还时不还我赵文代子 你不给我金子 我就不还赵文代 你能奈我何呀 你这黑三还敢杜手杀人不成 这唐牛儿不提杀字还好 只一提 宋江心中无名野火 顿时直冒三丈 杀意瞬间就被勾了起来 刚巧 唐牛儿翻找金子的时候 把屋里的刀叉都踢到宋江脚边了 于是宋江趁着唐牛儿没有注意自己 偷偷把刀剪了起来 一个手起刀落 朝唐牛儿喉咙处猛然挥去 顿时鲜血飞出 那身高体壮的唐牛儿 轰然倒在当场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欲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明显演播 补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六十四集 宋江见唐牛儿倒地之后 怕他没死绝 又上前捕了一刀 把头颅砍了下来 这才浑身无力的瘫坐在那儿 正正地出身 过了不知多久 他才想起了什么似的 连忙起身去唐牛儿尸首处 把他的招文带翻招出来 抽出书信 就这残灯烧成个灰烬 这个时候 只听外面有动静响起 宋江慌忙系上鸾带 匆匆往外走去 迎面就撞见了 那同房的鸭丝 张三张文元 张三一见宋江神色慌张 一扇出有些血迹 顿时起了疑心 别问他发生了什么 宋江面如死灰地回答 我杀人了 杀了结尾的唐牛儿 他与这张三平素交好 倒也并没有机会 把实情相告 张三先是神色一致 接着抢言笑道 切勿拿这种事来开玩笑 宋江也不解释 让开门往里面指了一指 张三伸长脖子张望了一下 顿时脸色大变 一瞬间 二人相顾无言 默默地向外走去 宋江这个住处 出了院门不远 便是县衙了 那县衙大门口 常年有两个做工的把手 路过大门时 宋江把头低了 只想着快点远离此处 再做打算 但这个时候 宋江身边的张三 一把把他手腕抓住 朝门口大声喊道 有个杀人贼在这里 宋江一听吓得 蒙把张三的嘴捂住 兄弟 我平时带你步步 何苦要告我 张三挣脱开来 催他一口 呸 我不与你这杀人贼做兄弟 经过张三这么一闹 县衙里七八个做工的 早奔了出来 一件所谓的杀人贼 竟是宋江 全都定住了脚 张三叫道 这黑三杀了街尾 卖遭音的唐牛二 尸首就在他屋里 快来抓了他收奸呀 但是任凭张三怎么喊 依然没有一个人上前的 直接因宋江平时出手阔绰 县衙里的人都得过他好处 而张三呢虽也是压私 平时却最为小气 而且为人扶浪 人缘并不太好 所以别说众人不信张三的话了 即便心中起义 也没人愿意上前逮捕宋江的 而且这些做工的 有时候也会归雷恒和朱同管辖 谁不知道 雷恒朱同两位都头和宋江 向来交情莫逆 要是把这宋江抓了 平白得罪上头 就更没人愿意了 不过张三显然也深知此理 为何现在要冒这个风险呢 只因他最近因由李庆带着 便常去青楼勾拦 事后总有李庆帮忙付钱 但最近积攒了不少风流债之后 李庆却不帮他付了 他哪有什么余才来还呢 被老宝归宫催得紧了 不得已求到李庆那儿 才被李庆胁迫着来做这个恶人 那美然公朱同此刻在县衙里面 有心要救宋江 便暗暗地喊来附近一个泼皮 对他赋而几句 那泼皮听后便装作喝醉了 摇摇晃晃地往张三和宋江走去 最后好巧不巧地撞到张三身上 还装作呕吐地往他身上吐了过去 张三被这么一闹 稍不留神便被宋江挣脱了手 竟往闹室里奔去 瞬眼间便没了人影 张三见状顿时大急 喊道 宋黑三真的杀人了 不信你们去他屋里看一下就知道了 那些做工的见宋江已走 这才不紧不慢地往处处去看了看 果然看到 唐牛儿的尸首躺在当地 连忙去禀报县令 在地方 一般的案件县令可以不管 但出了人命是必须要管的 那县令当即升堂 宣了张三进来陈述此事 又派了人验尸明确凶器 因为唐牛儿死在宋江屋里面 又有张三亲眼看到宋江从里面出来 很多人也看到 宋江的身上确实有血迹 所以 即便这运程县令有意偏袒宋江 他也根本无法推脱 于是只好写了压址公文 派几名工人去抓捕宋江 回来听审 咱们再说宋江 几道闹市人群中去的时候 一直在暗中观察着的李庆 把手抬了起来 想吩咐在附近守候的人 把宋江拦下 但是经过刚才那一幕 李庆转念一下 觉得 即便把宋江送进监牢 以他在县衙多年的关系 恐怕也能轻松逃出来 而那些庄客如若出手拦截 李庆必会暴露 这与他的本意严重不符啊 如果这是阳谷县 李庆肯定把银子砸出去 非把宋江赶尽杀绝不可 可惜在运城县里面 他势单力薄 无法打蛇打七寸 所以暂时还是不要暴露为好 反正即便宋江 没被关进监狱 也注定无法在此逗留 李庆的目的 已经算是达到了 于是权衡了一番利弊之后 李庆最终还是没派人拦截宋江 任由宋江逃了个眉眼 这宋江一路逃回家里面 把事情告知父亲宋太公和兄弟宋青之后 便躲进地窖中去了 他家的地窖入口处极为隐蔽 当初修建的时候 就是预防着可以应急藏人的 所以当县衙工人们到宋家庄以后 根本搜不到人 而又因县令有意偏袒宋江 所以这帮做工的都是由朱童领头 他正好知道地窖入口处就在佛堂底下 却什么也没说 待一阵搜查无果之后 其他人都匆匆离开了 朱童却借骨留了下来 竟到地窖里面和宋江相见 劝他 公民哥哥 这地窖虽能躲得了一时 却躲不了一世 你以后可有什么打算呀 宋江叹了口气道 这小可也知道 这会寻死着有三个安神之处 一是苍州横海郡 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庄上 此人在江湖上一向仗义 虽和我素未谋面 但互相通过信 很是可靠 二是青州青丰寨 小里广花荣处 他与我相交莫逆 值得托付 三是白虎山孔太公庄上 他有两个孩子 长子叫毛头心孔明 赤子叫毒火心孔亮 多曾来谢礼拜见 认识我做师父 只是一时间到底去哪里 我仍是迟出未定 没下决心呢 还望公民哥哥早做决断才是 最好今晚就能动身 以免夜长梦多 食言自悟啊 宋江也深知此理 点头答应了 两人又说了一些其他的话 宋江这才把诸童送了出去 正在返回地窖的时候 他兄弟宋青敲门进了佛堂 说道 外头来了个叫李庆的财主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浮堤大观人 作者 李沐鱼 领前面播 补局 本书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六十五集 宋江一听兄弟宋青说 李庆来了 皱了皱眉头 这个人来做什么 他说大嫂家 被与糖牛相熟的泼皮抄了 幸好被他及时出现 解救了下来 大嫂没处安落 打算再嫁他人 来问我们家的意思 宋青说到这儿 颇有些气愤 大嫂也真是的 哥哥犯了这事 他该好好等你才是 虽然家被抄了 但我们家会缺他银子吗 宋江却满不在乎 白了白手 他又不是父母 给我匹配的气势 也算不得你大嫂 他现在迹象 大难临头各自飞 随他去吧 如果这颜婆夕 是父母指定的 宋江断不会轻易放手 但这颜婆夕 本来便是宋江 不情不愿去过门的 平时也不爱去他那儿 现在更不用提了 惹了人命官司 自顾尚且不暇 哪能管他呢 宋青无奈 值得认同了 那这李庆 那颜婆夕想嫁的 恐怕就是此人了 那天喝酒的时候 这二人没来眼去的 真当我眼下吗 你只管把 远点那婆娘的文书 给了李庆 打发走就是了 以后 莫放他入庄来 宋青大气也不敢多喘 应声离开了 他只觉得 自家这位兄长杀了人以后 气势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心思也愈发难以捉摸 所以不太愿意 在这狭窄佛堂之内 和他再多待下去 于是 宋江一个人重新回到地窖 灯也不点 睁大双眼 就这样 把自己置身于无尽的黑暗之中 只偶尔发出一声轻微的冷笑 宋青出了客厅 见到李庆之后 把颜婆夕的原点文书给了他 接着二话不说 根本不留李庆多呆 便端茶送客了 对宋青如此冷漠的态度 李庆虽有些摸不着头脑 但既然 颜婆夕的原点文书到手 也算达成目的了 于是回到城里 把那个东西 给了颜婆夕这小娘子 让颜婆夕欢喜无限的 李庆接着又去 见颜婆夕的母亲 把要娶颜婆夕过门的事情 和她说了 这颜母对宋江这位女婿 本是十分满意的 觉得她有银子 有地位 实属难得的良人 若是彼时 李庆和颜母提及此事 她断不会答应 或者说不会轻易答应 但这个时候 她早已听说 宋江杀人的事情 恨不得立刻和这个女婿 撇清关系 而且眼前的李庆 也有大笔钱财 是远近文明的财主 也值得托付 所以颜母想也没多想 便赶紧答应下来 她还怕夜长梦多 当天就主动张罗着 让李庆用轿子 把颜婆夕抬进屋里 反正也不是娶妻 无需太多礼数 当天晚上 李庆和颜婆夕 自是又一阵背离翻腾 由于无心在提心吊胆的 担心被人突然闯入 所以和以前的数次相比 又是多了几分乐趣 事后 李庆搂着颜婆夕 温存了许警 忽然道 小夕 你说咱们的事情 那宋江知不知道 李庆从和颜婆夕 好上之后 只觉得婆夕二字 颇有些拗口 于是闺房中 便称她为小夕 颜婆夕把小嘴一撅 谁管那混人知道不知道 我自此全心与你过活 才不愿去想那人片刻 她说着坐直了身子 去她床头 把一个袋子打开 里面装着的全部碎银 都被她抖了出来 像个小财迷似的 一颗一颗数着 原来 李庆在宋家庄时说 颜婆夕的住处被破皮给抄了 根本是掩的 她的钱财一点没少 反而从宋江的住处 搜了不少银子出来 之前颜婆夕已把那些银子数过一遍了 这会又再一次兴致勃勃地数了起来 又数了一遍之后 颜婆夕小心地收好 对李庆道 明天我去买些事物给官人你吃 最近两天你都瘦了 李庆对铜镜照了照 疑惑道 哪瘦了 我怎么不觉得 颜婆夕嬉嘻嘻一笑 你自个儿当然察觉不出来 这话虽然简单 但李庆却根本无法反驳 她又不整天照镜子 而颜婆夕却喜欢盯着她看 那些细微的变化 自是只有颜婆夕才能察觉出来了 这些日子 李庆在白天要费尽心思算计别人 晚上回去之后又要努力耕耘 颇有些身心疲惫 瘦了点也实属正常 幸好现在事情已经了了 总算可以暂时大松一口气了 于是李庆又将被子一掀 和颜婆夕没羞没臊起来 反正她刚刚获得了系统奖励 那身体啊 大了鸡血似的 正是生龙活虎的时候 根本不愁体力跟不上 李庆这边乡是春风无限 宋江那边就苦逼多了 他这时已经收拾了行李 在兄弟宋青的陪同下 连夜离开了宋家庄 这个时候已是秋末的时机 夜晚寒意很重 又顶了人命官司 积极如丧家之犬 那滋味相当的不好受啊 宋江此一去便直奔苍州 小旋风柴进的庄上 得了柴进的礼遇 更在那里碰到一个落魄大汉 是河北青河县人士 在家里排行老二 名曰武松 第二天 李庆租了一辆马车 载着严婆熙和严母 返回阳谷县城 此行不但把严婆熙取到了手 也没把和宋江的关系 弄到你死我活的程度 算是圆满地完成了系统任务 此外还顺便占了个严差 免掉了药材货物的梁山过路费 可以说是财路畅通 人财两得 李庆心里畅快了许久 这才一拍额头 想起竟一直忘了看 气筒下一个任务是什么了 正想看的时候 只听背后马蹄升级 只得暂时收了心思 勒令众人停下 转身看去 只见那骑马的人 穿着一身便服 身材甚是魁梧 待走近了 这才看清楚 此人留着一副长须 面如重枣 目若朗星 颇似三国名将 观云长的样子 不须多言 在这运城县地界 长得如此模样的 非那美然宫 诸童莫属 李庆来这一个多月了 但和诸童没有什么交集 也不知道 他积极奔过来 有什么事情 难道说 这诸童已有所察觉 前来找自己 是为宋江报仇的吗 想到此处 李庆心中一突 吩咐交挺和装客们 提高警惕 只见诸童长须欲生 勒住马 扫了一眼那二十几个 严肃戒备的装客 眼神中 闪过了一丝 欣赏之意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欲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明显演播 胡菊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六十六集 李庆向朱童桌衣行了一礼 独头 不知有何见交 朱童轻吕长须 目不斜视地说 我得到消息 前方林子里聚集了三五十个泼皮恶汉 要伏击你们一行 故而特来相告 李庆听后顿时大感惊诧 不知是什么人要和李某过不去 朱童却调转码头 没有回答他 只用手指了一指 此处另一条小道手 你令人从这里走 可保途中无忧 严禁于此 告辞 朱童说完便要打马离开 李庆忙到 朱童且慢 朱童一挑眉 看了看他 你还有何事 朱童不知啊 我这个人生平最不喜欢的就是 在御敌时不战而逃 做了懦夫小人的行径 故而打算带领我的庄客们 会一会那帮消消之徒 还请朱童在此稍后片刻 帮我护住女眷 朱童本来一直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模样 此刻一听李庆的话 顿时大为惊诧 他们的人数 是你这里的一倍还多 与强敌而退 无人会说他怯懦 一味的逞能而不知道变同 才会被人耻笑 他们人数虽重 但在我的眼中 不过是一群土鸡娃狗罢了 顷刻之间便能打退 朱童一听 李庆把话说得这么大 也不再劝阻 只是一缕虚然 既是如此 你可放心前去 这里的女眷 只要有我在这里 便可无忧 李庆道了声感谢 然后带领交艇 还有陈阿四等二十几名装客 直奔前方树林而去 其实 如果按李庆以往的性子 遇到这样的情况 肯定会首先选择 抄小路离开的 哪会愿意和那些泼皮们 做过多纠缠 但现在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也不是为了装逼 只是忽然很想结交一下 这位美然公 在运城的日子 他一直想结交朱童 但这个人 一不像雷恒那么贪财 而不像宋江那样容易接近 即便被人引荐见面 也不过点头之交 李庆便也没多少念头 不过刚才李庆 瞧见朱童 看向庄客们的时候 眼神中露出一股欣赏之色 便知道 他应该是个爱兵之人 这才动了心思 当然了 前提也是李庆确实 没把那些恶汉放在心上 经过上次的延场一战 见过了血 无论是他 还是众多庄客 都是信心大增 朱童骑在马上 目送李庆一行人 进了树林 心里想着 一时半会 肯定分不出胜负来 此刻又艳阳高照 便让马夫 载着颜婆西 颜母和丫鬟的马车 驾到树荫底下 这边刚刚停摆妥当 那马夫便惊喜地 望向树林喊道 大国人他们出来了 朱童已经心想 难道他那些庄客 都图有虚表而不中用 这么快就被打了出来 待他细看之时 却见李庆等人行尽有序 丝毫不显慌张 马上像吃了苦头的模样了 李庆领人返回之后 向朱童作一感谢道 那些泼皮恶汉们 也被我们打败了 多谢杜头看护我家女眷 朱童顿时愣在原地 脸上惊疑万分 这 为何如此之快 他观察到 几名庄客的身上 沾有血迹 恐怕确实是发生过 一场恶斗的 但却怎么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会这么快就结束 那些泼皮恶汉 朱童是知道底细的 几乎都是县里的凶狠 好斗之辈 绝非抑郁 而且一辈于李庆一方 怎么会败得如此彻底呢 李庆笑了笑 这战争之上 若胜负权杖人数的话 那我五州朝廷 早已收复燕云十六州了 岂会让气单人 霸占一二百年呢 朱童听后 脸上渐渐浮出了一丝敬意 想不到李官人 还是个知战阵 懂天下之势的人 这朱童虽是富户出身 不过却并非书香门第 平时最为敬重的 就是可以五文弄墨的人 可惜整个运城县里 也只有宋江这半个文人 肯与他来往 而刚才李庆这番话里 又是战阵之法 又是燕云十六州的 一般人哪知道这些 果而顿时令朱童肃然起敬 李庆回道 略懂略懂 不瞒多头 我这些庄科们 都是些老实人 原本没见过写的 只训练了几个月 便有这样的成果了 朱童听后又是一惊 睁大双眼看着李庆 你还会练兵 几个月真的就能把庄家汉 练成这样 他本以为这些庄科们 都是李庆经过精挑细血来的 人人皆是精锐 却没想到会是李庆一手操练出来的 李庆胡乱说道 我曾经名师指点 接了些练兵之道 这里并非说话之所 东头 以后若有机会来我杨古县的话 李某碧和你彻夜禀朱相谈 朱童听了心里颇为高兴 像这样练兵的法子 换作一般人 肯定是要藏在肚子里面的 哪儿会轻易向外人吐露呢 他今天骑马及驰来这报信 本就只是随性之举 却没想到还有如此的意外收获 既是如此 等某家得了空险 定会前往杨古赴约 于是二人当场约下十日 又说了一些别的话 由于此处前不招村后不招殿 李庆一时害的行路 只能作别告辞了 回去的路上 朱童越想越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李庆来运城县近一个月了 又常和雷恒张三等人来往 朱童并非全无了解 昨日夜晚他送宋江的时候 宋江还提了李庆一句 嘴上颇多不屑 朱童也本以为这李庆 是个不学无术的土财主罢了 可谁知一经接触才发现 此人谈吐举止如此不俗 给人一种身负大财 而屈居乡野的感觉 直到这一刻 朱童才猛然发觉 这宋江宋大哥 似乎看人也不大准 心中本有的浓浓敬意 也目的减轻了不少 那些被李庆三两下便 打散的泼皮恶汉 一直奔回运城县 来到了雷恒的住处 原来这伏击李庆的一行人 竟是这雷恒一手安排的 雷恒也没打算要李庆的命 只想借此恐吓他一下 让他以后不敢再来运城 那延场自归他一人所有 他本以为 这是一件十拿九稳的事情 他自己又因为 衙门临时有事被耽搁了 就没有亲自去 现在竟然得知 李庆一点事也没有 顿时大感愤怒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明显演播 不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六十七集 那些泼皮还向雷恒说道 咱跑回来的时候 那李庆还说 还 还说 雷恒满脸不耐 他还说了些什么 他还说 托我们 给独头你问好 雷恒一听猛的一排桌面 显得狂躁无比 但只过了一会儿 他的神色又恢复如常 接着 他立刻起身 去将李庆留在 演场的人给松了绑 还主动笑着 陪李道了歉 其他的阴招 再也不敢使出来了 而到了以后 李庆雷恒再次相见的时候 二人依旧是 有说有笑 称兄道弟 似乎树林伏击这件事情 从没有发生过一样 至于暗地里 他们是怎么想的 恐怕就只有 他们自己才知道了 李庆回到杨谷县之后 把颜婆西带去 给月娘 金莲 玉楼和平儿 见了面 自此家里 便有了五位娘子 之后的几天时间 李庆都在家里面 大门不出 二门不外的 时刻和五位娘子 温存在一起 后宅的人多了以后 必须做到 雨露均沾才行 否则若出现了偏颇 这些俏家人们 便容易闹小兴子 若是一般的人 哪吃得消啊 恐怕早就和老牛 一样累死了 好在现在 李庆的身体 获得了系统的 三次强化 平时又十分 处中锻炼和营养 骨儿还能应付得来 所以 府里的娇妻美妇们 个个对李庆 无比满意 每天都荣光焕发的 李庆也时不时的 有一些小得意 来这个世界 大半年了 若是别的穿越前辈 恐怕已经开始 扬名立万了 他却没干什么正事 单是纳了 四房小妾 夜夜升歌 李庆心里觉得 自己啊 真是给众多 穿越者们丢人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人嘛 个人有个人 喜欢的生活 这样的日子 李庆就很享受 倒也没必要 刻意去改变什么 但是 他这种快活 惬意 只持续了几天 整个人 就再次陷入 郁闷的情绪之中了 因为他终于看到了 下一个任务的内容 这个任务内容 他原本返回杨谷第一天 便该看到的 但后来朱同一出现 急着装逼 之后就一直没再看了 而这个系统呢 也没个提示音什么的 所以现在才看到 系统下一个 要李庆拯救的人是谁呢 此人和李庆的二娘子潘金莲一样 也姓潘 名叫潘巧云 冀州人士 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 病官索杨雄之妻 那病官索杨雄 是原著的梁山 一百丹八将之一 有着一身的过人好武艺 后世有不了解的 一看杨雄这个绰号 或许会以为是贬低的意思 但实则不然 这个病官索中的病 并非是疾病的意思 而是使某某人病 也就是让谁发愁 畏惧 还有超过赛过的意思 官索是民间演义里 官御的儿子 武功在蜀汉年轻一辈中 属顶尖的人物 病官索的意思就是 官索看了都发愁 事数是很高的赞誉了 那杨雄在江湖之上 能获得这个名号 又岂是等贤之辈呢 就算除开杨雄本人不说 他还有一个结义兄弟 名叫石秀 更是大大的不好惹 这石秀绰号叫拼命三郎 只听这个绰号就知道 此人绝对能打 而且是一打架 就和人拼命那种 李庆想去勾搭潘巧云 这拼命三郎石秀 其实才是最大的威胁和障碍 要说杨雄这个人 和宋江一样 平日里也只顾打熬力气 又是公务繁忙 所以很少尽女色 平时难免把潘巧云冷落了 而对杨雄的外表描述是 面貌微黄 李庆觉得是不是甚不大好 估计无法持久 更是无法令潘巧云满意了 所以在原住里面 潘巧云跟和尚裴如海好上了 好几个月杨雄都没发现 但却被石秀敲出了破绽 又经过一系列事情之后 那石秀最终向杨雄献祭 把潘巧云骗到了翠平山上 在逼得潘巧云坦白之后 二人把他绑在树上 先是割掉舌头 以免大喊大叫 接着杨雄亲自动刀 把潘巧云开膛破肚 将他五脏六腹全掏了出来 一并挂在树上 这个死法 比潘金莲还要惨上几分 虽说潘金莲也一样 是五脏六腹被武松掏了出来 但至少是被事先砍掉脑袋的 而潘金莲是谋杀了亲夫的 也算是一命长一命 一报还一报 但是潘巧云 却并没有杀人 李庆此刻原本十分郁闷 探上这么一个任务 但想了想 那潘巧云的悲惨下场之后 心中顿时正义敢爆棚 觉得确实该去拯救他 不过 他忽然想起一个十分要紧的问题 冀州在哪儿啊 潘巧云 杨雄 石秀 如今都在冀州 但李庆却搞不懂 这具体是个什么地方 找人问了一番之后 才明白 原来现在的天下 竟有两个冀州 一个是正牌冀州 在辽国境内 是丢失了近两百年的 燕云十六州之一 另一个冀州 则在这五州朝内 处于北方的边境 说是州 实则管辖的地方 还没有阳谷县大呢 原来当年 燕云十六州 被割让给契丹人之后 很多汉人不愿意 为异族之臣 多有南投五州朝的 其中来自冀州的汉人最多 官府便索性把他们安置一处 仍称为冀州 却不思北伐 去把真的冀州给收回来 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 李庆顿时大为头痛 无论是真冀州 还是假冀州 都在遥远的北方呢 离他这山东地界的阳谷县 不只有几百上千里路程 这可比去东京城还要远呢 月前去东京办事的 吴典恩跟莱宝 到现在还没个书信回来呢 如果去了冀州 那肯定不会是 想去运城那样 时不时还能抽空回家一趟 如果离家时间久了 李庆还真担心 后宅的女人们 会耐不住寂寞 月娘和玉楼倒还好 他们是那种性子较淡的人 但是潘金莲 李平儿和闫婆夕三女的欲望 李庆却深有体会 总不能他们嫁过来以后 就瞬间成了贞结裂妇吧 李庆平时呢 把他们喂的宝宝的 当然不用担心了 但现在可能三五个月不在家 李庆就没这个自信了 他左思右想 决定索性把他们都带上 一块去寄州算了 就当是协期旅游 反正这个任务限期六个月 还是可以一路游玩着去的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先演播 胡菊 本书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第六十八集 当李庆把北上游玩的计划 和几个妻妾说起时 潘金莲和颜婆西 都是欢呼雀跃地拍双手赞成 李平儿也说想去外面走一走 就是担心势刀不宁 会碰到拦路劫财的强人 李庆则说 他会把装客和交亭带上 可保路途无忧 李平儿这才放下心泪 月娘却道 家里猪事繁多 总该有人留下操持才是 大哥人与众姐妹都去 能留下持家 带你们回来 孟玉楼也道 丑布店染方的生意 正是火热的时候 能无法抄身 还是不去了 李庆宇潘金莲都劝了他们几句 但是也劝不动 便只好作罢了 于是李庆吩咐下人 打点好行李 雇用马车 由于带了三位娘子同行 他们又各带了丫鬟服饰 需要准备很多东西 故而李庆打算 过几天再出发北上 潘金莲 李平儿和盐托西三个娘子 一直在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叽叽喳喳的讨论 与徒该如何游玩 显得兴奋无比 李庆闲屋内有一些闷 便在院子里闲逛 经过一处门角的时候 一个女人忽然出现 两个人收不起脚步 撞了个满怀 等李庆回过神来 定眼看着女人 见她生得白净 身子不肥不瘦 颇有些姿色 但却是个生面孔 脑海中一点印象也没有 因此李庆问道 你是哪位娘子的丫鬟呢 那女人慌忙赔罪 回大官人 我是来往的媳妇 名叫宋慧莲 现今在府里的厨房帮衬 刚才走得匆忙 不小心冲撞了大官人 还望宽恕 宋慧莲说话的时候 一双眼睛颇为大胆的直视李庆 只把她上下打量 李庆却没什么感觉 于是点一点头 被要迈步离开 宋慧莲一见颇为惊诧 李庆这个行为 和她预想的明显不一样 原来这宋慧莲 是个轻浮的女人 刚才是故意和李庆 装在一处的 她是县里卖棺材的 宋仁之女 一开始的名字 也换作金莲 先是迈进蔡同盘家里 做使唤丫头 后来因为坏了事 被赶了出来 嫁给李庆府里的厨艺 蒋葱为妻 后来 那蒋葱喝醉的酒和人打架 被人一个不小心 推下池塘淹死了 宋慧莲就这么熟了寡 府里的小厮来望 早就看上她了 如今她丈夫死了 正好和她的心意 就去央求月娘说个梅 这来望不同于一般的小厮 服侍了李库两代人 月娘念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至今却仍担着 也确实不好 便答应下来 于是月娘使了十两银子 几套新衣服 四匹青红布 还有一些祭一环首饰之类 和来望做聘礼 张罗了眉人 让来望把宋金莲娶了为妻 这宋金莲在李府的时候 潘金莲还不知在哪呢 但是李庆 娶了潘金莲 滚门做二娘子以后 月娘觉得不好称呼 于是把宋金莲改了名 叫做宋慧莲了 这宋慧莲虽表面上欣然接受 但心里却很是不分 常常讲 云明是我先入府的 凭什么是我感应 而不是他 其实原因当然很简单了 无非因为潘金莲 是李庆房里的人 而这宋慧莲 不过是个雏娘罢了 宋慧莲又偷偷地 去瞧了潘金莲几次 见着妇人虽是十分美貌 但照着镜子比了一比 觉得自己也没差他多少 再加上 来往常在外面打理事情 难得回来几次 又不怎么中用 宋慧莲便渐渐生出了 去攀附李庆的心思 原本宋慧莲还是颇为自信的 一是因为他的身姿确实不差 二来 据宋慧莲观察 李庆接连娶的四房小妾 都是嫁过人的 想来是独号这一口吧 他讲 如若自己去主动迎合 以李庆这个喜好 还不是十拿九稳呢 谁知好不容易逮着这个机会 跟李庆相撞了满怀 这李大官人 却只冷淡地问了一句话 便要离开 全程目不斜视 倒像个正人君子一样 无疑完全超出了宋慧莲原先的意料了 于是他急忙道 大官人 我能否求您一件事 李庆问他 什么事啊 你且说来 我那丈夫被派到了运城县去办事 说是许久才回来一次 我们夫妻分隔两地 多有不便 能否把我也派到他身边去 宋慧莲这一话的真正意思是 提醒李庆自己的夫君不在家 让李庆少一些顾忌 放着胆子来跟他勾的就是 但李庆却一拍额头 乖我 安排人是疏忽了 再过几日 必安排你往运城 去和莱网相会 宋慧莲一听李庆这么说 顿时愣在原地 心想 难道这李大官人 竟是个榆木疙瘩 其实 李庆是个在风月场中走惯了的人 怎么可能会不明白 宋慧莲这话里话外的深意呢 他也知道 只要此刻自己打折顺杆上 保准很快的 就能和眼前这个妇人 成就一番美事 但是这女人虽颇有姿色 李庆却没什么感觉 又不是系统任务 便不太愿意去招惹 此外还有一点十分重要 那来往是李家的忠诚奴仆 很是精明能干 此刻被派往运城 正是替李庆坐镇上菜镇延场的 这叫李庆如何下得去手啊 而且李庆觉得 但凡家主 切不可和奴仆 并其家人之父苟且私下 否则日久 必会紊乱上下 怯弄奸妻 败坏风气 不可抑制 有这样一番道理在 李庆心里十分明白 这宋慧莲绝不能碰 否则会突惹一身骚 于是就索性装出一副 正人君子的样子 李庆说了 要为宋慧莲安排去运城县 之后转身就走 宋慧莲十分不甘心 白白错过这么一个大好的机会 于是摇了摇牙 一狠心 一歪脚 哎呦大叫了一声 哎呀 可是李庆这个家伙 竟似乎完全没有听见似的 反而走得更快了 转瞬间就在院子里消失了 宋慧莲愤愤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看着李庆离开的方向 跺了跺脚 心中暗道 老娘就不信了 非得把你刮到床榻上去不可 哼 这个宋慧莲 心里鬼主意多着呢 现在一计不成 并又开始谋划起别的计策来 可惜不久之后 他却得知了 李庆跟几位娘子 北上游玩的消息 他那些计划 便全部落了个空 只能天天翘首盼着 李庆快点回来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第一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先演播 不过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六十九集 李庆好不容易摆脱了 宋慧莲的连续纠缠 到了客厅里坐着 暗自长舒了一口气 顺便伸手抹了抹额上的汗水 俗话说 男追女隔座山 女追男隔层沙 别看刚才 李庆表现得如此淡定 但其实忍受的诱惑 不是一般的大 无异于打了一场恶诈 幸好她走得干脆 否则还真担心 自己能否顶得住 毕竟 那来往的媳妇 姿色 确实足够动人 要是换了原主那样 一个裤头不太紧的人 恐怕早就沦陷了 李庆在客厅小坐一会之后 便吩咐丫鬟 泡盏茶来喝 不一会儿 月娘房里的玉霄 把茶端了上来 李庆接过了茶 忽然盯着玉霄看了看 脸上满是惊讶 原来 这玉霄身上的衣服 竟和那宋慧莲 是一模一样的 于是她问玉霄 你怎么穿了品如的衣服 来往媳妇的衣服 玉霄也满脸惊讶地说 大官人几时见过来往媳妇的 这本是我的衣裳 她借去穿了伴赏 又还了回来 原来 那来往在李府 虽然每个月都有不少银两入账 却不是个疼女人的 所以呢 宋慧莲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好衣服 好在平时她跟玉霄关系还不错 之前窥见李庆在院子里溜达 便连忙去找玉霄 借了一件衣服来穿 而事情不成之后 宋慧莲自是又把衣裳还了回去 李庆听了 便想叫人 给那宋慧莲送几件好衣服过去 但是转念又一想 要是把衣服送了过去 那宋慧莲以为自己有什么深意的话 可就不好了 正犹豫不定的时候 小厮戴安忽然来报 说是吴典恩和莱宝 从东京派的人回来 有事向自己禀报 李庆听后顿时精神一震 忙让戴安去把人领了进来 进来这个人也是李府的家仆 是当初跟吴典恩一块 到东京城办事去的 家仆拜过李庆之后 李庆便问他有什么事情 家仆道 吴管事与莱宝叔 已将大官人的事情办妥 把大官人的姓名 填住在金屋卫 赴千乎之旨 伪拆在咱杨谷县的提刑所里行 顶补了贺老爷圆区 吴管事他们 还要去利丁二部 办理一些首尾 又担心大官人挂机了这件事 就让小人先行回来禀报 李庆听后 一时颇为心细 问他 那吴管事他们呢 还有几天能回来啊 小人是快马赶回来报信的 吴管事他们 估计至少还要七八天才能回来 李庆心想 反正不差这几天 索性等吴典恩回来 都交代妥当了 再启程北上也不迟 李庆也清楚 这家仆所知内情肯定不多 于是也不再多问 让他退下领赏钱去了 要说这个世上没有捕头风的墙 李庆这个差事本就是块肥肉 阳谷县里面一样有图谋的人 不知有多少呢 最后却被李庆杰族先登 其他人哪会不知 第二天 英伯侯 谢西大 白赖光等 平时私混惯了的一众呼喷狗友 全到了李庆府上 向他祝贺 李庆看着他们 诧异地问道 这事情怎传得如此之快 英伯侯笑道 大官人不知啊 这其中还有个缘故 要说英伯侯这个人 每天混迹于三教九流 消息比一般人灵通很多 李庆便问他 到底是什么缘故 提刑所李庆签户的职位 以前是县里贺金贺老爷当的 这大官人想必知道 而贺老爷有个大儿子 名叫贺文 是个有名的败家子 平时又好说大话 最近跟人交谈时 口头上总是喜欢说 等我当上提刑所 签户后如何如何 好像那位置就十有八九 是他的一样 随之这差事 最后却是大官人 收入了囊中 故而如今满线 都在传当贺文的笑话 咱们也就都听说了 李庆可没有想到 还有这样的事情 听后也不由得一笑 不过也没怎么放在心上 既然此刻 有这么多人前来道贺 李庆便吩咐人 在前边大厅摆上筵席 请众人饮酒 办赏之后 李庆和英伯侯说 去请两名说唱的 来弹奏作乐 春梅 迎春 玉霄等丫鬟 都打扮起来 在一旁针酒之壶 庆祝了整一下午 方才散了 原来这些狐朋狗友 除了英伯侯和谢息大之外 其他的都不大来 李庆走动的 但自从得知 李庆得了关身 但凡有些脸熟的 哪个不来屈颜腐蚀 所以这一时之间 李庆门庭若市 往来送礼的不知有多少 李庆是每天都忙于应酬 慢慢的觉得有些不耐烦 倒是想着要尽快北上去了 如此又过了七天 李庆正和人喝着小酒 小丝平安飞快来宝 吴主管来宝书 自东京回还 此时刚在门手下了马车 李庆暗舒了一口气 想着总算把他们给等回来了 于是忙叫平安出去 把人带进客厅来 两个多月不见 吴典恩和来宝 俱使满面风霜 风尘仆仆 但脸上难掩高兴的神色 拜见李庆后 首先道了生喜 李庆吩咐丫鬟给二人上茶 然后询问起事情的经过 吴典恩感慨道 此行颇有些挫折 若不是大官人 提前背下了众多的西齐珍宝 结果如何 恐怕还真不好说 听他这么说 李庆更加好奇了 我们到了东京后 当天就去了蔡太师的府上 虽有门子刁难 但也很快得到了小人的同乡 翟谦的接见 原来吴典恩他们见了翟谦之后 先是说了他儿子没找到 而后为他谢了一个 在东京城附近搜罗来的苦难女人 翟谦当下便十分不满 还说自己根本不缺女人 也无意纳妾 所幸 他们找那个人 虽没有十分的姿色 却颇为妩媚 翟谦一见本人 顿时挪不开眼睛 当天就娶进房里去了 之后 翟谦也拍胸脯保证 他们所托付的事情 包在自己身上 但没过几天 翟谦便苦着脸 说有一个叫贺文的人 出了三千两买那个官职 比吴典恩他们的价钱 还多出了一千两 吴典恩一咬牙 把李庆给那些稀奇珍宝 全部拿了出来 那翟谦这才欢天喜地地离开 最后 也终于在空明告身 扎父上 填下了李庆的名字 本来还以为 这事就到此结束了 但之后 他们去力部和兵部 补办一些手续的时候 又平白遇到了一些事端 这个事端 竟是由一个老仇人引起的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浮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明显演播 博局 本书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七十集 书接前文 这五点恩去办事 碰到什么事端了呢 咱们还得从一个人说起 这个人是一个兵部的小吏 叫做花子游 听这个名字 您或许听出来了 他是花子虚的一个兄弟 平时早听花子虚说过 关于李庆的坏话 就觉得这李庆是一个大恶人 心中暗恨不已 所以当五点恩和莱宝去兵部 办理最后一些手续的时候 正巧 撞在花子游那 于是遭到百般刁难 俗话说得好 阎王一朵 小鬼难缠 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了 五点恩二人急了一天 也没有办法 只得又去找了宅迁 少不得又使了很多银子出去 总算才把事情摆平了 这才拿着告神翻成 李庆也没有想到 花子虚姓回去东京了 便在心中暗道 看来以后自己去东京的时候 得好好会一下花子虚才行 虽说五点恩他们此行过程不怎么顺利 但是毕竟最后 那官身还是到手了 这就足够了 第二天 李庆吩咐来宝到提醒所下了文书 又一面使人做官帽 又换赵裁缝裁剪尺头 传造衣服 还叫了许多匠人盯了七八条腰带 他正要出门的时候 便见到有人抬了很多羊啊酒啊等等 贺礼到了府门口 一问才知道 这些贺礼 竟是那阳谷县的李县令和四牙同僚送来的 要说李县令这个人 平时就只会使唤李庆 哪儿送过李庆东西啊 现在可好 李庆一招得了官身 待遇立刻就不通了 转瞬间到了上任的日子 李庆骑了那匹白玉虎狮 头戴无纱 身穿五彩撒线柔头狮子补自圆领 四指大宽 蒙金前南相待 坟底造靴 几个排军喝道 张打着大黑扇 前呼后拥 不止十数人跟随 竟往了提醒院衙门而去 到了提醒院衙门之后 李庆声听话谋 问李公事办了一天 全交代妥当了 这才回到家里 准备明天启程北上 他这个官职啊 其实平日里事情并不多 以往那个贺金贺老爷在任的时候 也是每个月不去衙门几次 李庆现在也没什么时间料理 自然是打算消归曹随了 要说李庆在提醒院衙门待了一整天 对不少事情其实都颇为不满 只是挂念着明天就要离开了 这才强忍着没法做罢了 如果自己从冀州回来之后 这些提醒院衙门的人还是如此 那他李庆可就没那么好说话了 到了第二天 在月娘和御楼的相送下 李庆和金莲 李平儿 严婆熙与他们挥手告别 踏上了往北而行的漫漫旅途 潘金莲 严婆熙和李平儿三个人 和他们的丫鬟各坐一辆马车 李庆骑着白玉虎视而行 有时骑马累了 就钻进马车里去歇息 此外还带了交亭 与三十名装客做护卫 整个出行队伍将近有五十人 一路上扑有些声势 走了半天来到一地 前面是一个山岗树林 附近聚集了很多贩夫走卒 却都停步不前 派人一打听 李庆得知了 此处竟是那景阳岗 自阳谷县往来南北 必经过此处 这么多人停留在这 想必是因为景阳岗那 出现了一只吊金白鹅大虫 在这个地方 各出路口都贴有榜文 让往来商客结伙成队 鱼四五位三个时辰过刚 其余时辰都不许过刚 以免被老虎伤了性命 须在指定时辰之中 凑齐足够的人之后 就会有衙门派来的工人猎户 护送着过刚了 那几名工人早已看到了 骑在白马上的李庆 此刻都露出一种讨好的神态 来到李庆跟前问好 有些不知道李庆身份的路人 纷纷向人询问 这是哪个大户人家的官人 嫩得气派啊 回答他的人是一脸的鄙视 难道你的耳目被人闭塞了 连在阳谷县的李庆官人都不知道 询问的人也不恼 反而是饶有兴致地继续打探 哦 这个人在阳谷县名头很大吗 这是当然 你的官人以前就很威妨 最近更是得了个官审 连支县老爷都要里让三分呢 那些人在了解到 李庆竟是个有官身的人之后 眼神中顿时多了一丝敬畏 都不敢像之前那样 肆无忌惮地细细打量了 李庆和几个做工的客套了几句 才问道 还要几十可以过纲啊 其实 原本还需等半个时辰 才是下一次过纲的时间呢 但这些工人哪敢让李庆多等啊 而且算上李庆身边的人 这里一共也有一百多号人了 已经足够过纲的人数了 于是 这几名做工的对视了一眼 忙说现在马上可以过纲 那些路人听了以后 巴不得赶快过去 没有不兴高采烈的 纷纷收拾好 一起往景阳纲走去 约么行了有四五里路之后 就到了那只吊金白鹅大虎 时常出没的地界了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生怕发出一丝半嚎的动静 把那大虫给招惹出来 而李庆还是比较放心的 因为纵观大虫进来伤的人 无疑不是呈胆大独自过纲的 所以 只要凑足个百十人一块过纲 只要不作死 也不用太过担心 不然以李庆的性子 小心谨慎 恐怕宁愿多走几天路 也会绕过景阳纲的 又走了几里 关道四周都是林子 那几个工人表情严肃的开口 吩咐众人噤声 随行猎虎也纷纷打起精神 严阵以待 原来 那吊金白鹅大虫 所伤的十条人命之中 倒是有七八条 在这片地区上的 只要过了这一片林子 就不会有什么大事了 忽然间 这些林中飞鸟四起 张吐四窜 好的一声 林中不知何处 竟发出了一声 射人心魄的唬笑 马儿都惊慌地 把马蹄乱登 谁也没有想到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有些胆小的人 瞬间被吓得瘫倒在地 尿了裤子 有些人想撒腿就跑 李庆高声喝道 谁要是开跑 只会第一个落入虎口 那些想跑的人听了以后 全都迟出起来 纷纷惊恐地向李庆说 大官人 我们 我们现在该如何是好啊 话音还没落呢 那大虫又狂笑了几声 李庆道 那畜生旨在嘶吼 却不现身 分明是要打草惊蛇 咱们加强戒备 稳步前行便是 接着 李庆不由分说地 将手一摆 指挥众人扶起老弱 和走不动地 护在中间 重装客 跟猎虎工人 还有几个身强体壮的 手持长枪棍棒的在外 警惕十足地 稳步前行 如此走了半上 那只吊金白鹅大虫 果如李庆所料的那样 一直都 没有现身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第一大观人 作者笔木鱼 领前演播 不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七十一集 就在李庆一行人 马上走出那片树林的时候 又是一声呼啸响起 而且这一声呼啸 十分响亮 就好像平地起了个炸雷似的 震着整个山岗 都颤动起来 很显然 那只吊金白鹅大虫 此刻肯定就在附近 终于有人忍耐不住 惊慌失措地 往前边跑开了去 李庆并未理会 这几个找死的人 将弓弩握在手中 四处观望着 他早已经吩咐了 几名猎户 与装刻中会射箭的 看他的举动形势 现在 由于经过系统的三次强化 李庆的耳目 比一般人聪明数倍 只观察了一小会儿 便将目光盯在 前方树林出口处附近的 某处灌木丛 喝道 在那儿呢 喊话的同时 李庆已经催动弓弩 那些猎户 也早已等候许久 此刻几乎同时 将箭射了出去 也刚好在这个时候 一只吊金白鹅大虫 猛地从灌木丛中 跳降出来 朝着刚才一个逃跑的人 猛扑过去 那个汉子 腿都早下软了 探躲在地上 闭上眼镜 针脚一个坐椅待毙 就在大多数人都以为 那个汉子 铁定落入虎口的时候 李庆等人射出的利剑 忽然嗖嗖地 全部射到了 虽然大多数都射偏了 但却有一只射中大虫的前爪 另有一只正中肚子 那吊金白鹅大虫吃痛之下 又吼了一声 连连后退 接着一遇而起 跳入灌木丛中 就消失不见了 李庆却不敢松懈 连忙指挥大伙 继续有序向前 他深知 这只老虎捕食经验丰富 说不定此刻正躲于暗处 准备趁人不备 再杀一个回马枪呢 毕竟刚才 李庆看得真切 那只射中老虎杜富的剑 其实入肉不深 鞋都没藏几滴 反而是射中前爪的那只 伤害更大 所幸 当他们终于走出这片树林之后 那只吊金白鹅大虫 再也没出现过 众人这才大松了一口气 都有一种 劫后余生的感觉 同行的贩夫走族们 纷纷走上前 向李庆表示感谢 都说 若不是有李庆在 他们恐怕都得丧命了 特别是刚才那个 差点被大虫扑倒的汉子 更是直接给李庆跪了下来 不停磕头 小人赵铁山 多谢大观人救命之恩 回去后 定会为你供起长生牌 日夜向佛族 祈求您的平安 李庆忙让人扶起赵铁山 对他说 哎 长生牌便算了 你只需记住 美林大事时 越是胆小怕死的人 便越容易死 今天这样的糊涂 以后切勿再犯了 是是 大观人教训的是 小人一定会把这话 牢记在心的 李庆于是没再理他 对那些工人和猎户说道 咱们此行有一二百人 为何这畜生敢出来呢 其中一名猎户道 小人 刚才见那畜生 肚子扁得厉害 想来是好些天没有进食了 所以才如此反常吧 李庆听后 只倒是晦气 也不再多言 和这些做工的拱手作别 然后骑着马 领着重装客和马夫 继续前行 其他的贩夫走族们 走出这景阳岗之后 也各有各的去处 就四散走开了 只是今天发生了这一事 注定会成为 他们此生的难忘记忆 但凡和人闲聊起来 都会拿出来说一说 吹嘘自己是见过大虫的人 并且和李庆一块并肩作战 亲自打退过大虫 特别是那个赵铁山 更是逢人变天游家促地说 李庆如何勇武非凡 明明是很多人一块射了剑 而且并不知道 那射中大虫的到底是谁 可被他这么一说 功劳全归到李庆身上了 于是李庆这弯弓射大虫的英勇事迹 渐渐地便在附近的十里八乡 流传开来 咱们再说李庆一行人 下了景阳岗之后 便见前边有一处酒家 挑着一面朝琪在门前 上头写五个大字 三碗不过岗 李庆一看着朝琪 寻思 这便是水浒传里面 武松喝酒的地方了 由于经过了刚才的遭遇 众人都有些疲惫 于是李庆吩咐大伙 在酒家前停靠下来 正好去见识一下 那酒到底是有多烈 店家一见 李庆等人如此气派 早出来恭候着 一路迎进了酒店 哎 客官 可是打景阳岗来嘛 刚才小人为何听见了苦笑声呢 陈阿四一听 颇为自豪地替李庆答道 咱正是从那景阳岗来 将要出林子的时候 那只吊精白鹅大虫跳了出来 要吃人 哎 我们大官人领人打退了 陈阿四说着 又把刚才发生的事情 略为夸张地转述了一遍 只把酒店中的众酒客听得 纷纷称赞不绝 也幸好李庆脸皮够厚 否则这个时候 听陈阿四这样的话 非闹个大红脸不可以 焦挺和陈阿四等人 分成几桌坐下 李庆和几名娘子丫鬟 进了一处包间 让店家好酒好肉全端上来 店家道 哎 小人这里最好的酒叫 透平香 又换作出门倒 出入口时 纯浓好吃 但是后劲却很大 不可多饮 故而才有个说法 叫三碗不过刚 哎 客官可要这酒吗 李庆道 你且上一小展来 我尝个稀奇便是了 店家领命退卸之后 包间里众多女人 这才说起话来 叽叽喳喳的 其中潘金莲最为兴奋 今天出门可真是没看好黄厉 竟遇到了大虫 幸好有官人在 否则非得死人不可 李平儿则有些后怕 拍了拍胸口说 奴光是在马车内 听着那大虫的声音 就吓也快吓死了 以后还是不要走这条道了 李庆听后颇有些愧疚 哎 等以后回来时 我大虫还在 我非要召集人手 把他灭了不可 众人说话之间 店家已经把好酒好肉 端了上来 李庆自珍了半杯土瓶香 一口喝醒 品杂了一会儿 感觉还挺好喝的 酒味并不是特别浓 就像是前世喝过的 阳眉酒一样 但只烧过了一会儿 那股酒劲却慢慢地涌了上来 唇厚绵长 实在是颇有些上头 李庆只喝了这一杯酒 便有了些微微的醉意 于是让人挪开了去 他并非是嗜酒之人 现在不过是图一个稀奇罢了 如果再喝下去 非要醉倒不可 李庆真不知道 在原住里面 那武松一连喝了十八大碗之后 是怎么还能走得动呢 由于此刻天色已晚 李庆当天便在酒店里住下了 预计明天便可以走出 这阳谷县的地界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浮堤大观人 作者 李沐鱼 领贤演播 不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七十二集 第二天 李庆一行人便来到了大河渡口 阳谷县是临近黄河的 这些年来 黄河经常泛滥改道 在某些年月 阳谷县还曾一度处于大河以北 现在李庆一行人便打算 从这渡口坐大船顺流而下 便可直达苍州地界 既少了些旅途颠簸 也远比走旱路更快 陈阿四领人去寻找大船的时候 李庆带领众人 进了一处九四暂时歇息 刚刚坐下 还没点酒水呢 便见前面有很多人 在围殴一个大汉 那大汉看起来十分强壮 也不像喝醉的样子 却只顾抱着脑袋 一点没有要还手的意思 李庆一皱眉头 向掌柜的问道 为什么打人呢 那掌柜的一看 李庆派头不小 不敢得罪 忙陪着笑脸说 客观不知 这丝穷的叮当响 却嗜酒如命 常来我这小店 蛇酒吃 欠了许多钱 却不还 不打他一顿吧 怕他实在不长记性 若是一般人的话 李庆便也不管了 但他此刻一见 这大汉体格十分出众 觉得或许是个有本事的人 于是向掌柜的说道 哎 叫人停手吧 他欠的银子 我记得还了便是 店家听候大喜 立刻招了招手 叫人停止殴打 原来那名大汉 一共欠了二十两银子 对于很多人来说 二十两银子 可是一笔天大的巨款 但是在李庆这样的财主眼里 不过是毛毛雨 沙沙水罢了 随手一掏 扔了几瓶银两过去 那掌柜的把银两一接 欢天喜地地走开了 而李庆不知道的是 此刻的九四里有一个人 盯住他那个钱袋子 看了许久 眼神中满是贪婪 接着匆匆走了出去 此刻 那名大汉从地上站了起来 活动了一下筋骨 被人打了这么久 表面看起来竟没受什么伤 大汉瞪李庆两眼 沐声道 你某这里多谢了 不知你姓甚名谁 家住何处 以后等我赚足了二十两银子 便去还你 李庆报上姓名和住处 又问了问 这迷姓大汉到底叫什么 俺叫迷盛 是淮西房州人士 因跟人往来南北做生意 折了本钱 回乡不得 故而流落在此 李庆听后顿时大吃一惊 水浒中四大寇之一的王庆 不正是有一员头号猛将 叫做迷胜的吗 书中代言 水浒四大寇 分别指的是河北的田虎 山东的宋江 怀西的王庆 以及江南的方辣 看过水浒的都知道 宋江带领梁山的好汉 被朝廷招安之后 就被朝廷当了枪使 开始四处争搅 在梁山军马攻打王庆的时候 便遇到了其麾下这员猛将 被他连斩文仲荣 唐斌等数员大将 还和吉仙丰所超 斗了数十个回合 不分胜负 若从战绩来看 这迷胜站立绝对顶尖 方眼梁山上 敢说能肯定胜他的 恐怕也只有 卢俊逸 卢志深等料料几人了 不过很可惜的是 这么一员猛将 在原著里面 刚刚展露锋芒没有多久 却被梁山用火炮 给活活炸死了 让人十分的无语 迷胜说自己是 怀西房州人 这就更加无语了 因为呢 王庆起家的第一块地盘 便是房租 想来是这迷胜 后来赚够了盘缠 回了家乡 然后在王庆起事的时候 就投靠了过去 李庆想到此处 心中顿起招揽之心 对他说 还钱便不必了 现在我身边缺一个护卫 你若是有意的话 来我这好了 每个月十两银子 九入广告 你看如何 迷胜一听 顿时有些异动了 但思索了一会儿 却还是摇了摇头 我现在正帮人抬木头 说好了 至少要干一个月的 怎么能言而无信呢 李庆听出来 这不过是推诿之词 便也没有强求 请迷胜坐下喝酒 插开话题说 以你的身手 刚九四里的人 可不够你大的 却不知方才 为何不还手啊 迷胜喝了一杯酒之后 咧嘴笑道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我一时没银子还他 挨他一顿打 也没什么 反正我皮糙肉后 他们根本就打不痛过 二人又说了一会儿话 陈阿四匆匆走了进来 说大船已经找到了 半个时辰以后 船家就要走 李庆只好起身 赴了酒仙之后 往外走去 迷胜则在一边相送 虽说迷胜 并没有答应做李庆的护卫 但是得了李庆的恩 而且感到了 这个李庆十分看重自己 心中对他还是颇为感激的 当他们途经一处 武器铺的时候 迷胜忽然停了下来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店里面的一把开山大斧 才继续往前走 不多时到了渡口边上 李庆向迷胜道 迷胜兄弟 送到这儿吧 以后有缘再见 这迷胜也不是那种 搅柔造作的人 不和李庆多礼 点一点头之后 就转身离开了 李庆目送着迷胜远去的背影 向陈阿四复而几句 趁阿四得令以后 也快速往回走 单说迷胜送别了李庆之后 便回到了住处 心情莫名的很是郁闷 正在这个时候 打外面有人喊了一句 迷蛮子在吗 迷胜喝醉酒之后 常会耍酒疯 蛮横得像一头牛似的 又是从南边来的 故而被人称为迷蛮子 一开始迷胜觉得 这个外号颇有些歧视色彩 所以十分生气 甚至和人打过几次 但渐渐地也就听习惯了 此刻迷胜走了出去 一见原来是武器铺的掌柜 和两个伙计 抬着那把开山大斧 到了棚屋前面 迷胜满脸疑惑地问道 掌柜 这是何意 你这斧子 有人帮你赎回来了 原来 这把开山大斧 本是迷胜的兵器 还是想当年 他一成功满了之后恩师所赐的 眼下盘缠用尽了 才迫不得已 典当给了武器铺老板 这个武器铺老板 还开了一家牧场 迷胜如今 便在那牧场里帮忙做事 一心就想着赎回这开山大斧 他刚才之所以 没答应李庆为其做护卫 除了心高气傲的原因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为了这把失传的 开山大斧了 此刻 迷胜接过大福 自是满心欢喜 问道 是谁帮我收回来的 这我就不清楚了 那小伙子付了银子之后 就往都口那边去了 头也不回一下 迷胜本就有了些猜想 现在一听往都口那边去了 便愈发确定 这无疑是李庆所为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浮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先演播 不诀 本书有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七十三集 听了掌柜的话 迷胜心中很是感慨 没想到 那位李大观人的心思 如此通透细腻 自己方才 不过是在武器铺前面 稍作停留而已 这位李庆 就立刻有所察觉了 他心下意识颇为震动 当下拎起开山大幅 用粗布包裹好 建屋里面 再没有值钱东西 索性都不要了 尽往渡口奔去 武器铺掌柜的一箭 朝他积极喊道 你这迷蛮子 又要上哪儿去啊 牧场等你做活呢 原来迷胜这个人 力气很大 一个人能顶十个普通伙计 所以掌柜自然希望 他永远在牧场干活了 但是迷胜却没有理他 大跨步消失在人群之中 迷胜为了能在船只开走前 赶到渡口 不得已 从一些没什么人的小巷子里 飞快穿行 当他又穿过几条街巷之后 胡天的附近 某一处角落里 有人在小声交谈着 咱们还是一起都去吧 我看那个人啊 绝对是一头肥羊 但是那匹白玉式的马 那价值不下千两银子 迷胜一听这话 立刻停下脚步 心想 今天这整个渡口 似乎就恩公一个骑白马的 难道有人 竟对他意图不轨 他立刻扯下大府上包裹的粗布 直接跳江过去 三下五出二 就把刚才那个说话的人 打翻在地连连求饶 迷胜道 说 你们在这里鬼鬼祟祟的 胡冒谁 若有半点隐瞒 保准让你们人头落地 一个瘦得像猴似的人 连连求饶说 你爷爷饶命 是本地的恶霸 独眼蛇王霸 准备对一群过往的人下手 那群人力为首的那个人 骑着一匹白玉式的马 身边带了三个美若天仙的妇人 迷胜听到这儿便切人了 那独眼蛇王霸腰对付的人 正是李庆他们 原来 这渡口里生活的人 大都还都做着水贼营生 一旦看到了肥羊之后 便会集结起人手来 合伙干他一票 分赃之后 又会恢复到平民百姓的样子 迷胜心想 我本于去投安宫 在之前已拒绝了他的好意 如此空手去而复返 恐怕会被人笑话 不如就拿了这什么 鸟族眼蛇王八的象省人头 去做见面礼 放显出我的本事 于是 迷胜质问了守候 那只王八如今在哪儿 早已领了部分人手 坐小船到羊角摊埋伏去了 迷胜在渡口附近 也滞留了有些石 知道 那羊角摊 是从这个地方顺河而下 十几里外的一处 那个地方 河道陡然变窄 而河道中间又有一个小岛 河水从小岛两边分流而过 愈发湍急 远远看江过去 就像羊角似的 故而得了羊角摊的名字 这个地方如此险要 自然成了水贼闷的最好下手点 迷胜想了想 心中有了定计 于是把那个兽猴 跟同伙们全部敲晕过去 用附近的粗布绑住 又塞上了嘴巴 以防他们去通风保信 随后 他快步赶到渡口 只见此刻 李庆一行人 锁成的船还没有开走 便换了一个精明的小孩过来 赏他几枚铜板 朝着正在船头吹风的李庆 直跌两下 那小孩便蹦跳着去了 迷胜并没有上船 反而去借了一个 相熟之人的小船 顺流而下 单枪匹马的 直往羊角摊而去 当那个小孩靠近李庆的时候 在一旁护着的焦挺和陈阿四 便把他拦了下来 那小孩道 有人托我给这位官人带句话 李庆转过身来 让焦挺把小孩带至跟前 笑道 谁叫你来的 要给我带什么话 这个小孩虽然年纪很轻 但在李庆面前却一点不怯场 十分难得 他的名字具体叫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 只知道大伙了 都叫他做米蛮子 他说有人要在前边的羊角 担解你的财 让你多加小心 李庆脸色一宁 知道 这所谓的米蛮子 必是迷胜无疑了 以他的为人 该不会平白无故的叫人 带这话过来才对 李庆又问 我那米兄弟 如今在何处 这我就不知了 他吩咐了 往后就走开了 李庆一见 也问不出别的话来 便抬手让小孩退下 这小孩却没有着急离开 眼珠转了转 说道 你蛮子说 我来跟你报信号 你会给我赏钱 其实米圣哪说过这话呀 都是这孩子 看李庆衣着光鲜 临时想讨个赏钱的 李庆也无心计较 随便拿出几丁碎银 打发他离开了 大官人 要不咱们另换一艘船 或是打汉路走吧 交亭立刻建议到 李庆苦笑两声 只有千日做贼 哪有千日防贼的 李庆也万万没有想到 此行竟是如此不顺 刚遇到大虫 现在又被贼人盯上 看来这五周朝的天下 确实烂得不行了 书上所说的盗贼四起云云 绝非虚言 不过 此刻并非感慨的时候 李庆想着 即便换了船改了道 既然被贼人盯上了 也肯定难免被劫 不如趁此刻 知道了敌人的伏击之处 提前做足准备 把他们一举歼灭 也省得提心吊胆 话不多说 大船终于驶出渡口 从大河顺流而下 顷刻间那渡口 已成了一个黑点 颜婆西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坐船 古人有一些兴奋 不时掀起船舱的布帘 往外面瞧着 李平儿道 妹妹还是别看了 官人说 等会儿会有贼人来接船 颜婆西道 怕什么 有官人在这 料那些贼人 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来 要说这颜婆西对李庆 倒是有着迷之自信 不过她也没耍性子 虽然嘴上这么说 也还是把布帘放了下来 专心和李平儿潘金莲 玩起夜排 又过了一会儿 众龄只觉得 传猛的一颤 似乎停了下来 颜婆西睁大双眼 略在兴奋地说 难道贼人真的来了 可惜官人不许我们出去 否则非得去见识一下 不可 她说着 便悄悄地打开了一丝门缝 忍不住张望两眼 李平儿扶了扶额头 妈妈她拉了回来 把门关好 我的祖宗哟 谁不是对这避之不及的 你倒像是寻到了宝似的 就在船舱里的女眷们打闹嬉笑之时 李庆却是一脸严肃的牧师前方 大船此刻的停留之处 正是那令许多人闻风丧胆的 羊脚瘫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堤大观人 作者笔木鱼 明显眼波 不诀 本书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七十四集 此刻 羊脚瘫的河岛当中 多出了很多横幕 挡住船只的去路 所以才不得已停靠下来 那船家不久前 得了李庆口信 说有贼人要在此接到 原本还不大相信 此刻则脸色凝重的 邓氏前方 这么多横幕 不会无缘无故出现的 以这个船家在水上 多年漂泊的经验 基本可以肯定 是遇到水贼了 果然 只听四周围 忽然喊杀声四起 那河中小岛上 立刻涌现出一百余名大汉 大都是青杀赵头 手拿刀叉利刃 船家一见 顿时心有些发凉了 他船上的水手伙计们 能打的也就二十来个 再加上李庆 那三十余名装客 也不过五十来人 而眼前的水贼呢 所有一百五十号人 这可如何抵抗啊 当水贼开始 从草丛里推出小船 准备靠近船支时 李庆向船家喊道 船家 在号里的人 守住后舱 船头我来应付 船家颤颤地说 你们这真的可以吗 他心里清楚 这船头 可是敌人登船的主要方位 后舱等地方 估计只有灵星人登船 李庆一笑 放心吧 我自己的性命 我不会乱开玩笑的 在这艘大船上 最为富有的人 就当属李庆 船家也知道 那些水贼 肯定是冲他来的 如果这船被水贼攻占了 别的人或许还能活命 这李庆 肯定是要被沉湿水底 喂鱼去的 于是 船家不再迟疑 一口答应下来 李庆又问他 你可知道 这会人里面 哪个是头吗 船家一听 连忙放眼 往那群水贼望去 目光很快落在了一个 瞎了一只眼的人身上 那就是那个瞎子了 他是毒眼蛇王霸 附近有名的恶霸呀 没想到这一次 他亲自出手了 李庆暗暗记在心里 做好准备 如果有机会的话 自己要来一个 秦贼先秦王 船家带领着水手伙计 拿着棍棒 到后舱去了 这些人 没经过什么训练 真要留下来 反而会爱手爱脚 万一带头逃跑了 更是会影响士气 还不如到别处去守卫呢 李庆深吸了一口气 将一把锋利长刀 握在手中 他已经把交挺派了出去 守在几名娘子大门之外 所以这一次 他或许是要亲自动手了 这个时候 一部分水贼 已经先行坐船 驶离小岛 迅速靠近大船 那独眼蛇王八 对身边的一个亲信吩咐道 你带几个人 去把船底凿几个洞 知道该怎么做吧 那人咧嘴笑道 当然知道 咱们又不是第一次坐 凿船只是为了 给船上的人制造混乱 所以要把握好孔洞大小 如果洞口凿得太大了 水进太快 那到时候 来不及搬走钱财货物 船就沉了 可就白忙活一场 所以那名亲信待人 口中各弦一把刀 跳入水中去了 如此一来 这独眼蛇王八身边的人 可是不太多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不知在岛上 暗暗观察了多久的迷胜 终于现身 手提那把开山大斧 朝着王八飞快而去 人未到杀气已至 王八下意识地回转身去 但迷胜离他只有几步之遥 已将那把开山大斧 举将起来 大喝了一声 狗王八 拿命来 熟着 一个剑步上前 将开山大斧 立劈而下 突然闯出这么一尊杀神来 这王八惊得 回头快丢了 慌忙抽刀抵挡 附近的水贼们 已匆匆扑过来救 只要能挡住一小会 这王八确定 自己便可以抽身离开 但这迷胜的力道 远非常人可比 而且 他这把失传的开山大斧 也非同寻常 所以这个时候 使听得 咚当一声响起 王八那一把大刀 竟被硬生生 砍成两截 而开山大斧的势头 依旧丝毫不紧 继续朝下劈去 直直劈在了 王八脑瓜顶上 瞬间 把脑袋削去了半边 倒地死绝了 那些正往这儿冲的 水贼们见此情景 全部脚步一致 而迷胜则提着 那把沾满血迹的大斧 双眼痛红地怒吼一声 朝这些水贼杀了过去 由于独眼蛇王八已死 重水贼一时间 失去了属心骨 本来就全没斗志 此刻又一见 这迷蛮子 像地狱的杀神一样 凶猛无比 不由得一阵胆寒 纷纷扔下武器 转头就跑 更有些人 口中不停喊着 独眼蛇死了 独眼蛇死了 那些原本正要做 小船劫财的人 一听这话 顿时一片骚动 而迷胜则趁此机会 把王八的头割了下来 用树枝挑着 来回巡视 虽然看不太清楚 但是那独眼 却是王八最为明显的标志 于是没人再怀疑 顿时轰的一声 四散逃离 不过 一开始最先登船的水贼 约有四十余人 此刻已和李庆一方交上了手 这些先头部队 是水贼中最为勇猛的 个个犯过人命 但是身上那股子血腥气 便能把普通人 吓得双腿筛糠 无往而不利 这一次 众水贼们本也以为 一个冲杀 便会吓跑船上的人 但是万没有想到 任他们如何大吼大叫 前边的人 却依旧整齐有序的 手持长枪战力当场 又如石像一般 动也不动一下 水贼虽觉得奇怪 但是可没有耐心细想这么多 一起挥舞刀叉冲江过去 但迎接他们的 却是突刺的长枪和竖起的盾牌 双方拼杀了一会之后 众水贼没占到丝毫便宜 反而还伤了几个 有些人激励反应快 感觉不对劲了 鹿娘的 后面的人呢 怎么还没上来 于是有人抽空 往水面望去 只见自己一方的人 竟四乡奔逃 还有一名大汉 挑了一个 只有半边的独眼人头 再来回走动着 独眼蛇死了 众水贼心中顿时一颤 若是在平时 谁管这独眼蛇誓死是活呀 但是正所谓龙无头不走 一众水贼一百五十余号人 得有人挑头方能成事人 而偏偏王霸 在这个时候死了 还结个什么财呀 而且眼前这一帮人 像刺猬似的 十分棘手 钦客间毫无丝毫破绽 继续留在此处 反而会有性命之忧啊 于是这一群水贼们 互相看了看 纷纷跳出战圈 接着扎进水里 钦客之间 就不见了影踪 李庆这边正打算着 消磨一下水贼的耐心 在实行反击的 此刻一见 他们全部跳水离开 也是一头雾水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浮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先演播 不诀 本书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七十五集 带水贼们全都退走之后 李庆观察了一会儿 才知道 原来竟是迷胜杀了敌方 贼手 毒眼蛇 王八 这才一举扭转局势 李庆联盟派人 把迷胜请上船来 惊喜万分地说 迷胜兄弟 你自会来的 我得了这柄失传的 开山大府之后 正想前来 向您说声感谢 半路上意外听人议论 要来这养脚摊劫财 所以偷偷摸了上岛 以解救恩公的危机 李庆一听 这迷胜的话语之间 已颇有些追随之意了 心中更是欢喜 迷胜看了看 那毒眼蛇王八的半边头 向李庆问道 恩公 这人的手机 该如何处理 没等李庆回答 那船家走了出来 一脸不在乎地说 这种人背负了 不知多少人命 天庭不理 地府不收 就离沉入河中便是 浩瀚放心 我自会派人料理干净的 迷胜听后 巴不得如此 便随他去了 就在那船家 令人料理尸体 擦拭血迹 填补船只漏洞的时候 李庆先抽空 看了看几位夫人 闫婆夕 好像仍没搞清楚状况似的 睁大一双美目 看着李庆问道 官人 那些责任 这就被赶跑了 也难怪 闫婆夕会如此疑惑 从四周围发出 阵阵喊杀声 到恢复平静 也只过去了一小会儿而已 虽然说 闫婆夕对李庆很有信心 有些迷之自信 却也没料到 自己的夫君这么快 就把敌人赶跑了 李庆一笑 已经没事了 你们在此安心待着 很快可以起航的 如此又过了一会儿 血迹 尸首 全部料理干净 河道里的横幕 已被人拉开 船只上不大的漏洞 也已经填补好 于是 大船继续顺流而下 倾刻间便远离了 这令无数人 为之胆寒的 羊角滩 一处较为安静的雅尖里 李庆正和迷盛 推杯换盏 互相闲聊 能将迷盛 这么一员猛人 收为护卫 李庆此刻的心情 十分畅愧 以后有他和交亭 两名好汉 护着自己 应该可以少一些 提心吊胆了 闲聊了一会儿之后 李庆忽然问迷盛 迷兄弟 你可知道 你们那房州地界 有一个叫王庆的 迷盛颇为吃惊地 看着李庆 此地距离房州 何止千里 大观人是如何知道 王庆那次的 啊 是这样 我家里啊 还有一位三娘子 姓孟 他的前夫 便是去房州时 翻步而死的 听说是找王庆的手下做的 故人有所了解 但却不甚清楚 李庆这番话 并非是胡扯 因为孟玉楼的前夫 杨宗西虽说死在了外面 但毕竟没有尸首和骨灰回来 随理庆心中仍有些不安 偷偷地派人打听了很久 才知道他确实是在房州遇害的 迷盛听后也不再疑惑 说道 王庆内司 以前是东京城里的一家富户 后来犯了什么事 被发配到了淮西地界 接着又逃到了房山去 强占了那里的寨子 落草为寇 也有七八百号人 四处打架结社 他那里的一个军事头领 叫做金剑先生 李住的 还曾经邀请过我上山去 但我那时正凑了本钱 打算跟人做买卖 哪里会去理他 就一口回绝了 迷庆看了看李庆 有些忧虑地问道 打官人 可是想找王庆内司报仇 李庆摇了摇头 这里离房州山长水远的 我可没那个心思 寻他的回绝去 要说这杨宗熙 不过是孟玉楼的前夫罢了 和李庆并没有太大关系 肯定犯不着千里迢迢的 去为他寻仇啊 迷盛听后 这才大松了一口气 大关人不知 王庆与李庆等人 自从霸占了房山寨之后 便时刻招兵买马 我离家已经两年多了 现在他们还不知 壮大到什么程度了 着实不好惹呀 这一点李庆当然也知道 按他的推算 那王庆和李庆等人 如今或许已经开始 攻占州县了 正在急速地发展壮大之中 李庆向弥生笑道 若不是遇上了我 会上房山寨去当强人吗 弥生听后顿时无言以对 沉默了许久 才探声说 不瞒大关人 若我是个没什么本事的人 也就算了 就这么静静等着老死 也没什么 奈何跟师父学历深武艺 却毫无用处 没处晋升 白白活了二十七八岁 心里常不是滋味 总想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 就算死也值得了 可没遇着大关人 又回了房州 我还真有可能去投了王庆那次 总该能快一些 李庆本是随口一说 却没想到 勾出了弥生这一番 颇有分量的心底话来 顿时愣在那里 这五周朝 文风十分鼎盛 读书人可以通过科举 取得晋升之资 即便不能金榜提名 当个秀才举人什么的 也有大把的好处 但是学武的人 前途就窄了许多 地方军官腐败一场 一旦进去便永无出头之日 东京进军多年不打仗 也没好到哪去 数来数去 也就西北之地 那些常年和党向人 交战的军队里 能混出些头来 像弥生这种 有着一身毫无意 却没有晋升机会的武夫 天下何其之多呀 难道全要挤在一个 西北军里吗 而且可能是因为 这五周朝的太祖 是通过篡权齐家的 所以一直害怕 其他的武将也有样学样 夺了他的权威 故而一统天下之后 就开始大幅削减武将的权力和地位 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 武官见了文官 天然就矮了一等 二品武官便得朝五品文官行李 即便好不容易混出头了 在待遇上也和文人相差太多了 因着弥生的一席话 李清一时间就在脑海深处 想了很多很多事情 船只自从过了阳脚滩之后 便顺畅无比 再未遇到劫财的强人 即便偶尔有几个眼神中 露出贪婪之意的人 一看李清身边 有交挺和迷胜 这样两个猛人在 也瞬间打消一切的念头 大船分别从博州 高堂州 灵州等地经过 一路无话 几天之后便终于停靠在了 苍州地界 李清一行人 于是从这里弃船 改走汉路 一直向北而行 直往那甲荆州而去 李清满心祈祷 那潘巧云就在这甲荆州里 不然的话 若真要去辽国境内 这旅途就不知该几时 才能结束了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第一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领先演播 补局 本书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76集 苍州也称为横海郡 辖地很大 东边是大海 西面与河北众多州郡相连 南边是大河 北边却值抵辽国和武洲的边境 苍州这个地方虽大 但大半都是些荒凉区域 向来是发配罪犯的驱逐 可已经被逼上梁山的林冲 之前就曾被发配于此 而那个甲冀州 就在苍州的中部地区 李庆一行人在路上 慢慢悠悠地走了二十几天 终于是到了那冀州城外 正想入城的时候 忽然城内有一处人马奔了出来 中间捧着一位官人 骑一匹雪白卷毛马 马上那人生得龙眉凤目 齿号珠唇 三牙严口滋虚 大约在三十四五的年纪 他身穿一领紫绣花袍 腰系一条玲珑欠宝玉环条 足穿一双金线抹绿造底靴 带着一张弓插一壶剑 李庆一见 这人好不气派 便向身边的路人问道 这是哪位富贵人家 路人答道 此人姓柴 明晋 大家都称他为柴大官人 江湖上则换得做小炫风 这柴大官人是前朝柴世宗的子孙 自陈桥让位 太祖皇帝赐予他族人 士书铁券在家 故而无人敢欺负他呀 哦 原来是小炫风柴剑 怪不得如此气派 李庆又问 难道柴大官人 住于这济州城内吗 那路人笑道 人柴大官人 在整个河北都多有田庄 仓中哪个地方没有产业呀 来这里不过是打猎罢了 估计啊 估两天就离开了 他们正说话的时候 那柴进已经骑马从李庆身边经过 当他的目光瞥见 李庆坐骑的白玉虎尸时 脸色忽变 勒马停了下来 柴进向李庆抱拳道 敢问这位兄台尊姓 鲜香何处 李庆顿有些狐疑 还了一礼答道 啊 免遵姓李 是东平府人士 不知大官人何事啊 柴进用手上的马鞭 指了指李庆的坐骑 李兄这马甚是神俊 不知是从何处购得 是否有一脉于我 李庆脑筋急转 这白玉虎尸时有八九 是段锦柱偷盗而来 此前我只以为是在辽国道德 但如今看着柴进的脸色 难道他是原主吗 想到此处 李庆顿时在心中 把段锦柱那个家伙大骂一番 而现在他自是不会说出实情 无论这白玉虎尸 此前是否是柴进的 既然到了他李庆手里 哪有交还之力啊 李庆于是说道 此马是我托了人去辽国买来的 骑得十分趁心 又不缺银子时便不卖了 胡说 这马分明是我们大官人 那匹白玉虎子 一定是你这丝盗走的 柴进身边有一名大汉 急红了脸大声喊道 李庆听后 身色顿时意冷 我这马是正经买来的 有官府文术在家 你说是我偷盗而来 可有证据吗 那大汉喊道 我们全可以作证 他没把话说完 柴进便抬手制止了 原来 这匹马确实是断井柱 从柴进这偷走的 但其实柴进也是 从其他盗马贼手中买来的 而且到手没几天 就被断井柱盗造了 官府的手续还未及办理 所以说起来 柴进还真的就是无凭无据 所以当听李庆说 他有官府文术之后 便知道 肯定不能靠官府的手段打官司 把马要回来 但柴进实在是十分钟爱这一匹马 而且他获得此马的几天以来 白马桀骜不逊 都还没稳稳的骑过呢 于是柴进对李庆道 出六千两来买这马 不知李兄能否割爱 柴进这个价格 绝对可以说是天价了 有这些银子 普通的马可以买好几匹呢 一般人哪有拒绝之力 但李庆却连连摇头 真是对不住了 我还是那句话 不卖 你 你竟就不吃吃罚酒 之前那名大汉高声喝道 弥盛立刻挺身而出 手踢开山大幅 双眼怒视那人 那大汉真打算拍马来斗 却是又被柴进制止住了 柴进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满脸羡慕极度的 看了看李庆身边的弥盛和交亭 接着便骑了马 率领众人迟进了 不远处的树林之中 李庆看着柴进离去的方向 心想自己算把这个人给得罪死了 但他又觉得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说柴进不过是一个前朝皇族 又不是本朝的皇族 反正现在 李庆得罪的人多了去了 也不差这一个 他这么想着便把手一挥 率领众人进了这冀州城 那边的柴进等人进了树林之后 那大汉又献急道 大官人 要不我找一个人 把那白玉狮子偷回来 有伙食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柴进想了想 摇了摇头 还是算了 他身边那个是开山大府的汉子 一看就不是好相遇的 而且州府那边的庄子 有人来报 说是来了个文明山东 河北两地的好汉 待了已经有些时候了 打完猎 明天便回去了 不宜多事 那大汉听后 眼神中尽是失望之色 却也无可奈何 他觉得 自家柴大官人总是这样 心气比天还高 但浴室的时候 总缺了一份果断和霸气 如此怎么能成大事呢 先不论他怎么想 单说李庆一行人 进了冀州城之后 先找了一家上好的客栈 安顿下来 好好休息了一晚上 转过第二天 才找人打听起杨雄的消息来 李庆的目的自是潘巧云 但他是别人的妻子 而且女人家家的 一般人哪里会知道他的闺名呢 而拼命三郎 则地位太低 认识的人不会太多 杨雄的身份 则是两院押育 兼充士曹行行柜子 是个牢狱头子兼柜子手 算是有些社会地位 而且这个时候的人 普遍都喜好官刑杀头 杨雄作为柜子手 认识他的人应该不在少数 所以李庆不去打听潘巧云和石秀 单打听杨雄 若是杨雄在这里 潘巧云自也不会在别处了 李庆随随便便地找了一家小酒寺 和人打听了一句 那个人打了个酒嗝问道 李庆随着杨姐姐做什么 接着便朝某处高喊了一声 杨姐姐 这里有人找你 李庆顿时愣了 这 不会这么巧吧 难道那杨雄 真在这小酒寺当中吗 本集到此结束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分解 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 水浒堤大观人 作者 笔木鱼 明显演播 不诀 本书由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第七十七集 听了醉汉的喊声之后 酒嗣了一遍 走出一个人来 只见此人两眉入病 凤眼朝天 细细有几根胡须 只是面皮 有些不太正常的微黄色 不然的话 也算一表人才了 他满脸疑惑地看着李庆 你找我何事 李庆打量他一下 倒是和原助理的描述 颇为符合 李庆自不会直接说 是来图谋他妻子的 只是说道 我今天刚巧 从此处路过 只因生平最喜欢结交好汉 听人说起 这里有一位大人 是两院押育 兼充士曹青心贵子 姓杨明雄 是难得的好汉 有意结交一下 故而找人打听 难道被是遵下不成 那黄面汉子道 既是这个姓明 又做这个差事的 那整个季州 似乎只有我一个人了 李庆一听他如此确认 心中顿时大喜 这下可以省去 其余路程了 而此刻的杨雄 也颇有些自得之色 某家的名声 如今已这般大了 于是他又向李庆道 某家见你也是一条好汉 别一起来喝酒吧 李庆倒是颇感兴起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 称他为好汉 不过他也没有拒绝的道理 于是便和杨雄凑到了一桌 一阵推杯换盏 谈天说地 此时跟杨雄一起喝酒的重相时 基本都是牙域的工人 没有一个是出色的 那拼命三郎石秀也不在场 李庆于是问道 我曾经听闻 在冀州城里面 除了杨阶级之外 还有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的 也是一位好汉 阶级可知道此人在何处吗 杨雄听后却是一脸疑惑 还有这等好汉 我确实不知啊 李庆一听才知道 这杨雄原来还没和食欲相识 更没结拜为兄弟呢 他想了想 原住里石秀和杨雄结识的时候 梁山的神行太保代宗 和紧抱着杨林是在场的 但是如今 那神行太保代宗还远在江州 所以照此说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 石秀才会和杨雄见面 哎呀 早想到如此 便不应该在杨雄的面前提什么石秀啊 真是失策了 而杨雄这个时候 又与身边相熟的人问了问 有人答道 哎 怕不是那靠卖柴度日的十三娃吗 哎呀 此人哪 向来喜欢多管闲事 惹是生非 没看出是什么好汉呢 李庆听了之后 就知道 有很大可能性 这人说的十三娃 便是那拼命三郎石秀了 多管闲事 惹是生非 要是换一个说法 那不就是喜欢替人打抱不平吗 杨雄道 既是真有这个人 又得李兄称赞 嗯 改日得空了 要去拜访一二啊 哎呦 李庆一听 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难道说 在这个位面上 杨雄和石秀的结石 竟是他一手促成的 这不是搬起石头来 砸自己的脚吗 不过李庆又想 那石秀既然 还没有和杨雄结义呢 那他是否有可能 先把这个人 拉到自己这一边来呢 如此又有些失神的 和杨雄喝了半个时针的酒 之后 那杨雄因为 每每和人大碗大碗的一口干 已是醉得有些不省人事了 于是李庆热心地说 要陪着一块把杨雄送回住处去 也好趁机见上潘巧云一面 就照之前勾得李平儿的路子走 李庆不知路 也不想搀扶杨雄 便在一旁跟着 谁知道 这些差役最后却把人送到了杨雄 衙门附近的住处 李庆满脸郁闷地问 为何不送杰雄回家呀 这个地方没人可以照顾他吧 那些差役笑道 你有所不知 杨杰雄的娘子啊 颇有些强势 她每次喝醉酒回家之后 总是讨来好一番骂 哎呀 所以杨杰雄早就吩咐过我们 以后但凡他喝醉了 就从来这里 也图个耳根子清净啊 李庆一听无可奈何 只得点了点头 看来 想趁此机会和那潘巧云 搭上话的想法 今天算是彻底泡汤了 不过 从这件事中也能看得出来 那潘巧云和杨雄的夫妻关系 真是好得有限呢 实际上 若是一对恩爱夫妻 哪会有他们这样的 反正 要是李庆喝醉酒回家了 月娘顶多劝说两句 接着保准会尽心尽力地 服侍她休息 消醉 安睡 而李庆肯定也不会 因为妻子的唠叨 就在外面过夜的 有话则说 无话则短 之后的几天里 李庆除了和几位娘子 四处逛一下附近的风景名胜之外 便是去找杨雄喝酒 可惜的是 一连去了好几天 李庆还是没有机会 和那潘巧云见上一面 因为这杨雄一上了酒桌 经常要喝得大醉鸣鼎才肯离席 往往直接便在牙域的住处安邪了 就算偶有几次没喝醉的 回了家里 却也没有开口邀请李庆去做客 看来这杨雄是深知 一不将二不带的道理 不肯轻易的 把刚结时没有几天的李庆 带回家里去 李庆琢磨着 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啊 他可没这么多时间慢慢耗下去啊 看来得另寻出路 他这个时候 已经把杨雄家的位置打听个清楚了 于是便派人在附近盯着 希望候着潘巧云出门来 便去制造偶遇的机会 然而又是好些天过去了 那潘巧云学一直没有出门 把李庆急得不行 这个时候的女子 除非是需要天天到地里干活的农妇 又或者像梦雨楼这样 有生意要打理的 忽然几个月不出一趟门 也是尝试 像李庆这种 喜欢把夫人们带出家门四处游玩的 其实算是异类了 现在李庆的感觉就是 有力气没出事 明明有着一身的勾人本事 偏偏和那夫人连面都见不到 李庆这一下算是彻底没辙了 单说这一天夜里 李庆又和往常一样 去和杨雄喝酒 却见酒席上多了一个生面孔 长得甚是雄壮 便向杨雄询问起来 杨雄小道 这位壮士便是前些日子李兄弟 你曾提及的拼命三郎石秀了 我们今天可谓是一见如故 现在已结为一兄弟 李庆听后顿时愣了一下 恨不得猛拍一下脑袋 他在前些天本还打算着 在杨雄和石秀结识之前 来一个结胡的 谁知之后 一直忙于苦心积虑的 百般接近潘巧云 一时间把这茬忘了 哪曾想到 这杨雄的行动如此之快 这么快就结识了石秀 还和原住一样成了结义兄弟 李庆顿感后悔不迭 无奈之下 唯有在心中暗道 幸亏杨雄对家中妻子 不像结交好汉般热心 不然这个任务 我只好早早放弃了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接着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